欢迎您收听由剧587洋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02集 钱才是根本问题 鲁尼要造反 当靠格雷泽为首的曼联俱乐部高层 是不可能让鲁尼回心转移的 必须佛格森出马 佛格森乘车 再去柴郡尼豪宅的路上 他一直在考虑 万一鲁尼铁线离开 谁能够取代鲁尼的位置呢 高晓东 只有高晓东 上个赛季 佛格森为了争夺高晓东 几乎和穆里尼奥闹翻脸 最后 虽然穆里尼奥 在门德斯的暗中帮助下 抢到了高晓东 但老爵也在最后时刻 狠狠地坑了穆里尼豪一把 几乎把国际米兰的工资体系搞崩 如果不是穆里尼豪 铁腕清洗阿根廷邦 再加上高晓东的权位置属性太牛逼 也许国际米兰的更衣室已经捧了 本赛季高晓东表现如此神奇 不激活八千万的违约金 国际米兰基本上不会放任 再加上曼联财政困难 所以佛格森打仙眼也没考虑过再去追究高晓东 但鲁尼突然发难 向媒体表示 曼联配不上他的雄心 并且正式通知曼联 他打算离开 这让几乎已经死心的老爵也 再次想到了神奇的华国少年 如果上个赛季买来高晓东 也许欧冠冠军就是我的了 走进鲁尼家的时候 佛格森的心里再次闪过了这个念头 鲁尼似乎早就预料到佛格森回来 他和妻子柯林把佛格森 迎到了自己家的客厅里 佛格森是个造脾气 屁股刚刚坐下就直接开口问道 维恩 为什么要离开 鲁尼说道 上周我的经纪人斯特雷德福特 和CEO大维基尔又过回面 但是他没能就球队的未来阵容 给我任何担保 冬季转会的时候 我就希望球队能够引进世界级球员 增强球队的实力 但俱乐部却什么都没有做 如果我们能够补强 也许我们能够赢得欧冠或者联赛 包子 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冠军 所以我希望去一家更有实力和雄心的球队 在鲁尼说话的时候 佛格森一直用锐利的目光盯着鲁尼 以至于鲁尼不得不避开佛格森的目光 维恩 我希望你明白 转会是俱乐部和我的职责 而不是你的 你的职责是好好踢球 佛格森用手指敲着桌子 教训着说道 另外 我听说你打算去满城 难道连欧冠资格都没拿到的满城 比曼联更有实力吗 更有雄心吗 还有切尔西 如果不是我们双线作战 切尔西能击败我们拿到联赛冠军吗 在英超 我们就是最好的球队 也是最有雄心的球队 鲁尼也不是个人气吞声的人 他马上反驳道 波森 我们的实力是很强 但我们肯定不如满城和切尔西更有雄心 他们对冠军的渴望比我们更强烈 佛格森一拍桌子 维恩 那只能说你的渴望不强 不能说曼联的其他球员 对冠军的渴望不强烈 Boss 我说的是格雷泽 和戴维基尔 不是队友 他们只想赚钱 风格森沉声说道 卫恩 卫恩 东协七一是我放弃买人的 虽然纪录部现在负债很多 但只要我想买谁 老板从来没有收过半个步子 卫尼不解的说道 卫尼不解的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阵容足够我们竞争最高荣誉 卫尼很不客气的说 但我们却只拿到了连赛杯 欧冠还被上个赛季的手下败将 国际米兰打得落花流水 林森输给韩奇洛迪 欧冠输给穆里尼号 足总碑被第三级别的球队 李兹连淘汰 这是弗格森的痛点 被鲁尼这样一刺激 弗格森打怒 差点就拍案而起 不过想到今天是来劝说鲁尼的 弗格森又暗赖下了火气 沈呼吸了一口气 老爵也说道 有些时候 赢得冠军需要运气 这次转会 我们会买一些重量级的球员 帮助我们赢得冠军 鲁尼摆摆手不屑地说道 Boss 你不要骗我了 我听斯特雷福德先生说了 本赛季 我们营业收入比任何一年都高 但负债却比以往更多 没有钱能买来谁呢 维恩 有没有钱是俱乐部的事情 只要球队能够买到人就行 万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 鲁尼 你不要离开 留下吧 你会在这里成为传奇 鲁尼犹豫了一下说道 不 Boss 您是一个伟大的教练 伟大的导师 在我18岁 从海福德来到曼联之后 您就一直帮助支持我 我非常感激您 但现在 曼联已经衰落了 格雷泽毁了曼联 他们不离开 曼联很难再有出头之日 我已经25岁了 我希望在自己黄金年龄 拿到更多的冠军 而不是在满联 露露不微 风格森终于忍不住了 他使劲一排桌子 胡舌八道 这是你的那个吸血鬼 经纪人给你灌输的混账思想吗 维恩 不要把经纪人当成你的父母 他们是吸血鬼 你懂吗 他们都是看中了你的钱 不是一心一意为你着想的 2006年世界杯之前 你只鼓鼓裂 我对埃里克森说 如果他派你出场 我就杀了他 但你的经纪人 斯特雷福特 为了多接待言广告 打电话告诉埃里克森 必须让你出场 他考虑过你的职业生涯了吗 维恩 清醒一点 现在斯特雷福特让你转会 就是想赚取更多的佣金 他们就是趴在你一带里的吸血鬼 鲁尼还没有开口 他的妻子 柯林先说话了 学业 我觉得您误会斯特雷福特先生了 自从他成为威延的经纪人以来 鲁尼只转回了一次 就是从他心爱的海弗顿 来到马莲 从04年到现在已经6年了 威延一直待在这里 无论打什么位置 拿多少的薪水 斯特雷福特从来没有像那伊奥拉一样 每年要求加薪 现在俱乐部在转会市场太扣门了 他们会浪费威延最好的年华 我认为这是斯特雷福特希望威延转会的原因 柯林本来是个小家碧玉 是斯特雷福特把他捧成了一个辣妹维多利亚一样的小明星 对斯特雷福特 柯林比鲁尼更喜欢 自然要为斯特雷福特说话 加薪 福克森觉得自己好像把握到了什么 他摸了摸酒糟笔冷静了下来 维恩 你是不是觉得俱乐部给你提供的15万英镑的周星太少 15万英镑的周星 在英超仅次于漫长的中场压压突雷 在整个欧洲足坛 也仅次于斯洛 梅西 伊布 是绝对的顶心 福克森不敢相信鲁尼会不满足 福克森这画风转变得太快 鲁尼挠挠破败的脑袋 就说道 Boss 这不是主要原因 不是主要原因也是原因啊 或者 这就是主要原因 福克森马上明白 自己说什么恐怕都没有用了 鲁尼看重的是钱 而不是感情 更不在于满联伟大不伟大 这已经不是那个球员信任教练 就可以跟俱乐部签合同的年代了 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了历史 福克森叹息了一生好像老了十几岁 他站起来向鲁尼说道 威恩 满联才是最需要你 也是你最需要的舞台 你和鲁尼都不一样 你是属于英超 属于满联的 我会跟格雷泽先生协商一下 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好好准备世界杯吧 说完 也没有跟鲁尼告别 福克森拍拍鲁尼的肩膀 就离开了鲁尼的豪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03集 送行 在鲁尼闹转会的时候 高晓东已经处理好了 欧洲的事务 准备回国度假 在临行之前 国际米兰的主席 莫拉蒂 在自家豪宅 设宴给高晓东送行 国际米兰的高层 包括经理布兰卡 奥利利奥等人 都出席了宴会 高晓东还没有续约 他这一走 国际米兰再想跟高晓东 谈续约 只能通过门德斯 这对国际米兰来说 就非常困难了 搞不好 高晓东就像莫里尼昊一样 一去就不复乏了 因此 国际米兰很希望 在高晓东离开米兰之前 得到高晓东的一些承诺 哪怕是口头上的 高晓东是国际米兰 夺得三冠王的大功臣 而且现在正是国际米兰 求着高晓东续约的时候 国际米兰的高层 纷纷向高晓东敬就 表达国际米兰 对他的器重和感谢 宴会之后 俱乐部的其他人各自离去 莫拉蒂却把高晓东 留了下来 小冬啊 其实我要给你道个歉 莫拉蒂亲自给高晓东 倒了一杯苏打水 很郑重其事地说道 啊 主席严重了 高晓东吓了一跳 心道说 这老爷子怎么了 没记得扛我什么呀 倒啥钱呢 莫拉蒂坐下 叹息地说道 去年夏季 你来国民 当时我不同意 是莫里尼奥坚持几件 最终才签下了你 五千万 签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我真是没有这个魄力 你来之后 我也对你能不能打出自己的身价 感到欢迎 所以 没有给你多少帮助 请你不怪 高晓东听莫拉蒂说得很诚恳 就说道 嗨 主席不用自责 其实现在看我当时转会的交易 开始是很正常 后来就变成了木帅 和福格森爵士的斗气 我的转会费和年薪都有点虚高 您不开心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 我们合作很愉快 您是个好主席 也是个好人 莫拉蒂听了高晓东说的话 觉得高晓东这孩子说话 太会往人心眼里碰了 是的 我们合作很愉快 虽然你和俱乐部 还有两年的合同 但我认为你的年薪和你的贡献实力 太不相赔了 而且我希望你能在国际米兰待上许多年 所以才让布兰卡给你送上了一份讯约合同 听说你还没有签字 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不满意 你尽管提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莫拉蒂笑得很慈祥 高晓东觉得 就算现在他索要1500万欧元的年薪 可能莫拉蒂也会答应 不过 高晓东还是放弃了这种蠢蠢欲动的念头 主席 合同我还算满意 我所等待的 不过是想等确定新教练 看看球队的演员 我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冠军 莫拉蒂笑着说道 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再现我父亲当年开创的大国际时代 你看到我家门口这条路了吗 就叫安加罗大道 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 所以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对球队进行补抢 让我们比上个赛季更加强大 至于教练 基本上也定了 现在我们正在和北尼特斯教练谈判 不出意外 本周就可以签约 我是贝尼特斯啊 高晓东知道 贝尼特斯是国际米兰的目标 没有想到竟然已经快签约了 是贝尼特斯 也只有贝尼特斯卡佩洛这样的名帅 才能够配得上国际米兰 我相信 贝尼特斯能够带领国民 未免欧馆和溢家 在谈判中 贝尼特斯教练也提出了要求 你必须留在国际米兰 我告诉他 你肯定不会走 哦 谢谢主席信任 贝尼特斯设备好教练 也适合顾民 等贝尼特斯和我们签完约 他会去华国 找你谈谈自己的构想的 我们的演员会根据他的构想来进行的 哦 假期中间我可能会去南非看世界杯 不过贝尼特斯教练联系我的话 我会和贝尼特斯教练好好谈谈的 嗯 那你准备在什么时候完成许约呢 高晓东有些头大的 都快围着地球绕半圈了 老爷子怎么还没往这茬呢 他无奈的说道 等我和新教练谈完之后再决定吧 莫拉第已经被高晓东和门德斯 从东西期拖到夏季主要会了 这次他长了个心眼 晓东啊 如果你觉得年薪还低 你尽管提 哪怕俱乐部不能给你加 我私人给你补上 但你一定要留下 也许你不是罗娜尔多 阿德里亚诺那种天赋超绝的球员 但我觉得你更有赢家气质 你能够给国际米兰带来更多的冠军 高晓东心想 哎 主席啊 您是眼光真好啊 我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男人 不过 你说的再好听 我也不能随便答应啊 主席 我对年薪没有太高的要求 您放心好了 核心教练见面之后 我一定尽快便宜答复 莫拉第听过高晓东说得很含糊 还是不放心 晓东啊 这黄马虽然比咱们国际米兰 强大有名 但你在那里只能打后腰 你见过谁打后腰那金球奖的 再说了 在黄马你只能是三号人物 C罗卡卡地位都比你高 但你在国民 你就是偷牌 萨内地退役 你就是队长 不比去黄马强多了吗 高晓东笑着说道 主席 放心 我从来没想过去黄马 对 不要去一个瞧不起我们的球队 在国际米兰好好努力 证明给莫里尼好看 没有他 国际米兰依然可以夺关 莫拉蒂很高兴 心放下了一小半 至少高晓东 现在还没有离开去黄马的念头 说完了最重要的续约问题 莫拉蒂和高晓东又闲聊了一会儿 高晓东就告辞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 高晓东带着肖乐准备去机场的时候 俱乐部经理 布兰卡开着一辆商务车来了 车上还有两个高大彪悍的男人 一个黑人 一个白人 下车之后就跟黑白无常似的 布兰卡指着黑白无常 对高晓东说 你现在名气太大 主席担心你的安全 克里斯和梅尔 就是主席给你请的两个保镖 都是特种兵出身 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 完全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高晓东和肖乐考虑过请保镖 不过保镖的关系重大 他们在欧洲人脉不宽 不知道去哪里找有实力而有可靠的保镖 所以一直就耽搁了下来 没想到莫拉蒂主席想得这么周到 竟然保镖都给请来了 谢谢主席 谢谢兄弟 高晓东连忙感谢 布兰卡笑着说道 不用客气 你是俱乐部的资产 主席不能让俱乐部的资产 处于不安全状态下呀 高晓东哈哈大笑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咱们出发吧 布兰卡指挥两个保镖 帮高晓东把行李放上车 然后驱车载着高晓东和肖乐 赶赴母鹏萨机场 两小时后 高晓东和肖乐带着两个保镖离开米兰 飞回了高晓东的故乡华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兰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04集 再遇而归 高晓东从帝都国际机场走出来的时候 马上被数千名声称国民球衣 和国家队球衣的粉丝包围了 高晓东上一次回国 还只是欧洲最佳新人 这次回国已经是以核心身份 获得三冠王的举行了 高晓东夺冠的时候 有不少华人球迷在柏纳屋和美哈喳 参加了庆祝活动 但绝大多数的华国球迷 只能看看电视 这次高晓东回国之前 张琦就已经回到了国内 安排高晓东 参加和粉丝互动的活动 这次的街机 就是活动中的一项 面对高举围巾 手持鲜花和礼服的热情粉丝 高晓东不再像前面几次回国一样 毛手毛脚的 只想着怎么逃跑 现在有保镖在两侧 助手销略在身边 张琦带来的几十名保安 排出一条通道 高晓东终于可以大大方方 轻轻松松的和球迷们互动了 大家好 谢谢你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 我取得不了这样的成绩 高晓东一手高举的三块冠军奖牌 一手接着粉丝递过来的 鲜花 巧克力 玩好当礼物 然后再交给肖乐 一会儿的功夫 肖乐就抱了个满怀 上次还没有拿欧冠冠军 国内的粉丝就已经很疯狂 现在更是狂热 一会儿的功夫 礼物塞的 肖乐都抱不下了 只能让张琦和兴隆公司的 一名副总帮助抱着 前来接济的不仅有球迷 还有几十名足球记者 如今华国足坛 反复扫黑动作很大 足协主席 副主席 金少 打进02年世界杯的国角 有不少进了看守所 华国足球水平一落千丈 名声地位跌到了谷底 国内记者对华国足球不屑一顾 连调侃都没了兴趣 许多记者都改了行 或者去了其他的领域 02年巅峰时期 华国有八千足球记者 现在据说一千都不到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高晓东的成功虽然挽救不了 华国足球 却成为了华国媒体的一根救命稻草 靠着消费高晓东 华国的几大专业足球报纸 倒是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在高晓东给粉丝签字的时候 记者们也纷纷向高晓东 提出了球迷关注的热点问题 欢迎在雨归来 晓东 你知道现在咱们华国球迷 最想知道什么吗 那就是你这个赛季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问问题的是高晓东的老相识 体育周报的记者李响 高晓东晃晃手里的金牌 一副很无辜的表情 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很无奈啊 就是这么牛逼 怎么玩呢 那下一个重要问题 是替咱们华国的国民球迷问的 莫里尼奥离开的国民 你会不会也离开啊 李响又问道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 李达记住啊 我和牧帅不一样啊 我是有合同的 不是想去哪就去哪的 初代踢球 最重要的是尊重合同 又一个记者问道 哎 晓东 你二十岁就成为了华国和亚洲 第一个拿到三冠王的球员 这是许多人巨星 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做到的 这对你的未来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类似的问题 高晓东在欧洲就回答了很多 不过 今天高晓东说的更加的嚣张霸气 我影响很大 这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我感觉到自己很幸运 二十岁就拿到了这么多冠军 不过这不会让我止步不前 因为我是要成为球王的男人 看到高晓东霸气侧漏的样子 现场一片近乎啊 粉丝们的眼里更是冒出了许多的小星星 崇拜的巫衣服家 看到了吗 这才是我道相 我最喜欢的就是晓东的霸气 比门星好多了 是啊 比C罗自然多了 一点都不装逼 这也是实力装逼 唉 什么时候能带着咱们国家队牛逼一把呢 国家队那么烂 估计小东来也指望不了 球迷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记者继续提问 哎 小东 你现在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人了 不过要成为球王 没有国家队的成绩是不行的 你在俱乐部已经这么成功了 有没有考虑带领国家队打世界杯呢 对国家队的问题 高晓东提前和自己的团队商量过 肯定是避不开 但回答要甚至有甚 南非世界杯马上就开幕了 现在我们有机会打世界杯吗 这些是没有希望的 但下一届巴西世界杯呢 下届再说下届吧 现在我不想再说国家队的事情 一想到跟一群罪犯同场踢球 我就猫骨悚然 问下一个问题吧 接着又一个记者说道 小东 上次你成功的入选了金球奖大名单 这次你觉得自己能获得金球奖吗 听说这次金球奖要改革 改革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过今年是世界杯年 一般世界杯年都是冠军得主拿金球奖 能进前三我就满足了 有一个球迷脑洞大开 他大声的喊道 如果改革变成球迷投票的话 我们球迷一定会把金球奖投给你 高小东哈哈大笑 向球迷们拱了拱手 谢谢大家的货爱啊 不过就算这次拿不到 我早晚也能拿到 我才二十岁 还早呢 又一个记者问 上个赛季拿到了三冠王 这个赛季你的目标是什么 高小东毫不犹豫地说了 你当然还是拿到三冠王了 我不会止步不前的 又一个记者问 好像听说你现在 还没有在国际米兰的 续约合同上签字 你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高小东含糊地说道 哦 有一些小问题 等国际米兰的新教练到位之后 可能就会明确了 我还有两年的合同呢 不急 上个赛季 国际米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国际米兰的年龄结构太老了 那成功之后 球员会不会失去斗争呢 高小东笑笑说道 这个怎么说呢 这年龄肯定又老了一岁 对冠军的渴望肯定没有今年高 不过我相信 新教练和莫大帝主席 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想问一下 华国足球跌到谷底 你对咱们华国足球有什么建议吗 高小东想了想 嗯 我的建议呢 是推倒重建吧 从清训抓起 就像我们华国 在葡萄牙有个希望之星 做的就不错 只有慢慢做实事 打基础 咱们国家的足球水平才能提高 一个球队十一个人 有一半以上赌球卖球 那谁来都没法赢球 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 高小东向记者和球迷们说道 谢谢大家来捧场 我很开心 以后会赢得更多的冠军 来回报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到这里吧 再见啊 高小东冲球迷们挥挥手 就在保镖和保安的护卫下 走上了张旗的后地轿车 离开了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由于担心被粉丝和记者 找到高小东的住处 张旗没有直接把高小东送回家 而是先到了兴隆经纪公司 小坐一下 商量一下代言 球迷交流的活动 然后才把高小东送回了家里 高小东的老家已经拆迁 高父高母在帝都的四合院 住得很舒适 一时间也乐不思熟了 高小东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阳光依然炙热 高父坐在石榴树下 和邻居林老头恰想齐 高母坐在葡萄树下 听收音机播的圣经 看到高小东来了 高母赶紧出去迎接 邻居林老头是退休干部 也是知道高小东身份的 听说高小东来了 赶紧站起来说道 高老弟啊 你儿子来了 高父刚刚用了一个卧槽码 把李老头的老将将了出来 车一行内部就要赢了 他前面两局都输了 看老李站起来 他连忙说道 没事没事 儿子也跑不了 来来来 下完再说 老李哭笑不得 这也太不像话了 旗也跑不了 一会儿再下 这个时候 高小东和高母接来了 李老头过来打了个招呼 小东回来了 高母说道 这是你邻居李大爷 帝都市政府退下来的 李大爷好 高小东很客气的跟李老头打了个招呼 看到父亲还站在棋盘旁 恋恋不舍 过去看了几眼 不屑的说 爸 你用红字吧 你都输了 你还看啥呀 高父一听大怒 你老子我马上就要赢了 我怎么会输呢 高小东笑着说 你不就是想横居的吗 你看 你的居能走动吗 走了 李大爷就僵死你了 不动居也没用 人家已经做好了攻势 是让你满卧槽的 下面步步杀旗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高小东啪啪啪过去 把后面的部署走了一遍 高父一看 果然 自己看起来是要赢的 实际上 李老头比自己快了一步 高父是个好强的人 虽然知道儿子说得对 但是他却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早想好了对付他办法 李老头人情恋大 哈哈大笑着说 变数还很多 高老弟 小东万里归来 你陪儿子说说话吧 我回去了 看看李老头走了 高父跟张琪和萧乐 打了招呼 看到两个凶神恶煞一般的保镖 愣住了 向小东说 这是谁啊 能听懂花语吗 小乐说 大爷 他们是保镖 听不懂花语 不用理他们 高父叹息的说 这竟然还带着保镖 小东啊 咱们不是什么大官贵人 别摆那么大的谱 高小东 小嘻嘻的说 老高同志 这不是白谱 这好歹 我也是拿过三冠王的球星了 得要点面子嘛 保镖就像车一样 就是面子 高父一听三冠王 哎 小东 你的三冠王奖杯呢 高小东笑着说道 嗯 在米兰了 老高同志 没骗你 电视都直播我旁贝了 还能有假呀 哎 那你怎么没带来啊 高母说道 就是啊 带来摆在家里 那多好看啊 高小东无语 张旗无语 小乐憋得奶疼 实在忍不住 小嘻的声来 还是高小东反应快 愣了一下 马上一拍大腿 哎呀 这这 你看我这迹象啊 来之前去了趟星龙公司 公司的员工们 去这个看看那个瞅瞅 结果丢在那 忘记带来了 爸 妈 放心 明天我就让小乐姐给拿过来 小乐正笑着呢 高小东这么一说 吓得笑不出来了 刚想质问高小东 哪有什么奖杯啊 但是 高小东给他使了个眼色 小乐就没问出来 到了客厅坐下 高父高母 一个要去做菜 一个去拿好茶 也漆茶 小乐趁机向高小东说 四小东 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我明天 我都哪里去给你拿奖杯啊 高小东 笑眉眉的说 你这 这还不简单吗 那咱们华国别的不多 就是山寨商品多 你明天呢 出去买三个奖杯 刻上字 带过来 放家里 让老爸老妈 高兴高兴 啊 还有这操作啊 张琪和肖乐都不禁恶然 肖乐和高小东触久了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张琪却在心里很自然叹 嘿 难怪这高小东年纪不大 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玩转葡萄牙和意大利 这个脑筋赚的 真是快啊 一会儿的功夫 高富拿茶也回来了 沏上茶 张琪陪着高富 高小东聊了一会儿 便说自己好久没回家了 就要回家去看看 陪老婆孩子吃顿饭 高富和高小东也没有强流 就让张琪回去了 吃过晚饭 高小东安排了肖乐和两个保镖 在自家客房休息 自己陪着父母说话 看电视 高母左看看右看看 总是觉得高小东黑了 也瘦了 不断地问高小东 在意大利能吃惯吗 能住惯吗 高小东笑嘻嘻地说道 嘿嘿 老猫 你要是不放心我 你那就去国外陪我好了 高富却说 你不要担心这小子 到哪儿都亏不了他 赚那么多钱 吃什么买不到啊 高小东连忙说 哪赚多少钱呢 我都快穷死了 高富一听 一巴掌拍在了红木茶几上 好你个王八高子啊 你还跟你老子哭穷是吧 高小东笑眯眯地说 嘿嘿 老高同志啊 注意形象 你是足球巨星高小东的父亲 口下留得啊 你这不是骂我的 是骂我爸的 你这让我怎么忍呢 高富一琢磨 嘿嘿 王八高子这词 不正是骂自己的吗 他却并不反省自己 反而把火气又撒到了高小东身上 嘿嘿嘿 你个混蛋小子啊 一直跟我说你没钱 现在我才知道 你小子一年光工资 那就是六百万欧元 高小东欺贫笑脸地说 这六百万也不多呀 老妈说得对 大数大也两 小数小也两 赚得多花得也多呀 高富奴道 那你为什么骗我和你妈 难道我们还能抢你的钱吗 高小东笑嘻嘻地说 老高同志 喜怒 喜怒 我不是为你和咱们这个家庭好吗 你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怕你知道咱家有这么多钱 你变坏啊 万一找个小三小四的 那我妈不得杀了我呀 高墨一听 连连点头 嗯 小东说的有道理 高富气的 拿起筷子 在高小东的脑袋上 猛敲了一下 混账话 你老爹我任意千秋 我是那样的人吗 这可不好说 看电视的时候 你不也总是盯着女明星看 高母怒声说道 难道你没看那个什么小神眼吗 高小东哈哈大笑 别吵 别吵 你俩别弄假成真离婚了 让我多俩爹吗 本来赚钱就不够花的 再多俩人分 那不是倒霉头顶啊 谁跟他离婚 他要是出轨 我熬夜要熬死他 高富想了想 忽然说 不对 小东妈 咱们这是被他带刨偏了吧 咱们不是说 要问问他的收入吗 高母也恍然大呼 对 小东啊 你今天跟我们说说 你一年到底赚多少 爸妈不是探你的钱 主要是你还小 有钱就花 不懂得攒钱 我们想帮你节约一点 等你不能踢球了 咱们也能过上副作的日子 高富也语重心长的说道 小东啊 这穷在闹市 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远亲啊 你有钱有名了 想跟你结交的人 跟你混的人 攀附你的人 占你便宜的人 会越来越多 这些人呢 有好人 也有坏人 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 帮你什么 就想你给我们点钱 我们做点生意 给你留个保障 高小东刚刚还想 怎么把收入这事 蒙混过去 不跟父母说实话 现在听父母这么一说 顿时鼻子发酸 觉得自己这些年太自私 太不理解父母了 当下高小东也就没有再隐瞒 把自己的收入 想起的跟父母说了 高父高母惊呆了 他们虽然通过电视和记者 对高小东的收入了解了不少 但高小东说过之后 他们才知道 高小东的收入竟然这么高 随后 高父要求 高小东每年 把收入的五分之一 给他保管 他呢 一部分存银行 一部分去买房子 高小东觉得 自己暂时也没有什么大的投资 就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五八七阳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高小东和父母 几乎半年没见 一家三口 一直聊到了十二点 还没有困意 如果不是高母担心 高小东长途跋涉太累 把高小东 撵回了自己的房间 高小东能够聊到凌晨 就算是回到自己的房间 高小东还是没有睡意 他觉得自己在国外 至少还要踢十几年的球 把父母留在国内 十几年也太不消失了 自己应该想办法 说服父母跟自己出国 父母年龄大了 自己要多赚钱 让他们想想福 这一年高小东赚了不少钱 年薪是601万欧 签字费200万欧元 进一个球的奖金是5000欧 助攻一次2000欧 出厂费是2万欧 加上获得三贯王之后 获得的200万欧的奖金 单单从竞技方面 高小东就赚了1135万欧元 商业方面 背靠着华国的巨大市场 高小东的广告代言数量不少 价格也不低 虽然国际米兰的商业开发很差 高小东的一半肖像权也没赚多少 但他的所有的商业收入加起来 也超过了300万欧元 也就是说高小东这一年总的收入 已经超过了1400万欧元 不过花销也不少 兴隆公司和希望之星项目上 没有收入 基本上都是在投入 尤其是在希望之星项目上 现在已经投入了300万欧元 加上买豪车和别墅 高小东的这1400多万欧 只剩下的不到700万欧 一年纯收入700万欧元 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但高小东现在已经是一流求情 放在国内也相当于一线明星了 要想在退役之后 也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准 一年700万欧元还是太少了 不过 高小东的奖金 本赛季已经达到了巅峰 年薪最多一年再提高四五百万 往后也没有太多上涨的空间了 高小东想提高自己的收入 让自己能够在退休之后 继续过上富豪一般的生活 就必须在商业开发 和自己投资上多努力 高小东算计完自己的财富 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积分 晋升职业S级扣出了50个积分 还剩下56个积分 拿到的意大利杯冠军加10个系统积分 欧冠冠军20个系统积分 联赛最佳射手10个积分 和欧冠最佳射手助攻守20个积分 加上欧冠两场胜利达到了8分 联赛最后三场达到了5分 高小东现在的总积分已经达到了129分 远远超过高小东进级S球星所需要的积分 所差的不过是一个顶级联赛的冠军 所以下个赛季对高小东来说 单纯的想晋级就是要稳拿联赛冠军 反而欧冠冠军并不是最重要的了 不过要是想获得金球奖 那必须赢得后冠冠军 高小东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半个多小时 才沉沉的睡去 第二天高小东终于尝到了 睡觉睡到自然醒的滋味 9点钟醒来 洗脸刷牙吃过早饭 正陪着父母聊天看电视呢 张奇来了 高小东苦笑的说 张哥 不会今天就开始做活动吧 张奇笑着说道 不会的 不会的 今天呢 你全天放假 陪大叔大婶 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 高福说 我们不需要他陪啊 小东 你要是有事 你就去忙就好了啊 张奇笑着说道 真没事 现在是小东的休假期 无论广告代言 还是球迷活动 都是第二位的 时间我已经安排好 就当是生活的调剂 高小东笑道 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 第一天晚起了 还无所事事 总感觉息的有点虚 这是不是职业求援的后遗症呢 肖乐 抿嘴笑道 什么职业后遗症啊 我看呢 你这是劳碌的命 不工作不舒服 高母叹说道 你说也奇怪啊 小东上高中那会儿 喜欢吃 不喜欢早起 那胖的都快走不动路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公父也叹道 是啊 当年我每天都在想啊 你说我生了这么个 好吃懒做的儿子 我怎么才能赚够钱 给他买房子娶媳妇啊 现在终于不用发愁了 怎么不用发愁啊 你这儿子太会乱花钱了 这个四合院 竟然连买贷装修 竟然快花了两千万 一辆车好几百万 上帝啊 有多少钱够他浪费的 哎 对了 小乐呀 你是他的那个助手啊 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长 你可一定要帮我看着他一点 别让他乱花钱 咱们的钱可不是大水汤来的 听说 提十年就得退休了 不节约一点 以后怎么过 公父也像张奇说 张总啊 你年龄比小东大一点 又是有学问的人 可不能让小东任意妄为啊 听说小东成立了一个什么 兴隆公司 还搞什么希望联赛 你可要帮他把把关 别亏了 张奇笑着说道 高叔 你放心吧 小东比我聪明 他知道怎么做 我们这个公司呢 就是一个中介公司 帮球队买人卖人 收佣金的 亏不了 高父一听 高兴的说道 哟 这是二道贩子呀 那是亏不了 高小东说 亏不了 但也没赚到钱 张奇笑着说 不要着急 至少咱们公司 还有希望之间的几十好人 现在咱们国内组坛太乱 当反复打黑过去 国内足球环境好起来 我们就开始赚钱了 高小东说 张哥 现在我手头呢 有了点余钱 你说投资做什么好呢 光靠我的年薪和淡研 这恐怕赚不够养老的钱了 高父一听 说道 小东啊 你说好了啊 你可 拿出五分之一给我保管的 高小东笑嘻嘻的说 放心吧 我会把你那份留出来的 张奇很同情地看了一眼高父 信道 你这个当爹的 也不知道儿子有多少钱 怎么知道这个小滑头 会给你五分之一啊 能给你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张奇说 这国内外的明星投资 无外乎这样几块 一呢 是投资房地产 二呢 是饮食服装行业 三是开相关的公司 四是买股票 五呢 买些大公司的股份 六嘛 存银行 这些投资各有利弊 利润高的风险大 风险小的利润低 就看你喜欢哪一种了 高小东说 张哥 你觉得哪一种最适合我 哼 这要看你有多少钱了 高小东狠狠狠狠地说道 差不多有几百万吧 张奇知道 高小东说的是忽远 他想了想 嗯 这个钱还是太少了 选择的余地不多 在国内的话 就是买房地产 未来肯定会升值 也比较省心 不过房地产 不会一直升值下去 赚的是快钱 投资开公司也不错 比如咱们国内的李宁 不过开公司太操心了 最好呢 是退役的时候做 现在最好的是投资大公司 和大公司合作 比如NBA球星 迈克尔乔丹 今年就以2.75亿美元 买下了山猫队 具有球队80%股份 以后肯定会有 很大的升值空间 大卫罗布逊 在退役以后 与前高盛集团 出自银行家 一起创办的 海军上将本钱集团 停停停 高晓东有些晕了 那不是要很多钱吗 张哥 我才有几百万块 至少几百万欧是不行的 高晓东苦笑着说道 我本来还觉得 我自己挺有钱的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自己真是太穷了 再赚十年前 也没有机会像球单一样 买个球队 其实还有一个 更稳妥的办法 而且又有持续性 还能赚大钱 高晓东一听 来精神了 他连忙说道 诶 山哥 别卖关子 赶快说 那就是和耐克 阿里达斯 标马这样的大公司合作 让他们呢 给你打造一个品牌 就像乔丹 不过整个NBA 也只有乔丹一个 所以呢 你只有做到 足坛的乔丹 才有机会 让耐克阿迪 标马这样的公司 给你打造自己的品牌 高晓东大喜啊 诶 这和我的目标正好一致 乔丹是篮球之神 我要成为足球之神 看到高晓东 自信满满的样子 肖乐忍不住提醒到 我觉得最现实的 还是先拿一个金球奖吧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 一个怎么够啊 从今年开始 世界杯以外的金球奖 我都要包了 疯了 你疯了你 肖乐赶紧向高晓东的远处 挪到屁股 好像怕被高晓东 传染了一样 张奇笑着说 那就好好努力吧 你别说成球神了 就是成了球王 我们也专发了 你手投的钱嘛 我看看先投资 买部分房产 股票 还有买些欧洲豪门的股份 以后赚钱多了 再考虑其他的投资 好 那就拜托给张哥了 赚了钱给你提床 好说 好说 几个人说说笑笑 看看到了午饭时间 张奇 肖乐 陪着高晓东一家吃了午饭 然后张奇回公司 高晓东和肖乐 陪着高父高母逛街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 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历史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07集 世界杯上的会面 高晓东在家休假的时候 举世瞩目的第19届世界杯足球赛 在南非拉开的战幕 这是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在非洲地区举行 此前的18届世界杯 除了在亚洲举办一次 其他的17届都是在欧洲和美洲举行 其中欧洲和南美洲各自获得了9次冠军 平分秋色 虽然欧洲和南美球队各自获得了9次世界杯冠军 但欧洲获得的冠军都是在自己的本土完成的 而南美球队不仅在欧洲夺过一次冠军 唯一一次在欧美之外举行的世界杯也被南美球队得到 在南非举行的这次世界杯 对欧洲来说是一场证明之战 他们需要向世界证明 欧洲才是世界足坛的中心 哪怕在世界杯这个赛场 这是一场足球盛演 是球星表演的舞台 也是各大俱乐部球探寻找天才的地方 也是足球明星 明宿 千可 美女 富豪们 相互交流 交际 交易 和互通款取的地方 高晓东没有出现在世界杯开幕式上 但他的经纪人门德斯 却提前三天就来到了南非 这位经济大鳄的目的 当然不全是为了看球 对他来说 看球不过是个障眼法 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夏季转会窗口到来之前 给自己的球员找好东家 和门德斯坐在一起的是波尔图老主席达科斯塔 黄马主教练穆里尼奥 这是当年波尔图称霸欧洲时候的三巨头 也是波尔图黑店能够开遍世界各地的最大功臣 何塞 你想要第二个高晓东 波尔图确实没有 高晓东只有一个 五千万卖得太亏了 黑店店主达科斯塔 想想本赛季高晓东的表现 还是后悔莫及 不过他后悔的是 自己没有给波尔图留下两成所有权 以至于 现在高晓东高速成长 他却没法分一杯羹 莫里尼奥和达科斯塔合作多年 还有不知道 达科斯塔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高的成长 确实非常惊人 我当时还觉得 五千万买趟风险太大 没想到 现在已经是八千万欧元起步了 门德斯叹息地说 嗨 我已后悔 当时没有留高晓东部分肖想权 国际米兰的商业开发做得很差 如果到黄马 单单是肖想权的收入 就能跟得上他的年薪了 莫里尼浩郁闷地说 黄马的平台比国米高 年薪给的也不比国米少 商业收入更多 我对他也熟悉 重用 我就不明白了 高晓东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决 达科斯塔对高晓东似乎更加了解 老色鬼推了推眼睛 慢条思理地说 何塞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上面 穆里尼浩的目光正注视着球场的开幕式 这时候猛地回过头来 问道 周西 问题出在哪里啊 达科斯塔说 问题出在塞罗和卡卡身上 你们难道没注意吗 这小子到任何一个球队 都要弄个队长等等 穆里尼浩不写地说道 这是东方人的权力崇拜意识作祟吧 达科斯塔摇头 虽然有那么一点 但我想更多的是高晓东这孩子不甘拒人下 他现在的实力还没有超人一党 名气也不过勉强算一流球星 在黄马 卡卡和塞罗都是金球奖得主 高晓东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爬到他们两人的头上 这个地位最多就是老三 他怎么会放弃国米的老大不作 甘心情愿地来黄马当老三呢 门德苏也摇头说 我赞同达科斯塔主席的说法 这个是最有可能的 穆里尼浩虽然有过一点这个想法 不过马上就被他包起了 因为他认为高晓东才刚刚二十岁 没有获得过任何世界顶级荣誉 怎么可能会想和C罗争地位呢 不过达科斯塔说的有道理 这老狐狸甚至脑袋以下都入土了 看人确实更准确 穆里尼浩无奈地说 当线阶段 我没有任何可能 让高晓东当黄马的核心 国米都是一群要退役的老人 黄马可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就算我说了也没人回听 达科斯塔说 为什么一定要高晓东呢 显然国际米兰不会卖 就算卖也不会卖给黄马 再说了 八千万的违约金也太过惊人 真的买了比罗纳尔多也便宜不多少 但罗纳尔多可是金球奖得主 高晓东不过是个新人 主席 高晓东是无法替代的 就目前高晓东的追逐者来说 曼城最有钱 切尔西团队谋合最好 国米最熟悉 黄马的平台最高 名气最大 各方面都更有力 但恐怕高晓东最不愿意来的就是黄马 除非你和门德斯强迫他去黄马 门德斯叹息的说道 主席难道还不清楚吗 上个赛季高晓东打算去满联 硬是被我劝住的 这次我如果再次违背他的意愿 我担心高晓东对我够有意见 达克斯塔说 是的 这孩子心眼挺多的 不可一而再地违背他的意愿 除非你能够束缚他 不过 何才 虽然布尔图现在没有第二个高晓东 但弗尔图和护尔科 聚落都是很不错的 错过了 你可别后悔 门德斯也极力推荐自己的球员 何才 如果你想打433 弗尔图比一鬼鹰 更适合黄马 迪玛利亚和护尔科可以打别怒 穆里尼奥却不为所动 说道 目前还是先攻高晓东 他是第一人选 其他人都是备选方案 门德斯说 好吧 抽个时间我去趟华国 或者把高晓东叫到南非来砍球 我跟他好好谈谈 不过 你要做好激活北约金的准备 门德斯刚刚说完 手机响了 门德斯看了看显示的号码 走出了包厢 接完电话之后 门德斯说 赫塞 主席 你们先聊着 有个朋友找我 过去坐坐 啊 去吧 去吧 门德斯现在是最繁忙的经纪人 每天少说也要接几百个电话 莫里尼奥和达克斯塔也没有在意 门德斯出了门 整理了一下林口 转身走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包厢 推门进去 正坐在包厢里 看开幕式的一个老人 站起来说道 嘿 门德斯先生 好久不见 气色不错呀 看起来又做成了不少生意 门德斯露出一个微笑来 阿雷克斯爵士 您真会开玩笑 转回窗口还没有开启 哪有生意可做 不然也不会有闲心来看世界杯了 约见门德斯的正式曼联主教练弗格森 让门德斯坐下之后 听门德斯这么隐说 弗格森笑着说道 啊 门德斯先生 谁不知道 你现在一手折天 几乎主导了欧洲半个足坛的转回 门德斯笑了 太过奖了 绝业要是把这句话说出去 我可要成为公敌了 成不成公敌不说 上个赛季 你可是大大的得罪了我了 门德斯故作不解地问 哦 我怎么会得罪了绝业 这从何说起啊 弗格森冷笑道 少给我装糊涂 就是高晓东的事情 上个赛季 高晓东已经答应我来满脸了 结果 被你和莫里尼奥弄到锅米去了 门德斯 门德斯连叫冤枉 决业 那可是公平竞争 我可没有偏向谁啊 弗格森 本集内容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集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08集 万联出手 门德斯是当时最好的经纪人 甚至没有之一 唯一能够和他抗衡一下的 就是拉伊奥拉 但若论人脉之宽广 手腕之灵活 拉伊奥拉比门德斯也差了不少 莫里尼奥是门德斯的好搭档不佳 但门德斯也不可能全部靠莫里尼奥 毕竟莫里尼奥只能执教一家俱乐部 门德斯手下却有上百名球员 把其他的教练都得罪 门德斯也不用做生意了 万联最近几年经济上是有些问题 但美国人擅长商业运作 说不定过几年又起来了 门德斯可不敢轻易得罪 连美国老板都不敢得罪的福克森 门德斯笑着说道 万联还要买小洞啊 绝业 小洞估计不激活违约金是不可能带走的 福克森霸气地说 激活违约金也要 门德斯有些疑惑地说 难道鲁尼铁铅要走了吗 福克森的语气依然上映 无论鲁尼走不走 满连总是要买人的 鲁尼的实力不比罗纳尔多差 我觉得他只是想要配得上他的薪水 如果满连能够大幅度提高他的年薪 他应该会留下来的 走了鲁尼买了小洞 满连的实力提高不了多少 门德斯先生 无论鲁尼走不走 小洞我都要买 门德斯略以沉眼 马上醒悟 他笑着说 如果鲁尼走 小洞就是鲁尼的最佳体身 如果鲁尼留下来 小洞来了 也能制约一下鲁尼 就算买不到小洞 只要绝业放话要买小洞 鲁尼也不敢漫天要价 绝业 您这招真是高明啊 弗格森心里暗自 佩服门德斯心思机敏 但是却朗朗地说道 还是没有上个赛季 你和莫里尼奥玩的高明 门德斯干笑两声 绝业这招是好 不过你怎么证明 曼莲有这么多钱买人呢 弗格森一般手 不许要证明 只要我说买 没有人敢怀疑我买不起 我知道 莫里尼奥现在非常渴望 带走高小洞 帮助他打巴萨 不过 他已经用过一年了 这次该轮到曼莲了 门德斯苦笑地说 绝业 说真的 小东年龄大了 不可能事事都听我安排了 无论你还是莫里尼奥 或者其他人 谁想要小东 都需要他自己同意才行 上个赛季 高小东就同意来曼莲的 门德斯微笑地说道 绝业 上个赛季 是上个赛季 上个赛季 高小东还是二流球队 布尔图的球员 不过闪光了一个赛季 现在高小东已经是欧洲三冠王 最佳射手 金球奖的热门人选了 佛格森浩然地说道 赛季 现在是欧洲最好的联赛 曼莲实力强劲 地域深厚 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球迷 不比刚刚换帅 人员老化的国际米兰 好得多吗 但西甲的黄马巴萨 条件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个争论就没有意思了 黄马巴萨曼莲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就看球员打算去哪里了 我现在就希望 门德斯先生 能够抛弃私人感情 完全站在球员的角度 来处理这次抓回 如果你能给曼莲 一个公平竞价的环境 无论曼莲买没买下高小东 你和曼莲和改德福特公司 都还是好的合作伙伴 门德斯和莫里尼好 关系不同寻常 但他从高小东的态度上看 转会黄马恐怕很困难 所以也不想得罪福克斯 别说道 决爷 我答应你 不过小东经费细笔 对小东友谊的俱乐部很多 曼莲要是拿不出 有竞争力的保夹 想牵下小东 比上个赛季还要困难 福克森对高小东 关注了很久 知道门德斯所言不虚 门德斯先生 我肯定会给高小东 一个有诚意的保夹 另外 我还想亲自去和高小东 谈一谈 不知道可以吗 门德斯沉眼了一下说道 原则上当然不可以 不过世界杯进入淘汰赛之后 小东可能会来南非看球 到时候 我可以安排你们见见面 福克森面上露出细色 好 门德斯先生 我等你的好消息 嗯 等我电话 门德斯跟福克森又聊了一会儿 球赛 便离开了 福克森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 拿起手机 拨通了导板 格雷泽的电话 阿雷克斯爵士 你好 话筒里传来了美国老板 马尔科姆 格雷泽 冷静而坚定的声音 福克森面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 哦 马尔科姆先生 是这样的 这个夏季 我希望曼联能够补充一点新鲜血液 完全可以 你打算买谁啊 格雷泽没有惊讶 买下曼联这些年 他几乎没有在转回市场 进行过太大的投入 反而买出了世界足球先生 落他耳朵 所以 对福克森的要求 他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福克森笑容不变 国际米兰的高晓东 什么 格雷泽吓了一跳 声音也一下高昂起来 高晓东 是不是 卢纳尔多才九千万欧元 高晓东竟然要八千万 他不知道福克森 为什么盯着高晓东不放 现在曼联是联赛和欧冠的双亚军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 买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呢 格雷泽吓说 决士 我不想 也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决策 我相信你有你的理由 但我想知道 如果我们买下了高晓东 但鲁尼选择了留下 怎么办 福克森微笑地说道 留下就留下 当年卢纳尔多和卢尼 不是也共存得很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才传出声音 决士 你知道 我们的负债很多 如果要买高晓东 会让我们的债务更加沉重 福克森尖锐地说道 买下曼联的时候 您的负债更多 现在 你的债务比原来少了一倍 格雷泽尴尬地笑了笑 是的 但我相信 曼联能够给我赚更多的钱 高晓东能吗 我不知道高晓东 会不会给曼联赚更多的钱 但我相信 他能够给曼联带来更多的冠军 格雷泽又沉默了一会儿 光晓东的年薪多少啊 一千万以上 和鲁尼索要的年薪差不多 什么 格雷泽又镇静了一下 不过他马上又说道 好吧 鲁尼如果转会的话 多少能卖 七千万左右 零四年 曼联买下鲁尼 是三千万欧元 现在只高了差不多两倍多 高晓东如果今年买进 五年后买出 能买多少 正常发展 每年增长一千万 五年之后 差不多 一点三亿欧元左右 格雷泽想了想 如果能把他的肖像权 要过来 付再多债也买 在国际米兰 他有一半的肖像权 全部要过来 宁可多给他年薪 福克森知道 这位犹太老板的商业头脑 好 我借力试试 不过 追逐高晓东的球队很多 我们的主动权很小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过去 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南非开幕式现场 好的 我今天就过去 格雷泽挂断了电话 召集自己的智囊团 对购买高晓东的可能性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然后乘坐飞机 离开美国 前往南非和福克森 商谈高晓东转会的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09集 再相聚 当世界杯揭幕战打响的时候 一家三冠王 国际米兰 终于找到了新的主帅 拉菲尔 贝尼特斯 前利物浦功勋教练 曾经率领瓦勒西亚 获得西甲冠军 率领利物浦 获得欧冠冠军 因为战绩不佳 被利物浦解雇 三天之后 他就受到国际米兰 主席莫拉的邀请 执掌国际米兰 莫拉地乡记者和邱米解释了 选择贝尼特斯的原因 我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贝尼特斯 是一位世界级名帅 他曾经赢得过欧冠冠军 他能够在国际米兰 重复这样的辉煌 而且他本人也希望 再次夺得欧冠 另外 贝尼特斯也是四二三一的专家 能够很好地利用 国际米兰现有的阵容 虽然莫拉地并没有公布签约的具体细节 但媒体透露 双方签订了一份两年合同 国民还有第三年优先许约权 与莫里尼奥在南黑军团 每年拿的上千万欧元年薪不同 贝尼特斯的年薪只有四百万欧元 在国际米兰的训练基地亮相的时候 贝尼特斯发表了旧职言说 我要感谢国际米兰给我这个机会 也要感谢立即对我表示欢迎的球迷们 我未能来到这里感到满意和自豪 莫里尼奥在这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我是一位不同类型的教练 我希望能在这里取得成功 争取赢得一些冠军 首要的任务是保持球队的精神 争取赢得一些奖杯 到赛季结束时 我们才能看到我是否能取得成功 我希望买入好的球员 高水平的球员 我已经和主席讨论了引员目标 这个夏季转会 我们会努力把他们带到国际米兰 我的理念是 通过精彩的足球取得胜利 按照手头的球员踢出精彩的足球 这里现有的球员都很出色 他们也喜欢踢精彩的足球 和取得胜利 我们拥有如此多的高水平球员 比如高晓东 他非常令人惊讶 是一名有能力获得金球奖的球员 埃托奥上赛季为国际米兰 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他是一名优秀而且聪明的球员 我肯定 明年他将会同样在有需要的时候 为球队做出牺牲 现在关于高晓东 和巴勒特利的转会传言很多 巴勒特利我不清楚 但高晓东肯定会留在国际米兰 他是国际米兰核心球员 我会抽时间去和他谈一谈 当然还有其他球员 不过现在他们正在打世界杯 我不方便和他们交流 世界杯结束之后 我会和他们都见面的 高晓东和高中一起踢球的同学 于越雷 朱大强 吴磊 孙海涛等人 在鲁城的一家酒店里 观看了贝尼特斯的签约仪式 今年是高晓东出国的第四年 他的同学正好今年大学毕业 高晓东陪父母回老家看看 正好和好友们聚一聚 吴磊是贴感球迷 看完签约仪式 说道 哎 胖子 你们这个教练找的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贝尼特斯才下课三天 你们就签约了 孙海涛是国际米兰的球迷 不算草率 之前贝尼特斯也是考察的目标之一 吴磊说 我总觉得 莫老爹找教练和他原来买球员的风格差不多 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 鱼磊说 贵什么呀 年薪只有魔力鸟的三分之一朵 贝大师要价有点低呀 你说是不是 胖子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道 哼 在这个时候敢接手还算不错了 哎 胖子说了对 魔力鸟见好就收 国际米兰主教练职位 那就成烫手山芋了 谁也不希望接手一个刚刚达到最巅峰的球队 孙海涛说 嗯 是的 国际米兰青年队造血机能不足 年龄偏老 和意大利人比较保守 成功后不思进去 很容易让主教练成为替罪养 高晓东听的赞成着说道 哟 乌磊 海涛 你们俩人看着挺偷的 去朝廷台当个解说员肯定合格 乌磊笑着说道 我想去啊 没门路啊 哎 胖子 你现在是巨星了 给我走个关系呗 反正我毕业了 也正在找工作呢 哟 你当我是谁啊 不知道我和足协都快成仇人了 乌磊说 差不多 足协和总局啊 上你的心都有了 如果你前两年进入国家队 成绩好一点 估计这次的反复打黑行动 就不会进行了 乌磊说 早死早脱伤 哎 胖子 你今年是走势流啊 外面传言还很多啊 你没看电视吗 贝尼特斯要来跟我谈谈 看看再说吧 乌磊说道 我觉得啊 还是走得好 反正我不相信本赛季 国际米兰还能再拿到三冠王 最多就是联赛 和意大利贝的双冠王 不过都五连冠了 再拿联赛冠军 还有什么意思啊 孙海涛不赞成 谁能年年拿后冠呢 保住联赛就行 小冬是我们国民的非卖品 以后要成队长的 他走了 国民就完了 宋小波说 我觉得还是走得好 一家已经没落了 现在球迷都敢英超 小冬去英超 名气会更大 赚钱会更多 宇雷说 对 现在呀 英超的情迷最多 球迷卖的最快 孙海涛说 胖子 这不公平啊 大家都是同学兄的 宇雷和小波 俩人才毕业一年 那现在都月入数万的 小富翁了 我们还要去找工作 我说你是不是该给我们 想想办法 高小冬调侃着说 我们国际米兰 还缺少个替补后卫 要不你来试询一下 这个干不了 有没有轻松点的 吴雷笑着说道 哎 看看皮雷丁纳训练基地 还不需要看大门的吧 让海涛去吧 高小冬笑道 这个可以有啊 得得得 这个让吴雷去吧 他最适合 高小冬正色说道 哎呀 弟兄们 今年应该都毕业了吧 你们要找工作呢 我没法帮你们 如果谁要想创业做生意 我呢 可以赞助点钱 每人五十万当本 等你们赚钱了 再还给我 孙海涛竖气当不止 哎 胖子 好样的啊 不愧是咱们兄弟一场 不过 要是亏了怎么办呢 高小冬小嘻嘻地说 哦 亏了 亏了的话 那你们就给我卖身体债 哎呗 这 众人听了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乌雷说 胖子 我不喜欢上班 我打算买快递 建立一个多功能体育厂 搞出租培训 你看怎么样 高小冬说 嗯 想法不错 但花销肯定不小 我家里有点钱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支持我 现在就是一个想法 有想法就大胆去干 需要帮忙 你就跟我说 好 那我先谢谢你了 胖子 乌雷笑着说 孙海涛说 嗯 我呀 还是老老实实地去考公务员去的 做生意不适合我 周大强说道 嗯 我不想上班 我想开个酒吧 乌雷说 哎 还是开个KTV吧 大家都去给你帮忙 孙海涛笑着说道 我觉得 开个洗衣中心最合适 乌雷说 得 还是私人会所吧 弟兄们 都是大宝剑 朱大强听大家越说越乱 鄙夷的说道 哎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 还是受过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 真是不错啊 俺可是想正正经经的开个酒吧 自己没事喝喝酒 唱着歌 宋小波说道 弟兄们 转眼高中毕业四年了 今年又是毕业年 小冬也回来了 我说咱们是不是召集同学们聚一聚啊 乌雷说道 对 上次是班长赵新元召集聚会的 这次咱们弟兄们召集同学们聚一聚吧 听到赵新元的名字 一股畅然的感觉涌上了高小冬的心头 他沉沉着说 你们聚吧 我就不去了 宋小波说道 你不去怎么行啊 没有你怎么能召集人呢 孙海涛说 对啊 靠的就是你的号召力 高小冬很认真地说 你们聚吧 我要是去的话 大家会不自在的 我也不自在 大家都沉默了 高小冬说的事实话 以高小冬现在的名气地位 他在场的话 所有人都围着他说话 恐怕也失去了同学聚会的意义了 而且听说高小冬和班长赵新元关系微妙 可能高小冬现在不想见到赵新元 宇雷说 那就算了 以后再说吧 来来来 喝酒 乌雷说 是啊 有袁总会相见 喝酒吧 喝酒吧 快一年没见胖子了 今天喝个够啊 下次再见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对对对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 下次可能就天南海北了 喝酒 为友谊干杯 别说毕业的事了啊 扫兴今天就是喝酒 好喝酒喝酒 众人不再说毕业找工作 都尽情畅言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一世纪 贝尼特斯的美好设想 虽然贝尼特斯不是很喜欢 和球员交流 但他是知道高晓东 在国际米兰的重要性的 而且外面关于高晓东 想转会的留言非常多 所以 在上任之后不到一周 他就亲自来到了华国 和高晓东见面 不过高晓东 和高晓东第一次见面 贝尼特斯也没有找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拉近彼此的关系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起了工作 高 我在油温吐司和国际米兰之间 选择了国际米兰 主要就是因为你 能够执教你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贝尼特斯 这个马屁拍得太生硬了 高晓东的尴尬癌都快犯了 他连忙说 九连 过奖了 过奖了 我没有那么好 贝尼特斯不够言笑 很严肃地说道 我没有过奖 你当得起这个赞誉 不过 因为你还没有许约 现在外界关于你转会的留言不少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国际 我能够帮助你获得金球奖 说到续约这个话题 高晓东更加尴尬 他勉强笑道 哦 九连 门德斯先生已经在和俱乐部谈续约的问题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贝尼特斯说 哦 这就好 你能留下来 我们的成绩就有了保证 不过 想继续保持辉煌 我们还需要引进更有实力的球员 上个赛季 国际米兰在结果上 已经做得很完美了 但在过程上 我们还能做得更好 新教练肯定会找老教练的缺点 这也没毛病 高晓东说 教练 你现在准备从哪些方面补强呢 贝尼特斯说道 巴勒特里上个赛季和球队球迷搞得非常强 他极有可能离开 因此 我们还需要一个年轻的前锋 他动摇不了埃托豪和米里托的主力位置 但一年必须能够贡献五六个进球和助攻 高晓东插眼 巴勒特里一定走猫 嗯 漫长的报价很给力 莫拉蒂主席有放的意思 曼奇尼和巴勒特里青铜夫子 巴勒特里也愿意去 离开的可能是很大的 就算不离开 我们也一样需要一个可靠的前锋 库伊特 托雷斯都是我们的目标 高晓东没说话 注意倾听 他觉得库伊特有先往来 但托雷斯就难说了 贝尼特斯继续说道 后腰位置 堪比亚索 斯坦克维奇已经老了 打主力很勉强 蒙塔利太毛躁 主力后腰只有摩塔 摩塔的跑动扫荡能力不强 我希望能够买来马斯奇拉诺 他和摩塔搭配 在后防线 萨玛埃尔和鲁西号需要轮换 阿格尔希望跟我来国际米兰效力 我们也会观察一下世界杯赛场 看看有没有好的中后位 虽然国际米兰是三冠王 但我认为 我们至少需要在四个位置补强 否则很难保证成绩 高晓东试探的问道 嗯 穆拉蒂主席怎么看呢 贝尼特斯不宜有他 穆拉蒂主席不反对我的演员要求 不过希望我尽力用好现有的阵容 高晓东点了点头 哦 您心目中的国际米兰应该是什么样的 贝尼特斯傲然地说道 我的战术风格其实和穆里尼号并不相同 虽然我也擅长打防守反击 但我更喜欢巴萨式的传控和利物浦式的冲击 这样更好看 对于国际米兰这样的豪门球队 赢球不能是唯一的目标 还要愉悦球迷 我们在前场应该高位逼强 中后场传控结合 要实施这样的战术 就需要在体能训练上多下功夫 说着 贝尼特斯让助手打开电脑 通过动画演示 给高晓东讲解自己执教之后 国际米兰的战术打法 不愧是工作狂 真是敬业啊 不过高晓东挠挠头 肚子里却依然在吐槽 哼 学巴萨 巴萨可是被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的 贝尼特斯接着输起了高晓东 虽然打法会有改变 但你在球队中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 上个赛季你做得非常好 但事实上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出色 我认为让你来防守是浪费 你应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组织和进攻上 整个中场都是你的位置 组织调度 前插射门 这就是你的作用 既不是斜防到后腰 也不是到前面去打前锋 斯内德有一脚长船 我觉得他可以辅助你 或者回撤到后腰位置 前提是马斯奇拉诺来 高晓东听明白了 这是收回了他全场自由人的权利 专门让他打中场 也就是利物谱杰拉德的位置 不同的是他在中场是自由的 高晓东提出疑问 教练 估计米兰球员年龄偏大 高位比强的话 体能能够用吗 贝尼特斯说 年龄我认为不是问题 主要是体能储备和分配 一旦先进球 后面我们控制皮球完全可以休息 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体能 而是球员失去了进取心和对荣誉的渴望 所以我们必须引进新球员 提拔年轻球员 时刻保持竞争的压力 高晓东大体明白了贝尼特斯的思路 应该说作为世界级教练 贝尼特斯还是很有料的 演员也很对路 也考虑到了巅峰过后 球员们产生了进取心丧失的心理 不过让高晓东觉得不安的是 贝尼特斯特急于摆脱莫里尼浩 给他带来的阴影了 战术打法变化太大 高晓东怀疑队友们能不能适应 万一球员反对 贝尼特斯控制不住刚一室 后面就麻烦了 另外就是 高晓东也拿不准 莫拉蒂在赌管之后 会不会招兵买马 补充新鲜血液 这些不确定因素 决定了本赛季国际米兰 能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贝尼特斯确实不是一个 喜欢闲谈的人 他和高晓东的谈话 说的都是足球和战术 一直到高晓东 请他去吃全聚德烤鸭 他和高晓东谈的还是足球 让高晓东这个热爱足球的人 都觉得有些吃不消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 但高晓东觉得 贝尼特斯的情商 确实不那么高 国际米兰队内派系复杂 球员们又刚刚获得三冠王 高晓东有点担心 贝尼特斯能不能控制住更衣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一十一集 说动 2010年南非世界杯 进行的如火如荼 为了一份好的合同 为了能去更好的球队 各大俱乐部的球星们 都在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这个时候 各大俱乐部的挖角行为 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当红球星大都在世界杯上挣战 他们的经纪人和俱乐部 担心影响他们的状态 无论是打算转会 还是打算加薪的 都在私下里进行 只有高晓东 成为了各大后门哄强的对象 其实国际米兰 已经多次公开表示 高晓东是非卖片了 但并没有什么乱用 因为高晓东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他的违约金 像黄马曼城这样的俱乐部 都准备说服高晓东之后 直接激活违约金买人 西班牙媒体报道 率先向国际米兰出嫁的是荒马 可能是因为挖了莫里尼奥的缘故 佛罗伦蒂诺担心惹恼莫拉第 没有直接宣布激活违约金 而是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 先向国际米兰报价7500万欧元 看看莫拉第的反应 如果莫拉第拒绝 当然这是一定的 那个时候再直接绕过国民和高晓东联系 黄马和巴萨是百年四敌 黄马出手 巴萨绝对不敢袖手旁观 以高晓东的实力 如果缺了黄马和塞罗搭档 再加上莫里尼奥坐镇指挥 巴萨再想压制黄马 恐怕就很难了 接着每日体育报报道 巴萨也向国际米兰报价了高晓东 转会费不多不少 正好是7999万欧元 莫拉第没有丝毫的妥协 连续两次否决了黄马和巴萨报价 并且表示 就算有球队激活违约金 国际米兰也不会放弃高晓东 莫拉第主席的态度 阻止不了土豪们高高举起的出头 曼城CEO库克 直接绕过了国际米兰 去华国找高晓东 据知情人报道 曼城为高晓东提供了 1700万欧元年薪的巨额合同 其中还有2000万欧元的签字费 如果曼城一手挖露尼 一手挖高晓东 如果两人都被曼城挖走 以曼城现在的笛子 此敲彼掌的情况下 曼城反过来 骑到曼联的头上 也绝不是不可能的 曼联俱乐部高层和老板 本来还在商讨 引进高晓东的可行性 看到曼城报价高晓东之后 也淡定不了了 弗格森没等曼德斯安排 他和高晓东面谈 就马上飞往华国 加入了争抢高晓东的行列 帝都四季酒店 这是一年后 弗格森和高晓东 第一次单独会面 见面之后 两人都不禁感慨万分 你好 小东怪 弗格森用生硬 而且并不标准的汉语 跟高晓东打招呼 这是决定买高晓东之后 他自己私下里学会的 看到一个69岁的老头子 学着用汉语跟自己打招呼 高晓东既惊讶又感动 还有些好笑 他也用更加蹩脚的英语 跟弗格森打招呼 哦 哈喽 阿雷克斯 高晓东想说爵士的 可惜啊 这个单词他忘记了 只好知乎起名了 站在一旁做翻译的肖勒 看得好笑 也不说话 就看两人下面如何交流下去 福克森当然不止学了这一句 但汉语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 和高晓东见面之后 剩下的几句全部忘掉了 只好用央语说道 高 来曼联吧 我一直在等着你 肖勒笑的 把这句话翻译给了高晓东 高晓东叹息的说 谢谢爵也这么看得起我 虽然牧帅去了黄马 但莫达帝主席对我很好 我实在是不忍离去 福克森很激动的说道 高 像你这样的天才 在哪里都会得到后代的 达克斯塔主席对你不好吗 但你不还是来到了国际米兰 你还年轻 需要多赢的荣誉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 国际米兰已经不适合你了 哪怕去黄马 巴萨都比留在国际米兰强 你继续留在国际米兰 只会毁了你 高晓东苦笑的说 学爷 你是真的能算是客观吗 福克森严肃地说道 当然 你不要觉得我是魏严颂听 我比你更了解摩拉底和国际米兰 高晓东心而恭听 一位混迹职业足坛五十年的老人的话 哪怕是胡说八道 也肯定会有一定的道理 福克森继续说道 不得不说 摩拉底是好人 是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 也有着令人敬佩的意志 但他绝不是一个好的老板 经理 不然绝不可能花了十几亿 直到十年之后才赢得联赛冠军 十五年之后才赢得欧冠冠军 十五年的努力一招成功 可想而知 他的谢礼也会有多么的放松 我敢保证 如果你不离开 今年的转会市场 国际米兰绝不会有重量级转会 最多也就是买几个新人 同理 国际米兰今年打得这么好 也绝不是你们的实力冠决欧洲 而是你们太团结太拼命了 一群年过三十即将退役的老球员 你知道他们对人生的第一个欧冠冠军 是多么渴望吗 现在他们也都拿到了联赛的四联冠 意大利第一个三冠王 你觉得他们还会要斗志吗 还会在球场上拼命吗 高 你不是神 贝尼特斯也不是神 你们两人不可能带动国际米兰的 我敢说 本赛季就算你们能够拿到联赛冠军 打击后冠四强就是巨大成功了 高晓东默然不语 弗格森说的他其实都知道 也想过 但他并不相信 上个赛季的三冠王就算没有了牧帅 就算心劲不那么强了 实力也不会下降到那里去 弗格森继续说道 我知道 你知道你想留在国际米兰帮助摩拉蒂 但我认为 你离开才会真正的帮助摩拉蒂 如果你留下 摩拉蒂肯定不会对现有的阵容 进行大的调整 但你离开的话 国际米兰失去了核心 又得到了八千万欧元的转回资金 反而会促使摩拉蒂主席对球队进行换血 高晓东此前一直在倾听 这时候他忽然笑道 哼 军爷 好像曼联三年前也赢得了欧关冠军 联赛冠军拿到手软 你没有失去斗志和雄心 为什么摩拉蒂主席就会失去上金心呢 福克森握紧了拳头 这完全不疼 国际米兰就是摩拉蒂主席的玩具 现在他达到了目的 玩腻了 而曼联是格雷泽的赚钱工具 作为商人 他绝不会嫌自己赚的钱少 曼联只要更强大 他才会赚更多的钱 至于我 虽然我已经69岁了 但我当年说 要把利物浦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誓言 还没有完全实现 所以我才希望你来曼联帮助我 让我能够安心退休 高晓东疑惑地说道 利物浦已经好多年没夺过了 你难道还不算完成实验吗 福克森傲然地说道 如今曼联的联赛冠军刚刚追平利物浦 欧冠比利物浦少了两个 这怎么能叫完成实验 我必须让利物浦输得心服口服 找不到任何借口 高晓东叹息地说 学业 你真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对手 福克森笑得像个老狐狸 如果你来曼联的话 你会发现 我还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 高晓东眼珠一转 听说曼联的财政很不好 是的 这个瞒不了人 格雷泽是借钱买下的曼联 不过这几年来 他的债务已经花了一半 虽然曼联球迷都很憎恶他 但我很喜欢这样的老板 因为他完全信任我 从来不会干涉球队事务 只要我想买谁 他都会支持 哪怕他去借钱 这是莫拉蒂主席做不到的 好吧 决业 我需要考虑一下 搞不需要考虑 曼联有你需要的所有 强大的阵容 稳定的打法 教练的信任 老大的位置 顶级的年薪 你还需要什么呢 高晓东很冷静地说 决业 我不得不说 你说动了我 但我还无法给你承诺 需要再等等 我不能在冲动之下 做出决定 弗格森明白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能够说动高晓东 他就达到了初步的目标 好吧 那你再好好想一想 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弗格森看看时间不早了 和高晓东一起吃了午饭 就离开了华国 这一次他虽然没有得到高晓东的承诺 但弗格森却看出了高晓东 并没有想去荒马的意思 只是有些不舍国际米兰 对弗格森来说 这是最好的信号 在弗格森卡来 贝尼特兹和莫拉底都不堪一击 只有莫里尼浩和弗洛伦蒂诺 才是他的大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节日 每隔四年 全世界球迷就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不分民族 不分文化 甚至不分好人坏人 大家一起看球 一起为足球狂热 哪怕不是球迷 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 也会看上那么几场 或者看体育新闻 不然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根本就插不上话 世界杯也是球员们 向全世界球迷 展现自己的最好舞台 无论是五大联赛球员 还是非洲半职业球员 朝鲜的专业球员 所有人都希望 借助这个舞台出人头地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这些球员中 表现最出色的 不是最炙手可热的 美西 C罗 卡卡 而是刚刚跟随国际米兰 获得三冠王的 荷兰球星 斯内特 本届世界杯冷门叠宝 上届世界杯冠军 意大利小组未能出现 爆了一个惊天大冷门 98年 世界杯冠军 法国队同样在 小组赛折击沉上 02年世界杯冠军 巴西队八强 就被 无冕之王荷兰 赶掉 球王马达多纳 和梅西带领的 哈根廷八强 被德国赶掉 罗纳尔多的葡萄牙 连八强都没有进去 最后进军决赛的 竟然是热身赛之王 西班牙和 无冕之王荷兰 就在去年 西班牙媒体 还讽刺斯内特是 黄马守护 饮水机的人 随后呢 黄马用最残忍的方式 将斯内特扫地出门 一年后的今天 西班牙豪门 发现他们错了 因为 斯内特很可能成为 这个星球上 第一个囊括 冠军杯 加世界杯 加世界足球先生 加世界杯 最佳射手的男人 自世界足球先生 1991年创建以来 罗马里奥 切达内 罗纳尔多 卡纳瓦罗 拿下了世界杯 年的大奖 但他们都没有实现 大满贯的奇迹 可是 斯内特扫冠 已经在手 世界杯杀戮决赛 世界杯射手榜 并列第一 已经是世界足球 先生打着门 他很可能 书写足坛 有史以来的 第一个球员 大满贯 在一家核武冠赛场 斯内特虽然跟随 国际米兰拿到了三冠王 但他的表现并不算多出色 进球助攻都不多 只能算是国际米兰 合金高晓东的助手和辽机 只有一大力杯 斯内特能算得上绝对主力 斯内特从黄马去国际米兰之前 其实有很多选择 他之所以选择了国际米兰 本来是觉得高晓东年纪小 他可以替代高晓东的核心位置的 但早一步称王 晚一步为尘 斯内特去完了 高晓东已经稳固了 在国际米兰的位置 而且表现一直出色 把斯内特压得死死的 清高清傲的斯内特 当然不愿意服输 可是他想在国际米兰 取代受到万千宠害的高晓东 几乎不可能 于是高晓东 无法参加的世界杯赛场 成为了斯内特逆袭高晓东的阵地 斯内特身体是不高不壮 技术也不花哨 速度也不快 但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在国际米兰被高晓东压制 完全是因为高晓东太变态 在世界杯赛场 斯内特终于展示了 他的超强的才华 小组赛阶段 斯内特是组织核心 看起来不起眼 只是在对阵日本的时候 打进一球 但荷兰能够流畅运作 提前进入淘汰赛 靠的就是斯内特 进入淘汰赛之后 斯内特开始实现惊人的爆发 荷兰18决赛 2比1击败斯洛伐克 斯内特打进一球主攻一次 荷兰2比1淘汰8期的14决赛 斯内特打进了两个进球 半决赛 荷兰3比1击败乌拉圭 在比分1比1 僵持不下的时候 又是斯内特打进那个关键进球 斯内特是荷兰真正的核心 他大多数时间 都被对手安排专人盯防 但斯内特用疯狂的跑动 拖垮了对手 和乌拉圭的半决赛 比赛始终僵持不下 第70分钟 斯内特抓住了一个 稍纵即逝的机会 范培西中路将球坐到左侧 斯内特进去边缘 一击右脚抽射 球捧后背略略变向 窜入死角 凭借这个进球 荷兰打破僵局 三场世界杯淘汰赛 斯内特已经打进 四球主攻一次 几乎以一己之力 率领荷兰队 打进世界杯决赛 作为中场球员 斯内特成为射手榜的投名 与比利亚并列 一旦斯内特 囊括世界杯 冠军杯 世界杯最佳射手 他将会是金球奖的 最大热门 赛后 法国足球 也就是金球奖评选机构 官网的首页头条位置 也打出了 斯内特让一切 都指向了金球的标题 而荷兰媒体则 祝愿斯内特 罗本 范培熙 将率领荷兰 打破无冕之王的噩梦 斯内特的表现在国际米兰 球迷中间 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不少内拉组里认为 这样的斯内特 做高晓东的助手和替补 太可惜了 斯内特完全有座核心的能力 这样呢 还不如把不断传出转会 流言的高晓东卖掉 换八千万现金 让斯内特尚未算了 也有不少内拉组里认为 卖掉高晓东 让斯内特尚未 简直是脑残的想法 斯内特已经26岁了 还能做几年核心呢 正确的操作 应该是趁机高架 卖掉斯内特 还有一些球迷认为 斯内特不想离开国际米兰 而高晓东 却对留不留在国际米兰 犹豫不决 当然是卖掉不中心的那个 斯内特的神奇表现 就算在国际米兰管理层 也引发了争议 国际米兰已经给高晓东 开出了1100万欧元的高薪 但高晓东 还是迟迟不愿意许约 这让国际米兰 对高晓东会不会留下 产生了疑问 而斯内特爆炸性的表现 也让国际米兰的 有些管理层觉得 高晓东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卖掉高晓东 不仅能获得8000万欧元 还能节约一部分工资 因为斯内特的年薪只有450万 就算涨到700万 比高晓东也少了400万欧元 国际米兰副主席安杰洛 经理布兰卡和财政大臣开尔菲 希望卖掉高晓东 体育主管奥里里奥和首席运员官 包里罗表示反对 最后莫拉第一票否决 不卖 除非对手激活北约金 在这个时候贝尼特斯也感受到了 来自斯内特经纪人和粉丝的压力 不过贝尼特斯两不得罪 他表示斯内特和高晓东完全可以共存 他们将构成国际米兰的双核 有了斯内特和高晓东 国际米兰完全可以创纪录的 未免欧冠冠军 斯内特的神奇发挥几乎就是不断地打黄马的耳光 不过黄马并没有在意 在黄马球迷和高层看来 这正是说服高晓东加盟黄马的最好时机 所以在世界杯决赛开赛之前 门德斯和穆里尼浩把高晓东请到了南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13集 这不是钱的事 文德斯邀请高晓东的时候 高晓东已经来到了南非 高晓东是意大利队的球迷 他知道意大利满热 准备小组赛之后 再去看意大利的比赛的 完全没想到 意大利竟然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这让他调整了去观看世界杯的时间 直到决赛前才来到南非 对穆里尼浩的邀请 高晓东很清楚 世界杯决赛之后 各大球队就开始集训了 对于他这种绝对主力级别的球员 肯定是越早买越好 不过高晓东主意已定 也希望早点跟穆里尼浩谈牌 免得耽误黄马演员 平心而论 高晓东是很尊重穆里尼浩的 他不去黄马 原因不在穆里尼浩 而是黄马满足不了他当核心的要求 如果是一年前 高晓东是愿意去黄马的 虽然他是布尔图的核心 但布尔图和黄马这样的顶级豪门没法比 高晓东和金球先生 罗纳尔朵 卡卡也没法比 去当个副手 没有什么 但现在高晓东已经是国际米兰的核心 还拿到了一架第一个三冠王 如果不是适逢世界杯年 金球奖几乎是十那就稳的 就算现在也差不多能拿到前三 怎么能再去黄马当老三呢 如果转会黄马 就算拿到欧冠冠军 高晓东相信他也不可能获得金球奖 金球奖肯定是C罗或者卡卡的 他只能是顶尖辽机 最多还是进金球奖前三 就像当年埃图浩在巴萨辅助梅西一样 决赛还没有开始 非洲大陆最大的体育足球城 体育场已经是饱满 体育场上空不知如晴空霹雳一般的 爆发出吼声骂声和欢呼声 不过最烦人的 还是哇哇嘟啦的喇叭声 就像数以亿计的苍蝇在天空飞行 高晓东带着墨镜悄悄地走进球场 把肖乐和两个保镖留在外面 高晓东自己走进了莫里尼豪和门德斯的宝像 门德斯正在和莫里尼豪说着话 看到高晓东进来 他起身给了高晓东一个拥抱 笑着说道 你跟何赛好好聊聊吧 我出去看比赛 门德斯很聪明地出去了 高晓东跟莫里尼豪问了个好 在他的对面坐下 莫里尼豪向高晓东说 晓东 有没有想到进入决赛的会是西班牙和荷兰呢 真没想到 我本来以为会是德国哈根廷 这就是足球 斯内德表现好啊 你有没有压力啊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 有压力的应该是贝尼特斯和莫拉蒂主席吧 莫里尼豪很严肃地说道 如果赫兰赢了 斯内德获得金球奖 新赛季恐怕不会去局你之下的 你们两人必走一个 高晓东笑着说 那走的也不一定是我吧 不 拿到三冠王之后 莫拉蒂主席已经无语无求了 想卖人的话 肯定是卖价格高 工资高的 贝尼特斯新高气候 一直不服务 斯内德展现出了这么强的能力 他为了表示 不是靠我留下的班底取胜 估计也会卖掉你 说斯内德为新的核心 高晓东笑不出来了 松松坚说 哦 那我走就是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晓东 你确实该走了 你是聪明人 难道还猜不出来吗 高晓东老老实实地说 嗯 明白一点 黄马 暂时跌落孤底的顶级豪门 他们有着强大的实力 伟大的平台 顶级的商业运作 却始终无法发挥出来 拿不到冠军 谁如果能够拯救黄马 谁就将成为黄马的救世主 世界最好的球员和教练 这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最后的机会 晓东 错过了 就再也不会有了 来吧 到黄马来 跟我一起走向欧洲之巅 成为世界最佳 穆里尼奥仿佛被自己的激情和理想打动了 一脸的狂热 高晓东却摇摇头 教练 你在黄马可以成为世界最佳 我成不了 仿佛一喷凉水泼到了牧里尼奥的头上 他目光尖锐地盯在高晓东的脸上 晓东 这是什么意思 高晓东平静地说道 脑炮黄马赢得三冠王 最大的荣誉也只会是罗那耳朵的 不会是我的 莫里尼昊沉言了一下 是的 现在你还无法和塞罗抗赫 但你还年轻 才二十岁 比你的成长 最多三年 你差不多就有机会拿金球奖了 高晓东微微一笑 哼 我等不了三年了 我现在就想拿金球奖 什么 木里尼昊仿佛不认识高晓东一样 目光炯炯地盯着高晓东 他不知道高晓东的心理 还把高晓东当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觉得他现在就是想要钱 至少要等个两三年 才会去追求金球奖和世界第一人的位置 所以才会充满信心地把高晓东带到黄马 他没想到 现在的高晓东竟然要和塞罗梅西争夺金球奖了 不要钱想当老大 这有点麻烦 木里尼昊的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沉思的片刻 木里尼昊说 小冬 留在国米 或者去曼城 切尔西 你都能够当老大 但你肯定没机会赢得欧冠 所以 你还是无法得到金球奖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道 教练 总比拿到了欧冠 也无法得到金球奖的号 木里尼昊明白了高晓东的协议 不过他试图做最后的努力 小冬 黄马能够让你赚更多的钱 高晓东站起来 对他拘了一躬 教练 我是喜欢钱 不过 这不是钱的事 谢谢教练这一年对我的看重和照顾 没有你把我带到国际米兰 我不会成长得这么快 希望以后 我们还能够做朋友 说完 高晓东转身向包厢外走去 在高晓东走到包厢门口的时候 莫里尼昊突然说 如果你不去巴萨 我们还能做朋友 放心吧教练 我不会去巴萨的 说完 高晓东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包厢 比赛已经开始 正在包厢外的门德斯 看到高晓东出来 惊讶地说 谈完了 高晓东淡淡地说道 嗯 谈完了 抱歉 门德斯先生 我不想去活吗 门德斯苦笑 他早就已经猜测 有可能是这个结果 不过 他只是个经纪人 就算是高晓东的爹妈 估计也改变不了 高晓东的选择 啊 没事 转会期还早 走还是留 你好好想想 我去看看河赛 嗯 好的 先生 我回包厢看了 高晓东说完 带着肖乐和两个保镖 去了自己的包厢 门德斯来到自己的包厢 看到莫里尼昊 有些落寞的 手扶河头 坐在那里 怎么没谈妥 穆里尼昊叹息地说道 这小子的野心 增长得太快 已经不满足于 在黄马座老孩了 门德斯叹息地说 今年在国际米兰实在是太成功了 不怪他有这个想法 不来就不来吧 只要他不去巴萨 他不会去巴萨的 梅西在巴萨的地位更牢固 是的 他也答应不去巴萨了 那我跟弗洛伦地诺主席说 不要在小东身上浪费时间了 穆里尼昊摆背手 我来说吧 说完 穆里尼昊和门德斯商量了一下谁来替代狗小东 然后给弗洛伦地诺打了电话 告诉弗洛伦地诺 不要再和国际米兰谈判了 改换目标 买迪玛利亚和法尔考 弗洛伦地诺很惊讶 莫里尼昊的改变 不过在黄马有了 瑟罗卡卡的情况下 八千万的后腰高小东 真的不是必须的 而迪玛利亚这样的年轻人 最多也就两三千万 弗洛伦地诺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14集 贝大师的第一堂训练课 2010年世界杯终于结束了 热身赛之王西班牙 击败无冕之王荷兰夺冠 他们也是第八个 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绝杀荷兰的是不太喜欢 也不太擅长射门的小白 伊列斯塔 一路大发神威的斯内德 终于还是没有扛过宿命 无冕之王的帽子 只能继续戴在荷兰的头上 在世界杯结束的第二天 国际米兰开始了夏季的第一次训练 这也意味着 国际米兰从穆里尼奥时代 正式进入到了北尼特斯时代 由于国米的众多世界杯裹脚 目前还处于休假期 此次国际米兰集训的球员 主要是那些没有世界杯任务 和一些租界在外的球员 其中包括新迁入的 卢卡·卡斯特拉奇 库蒂尼奥和奥比等人 巴西新星库蒂尼奥 是两年前国米花380万欧元 从瓦斯克达加玛买来的 不过因为巴西租界规定 未满18岁的球员不能转回国外 葡萄牙除外 因此费利佩·库蒂尼号 会以租界的方式 在瓦斯科达加玛俱乐部 继续效力两个赛季 直到今年才来到国际米兰 虽然世界杯大赛 让国际米兰的球迷们 吃得满嘴溜油 但国际米兰集训的当天 还是由2000多名国米球迷们 来到比奈迪娜训练基地来观看 7月的米兰天气已经很热 但是贝尼特斯依然西装笔挺 还打着蓝黑色的领带 等候在皮奈迪娜训练基地里 首先来到球场的 是队长萨内蒂和三个副队长 马特拉奇 高晓东和科尔多巴 贝尼特斯没有等着队长们 过来跟他打招呼 而是主动过去 跟队长们握手之意 萨内蒂和高晓东等人都有些感动 传言贝尼特斯是一个很不近人情的教练 现在看起来 传言并不都是正确的 不料在握手问好之后 贝尼特斯却指着挂在铁色网上的 穆里尼奥手捧奖杯的巨幅照片说 咱们去把那张照片取下来吧 影响外面球迷的视线 萨内蒂 马特拉奇 高晓东可多巴四个人 面面相觑 因为贝尼特斯的这个借口太别交了 还不如直接说 我看穆里尼奥捧奖杯的照片不顺眼 不过 除了马特拉奇耿直一点 其他的三个队长都是人精 都没有说什么 跟着贝尼特斯一起过去摘照片 马特拉奇虽然耿直 但人不傻 他这么大年龄了 想在国际米兰待下去 必须教练照顾 所以也没有反对 愣了一下 也跟着一起过去帮助摘照片 摘下的照片 贝尼特斯的神情轻松了好多 他一边和四位队长一起拿训练器材 一面跟他们聊自己的执教理念 我和穆里尼奥不同 我希望我们能贴得更好看 成为一支压得更靠前 控制球更多的球队 我一生都与足球相连 我在大学担任体育老师时 也确实教授过足球理论 因此说我是老师没问题 我致力于传授我的足球哲学 争取让球队优化 不只是告诉球员干这个干那个 而是更深层的交流 用实际的模本让球员知道 每个形式下该如何处理 我的球队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当考虑怎么提高自身的质量 我们提高了 对手自然渺小了 当然 一场比赛中的某个时段 不排斥根据对手调节自身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同类 固执深爱自己的传统 觉得自己的思路和做事规则不能改 我的观点是 保留他们的优点 比如创造力 先于别人的直觉 改进从前的不足 学会制定长远计划 并脚踏实地的工作 执教立物朴实 我就是这样 融合西班牙人的技巧 想象思维和英国人的严谨 专业 意大利球员和英格兰球员的本质差异 在于头脑和文化根基 英格兰人看中工作过程 结果自然到来 意大利人只看中结果 倒着来 所以落后了 贝尼特斯侃侃而谈 主要说的就是两点 一个是他和莫里尼浩 执教风格和理念不一样 二是意大利足球已经落后了 英格兰和西班牙足球 才是现代足球的潮流 对于更高获得三冠王的 国米思维队长 对这样的说法 肯定是很不爽 也很不服气 落后的获得了三冠王 先进的英超 什么都没赢得 这样的说法 确实无法让人信服 五个人聊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贝尼特斯感到很满意 他认为自己达到了交流 赢得队长们支持的目的 但实际上只有贝尼特斯感到满意 萨内底四个队长都不满意 他们认为贝尼特斯太厚满 骨子里有点看不起一家 九点半的时候 球员们大多陆续赶到了 只有巴勒特利还没有来到 贝尼特斯看了看手表 哦 巴勒特利既然没来到 我们就不要等他了 十分钟后我们开始训练 现在大家先互相熟悉一下 新人自我介绍介绍 新人球员们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有些拘谨 不过介绍之后 那个叫库底尼奥的年轻人 很灵活 情商很高 主动过来跟老大哥们打招呼 在他的带动下 新人们都过来向老大哥们 表达敬意和崇拜之情 球员们的气氛明显的活跃了很多 主力球员大多不在 战术训练肯定没法做 主要是进行体能上的训练 在训练开始之后 巴勒特利才懒懒散散的来到了训练场 贝尼特斯知道 巴勒特利已经准备转会了 也没有批评他 直接让巴勒特利随着球队一起学练 显然一天不能光是进行体能学练 下午莫拉蒂和国米高层来观看的时候 国际米兰进行了分组对抗比赛 显然老球员经验非常丰富 但跑动能力一般 很快就被年轻人冲了个落花流水 年轻球员中的巴西少年 库底尼浩表现尤其突出 他过人处理球相当漂亮 每次拿球都能突破两三个球员的防守 开始国际米兰的老球员们 还放不下脸来盯防他 被库底尼浩连进两球 还助攻一次之后 高小冬主动承担了防守库底尼浩的人物 这才把库底尼浩的势头给打压下去 贝尼特斯显然没有想到 库底尼浩技术这么好 训练结束之后 他对库底尼浩赞不绝口 保证他好好训练的话 一线队会有他的一个位置 莫拉蒂也被库底尼浩打动 本来他还有留下巴勒特尼的念头 看到库底尼浩表现这么出色 他决定放巴勒特尼这个惹祸精走人 训练结束之后 针对巴勒特尼的迟到行为 贝尼特斯给球队制定了详细的对规 这就是后来被马特达奇称之为 小学生守则的国民行为规则十二条 贝尼特斯的手绣做的并不算好 他取下莫里尼浩照片的行为 让老球员们心里有些不舒服 觉得贝尼特斯的心胸似乎不太宽阔 以后相处恐怕并不容易 单单这一件事情对贝尼特斯也没有太大影响 毕竟新教练都想消除老教练的印记 但随后国际米兰求购 利物浦后邀马斯切拉诺的时候 利物浦要求国际米兰用坎比亚索来交换 贝尼特斯表示赞同 这一下惹恼了国民的阿根廷帮 虽然马斯切拉诺也是阿根廷人 但他和萨内蒂坎比亚索不是一个帮牌的 萨内蒂和坎比亚索之所以缺席本届世界杯 就是因为以马斯切拉诺 梅西为首的阿根廷小集团排斥萨内蒂这批人 所以贝尼特斯想用坎比亚索换马斯切拉诺 就等于是削弱萨内蒂帮 国际米兰的阿根廷帮当然不会答应 向来低调谦和的萨内蒂率先出来反对 马斯切拉诺是一个聪明的球员 他有很强的奔跑能力 每场比赛都能抢下很多球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球员 萨内蒂先是赞美了马斯切拉诺 随后他画风一转 引进他这样的球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绝不能去讨论拿坎比亚索作为交换筹码 没有坎比亚索就没有国际米兰 贝尼特斯和莫里尼奥的处境不同 莫里尼奥面对的是在欧冠赛场一无所获的国民 贝尼特斯面对的是一群三贯王的功臣 初来乍到 贝尼特斯没有实力和势力最大的哈根廷邦抗衡 只好公开表示 坎比亚索是国民的重要一员 他和马斯切拉诺可以共存 贝尼特斯虽然暂时向哈根廷邦妥了些 但他和哈根廷邦却从此结下了疙瘩 以至于后面闹得水火不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后 欧洲转会市场并没有迎来期盘中的井喷场面 参加世界杯的736名球员中 除亨利转会美国职业大联盟之外 只有丹麦的31岁老将 罗美达尔远赴欧洲足球的偏远省份 希腊号林匹亚克斯桃金 南非世界杯之所以未能撬动转会市场 主要是本届世界杯整体战超越了球星作用 像梅西 塞罗 卡卡 吉拉德等巨星都出现了贬值现象 唯一打出了高光表现的 就是西班牙的哈维尼斯塔 比利亚 荷兰德 斯内德和罗本 哈维尼斯塔都是巴萨的绝对主力 比利亚刚刚转会巴萨 罗本是拜人的绝对主力 只有斯内德在国际米兰位置有些尴尬 不仅不是核心 连绝对主力都算不上 在世界杯之前 斯内德不过是皇马计较 没有底气向莫里尼奥和高层要求什么 现在拿到了世界杯亚军 还有极其出色的表现 国际米兰诱惑了新教练 斯内德当然不会再满足原来的地位 他不敢直接说取代高晓东的核心地位 只是要求加薪和主力前腰 并且拒绝打其他位置 给斯内德加薪是国际米兰能够答应的 赛季结束之后 国际米兰就开始和上个赛季的球员们谈训约 别说斯内德 就算是上个赛季都要退役的吉祥物马特拉奇 可尔托巴都准备再训约一年 主力位置贝尼特斯也能同意 但斯内德要求打前腰 是贝尼特斯不能接受的 在贝尼特斯看来 高晓东是前腰的最佳人选 因为高晓东前叉能威胁球门 后退能协防后腰 这是斯内德做不到的 贝尼特斯希望把斯内德放在边路 斯内德在世界杯大方一彩 要求绝对主力 潘德夫的位置就尴尬了 实力很强的潘德夫不满意替补了地位 向国际米兰提出要求 要么主力位置 要么转会 龚晓东依然不许约 巴勒特里要转会 斯内德和潘德夫要主力位置 新教练贝尼特斯 又要求买 马斯切拉诺 库伊特和阿格 如果国际米兰 全部卖入的话 国际米兰 至少要再卖三名球员 虽然在贝尼特斯来之前 国际米兰 答应了贝尼特斯的转会要求 但看到斯内德等三贯王主力 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之后 国际米兰的高层 却后悔了 在布兰卡看来 最好的球员已经在国际米兰 只要能够留住 上个赛季三贯王的主力 成绩肯定有暴政 换人反而风险更大 穆拉蒂更重情谊 他觉得这批球员 为了实现他的欧冠梦想 立下了汉马功劳 现在刚刚获得三贯王 接着就卖人 肯定会被世人吃消 他希望尽量在不卖人的情况下 达到贝尼特斯的要求 显然 穆拉蒂这个想法 真的是太天真了 贝尼特斯本来就是打算换鞋的 他要求买的这三个球员 都是利物浦的主力 国际米兰不许诺主力位置 他们根本不可能来 而给了贝尼特斯要求的 三个球员主力 国际米兰的球员 就不可能全部留下 国际米兰必须在卖和买中 做出选择 国际米兰倾向于和上个赛季的主力许约 不过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国际米兰首先必须搞定和高晓东的许约 如果高晓东想转会 国际米兰的演员就必须重新考虑 毕竟高晓东的违约金太低 主动权不在国际米兰的手里 如果高晓东在转会的最后时刻被挖走 国际米兰就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斯内德在世界杯赛场的大方异彩 给了国际米兰更足的底气 在国际米兰赶赴美国集训之前 布兰卡向高晓东的经纪人 门德斯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高晓东必须在八月之前完成续约 门德斯接到布兰卡的电话的时候 正在门德斯斯特和佛格森商谈 安德森纳尼的续约事宜 同时再向老决业推荐一名新人球员 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 纳尼上个赛季除了毒一点表现不错 加薪续约都没有问题 但安德森因为二月份受伤严重 佛格森希望等他商欲 看看状态再续约 至于门德斯推荐的普超新人贝贝 佛格森连他的比赛都没有看过 自然不会凭着一跌录像带就接受这样的球员 进入世界最顶级的球队满连 门德斯其实也明白 佛格森还是在为上个赛季的事情而生气 不过在高晓东拒绝转会黄马之后 门德斯已经考虑把高晓东送到曼联火的齐尔西 他之所以能够在最火的联赛英超混的风生水起 主要就是和这两家豪门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上次为了黄金搭档穆里尼号 无奈得罪了佛格森 这次是修补关系的时候了 接完布兰卡的电话 门德斯笑容满面地向佛格森说道 绝也 也许小冬八月之前就会决定下个赛季的去向了 佛格森本来和门德斯谈判谈得很不耐烦 一听这话来了精神 身体也坐得逼直 哦 门德斯笑一声 你详细地说说 门德斯笑着说道 国际米兰逼着高晓东在八月之前做出决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 佛格森紧张地说道 高现在是什么想法 门德斯说 他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黄马 巴萨 齐尔西 满城 都有可能 也不排除留在国际米兰 佛格森很不爽地说道 门德斯先生 就不要耍这些外交司令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黄马已经准备放弃小冬高了吗 门德斯打了个哈哈 那也有四家一起争夺 曼联的条件并不图出租 佛格森混迹足坛几十年 还不知道门德斯话里的意思吗 便爽快地说道 呵呵 咱们相交易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在曼联送了不少人吧 我佛格森对得起你吧 只要你帮我搞定小冬高 只要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我一定帮你搞定 门德斯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笑着说道 呵呵呵 决业严重了 咱们之间还不需要这样交易 主要还是应该考虑 曼联的需要和球员的发展 佛格森说 曼联急需一个前要 斯科尔斯老了 鲁尼和安德森都代替不了他 小冬高是最合适的人选 除了多奈尔多之外 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 非买不可的那种球员 而曼联的商业开发力度 绝对比国际米兰好得多 也能够给小冬高 最好的成长环境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门德斯收起了笑容 严肃地说道 决野 现在高薪已经满足不了小冬了 他希望获得球队的核心地位 他想要和卡卡 美西 罗纳尔多争夺金球奖 曼联能满足他们 弗格森略意谗言 能 如果鲁尼不走呢 弗格森坚定地说道 就算鲁尼不走 我也会让他辅佐小冬高的 就像当年他辅佐罗纳尔托一样 门德斯一听 好 年薪我波起球和满城相比 但也不能比国际米兰给的少 这个放心 绝对比国际米兰多 对了 格雷泽先生 希望得到小冬高的所有肖像权 门德斯一听 一口回绝 这个绝对不可能 在国际米兰就是一半的小想权 小冬后面可是广大的华国市场 弗格森不想夜长梦多 小想权以后再慢慢谈 哈尔赫 你一定要帮我搞定这件事 别看我老了 即便我退休 下一任谁当曼联教练 我也能做七分主 门德斯笑着说道 学业 在我合作过的球队中 你和达克斯大主席 是我最尊重和信任的 不帮助你 还能帮别人吗 放心吧 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 说服小冬 福格森大喜 哦 其实小冬高对满联也是有益的 再有你相助 我觉得事情肯定能成 好 事不宜时 我这就去米兰和小冬商量一下 虽然门德斯不再替安德森签约 和刚刚推荐秋元的事情 但福格森却知道 如果自己也不提 估计这个七成把握回去 就会变到五成以下 呃 那个 赫尔赫 先别急着走 你刚刚说的那个新人 叫什么来着 我看个头很高嘛 满联需要一个高中风 门德斯这才好像想起了一样 哦 呃 叫贝贝 二十岁 原来在哈达多玛之星 身高一米九 技术好 速度快 被普超吉马良斯买去了 绝对是纳尼和安德森级别的潜力信任 曼联原来的助教 克洛斯都准备把他招进国家队了 九百万欧元 绝对是良心价了 一旦在吉马良斯打出来 估计就得三千万起步了 福格森 给予门德斯帮他搞定高小冬 也不去管门德斯说的真假 当即答应道 哦 好 就让他和小冬高一起来吧 门德斯心里大喜 却装作很感慨的样子 哦 绝业做事雷厉风行 温格一直好称善于挖掘小妖 但跟您还是没法比 这么多年被曼联压制 也是清理之中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福格森心里也舒服 便说道 呵呵呵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温格就是太犹豫了 好 绝业 距离八月没几天了 我这就去米兰 门德斯搞定了 安德森的血约和贝贝的转会 又修补了和福格森的关系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曼职斯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高晓东最近不高兴 因为自从贝尼特斯上任之后 估计米兰的更衣室就没有安静过 第一天 把拉特里迟到 贝尼特斯取下莫里尼奥的巨幅照片 第三天 贝尼特斯要求清除刚衣室里 所有和莫里尼奥有关的东西 甚至马特拉奇和莫里尼奥的合影 都被要求带回家 这让马特拉奇很不满 接着队内训练的时候 其沃因为埃托不回房 差点和卡麦隆人吵了起来 后来 再次聚餐的时候 马特拉奇喝多了 向高晓东抱怨了说道 说贝尼特斯让他在更衣室当间谍 看看球员们都说了什么 在训练中 贝尼特斯给予表现和莫里尼奥的不同 前场学意大利的反击 后场学西班牙的控制 全场逼抢战术 差点把老球员们跑吐了 高晓东等年轻人无所谓 但老球员受不了 认为贝尼特斯 这是故意逼他们走人 马特拉奇坎比亚索 亲自去找莫拉蒂告状 认为贝尼特斯是不行的 就算要改变莫里尼奥的战术 也得循序渐进 不能全盘否定 在转回市场 国际米兰倒是早早地完成了几笔交易 不过在高晓东看来 还不如不做这样的交易呢 现在莫拉蒂和国际米兰高层 打着适应欧祖联财政公平政策 和年轻化的旗帜 紧缩银根 500万买来了比亚比亚尼 18万欧元买来了绿瓦甲 6万欧元买来了萨拉诺 免费签来了替布门将 喀斯特拉奇和法拉奥尼 唯一有实力的库地尼奥 还是两年前就买完的 高晓东看出来了 莫拉蒂主席多年速远达成 已经不愿意在大力投入了 对年近70 在国敏身上耗费巨资 15年的莫拉蒂来说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但雄心勃勃的高晓东 对这种小腹急安的行为 却非常的失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门德斯来到了米南 把国际米南给他 下最后通牒的事情 告诉了高晓东 晓东 你需要马上做出决定了 贝尼特斯来了 你在他手下 也训练了一段时间 是走是流 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了 门德斯严肃的说道 高晓东说 门德斯先生 你觉得我是走还是流呢 门德斯审然说道 我一直就希望你离开 莫拉蒂主席不可能 再像原来一样大力投资了 球员也不会像上个赛季 一样有斗志的 如果不大力换鞋 成绩肯定不会好 这个时候不走 难道等成绩差了被连走吗 高晓东说 如果我走 曼联 曼城 齐尔西 巴萨 我选择 我选择哪一家更好呢 门德斯说 齐尔西 同样面临人员老化问题 不过 他们和去年的国民一样 对欧管充满渴望 不过 他们的主帅 韩奇罗迪 性格太闷太面 而老板哈布 又太急太强势 恐怕 一遇到挫折 就一拍两散了 曼城给的钱虽然多 但他们连欧管都无法打 对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来说 不打欧管 是无法接受的 何况 还会给球迷裁迷的影响 巴萨的话 你不能接受黄马 难道能接受巴萨吗 所以 这四支球队 曼联是你最好的选择 高晓东的心中 其实也更倾向于曼联 不过 对曼联 他一样有不少的顾虑 但是 鲁尼还不能确定转回吗 这个不用担心 弗格森答应了 只要你去 你就是核心 鲁尼给你当助手 高晓东 眨巴眨巴小眼睛说道 门德斯先生 万一 弗格森的老头 把我骗去之后 说话不算数了呢 门德斯笑着说道 你尽可对这位老爷子的人品 放一万个心 当年鲁尼不是照样给罗纳尔都大了几吗 再说了 曼联还有安德森 和纳尼帮你 高晓东 猥琐眉头说道 这英超 好像要劳工证啊 我还没踢过国家队的比赛 门德斯 门德斯哈哈大笑 劳工证 你还需要劳工证吗 你是天才 直接可以通过天才条款 赚回曼联 就是不知道 曼联的打法适合不适合我 怎么不适合 网络上不是说 热血小青年 曼扯斯特莲 冲击性打法 和你是无缝对接 原来门德斯对高晓东去曼联 是不那么支持的 现在竟然不住口地 说佛格森的好话 让高晓东有些奇怪 不过他心里也希望去曼联 所以也就没有多想 只是询问加盟曼联的可行性 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门德斯送过斯伊罗 安德森 纳尼去曼联 对曼联的情况非常了解 想起地解答了高晓东的疑问 高晓东非常仔细地 问了门德斯 关于曼联的一切 最后说道 门德斯先生 我在国际米兰 赢得了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三冠王 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 不希望像牧帅一样 走了那么尴尬 我希望能够和国际米兰 好喝好散 希望您能够做好这次转会 门德斯听了有些尴尬 他甘笑一声说道 木帅走得是有点太急了 其实可以走得更漂亮一些 这次你转会 我会尽量做好 激活违约金是比较难看的 你两次转会 如果都是激活违约金 对你也不太好 这样吧 我让福克森教练 报价7999万后援 或者用现金加球员的方式 进行交易 这样的话会更好看一点 上次高晓东转会 门德斯让穆里尼浩 出价多一后援 这次转会 门德斯又想让福克森 出价少一后援 相貌堂堂的门德斯 竟然这样猥琐 高晓东都不得不佩服 不过高晓东觉得 这样处理确实很不错 国际米兰不会少赚转会费 而且双方还有面子 至少不会像莫里尼浩走的 那么让莫拉蒂难堪 好 门德斯先生 就按照您说的吧 我先去找福克森爵士报价 然后再去找莫拉蒂主席 把你打算转会的想法告诉他 下面就是三方会谈的问题了 不对了 如果你觉得尴尬的话 可以请个假 回华国休息几天 免得是球迷干扰 高晓东忽然想起 鲁尼要转会 前几天 曼联球迷差点 把鲁尼的家给烧了 他要转会的话 还不知道国际米兰球迷 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高晓东沉言了一下 请假休息不好 好像我要霸训一样 这样吧 先让福克森爵士报价 等我跟着球队去美国训练 你再和莫拉蒂主席说 我想转会 别让莫拉蒂主席伤心 他对我挺好的 门德斯没想到 这个皎洁贪婪的小子 还这么有人情味 他笑着说道 放心吧 五千万买来用一年 拿了四十五年 没拿头管冠军 专手赚三千万 这样的买卖 没有人会不高兴的 其实 莫拉蒂家族的 托拉斯石油公司业绩不佳 又遇到全球经济危机 高家卖的你 对莫拉蒂主席更有利 高晓东听了 纵了一口气说 哦 那就好 拜托你了 门德斯先生 太客气了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放心去美国吧 这事 我一定给你办得 圆圆满满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洋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17集 递交申请 曼联7999万欧元 第二次报价高晓东的时候 再次遭到了国际米兰 无情的拒绝 总经理 布兰卡表示 无论出价多少 国际米兰都绝不会卖掉自己的核心 在国际米兰 高晓东 就是非卖品 网络上不少其他球队的球迷 都开始调侃和讽刺曼联 既然已经出到这个价格 何不再加一欧元 激活违约金呢 上个赛季 曼联和国际米兰 争高晓东 就是输在了一欧元上 这次 难道还要输在一欧元上吗 就连曼联的球迷 也表示不解和恼火 他们认为 要么直接激活违约金 撇开国际米兰 跟高晓东谈 要么干脆别再追逐高晓东 花大钱搞定鲁尼好了 上个赛季 背幕里尼奥用一欧元羞辱还不够吗 这个赛季 还要再受贝尼特斯的侮辱 当然 也有不少聪明的球迷 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意味 因为 报价7999万欧元 和8000万欧元 对于曼联没有什么区别 曼联绝不会 多拿不出这一欧元 既然曼联这么保价 而不激活违约金 那对谁有好处呢 显然 是对高晓东有好处 激活违约金的话 只能是高晓东 愿意转回曼联 而不激活违约金 那么 既可能是国际米兰 愿意出售高晓东 也可能是高晓东 打算离开 这样推测的话 那么 曼联显然已经和高晓东 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曼联为了保护高晓东 防止他受到国际米兰 球迷的攻击 而采取的这种报价 球迷能够想到 国际米兰的高层 肯定也不会想不到 在拒绝了曼联的报价之后 布兰卡马上给门德斯打电话 问高晓东是不是打算转回 这个时候高晓东还没有离开米兰 门德斯失口否认 表示高晓东现在还没有决定 正在考虑中 不过 他们很快就会给国际米兰 一个准确的答复 国际米兰方面只是怀疑 并没有证据 但门德斯说得非常坚决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高晓东做出最后的决定 7月26日 国际米兰离开米兰 前往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集训 在国际米兰抵达费长的第二天 门德斯亲自赶往米兰 在杜里尼大街26号 向莫拉蒂递交了高晓东的转会申请 莫拉蒂非常愤怒 这么一个老好人 他竟然拍着桌子 向门德斯发出了怒吼 门德斯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打算毁了国际米兰吗 门德斯满脸堆笑的说 马西莫 息怒 息怒 请听我解释 解释 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莫拉蒂递 莫拉蒂怒火不息 莫里尼浩走就走了 虽然他走得很不地道 但高晓东才加盟国际免了一年 如果不是你所用 他为什么会离开 我莫拉蒂难道亏待他了吗 要地位有地位 要薪水随便他要 门德斯笑容不减地说 马西莫 不要激动 这确实不是我的主意 确实是晓东自己想离开 莫拉蒂冷叫了一声说道 好吧 你说 高晓东为什么要离开国际米兰 晓东离开国际米兰 不是因为国际米兰不好 马西莫 准确地说 是因为国际米兰太优秀了 莫拉蒂冷笑不语 他倒想听一听 门德斯能说出什么花样来 门德斯继续说道 国际米兰已经赢得三冠王 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球队 晓东觉得 他在国际米兰 已经没有了任何再进一步的可能 所以才打算去其他的球队尝试一下 胡说八道 我不相信 有人会不想留在冠军球队 赢得更多的冠军 而想去其他球队 给自己增加难度 莫里尼奥难道不是例子吗 晓东和莫里尼奥是一样的人 狡辩 莫里尼奥多大年纪了 高晓东多大年纪 高晓东能和莫里尼奥想法一样吗 文德斯苦笑着探探手 我其实也不能理解 但这确实是高晓东的想法 对他来说 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主席 您也了解高晓东这孩子 很有个性 很有主见 并不是我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莫拉蒂半信半疑 以莫拉蒂对高晓东的理解 他确实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 不过他同样信不过门德斯 他更相信这是高晓东 有一点意愿 门德斯怂恿的结果 毕竟上个赛季 高晓东就差点去曼联 缓缓坐下 莫拉蒂沉默良久说道 门德斯先生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门德斯说道 小东在我们面前说得很坚决 估计很难挽回了 其实死内的很不错 是小东最完美的替代者 上个赛季 他是被高晓东给压制住了 如果要轮钱里 库蒂尼浩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国际米兰放走小东 也不是没有未来 未来 莫拉蒂想起了罗娜耳朵 想起了魏埃里 想起了阿德 他叹息一声 仿佛瞬间老了十岁一样 我真没想到 小东竟然也要走 为什么国际米兰就留不住天才呢 门德斯安慰着说道 王西姆 国际米兰联赛五连冠 拿到了意大利第一个三冠王 这已经是直追大国际和米兰皇朝的位置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了 现在是群雄并起的时代 一甲也不是当年的小世界杯了 莫拉蒂叹息了一声说道 是啊 时代不一样了 大国际 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了 看到莫拉蒂的样子 门德斯也有些憨然 其实小东也很舍不得离开国民 不然他就亲自来向您告别了 不过 他恐怕真的不会继续为国际米兰踢球了 莫拉蒂的脸色忽然一变 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道 门德斯先生 不管你说的是真还是假 我都要亲口去问一下高晓东 为什么他要离开国际米兰 在门德斯给莫拉蒂送高晓东的准会申请的时候 正在费城集训的曼联主帅弗格森 把鲁尼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维尔 我们将引进一名世界级球星 弗格森嚼着口香糖盯着鲁尼 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 是谁啊 鲁尼显得很吃惊 因为他知道曼联缺钱 而且负债累累 不然他也不会考虑离开 弗格森微微笑地说道 小冬高 怎么样 他的实力配得上你的雄心吧 啊 真的是小冬高 他的转会费可是要八千万 鲁尼更加惊讶 他听说了球队报价高晓东 但他并不相信曼联真的有钱买下高晓东 他的经纪人一直认为 这是曼联利用高晓东做幌子 留住鲁尼或者打压鲁尼加薪的一筒 钱不是问题 只要这钱花得值 卫恩 我已经搞定了小冬高 你还打算离开吗 鲁尼挠挠头 想了半天 那我再想想吧 弗格森笑了笑 你回去跟斯特雷福特好好商量一下吧 好的报算 鲁尼离开了弗格森的房间 马上给自己的经纪人斯特雷福特打了电话 把弗格森的话告诉了斯特雷福特 斯特雷福特说道 这肯定是假的 我不相信曼联还有钱买高晓东 维恩 你不要管了 我给弗格森爵士打电话 斯特雷福特马上给弗格森打电话 喂 爵爷 维恩说 弗格森搞定了高晓东 弗格森悠然地说道 嗯 怎么 不可以吗 曼联可是世界最好的俱乐部 为什么小冬高不愿意来呀 我还可以告诉你 小冬高的年薪也不比国际米兰给的更高 斯特雷福特很惊讶 但还是说道 就算曼联能买来小冬高 但鲁尼还是会离开 小冬高的实力威胁到了鲁尼的地位 弗格森勃然大怒 斯特雷福特 你太无耻了 满联没买人的时候 你说满联没有雄心 不去买世界级球星 现在我搞定了小冬高 你却又说小冬高实力太强 会影响鲁尼的地位 不买不行 买也不行 你想要的不就是曼城的一年一千二百万的薪水吗 告诉你 小冬高是放弃曼城开出的一千七百万欧元来的曼联 比曼城给鲁尼高得多了 告诉你吧 小冬高一定会来 鲁尼想留就留 年薪一年一千万欧元 不想留 那就走吧 说完 弗格森碰的挂动了电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级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国际米兰主席还没有赶赴美国去挽留高晓东 高晓东要转会去曼联的消息就在球迷中间传开了 本来穆里尼奥的离开就让国际米兰的球迷非常的伤心和失望 不过好歹还有高晓东在 现在听说高晓东也要离开 国际米兰球迷们受不了了 在消息传出的第二天 数千名国际米兰球迷打着条幅来到杜里尼大街26号门口游行静坐 条幅上面写着 如果放弃高晓东 我们就放弃看比赛 虽然高晓东和肖乐都离开了科莫湖盘的别墅 但高晓东的家门口依然聚集了上千名球迷 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高晓东他们挽留的诚意 在推特和脸书上 高晓东的粉丝一夜暴涨十万 无数球迷在下面留言 恳求高晓东继续留在国际米兰 有的球迷甚至表示要把自己的女朋友献给高晓东 有的说高晓东如果敢转会的话就去刺杀高晓东 还有的球迷要号召志同道合者给高晓东捐款 用高薪挽留高晓东 在高晓东的微博下面 也有很多的华国国民粉丝挽留高晓东 不过相比较国外球迷 华国国民球迷就没有那么执着 他们不仅喜爱国民的高晓东 也喜欢高晓东这个人 有些华国的内拉组里表示 他们希望高晓东留下 当高晓东转回曼联的话 他们也同样会支持高晓东 虽然美国是足球沙漠 国际米兰去美国训练 主要就是为了开拓北美足球市场 但依然有很多当地的国民球迷 聚集在国际米兰训练的费城老鹰队球场外 挽留高晓东 虽然高晓东不在意大利 但意大利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清楚 高晓东暗自庆幸自己躲到了美国 同时又觉得自己实在是愧对国际米兰的球迷的厚爱 高晓东要求转会的消息也传到了国际米兰新任主教练 贝尼特斯的耳朵里 这让贝尼特斯非常的震惊和愤怒 高晓东可是国际米兰的核心 贝尼特斯愿意来国际米兰指教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高晓东的存在 如果高晓东走了 贝尼特斯还折叫个屁呀 在当天的训练之后 贝尼特斯把高晓东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试图说服高晓东留下来 但是高晓东做出转会曼联的决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就算莫拉蒂亲自挽留也没有作用 何况主教练贝尼特斯 高晓东向贝尼特斯表示了现意 但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国际米兰 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一切 希望到其他联赛去赢得新的冠军 所以才选择离开 贝尼特斯虽然比莫里尼浩和福格森差一点 但他也是世界级教练 当然不相信高晓东的规划 他相信传说爱才如命的高晓东 绝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浪漫主义者 高晓东打算离开的话 肯定是有人给年薪更高 或者国际米兰让高晓东不满意 贝尼特斯再三追问 但高晓东就是不说 贝尼特斯也无奈 他和高晓东不熟 只好打电话给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 要求他无论如何都要留下高晓东 如果不留下高晓东 他无法保证国际米兰的成绩 莫拉蒂还正在做高晓东父母的工作 希望高晓东的父母能够说服高晓东留在国际米兰 但高晓东的父母根本就管不了高晓东 哪怕莫拉蒂许诺给他们钱也是没有用的 高晓东的父母那边对高晓东起不到作用 又适逢贝尼特斯打电话来催 莫拉蒂只好亲自前往美国去说服高晓东 抵达贝尘国际米兰驻扎的酒店 风尘仆仆的莫拉蒂甚至顾不上休息 就来到了高晓东的房间了 高晓东单独住一个房间 国际米兰队内只有高晓东和萨内蒂住单间 其他的球员都要两人住一个房间 就连主教练贝尼特斯和助理教练也不例外 见到莫拉蒂高晓东并不意外 他猜想过莫拉蒂主席会亲自挽留他 至少也要打电话挽留 莫拉蒂见到高晓东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晓东是不是门德斯所是你离开国际米兰的 高晓东苦笑地说道 主席是我想离开的 莫拉蒂其实也知道 大概是高晓东自己想走的 只是他不死心罢了 不过他还是诱唬了一句废话 为什么 高晓东很含蓄地说道 我思索了很久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离开 因为拿到三冠王之后 我缺少了动力和新鲜感 高晓东的意思是 自己这么年轻都没有动力和新鲜感了 老球员们恐怕更严重 不过莫拉蒂没有仔细地去想高晓东的话 他说道 说吧 晓东 要怎么样你才会留下来 这句话高晓东很难回答 因为他说的 莫拉蒂做不到 说出来 纯属让双方都尴尬和难看 高晓东说 上个赛季 我答应过福克森教练 同样的条件 我将去满联 结果 我来到了国民 现在 我希望完成对一个老人的承诺 国际灭兰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高晓东缓慢地点了点头 莫拉蒂叹息一声 自哀自愿地说 我不是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 国民获得三观王 我希望你们这些功臣都终老国民 所以 今年马特拉奇 葛尔多巴等人 都原心留了下来 为什么你和莫里尼奥 却这么急不可待地离开呢 好像国际米兰变成了一条进水的船 我真是不懂你们这样的人啊 高晓东看到这位世界级富豪 这副颓丧的样子 心下不忍 如果不是巨星系统里面规定了 夺取四大联赛冠军 才能成为限制级巨星 他可能就答应留下来了 但现在他只能装作 什么都听不见 莫拉蒂自愈了一会儿 又说道 小冬 你是国民 夺取三观王的功臣 我希望你永远留在国际米兰 但既然 你决心想走 我也不能给你制造障碍 只是 现在国际米兰的球迷都在挽留你 因为你要离开 我们的赛季逃票的销售 都比原来少了很多 国民实在承受不了出手你的压力 所以 如果你走 只能激活违约金 门德斯让曼联报价7999万欧元 就是不想激活违约金 没想到 因为国际米兰球迷反应太强烈 莫拉蒂只能拒绝接受 7999万欧元的转回费 让曼联激活违约金 高晓东决心已定 平静地说道 如希 激活就激活吧 我必须走 莫拉蒂叹息了一声 说道 走吧 祝福你 福克森是个好教练 在他手下 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的 高晓东望着这位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善良的主席 叹息了一声 忠心地说道 谢谢你 主席 是我要谢谢你 天才终究要征服天下 就像熊鹰 要征服整个天空 走吧 等你获得金球奖 我会再去看你 莫拉蒂给了高晓东一个拥抱 转身离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不择一周 少择三四天 高晓东就可以前往曼联报道了 和莫拉蒂见面后的第二天早上 高晓东早早地洗烧完毕 准备去老鹰队的老兵球场 进行最后一次训练课 和队友告告别 然后吃顿散伙饭 高晓东刚刚洗烧完毕 正准备出门 国际米兰的领队 安德烈敲门起来了 高 教练让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用训练了 平时安德烈和高晓东 关系不错 说话都是带着笑 不过 今天安德烈的甜瓜脸 变成了苦瓜脸 说话的时候 好像是在读判决书一样 哼 这他妈人还没走呢 茶就了了 高晓东对安德烈和贝尼特斯 很无语 高晓东把背包 向沙发上一扔 笑眯眯地说道 哦 那太好了 难得放假 哥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回去了 安德烈依然一副苦样子 哦 走吧走吧 高晓东挥挥手 就像赶苍蝇一样的 把安德烈捏了出去 安德烈刚走 肖乐起来了 看到安德烈的背影 肖乐有些疑惑地问道 哎 小冬 领队来干嘛呀 高晓东向床上一躺 说道 哼 通知我 今天不用训练了 肖乐一听 生气了 这 什么人呢 这还没有转会呢 就不让你参加训练 你是有合同的 凭什么呀 你就去训练 看那背胖子能怎么着 高晓东说道 哎 算了 人家不欢迎咱 怕我泄露战术 咱们凑什么热闹 索性啊 当做来美国度假好了 肖乐正色说道 那怎么行 转会曼联的话 竞争更激烈 不训练怎么行啊 哎 曼联不也在费城训练吗 你不如跟着曼联训练算了 反正你早晚都是曼联的人 高晓东说 这 胡说八道 现在就去曼联算什么 不怕吓着人家 咱们出去转转 看看景 够个物 然后你给我约人 晚上请队友们吃顿散伙饭 莫拉蒂挽留高晓东失败之后 高晓东转回曼联仪式 再无障碍 曼联马上赶赴曼彻斯特 和曼联CEO 达威吉尔 商谈高晓东的转会合同 高晓东现在是转会市场 最炙手可热的球员 如果不是高晓东的违约金定低了 像他这种实力和潜力具备的球员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转会市场 所以曼联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 曼联给高晓东提供了1200万欧元的年薪 这是曼联的最高薪 营钞第二高薪 比国际米兰准备给高晓东提供的年薪高100万 曼联提供这个年薪 也是考虑到了鲁尼留下来的情况 他们打算给鲁尼1100万欧元年薪 仅次于高晓东 是曼联第二高薪 上次高晓东转会国际米兰的时候 亲自费仅仅200万欧元 但这次他已经是三贯王核心 亲自费当然也水涨成高 曼联给他开出了1000万欧元的亲自费 曼联合同中的出场非比国际米兰高 是400欧元一场 但联赛和欧冠夺冠奖金低 赢得联赛冠军是50万欧 欧冠冠军是80万欧元 但赢得双冠王的话 奖金直接提升到200万欧元 拿到三冠王 奖金飙升到300万欧元 曼联的进球奖助攻奖和国际米兰 也略有不同 曼联根据进球和助攻数的不同 金额也不一样 前面的进球奖金少一点 但进的越多 进球的奖金就越高 比如前10球 每个2万欧 10球到20球 每个进球就是3万欧 这对高晓东这种高效射手来说 这个合同会让他赚得更多 高晓东对这样的年薪和奖金 都可以接受 这个年薪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只有土豪漫长因为底蕴不足 为了挖人 开着年薪高出一档 合同的关键还是在肖像权上 曼联希望要到高晓东所有的肖像权 以便进行商业开发 甚至可以为此给高晓东提供更高的年薪和亲自费 但门得斯是多精明的人呢 他很清楚高晓东背后的华国市场的价值 坚持高晓东持有50%的肖像权 曼联如今负债5亿英镑 格雷泽之所以敢举债买高晓东 是因为曼联在华国的球迷最多 他们认为通过高晓东肖像的开发能够赚回来 如果高晓东持有一半的肖像权 曼联就没有太大赚头了 曼联向门得斯许诺 可以帮助高晓东宣传推广 提高高晓东的商业价值 让高晓东拿到金球奖 并且帮助高晓东在全球范围内联系商业赞助 只要高晓东愿意再放弃一部分肖像权 现在高晓东是皇帝女孩不愁价 门得斯当然不会让步 他向达维基尔表示 肖像权一分都不让 50%已经是让步了 曼联甚至愿意给高晓东 100%的肖像权 看到曼联不愿意屈服 门得斯开始巧妙地向曼联施加压力 他不断地游走在伦敦 马德里 巴塞罗那 甚至利物浦 每次记者问门得斯 是不是为高晓东转会而来 门得斯都表示 他是为了其他球员的转会而来 和高晓东转会无关 但门得斯越是这样说 媒体就越认为 高晓东转会曼联出了问题 华国超级新兴 有可能投入其他好门的怀抱 曼联老板格雷泽也不是等先之辈 犹太人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在他的受益下 曼联利用高晓东作为压力 加紧和鲁尼的续约谈判 同时又向媒体提出转会币计划 打算引进斯雷德 法布雷加斯等球星 在谈判陷入僵局 格雷泽和门得斯斗法的时候 曼联主帅弗格森撑不住了 在69岁的老爵业眼中 商业收入肯定是要为竞技成绩让步的 他不管曼联拿到全部的肖像权能够赚多少 他只知道没有了高晓东 他想再次实现自己三冠王的梦想 是非常困难的 他需要高晓东 赚不赚钱 俱乐部自己想办法去 而且现在距离英超开幕不过两周的时间 现在签下高晓东都没有时间磨合了 怎么能再耽搁呢 福克森正好在美国集训 他亲自前往佛罗里达州老板格雷泽家中 要求格雷泽尽快签下高晓东 避免夜长蒙多 格雷泽通过和门得斯的交手 发现想让他让步非常困难 便抛出了自己最后的杀手锏 用高晓东以后转会费10%的提成 换取高晓东20%的肖像权 格雷泽的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 毕竟高晓东现在的转会身价 其实是应该高于违约金的 只是国际米兰定低了 如果以后高晓东的转会超过一个亿 那么10%就是1000多万 门得斯不能做这个主 就把曼联的提议告诉了正在美国旅游度假的高晓东 高晓东拥有巨星系统 很清楚自己能够达到什么水平 转会费以后肯定会更高 而且曼联的商业运作很强 如果曼联全力支持他 这样的交换也是划算的 便告诉门得斯10%的转会提成 只能换10%的肖像权 多了不行 门得斯把高晓东的想法告诉曼联 曼联在弗格森的压力下 接受了高晓东的意见 用10%的转会提成 换取了高晓东10%的肖像权 经过一周的僵持 双方终于在合同上达成一致 只待高晓东来到曼扯斯特提检 完成签约仪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0集 建议勇为 门德斯和曼联斯一公 达为金尔谈妥合同的时候 高晓东正和肖乐 在罗德岛小意大利街区联邦山 有一家名叫西耶纳的餐厅 吃剑鱼鱼排 罗德岛州是美国50个州中 当中最小的一个州 但它的旅游业非常发达 尤其是秋天 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游客 高晓东不能回意大利 也不能跟着国米和满联训练 是被动出来旅游 哪里还会选什么季节 就是到处走走 鱼排吃到一半 高晓东忽然看见了一个熟人 艾玛沃特森 和高晓东见过几次的著名的女星 现在是著名的布朗大学的学生 艾玛上身一件白色眼花衬衫 下身穿牛仔裤细高跟 搭配略显苍白的妆容 显得简单好看漂亮 艾玛感觉到有人注视她 抬头也看到了高晓东 两人相互点了点头 相视一笑 然后各自继续用餐 萧乐在艾玛转头的时候认出了她 如果不是因为 自己现在是高晓东的助手 萧乐几乎要过去索要签名合影了 看到高晓东和艾玛点头一笑 她忍不住说道 哼 原来外面流传你和艾玛的绯闻 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啊 高晓东也贪手 你也看到了 不过是点头之交 也许是因为我在旁边 你不敢过去打招呼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道 哼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在我眼里 比猴子还像男人呢 哼 你混蛋 萧乐气咕咕地不在里高晓东 只是埋头吃鱼排 晚上萧乐在酒店里处理粉丝的来信 高晓东到普洛维登斯河边散步 观看夜景的时候 他再次遇到了艾玛 艾玛正在和一个身材瘦削 帅气的白人青年在争吵 高晓东听不懂英语 也不知道他们在争吵什么 不过闲得无聊 高晓东也跟几个路人一起在旁边观看 艾玛和白人青年越吵越激烈 随后艾玛狠狠地把书砸在了白人青年的脸上 转身就走 白人青年看起来很生气 追上去 从后面一把抓住了艾玛的头发 狠狠地向后一脱 差点把艾玛坠倒 高晓东感觉两人像是恋人之间发生了矛盾 如果只是吵吵架 高晓东也不会理睬 看到两人要打起来 虽然只是初识 高晓东也不能装作看不见 高晓东几步跑过去 伸手抓住了白人青年的手腕印宁 喊了一声 No 高晓东的力气多大呀 而且每天都要进行力量训练 哪里是普通人能受得了的 白人青年手松了艾玛的头发 疼得半蹲在了地上 嘴里高喊着 哦 哪来的混蛋 收管闲事 高晓东听不懂 听懂也不会理他 是你 艾玛看得是高晓东很吃惊 这句话高晓东能够听懂 他冲着艾玛一笑说道 哦 是 我是高晓东 谢谢 艾玛说完 照着白人青年踢了一脚 转身就走 小妞很暴力啊 高晓东松开了白人青年的手腕 笑嘻嘻地说道 sorry sorry哦 转身准备离开 白人青年对高晓东的多管闲事非常恼火 扑过去 冲着高晓东的后脑勺就是一拳 高晓东 高晓东这么猥琐狡猾的人 哪里会一点防备都没有 看到白人青年扑过来 回身一脚踹在了白人青年的小腹上 白人青年本来就瘦 哪里撑得住高晓东这一脚 被踹出去好几米人 如果不是有护兰 肯定滚进了河里 艾玛没想到高晓东和威尔会打起来 威尔在这里很有实力 高晓东现在是世界级新星 不过美国是个足球沙漠 威尔未必认识高晓东 现在威尔吃了亏 万一要是伤到了高晓东 那可是重大的新闻事件 连他也不会理所 艾玛赶紧跑过来 冲着高晓东喊道 快走快走 离开普罗维登斯 高晓东不知道艾玛说的什么 傻傻的站着 哦什么 我听不懂 艾玛无奈了 过来拉着高晓东就跑 高晓东虽然不知道艾玛说的什么 但他很聪明 觉得可能是自己揍了那个小子 很有实力 迷茫 这好人做的啊 一点好处没得到 却跟人结仇了 高晓东看艾玛跑的方向 是背离自己住的酒店 越跑 距离自己的酒店越远 他可不想跟着艾玛瞎跑 决定带着艾玛回自己的酒店 有修了做翻译 他能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便停下来 指着酒店方向 让艾玛跟他走 艾玛虽然知道高晓东是个球星 但对他不熟悉 天色已晚 怎么会跟高晓东走呢 他想挣开高晓东的手回学校 但高晓东却不放手 艾玛吓坏了 信到说足球流氓很多 这个华国人 不会是想图谋不轨吧 艾玛越想越害怕 伸出另外一只手狠狠地去掰高晓东的手指 想从高晓东的身边逃开 高晓东没问清什么原因 怎么会让艾玛离开呢 他看到艾玛一脸恐惧 就差高喊强奸了 高晓东一不做二不休 抓小鸡一样地抓起艾玛 向肩头一扛 大不留心地向自己的酒店走去 艾玛开始吓坏了 刚刚逃离一个吸毒犯 没想到又碰到一个强奸犯 他不想惹出太大动静 没有大喊大叫 只是用双手在高晓东的背上 又抓又掐又扭 让高晓东把他放下 但高晓东就是不理 艾玛怒不可喝 张口想咬高晓东的背部 但高晓东的肌肉很紧 竟然咬不动 艾玛只好大喊救命 妈的 鬼叫什么 再叫 老子要打你屁股了 高晓东怒声说道 艾玛依然叫个不停 路人都纷纷注目 不过他们不敢相信 有人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抢人 都在犹豫 高晓东不敢继续走了 看看距离酒店很近了 高晓东在艾玛的屁股上 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把他放下来 掏出手机 给肖乐打电话 让肖乐赶快下来找他 艾玛看到高晓东放下了他 周围还有不少人 放心了不少 他一面挣扎 一面冲着高晓东高喊道 死变态 你放我走 很快肖乐赶到了 他听到艾玛 一个劲地骂高晓东变态 吃了一惊 心到说这个死胖子 不会真的干了什么 不堪入目的事情了吧 高晓东看得肖乐来了 就放心了 小乐姐 你跟这个白驰说一下 我不是坏人 他妈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肖乐把高晓东的话 翻译给了艾玛 艾玛看到 终于有了个翻译 心情好多了 为什么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扛着我跑 高晓东呼吁地说 他妈我拉着你 你不走啊 我不是想到酒店 找个翻译吗 他妈你拉着我跑干什么 艾玛这才知道 自己误会了 看看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便说道 咱们回酒店说吧 三人回到酒店 艾玛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原来那个白人青年威尔 是她的追求者 两人也出过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因为威尔吸毒 还想带着艾玛吸毒 艾玛就没和她伸出下去 不过 威尔一直对她纠缠不清 你们离开这里吧 威尔是个疯狗 高晓东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好 我们这就离开 你没问题吧 我没事 威尔不敢怎么我 你们快走吧 我也回去了 艾玛走了 高晓东和肖乐也不想生事 便也离开罗德岛赶回了费城 刚刚抵达费城 高晓东就接到了门德斯的电话 合同谈妥了 让他去曼彻斯特提检签合同 高晓东便从费城出发 马不停蹄地飞去了曼彻斯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1集 抵达曼彻斯特 自从莫里尼浩离开国际米兰 高晓东的转会留言 就从来没有断绝过 最开始 媒体和球迷都认为 高晓东很可能跟着 穆里尼浩去荒马 或者为了前驱曼城 没有人认为 高晓东会去债务缠身的曼彦 曼彦一开始 也没有加入高晓东的争夺 直到鲁尼炮轰曼彦 要求转会 曼彦才想起来 找鲁尼的替补 加入了高晓东的竞争 谁也想不到 曼联竟然后来居上 一举获得高晓东的青睐 以并不算多高的年薪 买下了高晓东 在上个赛季欧冠决赛的时候 红魔球迷几乎把高晓东黑死 太阳报投票选择 谁是曼联最恨的人 高晓东紧紧排在 曼联老板格里泽的后面 但现在高晓东竟然来了曼联 曼联球迷简直是喜大仆奔 鲁尼要走 红魔球迷的天几乎都要塌了 所有的球迷都疯狂地挽留鲁尼 但鲁尼却依然没有回心转意 现在鲁尼还没确定离开 高晓东却来到了 如果鲁尼最后能够留下 曼联双胖合璧 那简直是要天下无敌啊 曼联上个赛季营业利润创纪录 但负债依然接近6亿英镑 曼联球迷几乎每天都在抗议格雷泽 并且掀起了滤金起义行动 再加上鲁尼要求转会 曼联最近的负面新闻很多 高价买入高晓东 既展现了曼联的雄心和财力 也提高了球队的实力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擅长商业运作的格雷泽 当然不会放弃宣传的机会 在给高晓东买好机票之后 曼联官网就开始公布 高晓东抵达提检和签约的行程 为高晓东的加盟造势 对鲁尼的失望 让曼联球迷对高晓东更加渴望 虽然飞机要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才抵达 但数百名球迷提前两三个小时 就赶到了机场 他们身着印有欢迎小冬 曼联的新国王口号的文化山 等候在出战口 眼看高晓东抵达的时间越来越近 到场的球迷也越来越多 很快 不少球迷就越过了 积极出了铁栏杆 由于此时高晓东 还没有出现在行李提起大厅 所以守候的球迷们 还能够保持冷静 在一些球迷的指挥下 前排的球迷也都坐在了地上 给后排的小伙伴们让出观看的空间 20点左右 当高晓东的身影出现在行李提起大厅 球迷们不淡定了 曼联俱乐部的阶级人员和机场警方 也不得不在设立警戒线的同时 手搭手搭起了人墙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没法控制住情绪激动的球迷 球迷集体涌向了行李提起大厅出口处 幸亏眼疾手快的警察迅速关闭了大门 不然大批球迷必将涌进大厅 大厅门口被球迷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球迷们隔着后栏向高晓东鼓掌呐喊 看到场面已经失去控制 为了球员球迷以及其他乘客的安全 机场方建议高晓东从VIP出口离开 不过高晓东认为 这是他第一次和曼联球迷见面 想给球迷留下好印象 与坚持和哭哭守候的球迷见面 在警察保汉的团团包围下 高晓东走向球迷群 向球迷鼓掌指引 街机的曼联球迷激动晚分 都纷纷急过来找高晓东签名合影 高晓东也不拒绝 凡是伸手能够触及到的 就给拿过来给签名 提前过来采访的记者也不少 身单力薄的记者挤不过来 只有几个强壮彪悍的记者 冲到了高晓东身边 把话筒递过来 对高晓东进行现场采访 英格兰小包记者臭名远扬 但高晓东经受过意大利记者的考验 倒也并不畏惧 对记者的采访几乎都是有问必答 高晓东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转回曼联 高晓东说了 曼联是一支伟大的俱乐部 能加盟曼联让我万分荣幸 弗格森决业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教练 他喜欢赢得一切冠军 这一点和我一样 从国际米兰来到曼联 预备着新的挑战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会全力以赴帮助曼联取胜 帮助俱乐部拿到所有的冠军 给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曼联球迷 带来欢乐 高晓东被问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国际米兰上个赛季比曼联还要好 你为什么要离开国际米兰呢 高晓东说了 是的 国际米兰是上个赛季 世界上最好的球队 他们赢得了一切 离开国际米兰 就是因为我在国际米兰赢得了一切 哪怕还有一个意大利杯冠军没有得 我也不会离开 现在 我希望到新的联赛 去赢得新的冠军 记者继续问道 如果你在曼联赢得了一切 你会不会也离开呢 高晓东笑着说道 如果我不法在曼联赢得一切 那是不是就永远不离开 这些假设的问题没有意义 我觉得还不如问一些更有建设性的问题 记者又问道 上个赛季 曼联只拿到了一个连赛奔冠军 这个赛季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高晓东说 我的目标是拿到所有的冠军 你对卢尼的转会怎么看 你是希望他留下来 还是希望他走 卢尼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他对曼联很重要 我希望他留下来 和我一起为曼联赢得冠军 你在国际米兰的球衣号码是10号 在曼联你会穿几号球衣呢 10号球衣穿在鲁尼的身上 不过在曼联 10号并不是最重要的号码 在曼联 7号才是最伟大的球衣 现在7号球衣穿在欧文的身上 曼联方面的意思是 如果高晓东想穿7号球衣 那么欧文将在本赛季被卖出去 如果高晓东想穿10号 鲁尼转会的话 10号球衣就给高晓东 如果鲁尼不转会 依然是欧文转会 鲁尼穿7号 高晓东穿10号球衣 但这件事情牵扯到鲁尼欧文这样的巨型 高晓东不可能对记者直说 便说道 哦 在我们华国呢 这10号球衣最受球迷喜爱 我也不例外 不过球衣只是球衣 号码就是个标志 无论穿什么球衣 都不会让我踢得更出色 所以穿几号都无所谓 高晓东的这番话说的 跟在他身边的曼联新闻官连连点头 这番话滴水泊漏 鲁尼肯定是打死也说不出来的 曼联新闻官觉得这极有可能是门德斯交代过的 接受完记者的采访 高晓东在保安的保护下来到停车场 曼联C后 大卫基尔和门德斯已经等候多时 看到高晓东来 大卫基尔过来和高晓东拥抱 并且亲自给高晓东打开车门 高晓东在球迷的目送下 上了大卫基尔的候递车 前往曼联的训练基地 卡林顿接受提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2集 十号球衣 体检对高晓东来说 是毫无难度的 他的身体被超能营养液 强化过一次 强壮的不像话 高晓东都怕自己太强壮了 被曼联的对一门怀疑 体检结束之后 听色已晚 曼联俱乐部老板格雷泽 设演给高晓东和门德斯接风 俱乐部高层和主教练福格森作陪 虽然马克西姆格雷泽三年前中了风 身体行动不是很便利 也不适宜喝酒 但他还是亲自到来 并且用饮料 敬了高晓东三杯 在宴会上 曼联和高晓东双方主要讨论了关于高晓东的球衣号码问题 别看高晓东对记者说的冠冕堂皇 好像真的不在意穿什么球衣似的 实际上高晓东对十号球衣是势在必得 虽然七号是一个传奇的号码 在曼联的球队历史上也有相当大的意义 包括乔治·贝斯特 布莱恩·罗布森 坎通纳 贝克汉姆 C罗等曼联最出色的巨星 都曾经是荒漠七号的主人 但高晓东的目标不仅仅是曼联的传奇 而是象征着球网的十号 马达多纳 贝利川国的十号 不过 现在鲁尼还没确定转不转回 如果直接把十号球衣 从鲁尼那里要过来给高晓东 这就等于直接把鲁尼撵走了 就目前来说 鲁尼在转回市场的身价 差不多是七千万左右 不过 卖掉鲁尼的话 曼联很难再买来同样实力的人替代 就算买来 磨合也是个问题 因此 曼联还是希望留下鲁尼 在留下鲁尼的情况下 如何在不激怒鲁尼的前提下 把十号球衣要过来 这是一个难题 格雷泽咳嗽了一声 在助手的搀扶下 站了起来 严肃地说道 关系球队内部的事情 其实本来我不该察言 高小冬高 会让华国球迷更有自豪感 而其他号码 显然还达不到这种效果 哪怕是伟大的旗号 格雷泽的话 让高小冬听了 心里寒爽 心道说 你看 人家这世界级富豪的说话水平 那就是高 咱们这一点小小的私欲 在他嘴里 就变成了关系球队商业运作的大事 门德斯则暗暗赞叹犹太人真是精明啊 对消费者心里的把握 竟然精准到了这个地步 确实 10号的高小冬和7号的高小冬 在华国球迷心目中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过 格雷泽越是这样说 门德斯心里越高兴 因为高小冬拿不到10号球衣 曼联也着急 门德斯笑笑说道 马克西姆先生说的对 小冬明天就签约了 听说将有6万多人 来到拉特拉福德球场 观看高小冬亮相 如果明天高小冬不能穿着10号球衣 我想 球衣销售量恐怕会低很多 这不仅影响球队收入 也影响到高小冬的人气啊 格雷泽说 阿雷克斯爵士 现在10号球衣穿在鲁尼的身上 你和鲁尼情同父子 除了你 恐怕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就费费心吧 人是弗格森要的 钱是弗格森花的 难题当然也得是弗格森来解决 弗格森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极少的问题 但他责乎旁贷 必须承担起来 弗格森大笑着说道 这是小事 小冬现在是全世界疯强的球员 漫长都开出了1700万欧元的年薪 结果小冬却来到了咱们满联 这是一件天大的稀释 10号球衣肯定要给小冬 这事放在我的身上 回头我跟陆迷说去 高小冬说道 这样的话那就谢谢绝业了 弗格森看着高小冬心得高兴 好像C罗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呵呵笑道 不要再叫我绝业了 跟其他球员一样 叫我boss好了 谢谢boss 我还年轻 前两年还得罪了队友 以后您可要多多关照 别让别人欺负我 呵呵呵哈哈 那是没问题的 咱们队内有你亚洲的老乡 朴志兴 您可以和他多交流吗 弗格森满口答应 但心里却在想 我执教的这些天才中啊 贝克汉某帅 吉格斯瑟 基恩恒 C罗奥 鲁迪诺 就你这小子又狡猾又狠 还会装憨卖傻 和别人欺负你呢 你不欺负别人 那就是好的了 高小冬说道 我一定向他多请教 您放心吧 酒宴过后 高小冬销乐门德斯 去曼联的御用的五星级酒店 劳里酒店休息 弗格森直接去了鲁尼 在柴郡的豪宅 一路上 弗格森都在考虑 该如何跟鲁尼 说这个号码的问题 关于争夺求一号码 世界足坛 闹出过很多的美谈和趣事 但一旦处理不好 就变成了笑话和矛盾 当年巴乔加盟国际米兰 其酷爱的十号 为罗纳尔多所拥有 罗尼当即放出话来 十号可以让 但我必须穿九号 于是 智利人萨姆拉诺 被迫把九号让给了外星人 巴乔则穿上了十号 萨姆拉诺 则穿上了十八号 还在两个数字中间 弄了个可怜的家号 小罗加盟米兰之后 球一号码一直是 球迷关心的问题 AC米兰阵中的十号球一 为西多夫所有 后者在小罗到来之后 拒绝让出十号球一 无奈之下 小罗只能选择八十号球一 如果用上面的处理方式 可想而知 队内肯定会有矛盾的 看到福格森来了 鲁尼赶紧把福格森接进家门 他还以为 福格森是来跟他谈许约的 福格森见了鲁尼 直接说道 威恩 今天老板来了 签了高晓东之后 老板透支了很多的钱 打算把你卖掉 把你的十号球一 送给高晓东 鲁尼一听 勃然大怒 什么 我还没转会 这就要把我球一送人 不 我宁愿不转会 我的十号球一 绝不送给那个华国人 福格森叹息地说道 高晓东倒是个聪明人 他怕得罪你 坚决不要 我也跟老板说 不是 威恩在曼联六年来 兢兢业业 从前厂房到后厂 就算罗纳尔多 也比不上鲁尼 没有鲁尼 罗纳尔多怎么可能拿金球家 鲁尼被福格森说得心花怒放 罗纳尔多还是有实力的 福格森忽然严肃地说道 但是 威恩 你考虑到了一点没有 现在 高晓东背后 有广阔的花国市场 那是十五亿人口啊 老板不会放弃的 我担心 他强行把你的球衣 抢下来给高晓东 那个时候 你就丢人了 鲁尼怒声说道 如果他敢这么做 我马上就转会走 福格森冷笑着说道 你转会走 难道就不丢人了 那跟鸵鸟把脑袋 埋进沙子有什么区别 鲁尼拍打着桌子 那 那怎么办 其实 还有一个办法 能够做到两全其美 鲁尼一听 急声说道 怎么办呢 这样 欧文不是穿着曼联最重要的七号球衣吗 我劝欧文先把七号球衣让给你 你再主动把十号球衣让给高晓东 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我主动让给高晓东 那不更丢人 你是想穿七号球衣 不是想让十号球衣 而欧文年纪大了 为了球队的利益 让出七号球衣也没有人会笑话他 鲁尼被弗格森绕晕了 觉得这确实还算不错的解决办法 如果被强行拨度球衣 那真是太丢人了 便答应了下来 弗格森说服了鲁尼 接着又来到了欧文家里 31岁的欧文是从利物浦来到的 死敌曼联这里 球队中的地位 别说和土生土长的九二班相比 就算是和鲁尼 卡利克等人也没法比 弗格森一番威胁利诱 欧文也只能主动让出七号球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就在全世界球迷都在考虑 高晓东第二天签约亮相的时候 会穿几号球衣的时候 第二天早晨 欧文先在推特上表示 自己本赛季有可能转会 为了感谢弗格森教练 对他的帮助和支持 他在转会之前 将七号球衣转让给鲁尼 虽然鲁尼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随后曼联官方网站 刊出了这则消息 感谢欧文为球队做出的贡献 并且胜赞只有鲁尼 才配得上曼联的旗号 而高晓东将穿上十号球衣 为曼联创造新的传奇 事已至此 鲁尼如果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那鲁尼不仅是打自己的脸 还打了欧文的脸 也打了高晓东和曼联俱乐部的脸 鲁尼虽然愣了一点 但还不像巴勒特里那么神 不然也不会当年 在埃弗顿的时候 说完一日为难 终生为难 转头就变成了轰魔的一员 因此面对这样的结果 鲁尼只能咬牙人了 球衣的障害扫除 高晓东签约仪式 已经再无障害 早晨九点半 高晓东和门德斯 萧勒在老里酒店吃过早点 曼联的司机开车 把他们接到了 老特拉福德球场 达韦基尔带着高晓东 参观了一下球场 并且带着高晓东 去了曼联的更衣室 去看看他的位置 高晓东一看 小了 曼联的更衣室 和国际米兰 差不多简陋 就是条档 连厨衣柜都没有 现代化设施 只有电视机 高晓东的位置不错 就对着电视机和战术版 福克森讲战术的时候 高晓东不需要站起来转过身 不过大卫基尔却告诉高晓东 曼联更衣室的位置 其实并不固定 很多时候 队长 贾里内威尔 可以决定队员坐在哪里 参观完光衣室之后 达韦基尔 把高晓东 带到了新闻发布会大厅 双方在这里 签订工作合同 合同细节 早就已经商定完毕 合同 门德斯和他的法律顾问 也已经看过了 今天只需要签字拿钱就行了 高晓东和曼联的这份合同 只签了三年 本来像高晓东这么年轻的球员 曼联希望签五年 但高晓东坚决不同意 最多签三年 高晓东本来打算和曼联订个违约金 但曼联经过国际米兰的前车之鉴 表示要么订两亿 要么不订 最后高晓东选择了不订违约金 大卫基尔代表曼联和高晓东签完合同之后 递给了高晓东一张两千万欧元的支票 高晓东接过之后先话诺法 上次签约国际米兰 他的签字费只有两百万欧元 这次竟然提高了十倍 高晓东心里非常的爽快 心道说 这足球系统真是好啊 签完工作合同之后 高晓东来到球员见面会现场 上百名记者已经等候在那里 高晓东手持曼联的十号球衣 向记者们展示 他已经是红魔曼联的一员了 飞铃闪烁 记者们用相机记录下了这历史的时刻 高晓东的签约和见面会 一直在电视直播给全世界球迷 老特达福德球场的球迷 也通过球场的大屏幕 看到了这一切 在高晓东举起十号球衣的时候 老特达福德球场的球迷 都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 达维基尔听到球场球迷的掌声和欢呼声之后 说道 高 我们去球场吧 球迷们已经等你好久了 此刻能够容纳七万多人的欧洲梦剧场 老特达福德球场 已经来了六万多球迷 这个数字低于当年罗纳尔多 在伯拉夫亮相的八万多球迷 也低于当年马拉多纳从巴萨加盟纳伯勒斯市的七点五万名球迷 排在世界第三 高晓东八千万欧欧元的转会记录也低于罗纳尔多的九千万欧元 排在世界第二 是曼联引进球员中的历史最高转会费记录 从现场布置可以看出 曼联对高晓东的加盟相当重视 整个老特达福德球场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走秀的舞台 高晓东和大卫金儿走出来之后 整个老特达福德球场立即沸腾起来 全场球迷都在高呼 哦 是的是的 高晓东来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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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大卫金儿首先登台讲话 为整个仪式拉开序幕 此时尽管已经夺得过三冠王的荣誉 但高晓东仍旧有一些心虚和紧张 在与小球迷签名和合影之后 高晓东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 大卫金儿把话筒交给高晓东 让他在六万多名英格兰球迷面前讲话 高晓东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人公开讲话 刚刚缓解的情绪又紧张起来 说话都有点结巴 幸好高晓东说的是汉语 英格兰球迷也没有听出来 不然肯定会说 八千万欧元买了个结巴 最后是高晓东秀球技 也就是颠球 和小球童互动 高晓东虽然在球场上 展现出来不弱于巨星的能力 但实际上 他的系统级别才是S级制野球员 还不到球星级别 在紧张的情况下 高晓东的颠球出了点问题 颠了三四个球 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球掉了下来 现场一片哗然 因为鲁尼要转会 曼联的球迷把一枪吃香 都放到了高晓东的身上 几乎把他当成救世主了 没想到救世主还没上场就穿帮了 基本功都不过关 刚刚高晓东讲话的时候 没来得及说的话 这次兴急的球迷们终于说出来了 他妈的八千万欧元的世界第二高价 竟然买了一个基本功都不过关的 高晓东也觉得 自己是无疑似挺尴尬的 后面颠得很熟年了 高晓东想耍个花式颠球 挽救一下印象 但职业足球不是接球 职业足球能踢好 接球不一定能玩好 高晓东的空中神牛百尾 再次失误 球又掉了 这下别说球迷傻眼了 就连曼联高层和记者们都心下坠坠 难道我们买了一个假的高晓东吗 此刻网络上更是发了天 非曼联球迷拼命地嘲讽曼联球迷 曼联球迷也不得不自我调侃 卧槽 我这才知道高晓东基本功这么差呀 八千万买的这货能对吗 哦 上帝呀 他上个赛季踢的都是假球嘛 对货对货 对半价就可以对就行啊 不过很快 高晓东的笑话并没有结束 在踢纪念球给球迷的时候 高晓东一脚踢的力量有点大 竟然直接把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灯给踢爆了 这样的球迷见面会实在少见 本来激动万分的曼联球迷几乎都快哭着回去了 他们不知道八千万买来的巨星 是不是也跟上一个从划过来的东方卓一样 是个大水货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扬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4集 晚尊 签约亮相仪式结束之后 高晓东在主席大卫基儿的陪同下 第一次作为曼联球员出席新闻发布会 向全世界的轰摩问号 高晓东表达了加盟曼联的兴奋之情 希望能够帮助曼联赢得所有的冠军 最后高晓东还表示 将帮助佛格森爵士完成在联赛和欧观全面超越利物浦的梦想 高晓东的签约仪式是面向全球直播 听到高晓东的发言 曼联球迷表示不敢相信 因为曼联比利物浦烧两个欧观冠军 要超越至少要获得三个 利物浦的球迷觉得高晓东在吹牛皮 曼联联赛冠军追平了利物浦 再获得一两个很正常 但想获得三个欧观冠军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高晓东的发言曼联球迷并不在意 他们认为那肯定是提前些好的 他们想看的是下面的记者提问 他们相信在臭名昭著的英格兰记者的刁钻问题下 高晓东才会向他们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 天空体育的记者率先提问 高 你知道老特拉夫的球场的三个雕像都是谁吗 这个问题很正常 只要是曼联球迷都能够回答出来 但非曼联球迷却不一定知道 幸好高晓东提前做了准备工作 记住了老特拉夫的球场的三个雕像的名字 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哦 贝斯托 车尔顿 丹尼斯罗 看到高晓东脱口说出老特拉夫的球场 三个雕像代表的曼联传奇球星的名字 曼联的球迷很满意 无论高晓东是不是曼联的球迷 至少了解曼联 喜欢曼联 而不像曼联现在的老板格雷泽 只是把曼联当成他赚钱的工具 天空体育的记者接着问道 呃 你能不能用三个英语单词 说一下你对曼联的认识呢 这就有点难为高晓东了 高晓东对曼联是有了解 但他英语太烂了 高晓东只好直接说了 呃 很抱歉 我的英语太差 请允许我用华语来回答吧 热血 坚韧 积极进取 这就是我对曼联的认识 这也是曼联最吸引我的地方 高晓东经常用谱语和球迷接着交流 给人一种外语很好的感觉 曼联球迷没想到高晓东的英语这么差 三个单词都说不出来 这让他们对高晓东能不能融入曼联更衣室充满了疑问 众所周知 在曼联 英格兰本土帮占据绝对优势 说普语的只有纳尼 安德森 太悟师包记者问道 能说一下你在曼联的位置吗 呃 我应该会打中前卫宝 我对位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只要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我就算打后卫也没什么 不过曼联的后防线这么强 估计是用不到我去打后卫了 高晓东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 记者们都自憨憨点头 新道说 这曼联新十号和老十号的情商 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看看鲁尼为转会站找的借口吧 竟然说曼联不买世界级球星没有雄心 难怪球迷给得起外号鹿雄心呢 曼联的球迷本来被高晓东 刚刚的颠球和英语搞得没了信心 看到高晓东的答记者问 流出的眼泪又回去了一半 嘿 就这情商 估计融入更衣室没什么问题 接着记者又问高晓东 成为曼联历史上转会身价最高的球员 有没有压力的时候 高晓东笑着回答道 我体重可能是曼联最重的 但压力绝对不会是最大的 要说压力 我上个赛季压力更大 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一个意大利记者尖锐地问道 加盟国际米兰一个赛季就离开 你有没有觉得对不住热爱你的国际米兰球迷啊 没有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 我虽然只加盟了一年 但却完成了国际米兰其他球员45年没有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认为我对得起国际米兰的球迷 也许他们希望我为国民赢得更多的荣誉 但我希望尝试新的冠军 接着 太阳报的记者问道 你的转会和鲁尼准备离开有没有关系啊 你是来接替鲁尼的吗 高晓东笑着说道 我转会曼联和鲁尼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位置和鲁尼也不相同 相反 我觉得我们两人完全可以互补 我希望鲁尼留下来 太阳报记者不怀好意地问道 是让鲁尼留下来给你当帮手吗 就像罗奈尔多在的时候那样牺牲 这是一个恶意满满的问题 关于鲁尼为C罗牺牲的说法 在英伦三岛上行一时 自高自大的英国球迷和媒体都认为 鲁尼不为C罗牺牲的话 完全有机会拿到金球奖 喜欢高晓东的记者和球迷都为高晓东念了一把汗 鲁尼无论走不走 都是满联的头牌 英格兰亲定的未来灵袖 他们都担心他回答的不得体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道 是球队吗 是一个整体 大家都是为了冠军走到一起 不存在谁为谁牺牲 不然的话 那岂不是后卫门将中场都为前锋牺牲了 我相信鲁尼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在为C罗牺牲 他是在为曼联而战 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 高晓东的精彩回答让全场的记者都忍不住鼓起掌来 这确实是一个很巧妙的答案 看直播的曼联球迷们更是高兴了 不少人在网络上说 哎 看呐 才二十岁 他妈的 这就是领袖的料啊 自从砍通那之后 再也没有这么有魅力的巨星了 是啊 绝对的未来国王 比那个东方卓强百倍 这东方卓也配合小冬高比嘛 鲁尼也坐在家里 看高晓东的签约直播 看到高晓东的回答 鲁尼向身边的经纪人 斯特雷福特说道 哦 这个华国高人还不错呀 斯特雷福特冷冷地说道 哼 虚伪 他抢了你的球衣 现在说你好话了 不要相信他 华国人都非常狡猾 这个小冬瓜尤其狡猾 而且还猥琐 比赛的时候你难道忘记了吗 鲁尼想起比赛中 高晓东假摔卧槽等猥琐刑警连连点头 哦 是 这小子是很狡猾 斯特雷福特说 小冬瓜来了 你的地位肯定保不住 他就是原来的C罗 你想做老大就必须离开 不过去满城太危险了 满联球迷不会放过你的 要不就去切尔西吧 工资不少多少 但是能打欧冠 夺冠希望大 鲁尼说道 哦 我再考虑考虑吧 鲁尼下不定决心 因为弗格森对他情同父子 他不忍心直接和弗格森决裂 鲁尼的妻子柯林 没好气地说了 相信斯特雷福特先生的吧 他是为你好 弗格森就是想让你留下来给他卖命 他和光荣退休 柯林不过是个普通的邻家女孩 完全是斯特雷福特把他捧成了明星 对斯特雷福特 他是十分心态 言听计从 哪怕斯特雷福特做事很不靠谱 很不地道 鲁尼有点拒内 说道 哦 我相信斯特雷福特先生 不过时间还早 我们可以再等等 斯特雷福特说 嗯 也可以 我们代价而顾 越等越能有高价 在鲁尼讨论去留的时候 高晓东也回答完了记者的提问 在曼联C高大卫基尔的陪同下 一起吃午餐 大卫基尔对高晓东 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非常满意 席间不断地夸奖高晓东 认为高晓东完全有能力担任曼联队长 不过这也是在给高晓东画大饼 曼联的队长可不是随便当的 午餐过后 高晓东回酒店休息 到到时差 准备明天早上在卡林顿训练基地 进行第一堂训练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5集 曼联更衣室的故事 曼德斯陪着高晓东到了酒店之后 并没有离开 反而跟着进了高晓东的房间 给自己和高晓东各开了一瓶颜料 曼德斯在沙发上坐下 说道 小冬啊 明天你就要正式开始 适应满年的生活了 有些事情 我要给你说一说 哦 曼德斯先生 你说 高晓东很认真地听曼德斯讲话 曼德斯说道 嗯 你已经经历了两个联赛 葡萄牙和意大利 这两大联赛呢 其实都是欧洲大陆风格 更重战术和技术 营钞则更加简单直接粗暴 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不要受伤 你看看安德森和纳尼 他们都有不迅速于你的天赋 但伤病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高晓东说道 哦 我明白 这世人的地方呢 就有江湖 每个更衣室都有帮派 曼连也不例外 虽然佛格森爵士很喜欢你看中你 但如果你不能和更衣室的各大派出好关系的话 恐怕你也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高晓东惊讶地说道 难道曼连的公衣室还有人敢委尼佛格森的意志 门德斯严肃地说道 那你肯定没有听说过罗纳尔多的故事 绝也很宠罗纳尔多吧 但罗纳尔多刚到曼连的时候 代球有点多 曼连有一次被弗勒姆逼平 全队上下都有点生气 回到更衣室 阿兰史密斯弄骂塞罗代球太多 影响了全队的传球节奏 塞罗不服气 被史密斯揍了一顿 后来 荷兰人范尼因为罗纳尔多不传球 两人又打了起来 罗纳尔多也吃亏了 你知道范尼后来被连走了 但本土帮的史密斯就没有事 所以福格森再宠你 更衣室的地位 还要你自己去争取 高晓东苦笑的说道 哦 原来我听说前队长基恩 一拳把海阴侧打昏了 我以为是说着玩的 现在才知道真的这么危险 看起来 我得带根棍子了 门德斯笑了 危险 坎托娜和基恩走了之后 曼联的更衣室肯定没有那么危险了 嘴多还顿揍 高晓东闹闹头 这就怕群乌 一对一的话 还不定谁走谁呢 你也不用担心 在曼联 你也不是孤身艺人 安德森和纳尼都是活的人 今年还来了一个一米九龙的年轻前锋贝贝 我跟他们说了 一定要给你做好帮手 对他们 你尽可以信任 高晓东笑着说道 那这么说 我是葡萄牙帮的老大了 门德斯差点被枪到 老大 在曼联 老大只有家里内威尔 其他人最多是大牢 本土帮势力最大 队长内威尔是更衣室领袖 费迪南德 吉格斯 斯克尔斯 这三个本土帮的人 都是大牢 大陆拉丁羽帮的势力第二 现在 韦迪奇和埃弗拉逐渐上位 两人是曼联的大老级人物 不能得罪 你来之后 普羽帮也算是第三大势力了 你要团结原来荷兰帮的遗老 范德萨 厄瓜多尔的 瓦勒西亚 对 还有韩国的朴志星 这样 就能够在本土帮 拉丁羽帮的夹缝中 赢得自己的更衣室地位 高晓东很奇怪地说道 鲁尼不是曼联的头牌吗 难道还算不上更衣室大佬 孟德斯说 原来鲁尼当然是更衣室大佬 不过 他不是要转会的吗 再说了 就算转不了会 他的地位也不行了 本土帮的四位大佬 对他都很不满 嗯 谢谢你 孟德斯先生 高晓东真心感谢孟德斯 他转会一甲的时候 得到了孟德斯不少的提点 可以说 孟德斯的经验 让高晓东 在融入国际米兰的时候 少走了不少弯路 这也是 孟德斯两次 在转会中 都没站在 高晓东的利益上考虑 但高晓东 却没有直接和孟德斯 翻脸分手的原因 孟德斯白手说道 嗯 你是我最看重的人 你的发展 我当然要接力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很多事情 其实就算我不说 你也能处理得很好 我就是给你提醒一下 曼联更衣室的 暗姿排杯的气氛很重 要尊重他们 佛格森爵士和队长内威尔 都喜欢赶拼的球员 你只要在球场上 表现得勇敢勤奋 就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 就像贝尔巴托夫 天赋够好吧 就因为蓝散 一直不受本土棒 更衣室大佬们的喜欢 高晓东笑着说道 哼 要是说勤快赶拼 我可不输任何人 孟德斯笑道 这也是佛格森爵士 这么看好你的原因 你的气质和曼联太相和了 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我要回去了 不对了 你的英语太差了 没法交流 曼联的更衣室 都是说英语的 他们又不喜欢更衣事情翻译 你自己多补一补英语 啊 高晓东哭着脸说 哦 我放心吧 教练 从罗德岛遇到爱马之后 高晓东就深深知道了 语言不通的痛苦 他决心跟肖乐 好好的学习一下 门德斯离开之后 高晓东没有马上睡觉 他根据门德斯提供的信息 和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开始琢磨 如何才能够在满联站住脚 显然 刚开始本土帮是绝对不能够得罪的 必须叫好他们 得到他们的信任 最差也要能够和平相处 拉丁语帮的势力也不小 不过 要想提高在更衣室的话语权 就要打压他们 然后在拉隆范德萨 瓦伦西亚当人 在更衣室说话 就有低位了 如果能够拿到对付的职位 说不定以后还能和本土帮分庭抗理 就在高晓东琢磨 如何在更衣室立足的时候 曼联本土帮的大佬们 也在酒吧里谈论 刚刚创历史转回记录 加入曼联的高晓东 费地难得说 这小子两次在后馆击败了我们 来到更衣室肯定值高强的 得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 不然他还能把咱们放在心上吗 斯科尔斯说道 教训他一下也好 年轻人肯定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队长家里的维尔是个话楼 刚刚一直是他在说 高是咱们Boss看中的人 Boss说他就是下一个C罗 你们可要悠着点 别给弄伤了 不然Boss肯定跟你们没完 吉克斯说 这小子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秋风比罗那耳朵朴实 接班斯科尔斯肯定没问题 咱们都老了 他才二十岁 如果老老实实地留在曼联 以后能成为红末的新国王 加里内维尔叹息地说道 我也就这一个赛季了 斯科尔斯 吉克斯最多两年吧 来不及等这小子成长起来了 这鲁尼不争气呀 如果他不想离开 带上小冬高几年 等小冬高成长起来 鲁尼再退居二线 那就完美了 费迪南德怒声说道 哼 鲁尼这小子 是个没担当 没主见的货 好好的曼联国王不做 就为了一周多几万英镑 就要去曼城 加里内维尔想了又想说道 嗯 不行 还是不能让鲁尼离开 你看看咱们这群人 年龄都太大了 小的又太小 清皇不介 只有鲁尼这个中生代 为了曼联 我也得再去劝劝他 吉格斯说道 估计劝了也没用 他什么呀 都听那个吸血鬼 斯特雷福特的 加里内维尔说 没用也得试试 你们喝吧 我这就去找了你 费迪南德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都去算了 斯科尔斯说 我们一起去吧 内维尔看到大家都愿意去 好 就带着众人一起前往鲁尼家 再次保留鲁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26集 欺负仙人 签约的第二天 高晓东刚刚吃饭早点 福克森就开着他的奔驰 来到劳力酒店 接他去卡林顿旋人基地 福克森是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一 因为在足球上的杰出成就 被英国女王授予绝世的称号 他亲自开车来接高晓东去血练 这让高晓东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激动 教练 我打车过去就行了 怎么能老您亲自来接我呢 高晓东受宠弱将的车道 肖勒把高晓东的话翻译给了福克森 福克森呵呵笑道 别觉得不好意思 我是顺路 小东 我看肖小姐英语还不错 就先让他给你当翻译吧 工资举了不提礼服 好的 谢谢宝索 能让肖勒多转一点 高晓东当然是求之不得 去血练激励的途中 福克森让高晓东 尽快在曼彻斯特租一套 或者买一套房子安定下来 在此之前 他可以一直住在劳力酒店 绝也表示 会很快给高晓东 找到一个英文老师 想提好比赛 必须学好英语 足球是最好的语言 这句话就是放逼 福克森最后总结说 在进入曼联 卡林顿训练基地之前 要经过同城四地 曼城的训练基地 看到高晓东 注视曼城的训练基地 福克森笑着说道 小豆 你为什么会拒绝曼城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 也很难拒绝那么高的心水 鲁尼就是一个例子 高晓东当然不会告诉福克森 他的巨星系统 需要冠军才能升级 必须去强队才保险 他笑着说道 其实说出来肯定有拍马屁的嫌疑 是因为您在满脸 我才来的 福克森一愣 大笑起来 你说的我很满意 这怎么能是拍马屁呢 这世界有无数的少年天才 是因为我才来得了满脸 高晓东不约了 他妈的比我狂多了 路过曼城基地之后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 奔驰车沿着一条阳长小道 进入了满脸的心脏 卡林顿训练基地 卡林顿训练基地 建立于1995年 官方名称为特拉福德训练中心 位于曼彻斯特市区西南方向 从老特拉福德球场 西行约6英里 卡林顿训练基地 占地70亩 有14块训练场地 周围数目茂盛 环境清幽 曼联队所有梯队 包括一线队 都在这里训练 福德森因为要接高晓东 来得并不早 平常他都比球员早来两小时 今天当他来到的时候 球员基本上已经到齐了 因为知道高晓东今天要来训练 基地外也聚集了很多的球迷 看到福德森亲自开车 带着高晓东和肖勒来训练 还来晚了这么久 曼联的球员们都惊讶地 嘴巴能放进一个苹果 尤其是老球员 在他们的印象中 就算是当年福德森 视若起初的C罗 福德森也没有开车接他的训练 斯科尔斯看着和福德森 并肩而行的高晓东 若有所思地向内威尔说道 头对高很好啊 内威尔向弗莱彻说 嗯 比对你和罗纳尔多都好 弗莱彻说摇着头 比对我好多了 至少头不会八千万买我 斯科尔斯笑着说道 头真是老了 看到小正太就走不动路了 费迪南德敲着腰说 看起来哟 头真是想把这小子当国王培养啊 内威尔说道 这个华国小子比鲁尼靠谱 至少没有为了前去曼城 费迪南德怒声说道 哼 昨天我们这样劝他 竟然还是死不悔改 说要去切尔西 妈的 去切尔西和去曼城有多大区别 弗莱彻搭着几个色的尖头 眯着眼说道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种啊 费迪南德说 有种没种 试试不就知道了 说话间福克森和高晓东来到了训练场 福克森向内威尔说道 加利 我先去办公室 你给队友们介绍一下小东高 加利内威尔说 嘿 陶 还需要介绍吗 大家都认得 对付费迪南德不怀好意地笑道 对 我们一定会好好认识认识的 福克森知道自己手下这些强兵汉井的想法 他是故意躲开的 就像他知道当年斯科尔斯 内威尔他们故意欺负了纳尔多 但是却当作不知道一样 因为一个男孩要想成长为世界最好的球员 就必须有强大的神经 福克森走了 内威尔像正在自己做准备活动的 收拾装备的 做着聊天的队友们吼了一嗓子 喂 都过来了 新人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内威尔这一嗓子 不仅把一线队的球员都叫了过来 连梯队的小球员都过来了 哦 小冬高来了 哇 这就是小冬高 哦 好壮啊 跟隆尼有一别 红沫双胖嘛 这大佬又要欺负新人了吗 肯定少不了这一出 高可是两次打败了咱们 咦 老大哥们要报仇了 猥琐高 要倒霉了 梯队的小球员们 用崇拜家可怜的眼神 看着高小冬 他们都很好奇 这个号称猥琐的高小冬 会怎么应付大佬们的调戏 朴志兴早就过来了 他一直在观察着高小冬 不过并没有过去跟高小冬打招呼 在欧洲人看来 他和高小冬都是亚洲人 应该是老乡 但实际上华韩关系并不好 尤其是在足球上 简直就是死敌 朴志兴和高小冬的粉丝 原来一直争他们谁是亚洲第一人 现在随着高小冬赢得三冠王 争论也消失了 高小冬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 朴志兴很想看看高小冬到底有什么能力 能够成为国民核心 乃威尔看到人都到了 指着高小冬说道 小冬告 咱们八千万新人员 也是两次在欧冠赛场击败我们的人 不要搞错哦 他不是东方卓 虽然他是华国人 高小冬很江湖地抱了抱拳 不卑不亢地说 我是高小冬 以后就是红魔的语言 请多关照 乃威尔笑着说道 哦小冬告 按照惯例 新人来了是要表演一个节目的 你给大家表演什么呢 曼林更衣室火宝嗨服了 笑嘻嘻地说道 点球吧 我觉得大家肯定想看小冬高点球 鲁尼虽然因为转会的问题 和队友关系疏远 但这个场合他很喜欢 他也跟着说道 我觉得也应该表演一下打飞机 小冬看着这些带有敌意和挑衅的眼神 有些紧张 翻译完之后 用汉语向高小冬说道 别理他们算了 他们在欧冠输给你的 就是想找你查的 高小冬白白手 男人这个时候不能怂 就是干 照我的话翻译 说完 高小冬又一拱手 向众人说道 我今天不是来向你们显辈我多厉害的 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有多厉害 不过既然大家让我表演 那我就表演一下最强的颠球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级巨星 作者 不如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27集 此处应该有掌声 在说话的时候 高小冬已经打开了巨星系统 从应用商店里面找到了技能一项 花费五个积分 买了A级颠球技能和A级停球技能 买完之后 高小冬心疼的难受 作为一个手材奴 实用主义者 停球还倒罢了 花2.5个积分 买个没什么大用的颠球技能来装逼 高小冬实在是太不情愿了 但现在是行事逼人 容不得高小冬后退 卡林顿基地周围的球迷 记者还有视讯球员的家长 看到高小冬拿球要颠球 球迷和记者都又惊又喜 马上拿起相机和手机来录像 周围的队友们也反应不易 有的人竖起大拇指 按叫有种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来 也有人说愚蠢 明明这个技能不好 干嘛还硬着头臂上呢 就一天的时间 这基本功还能长进了 还有人因为高小冬 在欧冠比赛中表现太过抢眼 心道说 这小子见面会不会是藏猪了吧 高小冬刻意要装逼 所以也不换球鞋 直接穿着皮鞋说道 就这样点吧 众人呼吁了 心道说你穿着足球鞋 你都颠不好 你竟然还想穿着皮鞋垫 这是破罐子破摔了 还是脸皮太厚啊 笑了极了 他可不知道 高小冬已经买完了技能 换球鞋吧 这不行的 斯科尔斯的球感在曼联 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他觉得自己穿着皮鞋垫球 肯定也是很困难的 喂 小伙子 别逞强 换鞋吧 高小冬摆不手 哎呦 就这样 哼 有个性 内威尔冲着高小冬竖起的大拇指 却用力贴给了高小冬一个球 高小冬买了听球技能 这个有力的球传过来 他并不慌张 脚尖一搓 同时身体前倾 球旋转飞起之后 正好被胸部挡住 落了下来 然后高小冬再轻轻踮起 整个过程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看到高小冬这个球处理得这么好 万联一线队球员们 都在心里叫了声号 不过 却并没有表示出来 不过 梯队的小球员和球迷们 却都高尚的叫起号来 佛格森的办公室 就在场地旁边的二楼 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户边 就可以进了所有训练场的情况 看到高小冬穿着皮鞋流畅的听球颠球 佛格森也张大了嘴巴 哦 这小子见面会也藏桌嘛 太猥琐了 高小冬有心要装逼 他跌了两下 狠狠一脚把球踢上了天空 看到球飞起十几米高 小球员们又惊叫出了声 不知道高小冬要玩的是哪一出戏 球快速地从天而降 高小冬再次轻柔地把球停在脚面上 就像停了一团棉花 看到这里 卢小胖直咧嘴 他妈都是胖子 这小子踢球怎么比我好那么多呀 高小冬接着开始用各种不同部位颠球 虽然穿的是皮鞋 但黑级的颠球技能确实强大 球颠得一点都不累 非常的轻松流畅 每一下里道都很到位 完全不需要救球 就像球听从高小冬的指挥一样 看了两久 内威尔终于打了口气 这他们才叫人球合一呀 斯克尔斯说道 嗯 好好打磨 估计比C罗强 内威尔说 嗯 要好好折磨 狠狠地欺负 高小冬知道 曼联不太喜欢花哨的动作 所以玩的就是基本功 玩完了之后 狠狠一脚把球 抽向了五十米开外的球门 高小冬全力一击 球摩擦攻击 发出凄厉的笑声 狠狠地砸起了球网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球依然把球网带得向后飞起 力量之大 让人瞠目结舌 周围的球员还有球迷 都被高小冬的力量震住了 啊 他妈的 练拳机的卤胖子 已经是大历史了 这个高小胖力量更胜一筹啊 高小冬装完逼之后 觉得少了点什么 笑嘻嘻地说 此处应该有掌声吧 小乐兴奋地翻译完 周围的小球员们都如梦方形 纷纷纷鼓掌叫号 就差跑过去找高小冬合影签名了 一线队的球员面面相取 球场上输给高小冬 他们还不服气呢 现在看高小冬这基本功 这什么力量 他妈的 人比人气死人啊 斯科尔斯当年曾经三十米开外 一脚踢中树 惊呆了罗纳耳朵 这次他本想借高小冬 颠球之机教训一下高小冬 让他少用那些猥琐的盘味招 和花哨过人动作 抓好基本功 但没想到 高小冬基本功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一点都不比他差 而那个力量 更是让斯科尔斯眼线无比 高小冬表演完 弗格森也过来了 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看了看万表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准备训练吧 五号还有新赛季 开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大家好好表现 小冬啊 你去换换衣服 高小冬去更衣室换完衣服 看到队友们已经开始在球场内 进行抢圈游戏 在曼联 这叫Redo训练 球迷都觉得 Redo只不过是训练前的热身 好玩而已 其实并不然 这种游戏是界里关系 创立秩序的时候 这可以确定 球员在狭小空间里的能力和反应速度 可以帮助建立教练想要贯彻的风格 同时也给新人下马威 以前到现在 曼联一直有一个欧冠血练小组 也叫百万富翁帮和外援血练小组 有时候呢 年轻球员和新人也组成一个血练小组 像高小冬这样的新人 一般呢 应该先去新人的血练小组 但看到高小冬走过来 队长加林里维尔招手说道 高 你到这边来 把高小冬招到了欧冠血练小组 高小冬知道没好事 但不知就里 就算知道了 他也不会退缩 就加入了欧冠主力组成的 锐道血练小组 看到加林里维尔把高小冬叫过来 传球的费迪南德 韦迪奇 斯克尔斯和戴圈的鲁尼等人 就知道队长想要干什么 都暗笑起来 新道说 这小子今天呢 就是跑圈的命了 开始费迪南德等人传球 并不给高小冬 传球的分量实际准确度都非常好 高小冬也不在意 以为大佬们想亮自己一下 并没有在意 但突然之间 费迪南德就传给了高小冬 而且用的力量很大 所有人都以为 高小冬这个球肯定停辞 鲁尼也扑过去准备断球了 但高小冬却把球 稳稳地停在了身前 急切间把球也拉 从支撑脚后拉过 躲过了鲁尼的铺墙 看到高小冬这样的球都能够挺好 曼联大佬们真的震惊了 新道说 嘿 你这小家伙啊 这八千万看起来是真不亏啊 谎过鲁尼 高小冬心里很吗 这些生儿子没屁股的老家伙 真会抗人呐 要不是老子买了黑级停球技能 恐怕就中招了 妈的 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馊主意 老子再戴上超脑眼镜吧 高小冬很快就为自己的远见着实 点了个赞 随后曼联大佬们果然想起了一切办法来刁难他 想抓住他去跑圈 传球力量贼大 角度极刁钻 时机极突然 虽然曼联的球员一起丢难高小冬 奈何高小冬有超能眼镜 还有顶级技能在身 无论遇到什么传球 总是稳稳的处理好 让曼联的大佬们很是无欲 不过倒霉的还是鲁尼 大佬们本来是想捉弄高小冬 结果连累的鲁尼 跑了半小时的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上午的训练结束了 高小冬给曼联的大佬们 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惊喜 他的停球已经让人震惊了 但他的身体素质更让曼联球员惊讶 力量比鲁尼好 速度比瓦伦西亚好 这简直就是加强版的鲁尼 曼联的大佬们现在能够理解 为什么弗格森不再强流鲁尼了 有了权威之属性的高小冬 哪怕走了鲁尼 曼联的实力也是只强不弱 当然 高小冬也不是没有缺点 敏捷性柔韧性距离感差了一点 这也正常 力量强的人 敏捷性和柔韧性肯定不会太好 这样者不可多得 不过曼联的大佬们 还是决定在这些方面 好好地打磨一下高小冬 让他变得更加出色 回到更衣室 高小冬才知道 自己坐在内威尔的旁边 他的另外一侧 是曼联球迷口中的大毒逼纳尼 肖勒无法进更衣室 高小冬不懂英语 其他人说笑的时候 高小冬换洗衣服洗完澡之后 只能干坐在那里 嘿 高 你今天的表现可真棒 纳尼率先用葡萄牙语 向高小冬打招呼 哦 一般 一般 高小冬用葡萄牙语 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纳尼的神情 好像觉得自己虚伪 高小冬又讲了一句 世界第三 嘿嘿嘿 纳尼笑了 哦 你得好好地学英语 不要跟安德三一样 他现在还无法和队友交流 最近你无聊的话 你可以带个耳机来听听音乐 可以放松身体 高小冬没想到 纳尼这个华国球迷眼中自负的大毒逼竟然这么善谈 他笑着说道 哦 好的 我不知道高一世可不可以听音乐 当然可以 不过只有队长才有权力决定在高一世放什么音乐 纳尼尼虽然一直在跟几个斯坦们说话 但却并没有忽略这边 看到纳尼和高小冬能够交流 他向纳尼说道 你跟高总翻译 我有话要跟他说 哦 好的队长 纳尼跟纳尼尼说话的时候 马上严肃震惊起来 高 纳尼尼尼尼目光炯炯地盯着高小冬 你今天表现很好 技术很出色 那你把纳尼尼的话翻译给了高小冬 虽然纳尼尼尼的气势逼人 但高小冬一点也不紧张 反而笑嘻嘻地看着纳尼尼 哦 谢谢队长夸奖 但是 想在英超立足 单靠技术是不行的 内威尔深情严肃 并且提高了声音 工艺室本来乱哄哄的 这个时候也都静了下来 都在听内威尔教训新来的小弟 当年我刚进一线队不久 看通那刚刚当队长 他是真正的领袖 他喜欢赌钱 有一次 看通那拿个帽子 放在更衣室的衣柜上 内威尔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 就是放在这里 让大家每天往里放五英镑 谁能坚持到最后 挣帽子的钱就归谁 内威尔看到其他球员 面上露出才五英镑的不屑神情 沉声说道 在当时 看通那的转会费 才一百二十万欧元 放在现在他值一点二亿 当时我觉得最多就是破产 我也参加了 斯科尔斯 巴特虽然也是新人 但少年豪气也来赌这一桌 赛季卫生大家都没钱了 看通那要赢了 两万六千银宝 归他一人 结果 看通那把钱分为三分 送给我 斯科尔斯和巴特 当时他说 这三孩子根本承担不起 但他们还有种来参加 以后曼联有他们立足之地 说到这里 加利内威尔很霸气的环石更衣室说道 想在曼联和英超立足 技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但主要是有种 踢倒了就爬起来 干他们 踢断腿 养好伤 接着干 不要怂 这才是曼联 这才是他们的红魔 队长发话 除了几个大佬 其他人都鼓起掌来 并且把目光投向了高晓东 高晓东知道 这个时候是要自己起来表态了 高晓东站了起来 不同于平常嘻嘻哈哈的逗鼻痒 他一脸凝重地说道 谢谢队长的指点 我拒绝了曼城的高新 黄马的平台 来到了曼城斯特 就是因为 这是一支有种的球队 高晓东说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 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鲁尼 人家高晓东 放弃曼城的高新来满连 鲁尼却为了高新 想去曼城 做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鲁雄先低着头一眼不发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不怕被踢 不过也不会随便让人踢 可能我做不到基因队长一样 踢断对手的腿 也做不到坎通纳队长一样 飞踹球迷 但我敢说 谁敢踢我 敢踢我的队友 侮辱我的队友 我会让他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如果说踢我要付出代价 那很正常 但连队友都算上 这就是高晓东情商的体现了 这句话让队友们心里都很舒服 想想以往和高晓东比赛的时候 这个小子的猥琐表现 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对手会有多么痛苦 加里内威尔对高晓东的表现感到满意 高 坐下吧 曼联就是个大家庭 我们都是弟兄 在英朝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高晓东坐下之后 内威尔坐回到高晓东的身边 距离赛季开始不足两周了 你要好好熟悉自己的位置和球队的打法 尽快融入球队 英朝不同于一家 这里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能夺冠的球队有死无知 一不小心冠军就没有了 本赛季是我们超越旅渤的关键一面 不容有失 高晓东点了点头 嗯 放心吧 队长 冠军是满联的 内威尔说道 嗯 有信心就好 说完 内威尔就不再理睬高晓东 转过身和吉格斯斯克尔斯他们说话去了 去二楼餐厅吃饭的时候 朴晓星走到了高晓东和纳尼的身边 让纳尼给他做翻译 用英语说道 哎 高晓东 欢迎你加入满联 虽然都是亚洲人 但语言不同 高晓东对朴晓星也没有什么亲近感 他淡淡地说 哦 以后还请多关照 朴晓星白背手 谦逊地说道 哦 我现在都是替补了 哪有资格照顾你 可能还需要你的照顾呢 当年朴晓星加盟是四百万英镑 是作为工兵和替补严金的 而高晓东是八千万户元 是为了机体鲁尼当核心的 身价差距二十倍 就算高晓东是新人 朴晓星也不敢用一点自大的意思 高晓东笑着说道 哼 你太客气了 我是新人 不懂得很多 朴晓星低声说道 厌制人在营超低球的经验 我还有一点 就是要低调 努力 任劳任怨 用不放弃 boss也最喜欢这样的球员 高晓东笑呵呵地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你还低调 来到卡林顿第一天 大佬还想给你个下马威 你他妈把大佬们的面子全扫的 风光全抢走了 鲁尼也被讽刺来讽刺去 要是高调起来 那是不是要把卡林顿给炸了 朴晓星无语 只能低头吃饭 纳尼看了也好笑 听说华国人谦虚低调不时 现在看起来 韩国人朴晓星倒像是华国人 而这个门德斯先生 让自己照顾的高晓东 倒像是个狡猾的意大利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29集 位置 下午曼联进行了分组对抗比赛 高晓东作为新员 并没有出现在主力的一组 他和替补们组成了一个队 对抗鲁尼 斯科尔斯等主力组成的球队 高晓东打的是中前位 不过高晓东不适应 英超简单直截的踢法 和队友配合也不默契 最终替补2比6输给了主力阵容 像这样的队内分组对抗 这样的比分很正常 高晓东个人表现不错 还打进了一个球 不过高晓东却很不爽 因为在比赛中 他被斯科尔斯 弗莱扯 费迪南德等人轮流犯规 都是毫不客气的铲断踢腿 而裁判弗格森却装作看不见 虽然高晓东有超能护聚在身 但被踢的感觉终究是不爽的 更让高晓东憋去的是 他不好假摔 也不能直接报复回去 他的力量这么大 真要是铲上了队友 削弱的是自己球队的实力 英超联赛虽然技术含量不如乌冠 但节奏快 对抗激烈 主裁判也比较宽松 欧冠打得好 英超也未必能打好 如果高晓东不能提前 适应英超的对抗和尺度 联赛开始之后 恐怕会吃亏 所以 曼联九二班的几个大佬 才故意替高晓东 挑衅他 看他能不能受得了这种 连续不断的激烈对抗 高晓东的表现 很合大佬们的胃口 被踢之后 马上爬起来进攻 或者防守 并没有坐在那里抱怨 这样的态度 能保持下去的话 适应英超就没有问题了 对抗赛结束之后 队长内维尔 来到了高晓东身边 说道 高 感觉如何 高晓东故意呲哑咬咧嘴 发出嘶嘶的声音 好像被踢得很疼的样子 哎呀 是不是太狠了点 内维尔忍住笑 沉声说道 联赛比这要狠得多 高晓东故作无奈地笑笑 好吧 内维尔接着说道 你在曼芝斯特 还没有房子吧 一直住酒店 也不是办法 原来在咱们曼联清训的 理查德森 现在在桑德兰提球 他在柴郡有套豪宅 原来租借给特维斯 特维斯买了房子之后 现在闲置 如果你想租 想买都可以 确定转回曼联之后 高晓东就和肖乐商量 在哪里买房子 在曼芝斯特 富人区在柴郡和索尔福德 柴郡距离曼芝斯特市区 约30公里 其著名的金三角区 备手球员 与各界名流青睐 曼联的很多球员 都在这里买了号宅 索尔福德和曼芝斯特市中心 只隔着一条欧威尔河 距离老塔拉福德球场 也非常的近 是曼联球迷的集中地 各种服务设施 都很齐全 高晓东刚刚来到 也没有考虑好去哪里买 纳威尔这么一说 高晓东很感兴趣 说道 队长 买的话多少钱呢 纳威尔说道 300万英镑左右 设施很齐全 有五个卧室 室内游泳池 按摩浴缸 桑拿房 健身室都有 不过 你要是想买的话 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高晓东又问道 苏尔福德那边的房子如何 苏尔福德也不错 很繁华 距离球场很近 如果你喜欢热闹 就选择苏尔福德 如果你喜欢清静 就选择柴俊 我看看李超多孙的房子再说吧 好 回头我问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带你去看看 好 那就麻烦队长了 不用客气 回头你跟我的车回去吧 别让他送你了 他家距离你的酒店挺远的 好的 谢谢队长了 洗完澡 高晓东跟内威尔的混动 普瑞斯回家的时候 内威尔热心的跟高晓东讲 如何在满车斯特生活 如何对付记者 如何和球迷相处等技巧 高晓东认真倾听 不识拍拍队长的马屁 让内威尔非常的受用 到了刀率酒店 内威尔给高晓东留了手机号 然后才驱车离去 第二天分组训练的时候 高晓东依然适合替补在一个小组 不过却被弗格森安排打了右前卫 在满联 右前卫是厄瓜多尔人 瓦伦西亚打的 朴智星是替补 高晓东不知道 佛格森安排他打这个位置 是什么意思 虽然高晓东很少打这个位置 但拥有S级职业球员的技能后 高晓东打右前卫 也是绰绰有余 和高晓东对位的是纳尼 纳尼不喜欢传球 正好碰到速度力量 都比他强的高晓东 纳尼全场被压制 发挥像狗屎一般 最后 高晓东所在的替补 竟然三比三 逼平了主力那一组 而纳尼也被费迪南德 骂了个狗血喷头 训练结束之后 佛格森亲自送高晓东回酒店 在路上 佛格森告诉高晓东 明天和爱尔兰明星队的热身赛 他将打右前卫的位置 而不是中前卫 上个赛季 以弗格森想买在波尔图发挥出色的高晓东 主要是考虑斯克尔斯年龄大了 让高晓东给斯克尔斯当替补 但本赛季 高晓东神奇的率领国际米兰成为了三贯王 身价八千万 就没法再让高晓东给斯克尔斯当替补了 买来主要是顶替鲁尼的位置 不过鲁尼的转会现在还没有谈妥 斯克尔斯状态还很好 高晓东的位置就有点尴尬了 让斯克尔斯打替补的话 就浪费了斯克尔斯的好状态 顶替弗莱扯的话 高晓东更多的精力就必须用在防守上 这又浪费了高晓东的强大攻击力 最后 弗格尔斯才决定把高晓东安排到了右前卫的位置上 牺牲上个赛季转会而来的闪电侠瓦伦西亚 高晓东对此早有预感 因为现在曼联还打算留鲁尼 鲁尼在曼联的地位也挺高 弗格尔斯不能直接拿下他 而瓦伦西亚是上个赛季才来的新人 原来一直在维尔瓦维刚竞技这样的小俱乐部小力 也没有强大的经纪人做后盾 在曼联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弗格尔斯让他暂时先让位给八千万先生高晓东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接受 好容易把高晓东忽悠来了 却没让高晓东打他承诺的中前位 弗格尔斯有些歉意 小冬啊 你暂时先打这个位置 咱们的右后卫是个坑 需要你协助防守 如果威远转回 你就去打前锋 如果威远留下 那这个可能性不大 真留下的话 那你就和斯克尔斯搭档打中前位 但有些时候你也会打一下右前位 高晓东能不答应吗 对高晓东来说 打什么位置都不怕 他拥有全位置的技能 区别只是哪个位置更能出彩 更有商业价值 右前位可攻可守 无论卢尼转回不转回 高晓东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没问题 教练 只要让我出场 不过我还是希望卢尼留下来 他是一个世界级球员 弗格森苦笑了一声 信道说 鲁尼的年薪也是世界级的 曼联怎么和曼城比钱多呀 呃 俱乐部正在全力留下他 但很困难 你好好休息 明天我们将去都波林打热身赛 接着就是社区盾杯 再之后联赛就开始了 弗格森说完去车离开了 也回房间休息 等候明天的第一场热身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三十集 国王贾林 都波林 阿维瓦球场 英朝豪门 曼联和爱尔兰明星队 正在激烈地进行 这是爱尔兰的主场 但看台上 曼联的球迷明显地 多于爱尔兰的球迷 这些球迷 大都是为了这个 夏季曼联最大的演员 高晓东而来 在国际米兰获得三冠王之后 整个欧洲的媒体 都高呼大国际时代又来了 但国际米兰球迷 没高兴一个月 最大的功臣 莫里尼浩和高晓东 就离开国际米兰 一个去了黄马 一个去了曼联 曼联以八千万欧元 买进的高晓东 是世界足坛第二高身价 最高的是C罗 这笔交易同样来自曼联 高晓东转会这几天 整个体育圈 都在疯狂的讨论 风头甚至盖过的 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 有的认为啊 曼联赚翻了 再出一个金球奖得主 完全没有问题 有人认为呢 八千万有点赌博 高晓东毕竟才二十岁 大红大子不过两年 保不定成为第二个 哈尼尔卡 也有人认为 曼联现在也是青黄不接 高晓东再抢 一个好汉三个帮 如果鲁尼走了 高晓东能不能再现辉煌 还真不好说 曼联负债累累 挤出八千万 买了高晓东 鲁尼这边 又极吼吼的要转会 曼联球迷都非常渴望 看看曼联高的表现 所以才有了阿威瓦球场 各对曼联球迷 多过爱尔兰球迷的现象 高晓东出任右前卫 而不是中前卫 这让曼联球迷有些不理解 不过他们都知道 高晓东技术全面 胜任这个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现场的解说员认为 这场比赛 其实就是为三天后 和切尔西的比赛演练阵容 切尔西是上个赛季的联赛 和组总监的双冠王 实力强大 曼联的短板是右后卫 想不被切尔西抓着打 高晓东显然比华罗西亚更合适 鲁尼依然出任前锋 和他搭档的是贝尔巴托夫 虽然现在鲁尼公开要求离队 但无论出于挽留 还是卖出高架 福克森都没有理由 让鲁尼坐在踢步骑上 在以往的比赛中 鲁尼的位置 比贝尔巴托夫 稍微靠后一点 但今天鲁尼显然很希望 好好地表现一下 和高晓东争一下风头 向球迷和其他豪门显示 他不比高晓东差 高晓东同样需要表现 世界第二高的转会飞 看起来很风光 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见面会盯球掉了一次 就被球迷和记者调卡了好几天 如果这场热身赛表现不好 估计社区盾杯之前 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开场之后 实力弱击的海尔兰明星队 防守反击 他们欺负鲁尼和别尔巴托夫 投球场 放别路 防中路 守得曼联一时间 找不到破门的办法 比赛第十二分钟 鲁尼中路突破 别尔巴托夫掩开后卫 鲁尼缓开角度见射 但射得有点正 球被门将扑出 后卫一脚解围出了禁区 斯科尔斯展示了他精湛的脚法 他把这个解围球 直接分到边路 传给了高晓东 高晓东在禁区前沿横向带了两步 一脚怒射 攻破了爱尔兰明星队的打门 一比零 进球后的高晓东 张开双臂跑向了看台 曼联球迷都系网 看到自己球队八千万花的物有所值 但没想到 热身在第一场 高晓东就轻松地为曼联打进了一球 他们非常兴奋 纷纷起立为高晓东鼓掌 现场接受员说道 哦 漂亮的远射 虽然才和球队合练三天 但高晓东已经和队友有了配合 而且进球能力并没有下降 对曼联来说这是最大的喜讯 高晓东进球之后 爱尔兰不能再死守 只能攻出来 这给了曼联更多的进球机会 第二十分钟 鲁尼直传进区左侧 纳尼十二码处 近射贝哈尔的门将罗杰斯扑出 高晓东鬼魅般地出现在门前一捅 求飞进空门 把比分改写成了2比0 高晓东的出现太过突然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因为高晓东本来应该在进区右侧的位置上 但是却跑到了进区左侧完成了补设 技术教练穆伦斯丁不满地向助教费兰说道 高晓人跑到了左路 谁给他的权利 费兰怂怂肩 头儿在鼓掌呢 穆伦斯丁无语了 高晓东乱跑位 佛格森都替高晓东鼓掌 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看台上的球迷更不要说了 他们才不管高晓东成了前场自由人呢 跑到另外一侧 他们只看到高晓东进球了 刚来第一场比赛就没开二度 是英雄 得鼓掌 得叫好 比赛第27分钟 曼联打出快速反击 维迪奇一脚长传 比尔巴托夫胸部停球 倒钩传球 鲁尼高速前插 晃过门将罗杰斯 打空门得手 把比分改写成了3比0 在高晓东打进两球之后 鲁尼终于完成一个漂亮的进球 进球之后 最近一段时间过得非常矛盾的鲁尼 脱衣庆贺 吃到了一张黄牌 虽然鲁尼申请转会 但他在曼联球迷心目中的地位 依然很高 无数的曼联球迷站起来鼓掌 并且高呼 留下来 鲁尼 鲁尼 曼联需要你 不过 属于鲁尼的时间并不多 三分钟之后 埃尔兰队进攻 拉斐尔断球传给高晓东 高晓东高速带球反击 高晓东速度太快 中路鲁尼回撤太深 没有跟上 贝尔巴特弗速度太慢 人又太懒 也没有跟上 高晓东果断向禁区前沿内切 准备自己单干 但埃尔兰明星队也知道高晓东的远是厉害 被高晓东打了两个之后 哪里还敢放高晓东 边后卫跟着高晓东移动到了禁区前沿 两个中后卫也过来封堵 不让高晓东舍门 三人家访之下 高晓东也没有办法 他大吼一声 做事要强射 但是 在对手过来封堵的时候 却突然把球分边 传给了插上套边的右后卫 拉斐尔 二十岁的巴西后卫 拉斐尔速度很快 技术很好 就是年轻 没有经验 有点毛躁 福克森对他不完全放心 所以队长内维尔 还不时的手发一下 接到高晓东的传球 拉斐尔已经无人防守 他快速下底 准备地滚球横传门前 这个时候 高晓东在前插 鲁尼和贝尔巴托夫 也都已经到了 不过 拉斐尔在传球的瞬间 突然发现 高晓东前插之后 小碎步后撤向了大进区 拉斐尔很机灵地放弃传门前 把球传向大进区 找高晓东 这巴西人就是有灵性啊 高晓东心中狂赞 高高跃起 在无人钉房下 一个狮子甩头 把球甩向了球门右上角 高晓东顶的角度极其掉钻 爱尔兰门将扑就不及 球贴着门柱 飞进了球房 四笔灵 落地之后 上眼帽子戏法的高晓东 好似整衣服似的 竖起了一领 高举双臂 跑向看台 只要是曼联人都懂 竖一领是谁的特殊爱好 本来 有的曼联球迷都准备 去和高晓东拥抱了 这时候 也都停止了脚步 默默地看着高晓东装逼 坐在替补席上的内威尔 大笑着说道 竟然想当国王 齐格斯笑着说道 坎东纳退一合几年 他的衣柜都没人敢用 今天 终于见到一个不怕死的了 场上的鲁尼看到高晓东 模仿国王坎东纳 忍不住呸了一口 厚颜无耻 他们才贴了两年好球 就想当曼联的国王 哦 国王 新国王 帽子戏法 卧槽 刚来就帽子戏法 看台上的球迷可不管这么多 这可是上演帽子戏法了 别说高晓东模仿 坎通纳 就是模仿 贝利 马拉托纳 也是理所应当 这就是霸气 这就是自信 啪啪啪 掌声惊天动地一般的响起 所有曼联球迷都站起来欢呼 好像在欢迎新国王的加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31集 丑闻爆发 与爱尔兰明星队的热身赛 是曼联金下赛季 开打前最后一场热身赛 这也是曼联 2010年夏天热身计划中 唯一一场 设在欧洲本土的热身赛 在此之前 曼联在北美 进行了五场热身赛 取得三胜两负的战绩 3比1击败开尔特人 1比0小胜费城连队 1比2负于坎萨斯七才 5比2大胜大联盟明星队 2比3负于曼联小将 海尔兰德斯的老东家 墨西哥 瓜达拉哈队 这场与爱尔兰明星队的热身赛 最终取得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狂胜 曼联9比1横扫 海尔兰明星队 高晓东打进四球 鲁尼没开二度 两个小胖子光芒四射 虽然只是一场热身赛 对手也不强 但高晓东的实力却已经显露无遗 要知道 高晓东打的还不是前锋 就像天空体育的解说员说的 就算把高晓东放在右后位的位置上 说不定高晓东也能刷出个最佳射手来 鲁尼的强势表现也让曼联更不想把鲁尼卖给竞争对手 切尔西和曼城 他们宁愿把鲁尼卖给巴萨黄马国际米兰 虽然曼联一直表示不想卖 但据媒体估计 还是求购鲁尼的切尔西和曼城出价太低了 切尔西只肯出到5500万户元 曼城稍微高一点 但也只有6500万户元 对于一个没有进入过金球奖前三 年龄25岁的舒兰 曼城出的价位还是不错的 跟伊布卡卡差不多 但天空体育认为 曼联的心理价位至少要超过7000万户元 这样才能够弥补购买高晓东的损失 但对切尔西和曼城来说 7000万以上 买一个已经没有升值空间的前锋 实在是太不划算 因为用了三年之后 这个转会身价至少要缩水三分之一 而曼联8000万买高晓东 虽然也有水调的风险 但高晓东基站立在这呢 还有升值的潜力 7000万以上买鲁尼 可是实打实的亏本买卖 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 鲁尼在三天后 曼联和切尔西的社区盾杯决赛中的表现 就成为了它能不能转会的关键 英格兰社区盾杯原名 慈善盾杯 2002年3月 英国政府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英族总在使用 从慈善盾赛所获收入时 已经违法了基金使用有关规定 慈善盾赛 此后也被迫更名为 社区盾赛 社区盾杯创办于1908年 由英格兰足球总会主办 每年一度由英格兰足球超级连赛冠军 对英格兰足总杯冠军的锦标赛 如果有球队获得双料冠军 包办英超及足总杯冠军的话 则对赛球队改为英超亚军 球赛在每年赛季开始前 作为揭幕战在温布里球场举行 曼联是获得社区盾杯冠军最多的球队 总共获得了16次 虽然04年之前 在英超流传着 夺取社区盾杯 就失去联赛冠军的魔咒 但曼联两次破了魔咒 因此曼联并不畏惧夺冠 对这次的社区盾 曼联一样是势在必得 争取在联赛开始之前 打击一下齐尔西的士气 作为这次社区盾杯的主角 鲁尼和高晓东 也都非常积极地投入训练 希望在对齐尔西的比赛中 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第一天的备战一切如常 在分组对抗中 鲁尼表现出色 还上演了帽子戏法 然而一夜过后 因为英格兰著名小报 世界新闻报的一篇报道 英格兰足坛和满联爆炸了 英国世界新闻报曝光 该报纸鲁尼去年6月 在柯林怀孕时 不止一次 与每次收费1200英镑的妓女鬼混 在几个月的交易中 鲁尼跟21岁的珍妮·汤普森 多次发生性关系 珍妮还告诉世界新闻报 鲁尼还要求 珍妮和她漂亮的女朋友 满足她的双飞梦想 接着 星期日进报也爆出了更多的新闻 说鲁尼曾经光顾位于利物浦的廉价妓院约10次 每次肉筋为45英镑 一般老乡好 包括6个孩子的母亲 穿皮靴的37岁黑发姐姐吉娜 以及48岁 化名为奥德斯拉普的祖母吉哈神 鲁尼嫖妓时十分张扬 参为一名在休息室等待的嫖客签名留念 有一次 一般嫖客传送手机短信 知鲁尼身在妓院 结果也来约30名拥躬 在妓院高喊吼腔的名字 至于最经典的 当然是警员前往妓院插牌时 鲁尼不惧被捕名誉扫地之险 仍在沙发上呼呼打水 随后更权威的英国花边报纸 太阳报证实 鲁尼嫖妓双飞的画面已经被偷拍 并且鲁尼在柯林还孕前后的 18个月时间里和60个女人上过床 还带着21岁的珍妮·汤普森 与家中的豪宅鬼混 太阳报还报道了鲁尼的性眼思 如性能力低下 口味独特 喜欢角色扮演等等等等 像泰晤士报 每日邮报这样比较严肃的媒体 开始并没有跟进 但看到花边小包报道之后 鲁尼没有辟谣 便知道这事大概是真的 于是也开始推不住了 英格兰族坛在特里的有期门之后 再度热闹起来 此前鲁尼自称有了孩子之后 生活完全改变 营造了一个居家好男人 好爸爸的形象 这种好形象为他博取了不少高额赞助和代言合同 现在这些桃色丑闻爆出来之后 纸媒和网友一起向鲁尼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口诛笔法 在得知鲁尼嫖妓的丑闻真相之后 柯林怒气冲冲地带着儿子 离开了两人450万英镑的别墅 回到了娘家 一个柯林的闺蜜说 柯林表示 他将不会再原谅鲁尼 他要和鲁尼离婚 本来切尔西和曼城正在抢购鲁尼 但嫖妓门出来之后 切尔西和曼城的球迷 纷纷在网上表示 不欢迎这样的球员来自己的主队 切尔西球迷说 一个特例已经让蓝军名声扫地 再加上一个嫖客 以后他们怎么好意思说 自己是切尔西的球迷呢 曼城的球迷则表示 对妻子和家庭不忠诚的球员 怎么会忠诚自己的事业 参考小罗 每天喝酒 嫖娼 赌博的球员 巅峰期肯定不会太长 而曼联的球迷 也忙着把鲁尼向外推 表示 现在转会费 不需要七千万后援了 打八折就卖 给六千万的话 打晕了也马上 对鲁尼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 曼联俱乐部也不敢护着 主教练弗格森希望 鲁尼像个男人一样 向妻子和球迷道歉认错 并且表示 考虑到鲁尼的处境 社区盾杯将不会派鲁尼出场 英格兰主帅卡佩罗 最讨厌球员爆出这样的桃色丑闻 因此 在事件爆发之后 卡佩罗表示 可能不会让他参加 与瑞士队的比赛 朴职门对鲁尼的影响 不仅仅是家庭和职业前途 对鲁尼的商业帝国 也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鲁尼本来是基贝克汉姆之后 英格兰族坛 最具商业价值的球星之一 远超杰拉德 特里等同辈国角 经纪人帮他联系了一大票赞助商 每年鲁尼仅从肖像权中 就能够收获760万英镑 此外 他还能够从 以黑游戏 可口可乐等公司 获得大笔的赞助 去年法国足球公布的球员收入榜中 鲁尼排名第13 众多赞助商之所以 对个人形象并不怎么样的鲁尼 趋之若鹜 很大原因就在于 鲁尼关爱家人 体贴太太的好男人形象 而现在这种印象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个欺骗枕边人 和整个社会的伪君子形象 虽然赞助商业位公司 和可口可乐都表示将继续与鲁尼合作 不过谁也不知道 这是否只是权益之计的说法 毕竟在伍兹的陶测绯闻爆出之后 赞助商们虽然纷纷表示 这是伍兹的个人事件 不会影响到合作 但在不久之后 各大赞助商就纷纷与伍兹解约 总之 本来还是转回市场相拨拨的鲁尼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一个处理不好 就可能落到家庭破裂 前途破灭的境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32集 雪中送炭 鲁尼嫖娼门爆发 对高晓东是一个机会 究竟是趁机落井下石 把鲁雄星赶出麦连 还是雪中送炭 支持鲁尼一把 留下鲁尼 对高晓东来说 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肖乐说 他烦透了鲁尼 认为这种在妻子 怀孕的时候 嫖娼的男人 就该下地狱 他担心鲁尼留在满连 会带坏了高晓东 高晓东足球水平再高 毕竟高晓东才20岁 年龄还太小 所以他强烈建议 落井下石 把这个恶心的嫖客 赶出满连 女人不喜欢鲁尼 太正常了 现在报道鲁尼嫖娼门 最猛的不是体育媒体 而是娱乐媒体 在娱乐媒体的舆论公式下 鲁尼几乎成为了 全世界女人的公敌 花心下流 性能力还不行的史莱克 但高晓东的想法 肯定和女人不一样 在他看来 鲁尼不过是犯了一个 大多数男人都可能犯了错误 他并不太关心对错 更关心的是 鲁尼嫖娼对他有利无利 为此 高晓东打电话 咨询了自己的团队 猴子草根出身 认为这是把鲁尼赶出曼联 树立在曼联头牌地位 和未来更衣室老大位置的最好时刻 因为现在曼联青黄不接 九二班都三十五六岁了 费迪南德 维迪奇 卡里克 是后场球员 影响力不够 年轻的实力比高晓东差太多 拈走鲁尼 高晓东就是顺理成章的头牌 和更衣室王储 陈强人厚道 他不喜欢鲁尼 却认为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不好 高晓东最好别沾这事 免得弄得一身骚 不如说让俱乐部自己决定 张琪和猴子正好相反 他认为 现在是留住鲁尼最好的时候 因为高晓东虽强 但还是需要一个强力二当家的帮忙 不然 高晓东被几个人盯防之后 单靠纳不船 瓦不射 跑步不能乱的发型的潇洒哥 是赢不了比赛的 在嫖娼门之前 赶走鲁尼是正确的 因为鲁尼肯定不愿意 屈居于高晓东之下 就从商业利益的角度 鲁尼的赞助商 也不愿意高晓东压在鲁尼的头上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鲁尼已经是人人喊打 名声臭了 曼联爱惜羽毛 不敢让鲁尼当头牌 赞助商也都想放弃鲁尼 无论走不走 高晓东在曼联的上位 已经是历史进程 鲁尼只能当老二 高晓东问完自己的亲信之后 又打电话问了门德斯 门德斯对曼联的情况更熟悉 他也建议留下鲁尼 鲁尼留下能够增强曼联夺冠的实力 而且鲁尼并不像罗纳尔多一样好交 不当老大不行 当年就给同岁的罗纳尔多打过下手 这次再给他比他小的高晓东打下手 也应该问题不大 高晓东也有自己的顾虑 小商贩家庭出身的高晓东 比鲁尼精明了多了 虽然弗格森很喜欢他 买他来也是打算顶替鲁尼的 但高晓东也能够从弗格森的言谈表情看出 绝也也很喜欢鲁尼 说起鲁尼想转会时 有时深感叹息 有时勃然大怒 但对鲁尼绝对是因爱生怨 就跟对自己亲儿子一样 如果高晓东现在落井下石 固然能够扫除障碍 但肯定会被鲁尼记恨 嫖娼门风波过去之后 英格兰球迷和曼联球迷 恐怕也会说高晓东不够厚道 人品不好 而热血直爽的弗格森 对高晓东恐怕也会产生一些想法 考虑再三之后 高晓东在嫖娼门爆发的第二天 在全世界都在声讨鲁尼的时候 连发两篇推特和脸书 批评了对鲁尼的做法 表达了对鲁尼的同情 同时希望鲁尼能够认错之后 重新站起来 维远犯下的大多数男人 都会犯下的错误 这是错误 无可辩驳 任何男人都不应该 在妻子怀孕的时候去嫖娼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能为撒掉的牛奶哭泣 希望威怨能够认识错误 向柯林道歉 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你强暴中的儿子需要你 曼联的队友也同样需要你 这份文案是萧乐捏着鼻子 昧着良心帮高晓东做的 写得很精彩 首先阐明了立场 反对对鲁尼的做法 然后表示这是男人的本能 接着说事情已经发生 应该向前看 最后表示 曼联的队友们依然欢迎他留下 第二篇推特很短 是引用修改了民谣歌手 鲍伯迪伦的歌曲 《随风而逝》中的一句歌词 一个男孩究竟要走多少路 才能撑起被男人 我的朋友 答案在自己 高晓东在国际米兰赢得三冠王之后 人气大涨 现在已经有100多万推特粉丝 绝对是大危机明星 华国国内的微博粉丝 更是超过了500万 他随便的一句话 几乎就相当于一份分量十足的小报 高晓东的推特发表之后 媒体和网络变得更热闹了 不少别有用心的人 故意忽略高晓东的立场 说高晓东支持鲁嫖客 可能高晓东也嫖过昌 也有媒体认为 高晓东虽然很理智 但在这个时候支持鲁尼是不明智的 有可能会因火烧身 华国国内的媒体更是不解高晓东 为什么支持鲁尼 而不是趁机连走鲁尼 世人皆欲杀 无意独连财 根本不适合用在鲁嫖客的身上 华国球迷也很矛盾 他们不赞成高晓东对鲁尼的态度 但也不愿意反对高晓东 于是网络上便兴起了很多 调侃高晓东和鲁尼的段子 一个男孩究竟要打过多少炮 才能够变成男人 我的朋友 打汗在自己 一个男孩究竟要经历多少女人 才能变成男人 我的朋友 打汗在自己 一根铁杵究竟要打过多少炮 才能变成绣花针 我的朋友 打汗在自己 一个搞完究竟要打过多少炮 才能够变成脑子 我的朋友 答案在自己 一颗熊鲸 究竟要经历多少球队 才能变成嫖客 我的朋友 答案在自己 媒体批评高晓东 但被全世界抛弃的鲁尼 对高晓东 却只有感激 感动和佩服 他的妻子 朋友 队友 粉丝 都跑起了他 在这个时候 唯一支持同情他的人 竟然是原来的对手 高晓东 这种对比太强烈 鲁尼对高晓东 感觉可以说 瞬间全部扭转了过来 在社区盾杯比赛的当天上午 训练结束之后 福克森把高晓东叫到了自己的二楼办公室 小东 为什么 福克森脸色平静 但眼神却有点复杂 69岁的他 觉得自己有点看不透这个才20岁的孩子 高晓东知道福克森指的是什么 他平静地说道 我觉得 万连需要鲁尼 而这个时候 正是我们留下鲁尼最好的时候 福克森的眼里 终于露出了激赏之色 作为老一辈教练 他最喜欢有团队精神的球员 像那种太自私的 把自己凌驾于球队之上的 哪怕是贝格汉姆 也被他赶走了 而高晓东 抛弃私人恩怨和利益 公开支持鲁尼 希望鲁尼留下 这样的天才 还这么有团队精神 太让绝业开心了 福克森压制住心中的激动说道 晓东 你和我想的差不多 满连需要鲁尼 你和鲁尼搭档 我们才又再次拿到三冠王的实力 你才二十岁 实力是有 年龄太轻 资历不够 很难镇住更衣室 有鲁尼帮你 你能够更好地再满连立足 所以我才没有马上把鲁尼送走 既然你也这么想 就陪我一起跟鲁尼谈谈 在这个时候 鲁尼最需要帮助 最需要支持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他 我想他会选择留下来的 嗯 没问题 我陪你一起去 高晓东在心里笑了 他知道 自己这一把堵对了 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他当然不建议去鲁尼家 收割鲁尼的友谊 让鲁尼感受来自社会主义的温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33集 打动鲁尼 当佛格森和高晓东 肖勒赶往柴郡的时候 鲁尼正在和他的经纪人 保罗·斯特雷福德 讨论如何解决嫖娼门 斯特雷福特要求鲁尼 先向柯林道歉 争取柯林的原谅 毕竟嫖娼是道德层面的事 只要当事人原谅 其他人还能多说什么呀 对高晓东的支持 斯特雷福特持警惕态度 他觉得华国高实在太狡猾了 绝对不是活菩萨 他肯定是有所企图的 不过鲁尼是职场人 性情中人 斯特雷福特在鲁尼对高晓东 好感爆棚的时候 说高晓东任何坏话 都会被鲁尼视为 他对高晓东有成见 所以 斯特雷福特只能保持沉默 这就是所谓的阳谋 斯特雷福特就算知道高晓东的目的 也毫无办法阻止 佛格森和高晓东的到来 让鲁尼和斯特雷福特非常吃惊 因为晚上市区盾杯就要开战了 头儿 你来了 鲁尼见到佛格森有些畏缩和胆怯 说话都没有底气 嗯 佛格森沉着脸 就帮出了一个嗡子 看到高晓东 鲁尼的精神好了一点 赶紧过来跟高晓东握手 谢谢你 高 高晓东收起了惯常的笑容 露出一副大慈大悲的表情 嗨 别客气 这种情况谁都可能碰到 坚强一点 我 说着 高晓东还拍拍鲁尼的尖头 安慰受伤的鲁雄心 这边斯特雷福特也过来跟佛格森打招呼 哈 阿雷克斯确实 维恩给你添麻烦了 不要这么说 好了 维恩一天不转回 就是曼联的人 我必须对他负责 佛格森对斯特雷福特没有一点好感 但表面功夫必须做 咳 是啊 是啊 你对维恩那是没说的 就跟父亲一样 斯特雷福特从佛格森的话里找到了一点玄机 他觉得佛格森百忙之中来看鲁尼 估计是想要鲁尼留下来 现在鲁尼千夫所指 曼城和切尔西趁机压降 形势很不妙 如果提高薪水 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 让佛格森尔弗森的时候 玩意味深长的向高小冬说道 高先生 我替鲁尼谢谢你 你真是个聪明的人呐 高晓东面不改色 低声说道 哦 保罗先生 也是个聪明人啊 转会时机 选择得真好 哦 斯特雷福特心里一震 再看高晓东的眼神 就不一样了 心到说这小子是真精明啊 自己让鲁尼在这个时候 提出转会 确实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根据国际足联 章程第17条 球员转会及状况的规则 俗称是韦伯斯特法案规定 说一名球员呢 在28岁前签订了一份合同 如果他履行合同达到 或者超过三年 那么他可以买断合同 剩余年限并自由转会 如果该球员是在28岁后 签订了一份合同 如果他履行合同达到 并超过两年 那么他可以买断合同 剩余年限并自由转会 鲁尼最近一次与曼联签订新合同 是在2006年11月 当时鲁尼21岁 而鲁尼与曼联的合同 在2012年6月到期 也就是说 本赛季结束后 鲁尼的合同还剩一年 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 鲁尼新合同的保护期 到2009年11月结束 现在鲁尼的合同 已经过了保护期 这意味着本赛季结束后 他可以用现在520万英镑的年薪 来买断自己仅剩一年的合同 然后自由转会 这样的话 鲁尼要离开曼联 曼联就可能什么都捞不着 虽然欧洲各行门 都有君子协定 绝对不撕破脸皮 动用17条 但鲁尼在这个时候 以曼联屈少雄心提出转会 主动权掌握在了鲁尼的手里 如果曼联加薪足够高 那么鲁尼当然留下来 鲁尼最合适的 还是留在曼联当老大 如果曼联不愿意 满足鲁尼的薪水要求 那么鲁尼就会离开 因为有这个维伯斯特法案的存在 鲁尼完全可以压低曼联的转会费 让新东家给鲁尼开高薪 不过 斯特雷福特认为 曼联会屈服他的压力开高薪的 因为曼联负债压力太大 买不了大牌球星看赫鲁尼 走了鲁尼又没有巨星压阵 高薪续约鲁尼是曼联的最优选择 但斯特雷福特万万没想到的是 福克森竟然这么心狠 竟然八千万买来的超级新兴高小冬 打断了斯特雷福特的如意算盘 让鲁尼陷入了走也不适 流也不适的境地 哎呀 这门德斯真是好命啊 自己怎么就摊上鲁尼这美脑子的货呢 斯特雷福特叹息妒忌这个老同行 当年他的C罗压着鲁尼 好容易好走的C罗 结果他的高小冬又要再次爬到鲁尼的头上 更让斯特雷福特难受的是 上次鲁尼给C罗当助手是福克森抢压着 这次恐怕是鲁尼自己屁颠屁颠去给高小冬当这个了解了 福克森坐下之后 看着给他递水的鲁尼严肃地说道 喂 这件事确实是你的错 不过我不想多说了 你要赶快处理好这件事 鲁尼哭丧着脸说道 桃儿 我是煞臂 我竟然干出这种事 不过现在柯林不可能原谅我了 他他点心要跟我离婚 福克森冷静地说道 不要太悲观 我了解柯林 他很理智 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管不住小脑的男人很多 只要你道歉诚恳 让他知道你最爱他 只是意识冲动 他会接受的 斯特雷福特说道 是的 爵士说得对 柯林现在是在气头上 福克森说道 摄取盾杯结束之后 我会去劝劝柯林 鲁尼一听大喜 哦 你在英格兰德国王中 只要你去劝柯林 他会回心转移的 斯特雷福特说 我跟爵士一起去 放心 柯林不会跟你离婚的 高晓东说道 威恩 你儿子还不到一岁 柯林怎么会跟你离婚呢 再说了 你离开的柯林还是你 柯林离开了你 还有什么呀 是不是 鲁尼就是个直肠子 哪里会考虑这么多厉害纠葛 被三个人经这么一劝 心里亮他多了 精神头也来了 福克森说 男子憨大丈夫 在家里犯的错误没什么 主要还是事业 事业不成 就是什么错不犯 女人也会跟你离婚 哦 是 是 鲁尼诺诚实 福克森铺垫娃的画风一转 维恩 对转会的事情 你现在是怎么想 鲁尼感受到了教练和队友的关心 热血上用 觉得还是曼联这个大家挺好 看了斯特雷福特一眼 说道 曼联还愿意要我吗 斯特雷福特听到这句话气坏了 笨蛋啊 你这没脑子的祸呀 这句话说出去 我怎么在跟福克森这老流氓谈判呢 福克森说 你在曼联六年了 我把你当儿子一样 吉格斯 雷维尔他们 把你当小弟弟 你就犯这点错 我们还能不原谅你吗 我也跟老板说了 物价飞涨 你的年薪低了点 老板决定给你加薪 鲁尼这个时候又看了斯特雷福特一眼 斯特雷福特实在不想再让他跟福克森说话了 再说下去 说不定把自己给卖了 便咳嗽一声说道 那个 维也纳 你和高去那边坐坐 我和爵士谈谈 鲁尼和高晓东都知道两人要谈什么 便去了院子里留下客厅 让斯特雷福特和福克森谈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高晓东和鲁尼在院子里没待多久 福克森和斯特雷福特就出来了 两个聪明人之间的谈判总是很快 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手的底线在哪里 也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高晓东看福克森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了 但鲁尼却还焦急地等着福克森离开 问问经纪人谈判的结果 我们回去了 威尔 好好跟克林道个歉 调整好状态 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哦 我明白 谢谢教练 再见 保罗先生 以后合作愉快 福克森冲着斯特雷福特挥挥手 向大门外走去 合作愉快 斯特雷福特和鲁尼把高晓东和福克森送出大门 鲁尼就急不可待地问道 保罗 你谈得如何 斯特雷福特没好劲地说道 还能怎么样啊 你都说要留下了 还能有多大的谈判空间呢 大约十六万周星的样子 鲁尼一阵欢呼 哦 很好了 我觉得十五万周星就万幸了 斯特雷福特叹息了一声非常无语 转会曼城切尔西的话 至少二十万周星打底的 现在看起来 最多也就十六万周星了 再回卡林顿的路上 福克森终于笑了 向高晓东说 麻烦解决了 危险留下 高晓东心道 应许威恩本来就没准备离开 不过却说道 boss出面 还有什么解决不掉的 少拍马皮 福克森笑了 沉夜了一会儿 小冬 关于鲁尼嫖娼的事情 你不要再猜娱了 后面 俱乐部和斯特雷福特会公关处理 哦 知道了 高晓东一机灵 觉得福克森肯定是早就猜出自己耍的小机灵了 不过 看起来福克森也是乐见其成 福克森继续说道 虽然你还没结婚 不过 还是要挤身自好 不要被人抓住把柄 不然 关键时刻爆出来 会很要命的 高晓东有些迷糊 关键时刻爆出来 福克森冷笑的说道 当然 去年的事情 为什么今天才爆发 真有那么巧的事情吗 当然是某家俱乐部为了压架 他想不到 我们竟然把鲁尼留下了 哦 报送英明 高晓东摸了摸鼻子 心道说 你在这个层面混的汗 都是老狐狸啊 又来这套 福克森对这个贝赖的弟子 有些哭笑不得 今天和齐尔西的比赛 你可能要打有钱位 齐尔西的汉尸里 科尔很强大 法律西亚打这个位置 估计右路会被打爆 高晓东一拍胸脯 开始表忠心 教练 你说打什么位置 我就打什么位置 福克森很满意 好 今天 咱们给齐尔西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英朝的老大 英国伦敦 温布利大球场 英格兰代表队的主场 英格兰国内各项比赛的决赛地 曾经见证了欧洲华国队 英格兰唯一一次世界杯夺冠的辉煌时刻 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球场 2010年 英朝双冠王齐尔西和联赛亚军曼联的社区盾杯比赛就在这里进行 曼联和齐尔西在社区盾杯仅仅交手过四次 蓝军一胜三平 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 但曼联两次都是占平后点球取胜 齐尔西上赛季也同样一点球 战胜胜出夺冠 社区盾杯是英超所有冠军中含金量最低的一个 和西甲 一甲 德甲的超级杯差不多 不过含金量再低 他也是得到英祖总承认的正式比赛的冠军 曼联和齐尔西都希望把这个冠军收入囊中提振一下士气 对于今夏转会市场标王高晓东来说 这场比赛是他的首次正式比赛亮相 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更何况得到杯赛冠军的话 举行系统还会给他红包奖励 如果能够得到哪一样神奇的超能装备 那就赚大发了 曼联和齐尔西的比赛从来都不缺乏看点 哪怕是社区盾杯 现场也来了差不多超过七万名球迷 下午三点五十五分 双方球员在主裁判安德烈 玛丽娜带领下从更衣室走了出来 现场的球迷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哦 球员们出来了 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有没有变化 切尔西的阵容 四十号希拉里奥 二号伊万能威奇 二十六号特里 十九号菲雷达 三号阿什利科尔 五号埃心 八号兰帕德 十二号米科尔 二十一号卡罗 十一号德罗巴 十五号马鲁达 卡瓦略去了皇马 和特里搭档的是菲雷达 菲雷达实力不弱 前面又有黑心 米科尔两个受邀 中路依然是对手的禁区啊 好的 曼联的出场阵容是 一号范德萨 三号埃弗拉 十五号威迪奇 五号费迪南德 二十一号的菲尔 十号高晓东 十八号斯克尔斯 十六号卡里克 十七号纳尼 九号比尔巴特夫 十四号尔兰德斯 曼联的阵容有点意思啊 斯克尔斯和卡里克都出场了 高晓东难道还是打右前卫吗 或者是斯克尔斯却打右前卫 在天空体育的现场解说员 向球迷介绍双方出场阵容的时候 双方球员完成了握手合影 交换对齐对挥的仪式 各自来到自己的半场战壕 准备比赛 下午四点整 主裁判马里纳看了看时间 吹响了社区盾杯比赛开始的哨声 首先开球的是满联 中圈内的北尔巴特夫 优雅地把球回传 不紧不慢地 向齐尔西的半场差距 球传到了斯克尔斯脚下 斯克尔斯回给中后卫费迪南德 费迪南德把球传给F了 阵型开始向前压 比赛在伦敦进行 齐尔西又是上个赛季的双冠王 比赛开始之后 他们气势很足 三条线迅速前压 准备把战场推进到中圈附近 曼联的四后位中 拉菲尔是最弱的一环 齐尔西很有经验 三前锋逼抢的时候 紧逼费迪南德 维迪奇和海弗拉 把球往拉菲尔那边赶 看看能不能造成 拉菲尔的传球 或者拿球失误 今天 齐尔西首发的左后卫 阿什利科尔 巅峰的时候 被誉为世界第一左后卫 现在虽然三十岁了 但依然是世界前三的水准 上个赛季国际米兰 和齐尔西大战的时候 阿什利科尔受伤 才造成了齐尔西拳线被动 最终被国际米兰血系 今天面对高晓东 和拉菲尔的组合 阿什利科尔一点也不畏惧 开场就压到了中圈附近 腾出兰帕德 却拦截了拉菲尔的出球 球终于传到了拉菲尔的脚下 兰帕德迅速前插 马卢达快速逼抢拉菲尔 拉菲尔看到了高晓东 回撤过中圈接应 但阿什利科尔却紧紧跟上 但他担心在自己的半场被抢断 没敢传给高晓东 直接一个大脚开向了前场 高晓东无语了 只能掉头向前跑 接应前场抢点的贝尔巴托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35集 倍高支配的恐惧 贝尔巴托夫身高1米89 技术精湛 但投球也不错 但跑动篮散 爆发力不够 哪里抢得过如狼似虎的特利 球被特委员长一头给顶了出去 球被黑线抢到 非洲水牛迅速把球传给了阿什利科尔 让阿什利科尔从边路发起进攻 阿什利科尔看到高晓东快速逼抢过来 他准备直接挑球过顶 细爽曼联标王高晓东 爆上个赛季被高晓东淘汰之仇 然而 阿什利科尔上个赛季 没有跟高晓东交过手 不知道高晓东的特点 高晓东怎么会是这么鲁莽上抢的人呢 果然 跑到距离阿什利科尔差不多5米左右 高晓东突然急刹车停住了 阿什利科尔都已经做好挑球过顶的准备了 看到高晓东突然急停 他差点被憋吐血 匆忙把球停住 寻找其他突破的办法 马卢达看到阿什利科尔接球 快速地回车接要 想和阿什利科尔两人打高晓东一个 然而 阿什利科尔却不屑和马路打联手 快速带几步 沉间虚晃 快速带球 从外线突破高晓东 这也就是社区盾杯 换了其他的赛事 阿什利科尔也不会这么干 而且 阿什利科尔走的是外线 高晓东就算不知晃 最多也就是破坏出边线 球权依然在切尔西这边 可是高晓东怎么会让 阿什利科尔的如意算盘得逞呢 他紧跑两步 试图用尖头撞击阿什利科尔 把这个球断下来 阿什利科尔惊眼老道 怎么会和高晓东拼身体呢 看高晓东追得紧 和一个踩球急停 想把高晓东甩开 然而高晓东速度太快 阿什利科尔急停的时候 高晓东已经赶到 下脚一勾 把球勾向了前方 阿什利科尔正踩在球上 球被高晓东勾走 他好像坐着球车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高晓东第一次触球 就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抢断 这是对阿什利科尔啊 现场的曼联球迷 都鼓掌向高晓东喝彩 然而 主裁判玛丽娜却不解风情 看到阿什利科尔摔倒 认为是高晓东勾倒的 阿什利科尔 明少判高晓东犯规 给了切尔西一个任意球 高晓东举手向裁判抗议 表示自己并没有碰到阿什利科尔 但主裁判并不理睬 高晓东还带申诉 斯科尔斯冲他白白手把他拉开了 场边的福格森连拉的老长 对技术教练穆伦斯丁说道 又是这个家伙 上个赛季给了我们两张红盘 穆伦斯丁说道 高的这个防守太不清楚 容易被误会 阿什利科尔主发任意球 把球直接传到禁区找德罗巴 魔兽德罗巴虽强 但曼联的中后卫也是世界顶级的 球被队长为第一起抢到 一击投球顶出了禁区 兰帕德抢到球就是一脚远射 球打在费迪南德身上弹出 落到了斯科尔斯的脚下 斯科尔斯看到高晓东启动 直接起脚长船 打阿什利科尔身后 高晓东利用速度急速前插 甩开阿什利科尔 冲到了进去右上脚附近 就是一脚掉射 高速奔跑中一击掉射 这个有点不将理 但是高晓东的脚法就是准 球直奔球门后脚去了 门将希拉利奥注意力非常集中 反应也很快 飞升跃起把球摘了下来 高晓东第二次接球 就利用速度制造了一次 有威胁的射门 这让曼联的球迷非常高兴 虽然高晓东速度不一定 比网勒西亚快 但这射数明显不比 网勒西亚强多了 网勒西亚坐在替补席上 眼神很郁闷很无奈 他妈的 这不是买来要替代 鲁尼和斯克尔斯的吗 为什么我躺着中枪了呢 高晓东两脚触球一攻一守 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 随后他拿球就多了起来 第八分钟 高晓东终于让哈什利克尔 尝到了什么叫做强吃 接到菲尔后场直传之后 高晓东面对哈什利克尔的防守 一停再一推 马上用速度强行突破 阿什利克尔刚开始想和高晓东硬扛 结果身体被高坦克玩爆 接着又想拼速度 然而高晓东启动之后 他连尾灯都摸不到 被高晓东轻松地 完成了沉地传中 曼联的进攻速度很快 高晓东这么快的速度 他传球的时候 曼联依然在前场 形成了三简七叉的台势 斯克尔斯抢到了落点 不过他在点球点的捅射 拼出了球门 连续三次对话被高晓东挽爆 阿什利克尔有些着急 切尔西再次进攻的时候 他又举手向门将要求 但是门将却不敢再给他的 装作没看见 直接一个大脚开到了前场 德罗巴投球百度 兰帕德在前场带球突然远射 范德萨奋力将球挡出 切尔西顶住了曼联的进攻后 也开始了反扑 卡罗 马罗达和埃琪 都获得了射门的机会 第21分钟 斯克尔斯后场大脚长转 准确地找到前场左侧的纳尼 伊万诺威奇认为 纳尼大概是不会传球 只要防他突破就好了 所以没有贴身钉簧 曼联的其他球员也都认为 纳尼不会传球 前叉的积极性不高 也懒得再喊了 任由他带到天荒地牢吧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高晓东 第一次来到曼联的高晓东 没有被纳布传坑害过 依然快速地从右侧斜着 插向了禁区 并且举手高呼 纳尼 看到我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在哭笑着 看到你 看到C罗也没用啊 然而在这个时候啊 奇迹发生了 纳尼看到高晓东前叉 竟然直接递平球传向了门前 高晓东插上了几块 费雷达还正准备出脚解围呢 高晓东抢先一步赶到 脚弓一推 把球射进了左下角 距离这么紧 切尔西门将齐了离后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比零 高晓东攻入新赛季曼联 在正式比赛中的第一个进球 进球之后 高晓东非常傲娇地双手遮住耳朵 跑向了给他助攻的纳尼 不用要 这掌声啊 在高晓东进球的时候 就雷鸣般地响起来了 漂亮 干得好 必须鼓掌啊 纳尼传球了 手袖又进球 这攻击力厉害了 锦收员也在怒吼 高高高 哦嘞哦嘞哦嘞 热身赛进球 手袖又进球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高晓是无法阻挡 哪怕福格森爵士 把他安排在右前位的位置上 八千万超值啊 卢小胖想走就走吧 满连球迷估计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了 福格森开怀大笑 如果买了一个高晓东连带激活的纳尼 那真是赚大发了 哦 纳尼传球了 这个小冬怪又进球了 按下落地不住的摇头 瞬间又感受到了上个赛季被高晓东支配的恐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可怜切尔西上个赛季被高晓东血洗的仇还没有报 现在马上又贴了心汗 再次开球之后 切尔西加大了对高晓东的防守力度 甚至连高晓东无球跑动的时候也会进行干扰 坚决不让高晓东再进球 切尔西不仅加大了对高晓东的防守 也加强了中场的逼抢和身体对抗 米科尔 艾辛和兰帕德虽然只有三个人 但他们的身体强壮跑动积极 麦联四个中场也占不到一点便宜 第二十六分钟 拉菲尔在对手逼迫下边路传球失误 德罗巴三十码处近射被范德萨泼出 卡劳抢在防守队员解围之前把球拿到 费迪南德过来上抢被卡劳晃过 但卡劳禁区左侧小角度面对空门的船中却无人接应 第三十分钟 马鲁达和阿什利科尔在左路打出巧妙配合 马鲁达突破了菲尔杀向禁区 韦迪奇在禁区线上拉到马鲁达 但兰帕德快速跟上 第一瓶球传入禁区 费迪南德抢在德罗巴之前用脚解围 马鲁达禁区边缘爬起来禁射 高晓东又回到了禁区内风堵 挡住马鲁达的射门 马鲁达非常着急 射门之后没有收脚 正踢在高晓东的腿上 费迪南德非常不慢 过来质问马鲁达 被德罗巴分开 切尔西的进攻越来越激烈 但曼联的反击也越来越犀利 比赛第四十分钟 卡里克断球反击 斯科尔斯长转找贝尔巴托夫 贝尔巴托夫稳稳地用脚把球卸下 再一条过掉了特利 特利在贝尔巴托夫带球要走的时候 侧后方一脚把球破坏掉 小弯道黑尔南德斯及时跟上 一脚把球分到了别路给高晓东 高晓东球还没听闻 阿什利科尔就双脚飞铲过来 把球铲出了边线 也把高晓东铲倒在地 阿什利科尔的这个动作很大 就差两斜钉了 但仅仅被裁判玛丽娜口头警告 高晓东发戒外球给斯科尔斯 斯科尔斯再回转给高晓东 安心飞跑过来狠狠地撞到了高晓东肩部 把高晓东撞倒把球抢了下来 主裁判却并没有理财 切尔西连续两次对高晓东犯规 目的就是恐吓高晓东 让高晓东不敢拿球 高晓东当然不是吃亏的人 他正准备司机报仇 没想到斯科尔斯冲过去 冲着拿球的阿信就是一击飞铲 阿信速度快躲了过去 但费迪南德接着过去迎着阿信又插了过去 阿信跳起 但晚了一步 腿被插了一下 痛苦地扑倒在草皮上 主裁判玛丽娜感觉曼莲是在报复 过来向费迪南德出示了一张黄牌 高晓东知道队友是在给他出气 他又感动又遗憾 因为这么报复也太直接了 吃了黄牌影响战斗力啊 如果他来 肯定让对手吃个暗亏和哑巴亏 虽然语言不同 但高晓东还是来到费迪南德身边 说了句三可有 费迪南德摆摆手 让他赶快去认人墙 切尔西获得任意球 兰帕得来主罚 切尔西神灯直接射门 球打在人墙上 德罗巴抢到皮球 在前场连过两人之后直塞马路打 范德萨出击神速把球扑出 没有给马路打起脚的机会 阿什利科尔插进小禁区前的射门 又被范德萨再次倒地扑住 范德萨经验丰富 看到切尔西连续进攻防守凌乱 他拿球之后 马上把球扔给回防到自己30米区域的高晓东 阿什利科尔刚刚插进禁区射门了 来不及回防 高晓东在边路带球长驱直路 杀向切尔西的半场 爱信快到拉边防守高晓东 特里也向左路靠拢 防止高晓东从边路内切 爱信速度快力两强 完全可以跟得上高晓东 但是爱信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防守策略 他冲到边线之后 横向奔着高晓东就缠了过去 高晓东一跳 躲开了爱信的缠断 继续带球向前走 看到高晓东晃过的爱信 中和韦特里迅速地向边路走 过来拦截高晓东 看到对手不惜犯规的凶狠拦截 高晓东无法再继续带下去了 他把球横传给顶在最前面的前锋 贝尔巴托夫 自己快速下敌 贝尔巴托夫别看懒得跑 他踢球还要零响 很有想象力 看到高晓东横传前扎 他不停球一搓 背身给高晓东做了一个长距离的二过一 哇 漂亮 这球太有想象力了 潇洒哥 牛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都大喊起来 特里虽然没有看见贝尔巴托夫如何处理球 但他凭直觉感到高晓东过去会很危险 在高晓东冲过的时候 特里伸手去拽高晓东的球衣 然而高晓东的球衣贼滑 特里满以为能够把高晓东拉倒 但手一滑 竟然没有拉住 高晓东风一般地从他身边冲了过去 费雷达再来补防过来就晚了 高晓东在大金区前沿抢到落点 不等球落地 一记凌空抽射 把球抽向了球门的左侧 切尔西门将写了的药正在出击中 没想到高晓东不停球直接打有难度的凌空抽射 他飞身扑就 但球速度太快 从他的手边飞进了球望 2比0 高晓东没开二度 第一个进球高晓东只有喜悦 这个进球是在他连续被切尔西球员 故意犯规后取得 除了喜悦之外 更多的是解气 进球之后 高晓东高举双臂怒吼 然后又做出了一个手枪点射的动作 万联的球迷再次跳起 挥护着手臂怒吼着鼓掌 我干得好 干掉击尔西 再进一个 对 击亏他们 高晓东的这个庆祝动作 让击尔西的球迷非常愤怒 他们一起狂虚高晓东 特里更是怒气冲冲的 过来要找高晓东的麻烦 但慢连的球员跑过来庆和 把高晓东团团围在了一起 特里只能在外围干站着 天空体育的解说员说道 哦 球见得非常漂亮 但庆祝动作有点挑衅 估计高晓东是被切尔西的几次犯规给气到了 不过这样的话 高晓东和切尔西的仇是结下了 下次去斯坦福桥可要小心一点 老帅福克森握拳冲出了教练席 嘴里还不住的寒 干得好 就这样庆祝 他们想恐吓 咱们不能走 对回去 俺家落地看到又是高晓东进了球 他内心几乎崩溃了 上次后馆 被这次打的是落花流水 没想到现在连联赛也要碰到这个华国小子 现在这小子替切尔西是越来越有进球的感觉了 这样下去 甚至可能变成切尔西的克星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37集 手冠到手 高晓东没开二楼之后 切尔西发起猛烈反击 德罗巴 卡劳 马路达 兰帕德 轮番向曼联进去发起了冲击 也获得了几次射门的机会 但曼联中和魏维迪奇和费迪南德惊远老道 中场的斯科尔斯和卡里克防守积极 高晓东纳尼海尔德兰斯也都回撤防守 切尔西的进攻并没有形成致命杀机 在紧张的对抗中 比赛时间过得很快 不是一分钟后 主裁判玛丽娜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子 双方球员各自回更衣室休息 15分钟后进行下半场的较量 高晓东刚坐下 更衣室大佬队父费迪南德向他和纳尼招着手 让他们到他那边去 高晓东和纳尼走过去 高晓东大大咧咧的在费迪南德的身边坐下 但纳尼却乖乖的像个翻译一样的站在一旁 阿什利科尔和爱信听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马上怼回去 费迪南德一脸严肃地问道 纳尼翻译给了高晓东 高晓东诚实地说 等待时机 等待时机 费迪南德车地笑出了声来 等什么时机啊 你不马上踢回去 他们就觉得你怂 还会有人继续踢你 被人欺负就马上怼回去 明白吗 这是英超 不是一家 意大利人的那一套 在这里不适用 那吃牌怎么办呢 高晓东反问道 费迪南德不屑地说 吃牌就吃牌 哦 好吧 我明白了 高晓东很无语 这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呢 嗯 今天你表现很好 回去吧 费迪南德那张冷漠的妈脸 总算露出了一点温和的笑容 高晓东和纳尼回到座位上 队长内威尔笑着说道 呵呵呵 培训了吧 高晓东轻松地说道 哦 不是 队父在教我适应应超 内威尔笑着说道 呵呵 你今天踢得很棒 不过利奥最喜欢这要差 连斯克尔斯都不放过 踢得好也不行 这个时候 主教练弗格森进来了 绝严心情很好 进门就开始夸奖高晓东 夸完高晓东就夸纳尼 布置完下半场的战术和换人之后 接着又夸高晓东 福格森平时可不是喜欢 露骨的夸奖球员的人 今天做得这么明显 显然是想象更一事表明 高晓东在他心中的地位 警告曼联的球员 不要欺负新人 中场休息的时间很快过去 切尔西和曼联的球员 重新上场比赛 切尔西两球落后 安切罗迪对手发不满 用哈尼尔卡换下马罗达 继续加强进攻 曼联这边两球在握 福格森也开始挑适阵容 弗莱车换下卡里克 保持中场的防守力度 上半场 阿什利科尔这一次的发挥 是灾难性的 下半场 切尔西不敢再打左路 进攻的重点 放到了右路的卡朗和 一万楼围起 曼联的左路是 海弗兰和纳尼 从排面上看 曼联在攻防两端 都不算吃亏 但实际上 纳尼除了偶尔给高晓东 传一脚 其他时候都是自己单干 效果就比切尔西差多了 比赛第五十分钟 纳尼边路横切 带到了人窝里 球被米克尔断下 交给兰帕德 兰帕德 在中路塞给德罗巴 费尼南德贴身防守 但德罗巴在进区前 接球转身后 突然左脚低射 费尼南德风度不及 球贴着门柱片柱 随后切尔西抢下 范德萨的大脚开球 一万楼围起和卡劳 强攻曼联左路 德罗巴也移动到左路帮忙 把曼联的防守中心 挤压到了左侧 连续进攻被裹 一万楼围起 一脚把球转移到了 进区的右侧 这一次转移快速准确 拉斐尔向别路跑的时候 阿尼尔卡已经拿到皮球 看到高晓东没有回来 阿尼尔卡缓过拉斐尔 把球横传向了进区前沿 兰帕德西演了曼联的防守 爱兴跟上就是一脚抱射 范德萨反应很快 飞身双拳把球扑出 卡到快速跟上不射 但在韦迪奇手拉脚踢的干扰下 把球打飞了 切尔西的这波进攻非常危险 如果不是韦迪奇冒着点球的风险干扰卡劳 迈连极有可能就丢球了 弗格森上半程还以为纳尼开窍了 下半程被切尔西围攻之后 纳尼尔迪尼奥马上就又变成了那部船 弗格森忍无可忍 马上让吉格斯热身 五分钟之后便用吉格斯把纳尼换了下来 外号王老吉的吉格斯虽然老卖年高 突破挥房都不如纳尼 但经验丰富 有反击的机会肯定不会错过 弗格森的坏人起到了立竿剑影的效果 第57分钟 斯科尔斯后场长传反击 找到赫尔南德斯 墨西哥小将拿球之后 非常巧妙地支撒给贝巴 可惜贝巴反越未成功 但速度稍慢 禁区内倒地 抢射差一点没有碰到球 球被切尔西门将写的利尔没收 五分钟后 吉格斯边路反击 横传给贝尔巴托夫 贝尔巴托夫传给埃尔南德斯 埃尔南德斯分边给高小冬 和贝尔巴托夫快速地插向禁区强点 阿什里科尔看到曼联前锋插向禁区 以为高小冬要下抵船中 但高小冬接球做了一个前倾冲刺的动作 却拨球横切 带向了禁区前沿 贝雷拉和特里两人快速向上提 围堵高小冬 造贝尔巴托夫和埃尔南德斯的约位 高小冬是也非常开阔 他看到了吉格斯 悄无声气地从边路插向禁区内部 马上携传禁区 找吉格斯 好漂亮 吉格斯暗自赞了一局 急加速冲向了禁区 眼看这个反越位就要成功了 但埃尔南德斯却以为高小冬是传给他的 伸脚把球停了下来 嘀 主裁判玛丽娜的哨子响了 越位 吉格斯气坏了 冲着埃尔南德斯骂了一句 蠢货 埃尔南德斯在停球的时候 看到吉格斯冲进来 才意识到自己发了大错 被吉格斯骂了之后 沮丧地搭了着脑袋不说话 阳前落地看到球队依然无法取得进球 在70分钟的时候再次做出调整 贝纳勇换下米克尔再次加强攻势 然而两只实力相近的球队交手 领先两球的一方不仅在比分上占据优势 在心理上的优势更大 并不是换人可以解决的 比赛第75分钟 曼联再次扩大优势 费迪南德后场直线长船 撕破蓝军后方 高小冬高速前插 甩开哈什里科尔下地船中 中路的贝尔巴托弗倒地射门 皮球打在门角 写了尼奥的身上 反弹到埃尔南德斯脚下 埃尔南德斯在无人防守下 推射入网 把比分该卸成了3比0 埃尔南德斯刚刚破坏了 大佬一个机会 现在将功补过 打进转回曼联后 正是比赛中的第一个进球 他非常激动 脱了衣服跑到场边庆盒 被主裁版玛丽娜 出示了一张黄牌 随后发个三将进球的 埃尔南德斯换下 换上了朴志兴 找找状态 最后的15分钟 切尔西换上前锋斯图里奇 向曼联发起了最后的猛攻 但曼联惊眼老道 再也没有给切尔西一点机会 最终 曼联凭借着高晓东的梅开二度 和赫尔南德斯的进球 曼联击败切尔西 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 第17个社区盾杯冠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陈尔西 陈尔西 为贯亚军颁奖 切尔西是上个赛季双冠王 球迷对这样一场 鸡肋赛事的亚军 很看不上眼 不少蓝军球迷 在比赛结束之后 就纷纷退场 看台上剩下的 大都是曼联的球迷 看起来 如同是曼联主场一般 切尔西领完银牌下去之后 霍亨和陈尔顿 为曼联的球员 颁发奖金和金牌 在查尔顿给高晓东 带奖牌的时候 他摸了摸高晓东的脑袋 鼓励高晓东 为曼联赌赛冠军 高晓东听不懂 只能傻笑 虽然今天高晓东发挥出色 但奖盘轮不到高晓东来举 秘书长霍亨 把奖盘递给了曼联队长内威尔 内威尔在数万红魔球迷的欢呼声中 把奖盘双手高高举起 然后穿给维迪奇 费迪南德 埃弗拉等大佬 轮到高晓东举杯的时候 已经到了十名海外 不过高晓东人气十足 当他举起奖盘的时候 现场的数万球迷 一起欢呼他的名字 甚至比刚刚队长内威尔举杯 还要响亮 福克森和教练组成员举杯之后 球员们走下颁奖台 来到场内和球迷们一起庆祝 这个时候 曼联最逗逼的大佬 埃弗拉从更衣室拿出了香槟 冲着队友们怒喷 连主教练福克森也没有幸免 庆祝了一会之后 记者们找到了曼联的球星们 进行现场采访 八千万新员高晓东 自然是所有记者追逐的对象 除了人气超高之外 高晓东也和莫里尼奥一样 是个善于制造话题的人物 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曼联两场比赛就打进了六个球 你难道不觉得自己该打前锋吗 高晓东回答说道 我打过前锋 我并不认为打中场 进球就一定比前锋少 记者不许了 好吧 算我孤独滑稳 接着又一个记者问道 你来到曼联菜一个星期 就拿到了一个冠军 对此你感觉如何 感觉嘛就像开胃菜 相信后面还有豪华大餐 记者大笑又问道 上个赛季 曼联只拿到了联赛杯冠军 本赛季你有什么目标呢 嗯 拿到所有的冠军 记者继续问道 你刚刚在国际米兰拿到了三冠王 为什么要转回曼联呢 高晓东说 因为我喜欢新的挑战 英超对抗更加激烈 竞争力也更强 而且任何人都喜欢在福格森爵士 这样伟大的教练手下工作 记者又问道 你能比较一下 在曼联和国际米兰踢球的区别吗 嗯 他们都是伟大的俱乐部 曼联踢得更富有激情 而国际米兰更加自由一点 你来到曼联斯特已经一周多了 你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我才刚刚来 一直住在酒店 不过我很喜欢这里氛围 还有球迷 你在推特上表示你支持鲁尼 难道你赞成婚外姓的存在吗 高晓东一激灵 你不要乱说 我反对鲁尼的行为 我真是鲁尼改阔自新 毕竟他是一位天才球员 我不赞成婚外姓 婚外情等所有违背社会伦理的事情 鲁尼处境困难 你希望他留在曼联吗 如果鲁尼留下 你们能够共存吗 我希望鲁尼留下 他已经在曼联效力了六年 为曼联赢得了三个联赛冠军 和一个欧冠冠军 他已经是曼联的传奇 我希望和他一起赢得更多的冠军 我不认为我和鲁尼 有什么不能共存的 我可以打很多位置 我能够帮助鲁尼 成为世界最好的球员 他有这个实力 高晓冬说完之后 记者们一片哗然 他们觉得这太不像高晓冬的风格了 但高晓冬一脸真诚 完全看不出他在满嘴抛火车 记者又问道 现在你打的位置是右前位 你感觉如何 喜欢这个位置吗 感觉很好 我对位置没有特别的爱好 只要有利于球队 教练安排我打什么位置 我都会尽心尽力的打好 曼联为你荒废的帮奇问候员 这是世界第二高的身价 你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呢 嗯 感觉到了 不过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 我会努力让自己配得上这个身价 你有什么想要对曼联球迷和福格森教练说的吗 感谢福格森爵师对我的信任 感谢曼联球迷对我的支持 今天的进球和冠军献给他们 算作是一个小小的见面礼吧 参访结束之后 高晓冬和队友们又庆祝了一会儿 便坐飞机赶回了曼彻斯特 虽然只是一个社区盾杯冠军 但还是有很多球迷在机场接机 和曼联的球员们一起庆祝 庆祝结束之后 CEO大卫基尔代表曼联俱乐部 为曼联球员摆了庆功宴 庆功宴后 曼联的球员又一起到队长 内威尔的别墅去玩 不过有鲁尼这个前车之鉴 福格森要求 球员在12点之前必须回家 高晓冬觉得自己和队友们语言不通 无法交流 又想回去看看自己这个杯赛的红包 究竟是什么 打算回酒店休息 但内威尔等大佬们 希望他融入曼联的生活 坚持把他拉到了内威尔的家里 喝酒跳舞唱歌打牌 曼联的球员玩得很疯狂 虽然语言不通 但有纳尼和休乐帮助 高晓冬也勉强能够参与进去 不至于游离于群体之外 玩到了11点半 大家各自回家 内威尔表示 让费迪南德去送高晓冬 但韦迪奇却说他是路 坚持由他来送 最终由韦迪奇 把高晓冬送回了老里酒店 在路上聊天的时候 韦迪奇说到了 今天中场休息时候 费迪南德指点高晓冬的那番话 他让高晓冬 不要像费迪南德那么偏激 场上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四季报复是正确的 随便吃牌是对球队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高晓冬本以为曼联双中卫关系默契 肯定是好友 现在看起来 两人也不像球场配合的那么好 后来韦迪奇又热心地问高晓冬找到房子了没有 他家旁边有一套别墅 是前曼联球员的 不过已经多年围住了 高晓冬一问 原来就是那威尔给他说过的 理查德森的房子 韦迪奇回去之后 肖乐有向他们的说道 哎 这曼联的大佬们对你都很热情啊 高晓冬笑嘻嘻地说 那说明我人缘好 自作多情吧 我听说队长内威尔要退役了 韦迪奇和费尼丹德要争队长威尺呢 估计啊 都想拉拢你这个福格森教练的红人 高晓冬笑着说道 拉拢我干嘛呀 我也想当队长啊 肖乐大笑着说道 你想当队长 你以为这是青黄不羁的国民啊 那威尔后面有费迪南德和韦迪奇 他们后面是弗莱扯和卡里克 弗莱扯和卡里克后面是鲁尼 轮到你还早着呢 高晓冬性向地说道 好吧 其实给我个副队长 我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呀 副队长都人满为患了 鲁尼都没资格 哪有你的份啊 高晓冬急于想看自己的红包大力 别说道 想想还不行啊 我要睡觉了 快死了 睡吧 你明天放假 可怜我还得工作 高晓冬笑着说道 你这是想让我给你涨工资啊 知道就好 马上就给你涨啊 算你有良心 肖乐给高晓冬泡好了一壶茶星酒 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39集 奖品和豪宅 销了离开之后 高晓冬马上打开了巨星系统 找到系统消息 点击最新的系统消息 眼前马上显示了一行字 叮 玩家获得社区盾杯冠军 奖励第几万能语言转化一个 请注意茶烧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高晓冬很好奇地点了一下红包 手掌里马上出现了一块 口香糖一样的东西 接着 大脑里显示出关于物品的信息 万能语言转化仪 梦幻现实研究所开发 拥有不同语言和母语之间的转化功能 第7万能语言转化仪 只能和一种语言转化 玩家请选择 接着 成千上万种语言 瀑布一样地在高晓冬的脑海中流过 看得高晓冬头脑发胀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高晓冬兴奋极了 他正在为语言不通而烦恼呢 有了这个语言转化仪 后面就方便了 不过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跟一块口香糖似的 难道要吃下吗 高晓冬看着手里的口香糖呆呆发愣 这个语言转化仪怎么用啊 高晓冬向系统不耻瞎问 系统又冷冰冰的何长言说道 含在嘴里 哦 含在嘴里 高晓冬晕了 你嘛 这含在嘴里还怎么说话呀 万一咽到肚子里怎么办呢 系统不语 高晓冬无奈 含就含吧 他妈反正不是毒药 高晓冬把语言转化仪放到了嘴里 正想试试能不能转化呢 他感到这个转化仪好像突然融化成了一股热流 在口腔咽喉中四处流动 口腔咽喉舌头都好像被开水烫着了一般 疼得高晓冬差点叫出声来 过了一会儿 热流消失 他的口腔咽喉舌头就像结了一层膜 再过了一会儿 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高晓冬舌头动了一下 忽然发觉语言转化仪消失了 高晓冬大致一惊张开嘴向外图 但哪里还有语言转化仪的影子 诶 系统 我的语言转化仪呢 系统冷冰冰的说道 已经安装在你的身体内了 啊 高晓冬这才明白 刚刚原来是在安装施工啊 这 这 他们是安装 高晓冬惊奇的问道 系统不答 好吧 系统啊 这个又怎么用啊 高晓冬性向的说道 系统说 随心意试用 那太好了 高晓冬非常欣喜 马上开始实验 晚上好 高晓冬想着用英语说呢 说出口之后 果然到耳朵里就变成了英语 高晓冬兴奋不已 又念了一首唐诗 呃 窗前明月光 果然 出口之后也变成了英语 高晓冬又唱了一首国内流行的荷糖月色 也同样转化成了英语 虽然高晓冬听不懂 但高晓冬能感觉到比肖乐说的还要标准得多 高晓冬唱得兴奋了声音有点高 肖乐在隔壁都听见了 跑过来敲门喊道 小冬 你不睡觉 你鬼叫什么呢 高晓冬这才如梦方醒 连忙说道 哦 说梦话呢 说梦话唱歌呀 肖乐怒了 唱了怎么办呢 我也很绝望啊 高晓冬笑嘻嘻地说道 赶快休息 你不睡觉 也不怕影响周围的人 哦 好的 这就睡 高晓冬研究实验完了 这语言转化仪 确实是货真价实 童锁无期 便高兴地睡了 第二天 高晓冬醒来在餐厅吃了早点 刚刚回到房间 肖乐就过来叫他学英语 高晓冬不敢透露自己得到的 万能语言转化仪 又不想浪费时间 跟着肖乐学幼稚的日常用语 学了一会儿 正想找个借口溜出去呢 这个时候 梦威尔打了电话过来 喂 高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带你去看看房子 高晓冬脱口而出 有啊 什么时候去啊 看到肖乐狐疑地看着自己 那边的梦威尔也惊讶地啊了一声 高晓冬这才意识到不对 联盟把手机扔给了肖乐 肖乐接过电话 喂 什么事情 家里先生 哦 我和理查德森联系好了 带高去看看房子 哦 高正在学英语 能等一小时之后吗 高晓冬一听 还要学一个小时 联盟用汉语说道 哎 小乐姐 别让队长等了 咱们直接去吧 肖乐惊讶地说 我说的英语你听得懂 高晓冬郁闷了 只好说的 不是 瞎猜的 肖乐万万想不到 世间还有巨星系统这个东西 也不宜有它 不行 必须学完再去 高晓冬说 这 跟着那威尔也是学习英语啊 是吧 肖乐想想也是 便问内威尔在哪里 他和高晓冬打车过去 内威尔给肖乐说了地点 肖乐和高晓冬换了衣服 出门打地 赶往柴郡砍房子 高晓冬和肖乐到柴郡 普雷斯特伯里的时候 内威尔和理查德森 正在门口聊鲁尼的视角 看到高晓冬来了 内威尔向理查德森说道 这就是高晓冬 咱们曼联未来的核心 又向高晓冬说 高 这就是我的前队友 理查德森 房子就是他的 你好 高 我很喜欢看你踢球 你天生就是属于曼联的 理查德森热情地过来 跟高晓冬拥抱了一下 高晓冬说 我经常听队友们叹起你 你是个好人 国外看起来 没有好人卡这个说法 理查德森很高兴 让高晓冬和肖乐 进院子看房子的设施 别看理查德森名气不大 但房子一点都不比 鲁尼的豪宅差 差不多有三千平方左右 六个卧室 还有泳池 健身房 酒窖 车库 马厩 小足球场等设施 理查德森说 房子我好多年没住了 原来 做给特威斯住过一年 如果你觉得 不符合你的品位的话 可以重新装修 高晓冬围着房子 转悠了一圈 觉得还算满意 另外 曼联的球星 几乎都住在柴郡 在这里 跟队友交流也会很方便 便说道 厚 李查德森先生 如果要卖的话 你准备多少钱出售啊 卖给其他人的话 这套房子至少要三百万英宝 不过这是家里队长子中间人 你又是曼联球员 就两百八十万吧 高晓冬不想马上定下来 准备再杀杀价格 便说道 哦 李查德森先生 我在苏尔福德 还客了一套公寓 我回去考虑考虑 然后再给你答复吧 李查德森也知道 这么高价位的一套房子 不可能一次就搞定 好 没有问题 欢迎随时来看房子 要是我交给加利队长 寒暄一番之后 李查德森回了桑德兰 加利内威尔送高晓冬和肖乐回酒店 在路上 加利内威尔告诉高晓冬 李查德森那套房子 两百八十万英镑 超值了 有人出过两百九十万英镑 他没有卖 高晓冬心道 我才来曼联呢 你和李查德森是多年队友 又都是英国人 当然会帮他 我可不相信你的 回头啊 我问问海哥去 回到了酒店 高晓冬马上给原来在曼城 现在已经回国踢球的孙海打电话 问他柴郡的别墅价格 孙海虽然离开曼城已经两年了 但在曼城依然有着很广的人脉 马上打电话 找人给高晓冬打听柴郡 普雷斯特勃里的房价 然后呢 又打听了一下李查德森的房子情况 最后告诉高晓冬 280万英镑的价格不高 可以出售 另外孙海又告诉高晓冬 如果想安静的话 你可以去斯托克港住 他在那里住过 想买房子 他也可以找人帮忙 不过高晓冬和肖乐商量之后 认为在柴郡住最好 便又和李查德森 卡了卡价 最后270万英镑 买下的李查德森的豪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40集 鲁尼流队 社区盾杯夺冠之后 曼联全队放假一天 然后继续学练 备战新赛季 和纽喀42连的 英超首秀 社区盾杯不过是个 积赖赛事 夺冠之后 就没有人再谈论 英伦三岛最火的话题 还是鲁尼的转会门 和嫖娼门 媒体和球迷都认为 鲁尼肯定要转会 也认为鲁尼和柯林的婚姻 也走到头了 但在社区盾杯之后 关于鲁尼的舆论风向 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先是鲁尼的经纪人 开新闻发布会 表示外面关于鲁尼的 很多传闻都是造谣 鲁尼虽然犯下了一些错误 但他也是受害者 弗格森也出来认为 鲁尼虽然冲动 可能犯下了一些错误 但有些媒体太没有操守 编织了很多谣言 把鲁尼说得太不堪了 接着呢 鲁尼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承认自己出轨 向柯林道歉 但否定了很多 关于他嫖娼的事情 鲁尼表示 我做的 我承认 我没有做过的 谁造谣 我和他法庭见 在经过弗格森 斯特拉福德等人的劝说下 柯林也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 他向记者表示 虽然鲁尼犯了错 孩子都离不开鲁尼 在嫖娼们稍稍缓和之后 斯特雷福特马上宣布 鲁尼将和曼联续约 随后 弗格森也证实了 鲁尼将要留下的消息 并且告诉球迷 和鲁尼的谈判正在进行 双方意见基本一致 谈的都是细节 续约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仅仅一周多的时间 但对于曼联的球迷来说 这一周过得比一年都精彩 先是高晓东转会 接着鲁尼嫖娼门 接着社区盾杯夺冠 然后鲁尼突然宣布留下了 虽然鲁尼申请转会 伤了曼联球迷的心 在曼联球迷心里 埋藏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 但在上赛季几乎四大截空 九二班和费迪难得 为迪奇 埃弗拉 范德萨等人 老去的情况下 大多数曼联球迷 还是压抑住了内心的不快 理智地希望鲁尼留下 和高晓东双胖合璧 继续保持争贯的实力 现在鲁尼宣布续约留下 大多数曼联球迷是非常高兴的 当然 也有不少球迷宁愿鲁尼离开 也不要一个不忠诚的人 身陷嫖娼和转会漩涡的鲁尼 没能参加社区盾杯的比赛 不过 在宣布续约之后 鲁尼终于出现在了 卡林顿训练基地 虽然现在高晓东 是蔓廉的新后巷 这么多球迷围在卡林顿基地周围 就是为了看高晓东 但鲁尼最近太活了 都快冲出地球了 飞向银河系了 他溥溢出现 马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卧槽 这不是鲁双飞吗这个 哟 鲁雄军要去约了 还没转会呢 不是说去游文吐司吗 谁说的 鲁奶牛不是要去曼城吗 鲁尼不是更喜欢老夫人吗 诶 柯林跟他离婚了吗 还没有 不过柯林现在改口了 说他离不开鲁雄心 哼 是离不开鲁雄心的钱吧 看到鲁尼来了 不希望鲁尼留下的球迷 纷纷调侃讽刺鲁尼 哪怕是希望鲁尼留下的曼联球迷 对鲁尼的态度 一时也改变不过来 鲁尼也知道 自己伤了曼联球迷的心 嫖娼门的麻烦还没有结束 也收敛了原来的火爆脾气 没有跟球迷怼 刻意的低调做人 曼联的球员正围在一起聊天 高晓东和纳尼 瓦德西亚在联系射门 看到鲁尼来了 其他球员都跟鲁尼打招呼 但九二班的大佬们 都中作没有看到鲁尼 鲁尼已经决定了 要续约留在曼联 对曼联的大佬们 当然不敢得罪 他走过去向家里纳维尔 吉格斯和斯科尔斯问好 那维尔几乎是用鼻子哼了一声 哼 维尔 无论你走还是留 都不要搞到这个地步 你这是毁了自己 知道吗 吉格斯冷冷地说道 男人偷吃不算什么 但一定要把嘴巴擦干净 斯科尔斯淡淡地说道 我不知道女人哪点比足球 还有心眼力 鲁尼唯诶诚实 不得不低头 听大佬们的教训 毕竟他十八岁来到满联 九二班的大佬们 几乎是手把手 吊把吊地 带着他走向成熟 在柯林打算跟鲁尼离婚的时候 除了弗格森 内威尔 费迪南德 也去劝过柯林 高晓东 纳尼 瓦勒西亚 看到鲁尼来了 都过来跟鲁尼打招呼 高晓东说 欢迎 威恩 瓦勒西亚说 嘿 大家都想你呢 纳尼说 威恩 放开一切 好好训练吧 鲁尼正被大佬们教训得不耐烦 看到高晓东三人过来 好像来了救星一样 过来跟高晓东拥抱 哦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来 射门 纳尼正在高晓东身边 打算给高晓东翻译的 没想到高晓东突然说起了英语 虽然很简单 但总算能交流了 纳尼不仅赞叹 高晓东学习能力是真强啊 鲁尼求之不得 好 我正想练练射门呢 说着 鲁尼拦着高晓东的肩头 向球门走去 纳尼和瓦勒西亚看得发呆 心到说 嘿 这鲁尼和高晓东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密切了 难道就是因为在推特上支持鲁尼 早他们知道鲁尼留下 我们也在推特上支持一下呀 纳维尔基格斯斯科尔斯三个人 看到鲁尼拦着高晓东去踢球 相互看了一眼 暗自点了点头 心到说你看 这个华国高啊 深得教练喜爱 情商也高 刚刚来到语言都不同 就和队友打成一片 甚至还赢得了竞争对手鲁尼的好感 只要他别像C罗一样 他比鲁尼更适合做满联的队长和领袖 距离和纽喀斯尔连队的英超开幕战只有三天时间 慢连的训练变得更加有针对性 纽喀斯尔连队是升班马 一年前喜鹊军团纽喀斯尔连队在联赛莫伦 百兵 维拉 惨遭降级 但不到一年的时间 喜鹊涅槃重生 虽然降级过后 维杜卡 欧文 马丁斯 达夫 格雷米等球星纷纷离开 表面上看 喜鹊重盘歇离 但留下来的队员却也是英超班底 从门将哈勃 到后卫 科罗奇尼 中场巴顿 阿兰史密斯 凯文诺兰 到前方 阿美浩比 都是在英超摸爬滚打多年 而且留下的这帮子球员 不如以往那么多大牌 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内讧 在修顿的带领下 他们变得非常团结 取得的成绩也很惊人 本赛季他们取得了102分 提前五轮就拿到了英超资格 夏季转徽的时候 纽卡斯尔连队不似当年那般灰烬如荼 他们的签约和理性 都是非常实用的球员 尤其是阿森纳后卫 导将坎贝尔的免费加盟 让喜鹊军团的后防线 实力大增 如果他们大摆铁桶阵打反击 曼联想赢也并不容易 曼联的打法非常的成熟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安排高晓东 如何最大程度的 发挥高晓东的威力 对升班马 也许高晓东上不上 曼联都能赢下 但现在正是磨合阵容的时候 现在不安排好高晓东的位置 以后赛成密集的时候 再磨合就晚了 社区盾杯对切尔西 弗格森忌惮 还是里尔科的攻击力 和自己右后卫位置的短板 把高晓东放在了 右前卫的位置上 这次对阵升班马 弗格森决定 让斯科尔斯和高晓东 搭档打中前卫 看看效果如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41集 英超首秀 社区盾杯结束 曼联3比0 击溃双冠王切尔西多冠 这也标志着 英格兰足坛新赛季大幕 即将揭开 虽然双冠王切尔西老板哈布 已烧钱分明 但主帅韩奇罗迪 出手却相当谨慎 在已经接近尾商的 夏季转会市场 没有太大动静 买了以色列人贝纳勇 却走了巴拉克和乔科尔 不过 后妖海信商与付出之后 切尔西的中场 依然冠决赢超 新赛季 他们依然是冠军的大热门 能够和切尔西抗衡的 只有轰摩曼联 在曼联球迷 掀起绿金起义的时候 没有几个神棍 能够预见到 截止八月中旬 格雷泽家族 在转会支出上 会和隔壁的 谢赫曼苏尔 本扎耶德 阿勒纳赫雅 大哥平手 后者可是坐拥 世界持有储备 十分之一的高端土豪 曼城的转会支出 一个多亿欧元 但曼联 八千万买下 国米核心高小冬 一千万欧元 拿下埃尔兰德斯 还加薪留下了 打算转会曼城的鲁尼 再转会市场 并不输于完成多少 英超四大 猴门之一的 哈森纳 虽然留住了 核心法布雷加斯 但只靠一帮 娃娃打天下的温格 恐怕依然只是 陪太子读书的命运 利物浦上赛季 出人意料的 跌出前四 让四大占据前四名的 英超六年的格局 首都变化 如今 杰拉德 托雷斯等大将 虽然宣布继续效忠 但新主帅霍奇森的 指教水准 难和名帅相比 利物浦想要有所作为 难度很大 他们最现实的目标 还是回到前四的位置上来 而不是夺取联赛冠军 英超可能不是 技术含量最高的联赛 但绝对是 世界足坛竞争最激烈 商业价值最高 收看球迷最多的联赛 这么多年来 英超的冠军 和无惯席位 一直被四大豪门把战 球迷都有点身为疲劳了 上个赛季 热刺虽然冲到了第四名 但冠军争夺 依然是满联 切尔西 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不过 这个赛季 也许会变得有所不同 大手笔买进了 意大利天才巴勒特里 西班牙中场西尔华 科特迪瓦中场突来之后 漫长队实力暴涨 本赛季有望和热刺 一起改变英超的争冠格局 在德甲 南大王拜仁一家独大 奖杯拿到手软 在西甲 永远都是黄马巴萨和人转 在一甲 争夺冠冠军的球队只有三只 就是米兰双雄加上游文吐斯 只有英超 最少也有四只球队争夺冠军 本赛季更是有可能六只球队争夺连赛冠军 在英超 志在夺冠的球队 从一开始就必须绷紧着神经 打好每一场比赛 一旦出现不应该的丢分 最后肯定要为这样的丢分而后悔 联赛首轮冠亚军 切尔西和曼联的对手都是生半马 而利物普和安森纳 曼城和热刺却捉对厮杀 这对曼联和切尔西来说 都是好机会 一旦红军和枪手 曼城和热刺站平 他们就可以趁机领跑积分榜 获得心理上的优势 曼联对阵生半马 纽卡斯尔的战绩出责 主场更是38年没有输给过纽卡斯尔 胜利悬念不大 对曼联球迷来说 8000万欧元 加盟的标王高晓东的表现 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虽然在之前的热身赛和社区盾杯比赛中 高晓东首发两场 打击六球 枪口热的发烫 但热身赛和社区盾杯 完全没法和联赛相比 英超是商业推广最高的联赛 哪怕是最差的保级球队 每年仅仅分道的转播费用 就高达5000万英镑 对于小球队来说 留在英超就意味着巨额的收入 所以联赛每场逼争 强度极大 经常有伤筋断腿的惨憾发生 在这样的比赛中 从节奏缓慢的一甲转回过来的高晓东 能不能适应英超的快节奏高对抗 还是一个问号 一旦发挥不好 第一身价兼第一高薪的高晓东 承担的压力将非常大 福格森经验丰富 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在排兵不战的时候 既没有把高晓东排在右前位的位置上 也没让高晓东担任中场核心 而是让高晓东和斯克尔斯搭档中前位 高晓东拖后防守 斯克尔斯调度组织 纽喀斯尔的攻击力有限 高晓东受到的压力不会太大 就算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也不会太难看 8月16号晚 曼联和纽喀斯尔的英超首轮比赛 终于拉开了展目 这是英超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此前结束的比赛中 利物浦和阿森纳 曼联和热刺统统终站平 不过曼联最大的对手切尔西 却展示了极佳的状态 他们6比0血洗生半马西伯罗姆 暂时领跑积分榜 本场比赛纽喀斯尔主力进出 门奖1号哈普 4号位 14号佩尔奇 2号科洛奇尼 6号威廉姆森 3号恩里克 依此排开 4前位 18号古铁雷斯 17号阿兰史密斯 7号巴顿 10号老特利奇零星站位 双前锋 9号卡洛尔突前 4号诺兰在他的身后活动 天空体育著名解说员马丁杰斯说道 哦 面对强大的曼联 纽喀斯尔并不是一定要在老塔拉福德把曼联拉下马 他们主要是要展示自己的精神面貌 打出自己的水平 赢得球迷的支持 曼联的首发阵容更有针对性 门将1号范德萨 4号位 21号拉菲尔 15号位迪奇 5号费迪南德 3号海弗拉 前位25号巴勒西亚 10号高晓东 18号斯克尔斯 17号纳尼 前锋9号贝尔巴托弗 14号埃尔南德斯 对此解说员马丁说道 哦 从阵容上看 福克森爵士排出的这个阵容是比较年轻的 对手比较弱 福克森显然是希望用快打旋风 把对手冲垮 想打升班马的比赛 就是不能跟他们磨 要快速进球 把他们的自信心击溃 这样后面就好打了 安琴洛丽的切尔西就是这样干的 福克森爵士估计也准备这样做 接着马丁又专门输了高晓东 谁也想不到曼联能够买下高晓东 爵士的破例真不是一般人能够赶得上的 温哥的执教能力不比福克森爵士差 但这个破例差的不是一点两点啊 好了 今天的比赛看点就在高晓东的身上 别看高晓东射去盾杯借了两个球 但那更像是热身赛性质 双冠王切尔西也不是很重视 联赛如果不能进球 以高晓东的身价和年薪 马上就会受到质疑 20岁8000万 这是荣耀也是压力 欲戴王冠虚承其重 这就是球星的代价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五八七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纽卡斯尔率先发球 面对强大的曼联队 纽卡斯尔采取的是防守反击的斩数 前面只有前锋卡洛尔前压 遏制曼联的中后卫 其他人几乎都没有过中拳 曼联主场作战 实力又明显强过对手一抽 开场双前锋和两个边前卫 就迅速前插 逼迫喜鹊军团的后卫 纽卡斯尔并不准备在曼联面前玩控球 对手逼过来之后 看到没有安全的泄露可传 后卫马上一脚 把球开向了前场 球背带上队长秀标的威迪奇强盗 钉给了负责组织调度的斯科尔斯 斯科尔斯处理球非常快 在喜鹊军团的球员上抢之前 迅速把球传给了边路的瓦瑞西亚 瓦瑞西亚传给拉边经营的埃尔兰德斯 自己快速下底 但是 埃尔兰德斯和瓦瑞西亚并没有形成默契 拉球转身想横向带球 转身看到了高晓东前插 便把球横传给了高晓东 高晓东前插又快又坚决 防守球员已经放传过来 高晓东依然不管不顾的一脚抽了过去 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被挡住 高晓东也倒在了禁区前沿 看台上掌声一片 英超球迷最喜欢硬寒 高晓东的这脚射门 是迎着放斩后卫做的动作 且不说射得合理不合理 至少这个勇气值得掌声鼓励 球依然在曼联的控制下 斯科尔斯再次分边 纳尼在边路突破后很爽 一脚传向中路找贝尔巴托夫 贝尔巴托夫没有顶到球 但也晃了后背一下 球从禁区飞了过去 瓦雷西亚在边路胸部停下球 喜缺后背贴过来 拉菲尔已经逃边 瓦雷西亚直塞 拉菲尔下地传中 贝尔巴托夫慢了一步 球被后背解围出了禁区 万联的边路战术打得很好 纳尼和瓦雷西亚都能够利用球场宽 把球传出来 可是纳卡斯尔也知道 不能防得慢连打不出进攻 他们把防守中心 都放到了自己的禁区内外 贝尔巴托夫个头是高 但喜欢玩脚下活 不是德罗巴那种魔术 小弯豆海尔南德斯 就是在贝尔巴托夫身边解漏 贝尔巴托夫都无法抢到落点 他更是起不到作用 现场解说员马丁叹息地说道 哦 其实还是上鲁尼最好 但最近鲁尼陷入了嫖娼门和转会门 福克森爵士为了保护他 没有让他上手法 不过如果迟迟不能打开局面 估计下半场鲁尼还会上场 万联在比赛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纽卡斯尔刚刚胜到营超 动力十足 球员们齐心协力防守 万联连续获得射门机会 却始终无法取得进球 高晓东今天的任务很简单 他主要就是前插射门后撤防守 由于纽卡斯尔的攻击力实在有限 高晓东基本上就是在对手的30米区域活动 当然 对手后反击一下的时候 斯科尔斯跟不上 只能高晓东去追 以曼联的攻击力 在贝尔巴托弗和爱尔南德斯 吸引对手注意力的情况下 高晓东破门的可能性很大 但比赛贴了30分钟 高晓东却连射门的机会都没有捞到几个 就算有 射得也极其不舒服 能碰到球就算不错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可言 这30分钟的攻坚战 高晓东感觉出了曼联和国米的不同 国际米兰进攻的回合数不多 但每一次关键传球都很精准 前方得到射门的机会就打得很舒服 进球也就容易了 但曼联不是 曼联是冲击式打法 大开大合 最后一传并不精准 追求的数量取胜 传的多了 自然进球的机会就多了 另外 纳尼喜欢过人 传球的时机太晚 有时候 他传球的时候 对手的防守球员已经落位 进攻球员射门难度无形中就能打了 这就是曼联的打法 高晓东改变不了 只能加强在前场的跑动 提高射门的次数 纳维尔坐在替补席上 看着小马达一样上下左右翻飞的高晓东 向吉格斯说道 哇 这小子打什么位置都像模像样的 现在打比尔比中差 看起来不比弗莱扯和克里克差 吉格斯摆弄着手机说道 这样的万金有求员最不好安排 不过位置不固定 也会影响到他的地位 纳维尔叹息着说道 原来还和头说呢 为什么战术最严谨的穆里尼号 给高前场自由人的角色 现在看起来那确实最适合他 纳维尔和吉格斯说话的时候 没注意到弗莱扯和克里克的脸色不好看 因为高晓东和斯科尔斯共同首发 他们两人就被挤到了替补牺牲 如果高晓东真的在这个位置发挥出色 恐怕卡里克和弗莱扯都会被高晓东摁在板凳上 尤其是弗莱扯 他是弗莱扯的苏格兰老乡 也是弗莱扯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现在队长内维尔要退役 费迪兰德和贝迪奇都在争队长的位置 其实弗莱扯也想争 不过弗莱扯更希望队长能够长期在球场上鼓励队友 如果弗莱扯拿不到主力位置 这个队长就不用想了 今天首发的右前卫瓦勒西亚 在社区盾杯被高晓东压到了替补西上 至此高晓东打了中前卫 瓦勒西亚获得了首发机会 瓦勒西亚很珍惜这个机会 他拼命地给高晓东传球 哪怕传得很勉强也把球给高晓东 希望高晓东能够在中前卫的位置有出色发挥 这样高晓东就不会来抢他的位置了 这边瓦勒西亚为了首发位置全力给高晓东做球 那边纳尼踢球虽然有点毒 但赛前经纪人门德斯千叮咛万嘱咐 让纳尼一定要多给高晓东传球 帮助高晓东在满连立足 所以纳尼也不敢不传 于是呢 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瓦勒西亚和纳尼两意齐飞 但下地传中后几乎只找高晓东这个点 贝尔巴托夫和埃尔兰德斯 却成了吸引防守的幌子 现场解说员马丁泰勒解说了几十年 也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他忍不住说道 哦 这是什么情况 高晓东虽然是八千万转会 但毕竟是个新人 瓦勒西亚和纳尼传球都给他 这才加盟几天啊 难道地位都比贝尔巴托夫高了吗 比赛第三十二分钟 斯科尔斯直塞贝尔巴托夫 被阿根廷后卫 可乐器尼抢断 可乐器尼快速传给同胞 古铁雷斯 古铁雷斯拿球转身 但个头高转身慢 高晓东快速赶到 伸脚把球抢断了下来 趁着对手防线混乱 高晓东没有粘球 直接分辨给瓦勒西亚 自己快速前查 瓦勒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下底 一脚传向禁区 找高晓东前插的线路 高晓东插上速度极快 两个后卫上来封堵和拉扯 被他甩开 插到小禁区 高晓东本想顶向禁脚 但门将哈婆 再向左侧移动 高晓东飞身跃起 迎球一个狮子甩头 球变了一个方向 飞向了球门的右上角 投球是最难防守的 除了距离近之外 更因为角度难以判断 哈婆正在移动 高晓东甩头就知道不妙 赶紧刹车 想翻身回扑 但哪里还来得及啊 球掠过拼命跳起的 纽克斯尔防守球员 刷的分线了球王 1比0 高晓东第一次代表 曼联出掌英超 便为曼联取得了 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老爵也似有预感 在高晓东进球之后 他挥舞着双臂 从教练席冲了出来 好 干得好 虽然替补席的球员 各怀心事 但看到进球 他们也都冲出来 欢呼雀跃 看台上来了 七万多曼联球迷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想来看看 自己历史上 身价最高球员的表现的 高晓东的进球 迅速点燃了球迷的热情 他们激动地跳起来 欢呼声掌声 响彻老特拉福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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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联首开记录 1比0 高最近三场比赛的 第七个进球 正式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伟大的射手天赋 现在曼联的球迷 应该放下一半的心了 从前三十分钟的表现来看 高一个人干了 Fletcher和露尼 两个人的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扬 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四十三集 抢射 进球之后 高晓东第一时间 跑向坚持给他传球的华伦西亚 给了他一个猛虎下山一样的拥抱 可怜的瓦布射 被高晓东直接扑倒在地上 拉菲尔 爱尔南德斯和高晓东 在热身赛和社区盾杯配合过 两人也勉强能够用西班牙语交流 和高晓东较为熟悉 看到高晓东进球 他们也都飞奔过来请和 纳尼更不要说了 受到门德斯的嘱托 却没有能够给高晓东助攻 这个助兴的事情 是肯定要紧紧跟上的 他也跑过来一个华柜 扑到高晓东身前 使劲地拍打他的背部 贝尔巴托弗不喜欢高晓东 他和高晓东没有竞争关系 纯粹就是比赛风格不同的排斥 所以高晓东进球的时候 他没有过去和高晓东亲和 只是站在那里鼓鼓掌了事 斯克尔斯这样的老球员 冠军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对这样的进球肯定是更不在意 就是微笑鼓掌 向自己的半场走 准备迎接对手的进攻 场边的弗格森是个老江湖 他从进球后 队员们庆祝的情况 看出了队员们之间的亲疏 对高晓东能够很快地 赢得年轻队员的信任和喜欢 他很满意 一个球星 要想成为球队的核心 不是技术好就可以的 必须能够得到队友的拥戴 纽克斯尔主角脸休顿 很是蛋疼 他根据曼联的两场比赛的表现 认为高晓东这场比赛 应该继续打右前位 也做出了针对性波数 但没想到 弗格森这老狐狸 在第三场竟然变阵 让高晓东打中前位 还不是拿球的那种中前位 而是逼而逼中场 他的队员根本就不知道 该如何去限制高晓东 可想而知 一个八千万身价的球员 不受到限制 会变得多么可怕 休顿赶紧招呼队员 加强对高晓东 无球前差的防守 不能让高晓东 踢得这么舒服 不过纽卡斯尔赛前 没有做好部署 比赛中随便改变 怎么可能防住高晓东呢 何况被曼联进球之后 纽卡斯尔必须增强攻势 想顶住速度比赌 你还快的高晓东 就更加不可能了 比赛继续进行 突然改变比赛节奏的 纽卡斯尔 也让曼联一下适应不过来 第35分钟 纽卡斯尔前场凶猛逼强 纳尼持球有点大意 出球慢了一点 在禁区一侧 被巴顿抢断 巴顿迅速从中场 和后卫之间的空隙 接近禁区 在为第一起 没有感到封堵之前 一脚推射 打向球门的左下角 门将范德萨 在那里丢球之后 就快速地向左侧移动 范德萨机面的移动 给了他扑球的机会 他飞身于远 单手把球打向了边线 纽卡斯尔的边前尉 刚刚助攻到了禁区一侧 他第一时间把球抢到 趁着曼联防守混乱 门脚还没有爬起来的时候 一脚横传到了禁区前沿 找曼联救将阿兰史密斯 阿兰史密斯大喜 能够在老东家的主场 老特拉福德进球 那简直是人生中 最幸福的事情了 射门的时候 他几乎都在想 自己进球之后 要不要庆祝了 但脚出到球之后 突然一只脚也同时出现 球正好打在这只脚上 弹到了一边 接着 阿兰史密斯就像被一头狗熊撞到 踉枪了两步 差点摔倒 封堵阿兰史密斯射门的 正是高晓东 他抢到皮球 向前带了两步 看到海尔兰德斯快速启动 他马上长船 打纽卡斯尔的反击 高晓东这季长船的时机掌握得很好 方向也刁钻 就是力量稍微大了点 埃尔兰德斯追上球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射门的角度 只能回闯给比尔巴托夫 不过 这个时候 纽卡斯尔的后卫拼命回追 埃尔兰德斯拿到球的时候 他们也追到了小禁区 但潇洒哥 比尔巴托夫 因为跑得慢 这个时候 才跑到禁区前沿 埃尔兰德斯倒三角回船 比尔巴托夫正好无人防守 他轻松一脚推射 攻破了哈破把守的打门 2比0 进球后的比尔巴托夫 兴奋地跑向了看台 接受七万球迷的欢呼 却没有去感谢 给他助攻的埃尔兰德斯 和策划这个进球的高晓东 看台上的球迷欢呼雀跃 现场解说员马丁笑着说道 哦 这个配合非常的漂亮 只用了两脚传球就完成了破门 这很慢连 这个进球高晓东鞠躬之位 埃尔兰德斯的积极跑动 也是进球的关键 对于吃饼的贝尔巴托夫 我们究竟是该说 他懒人有懒福呢 还是说他跑被刁钻呢 如果说高晓东进球的时候 佛格森是满意的话 那么高晓东发动这次进攻之后 他在佛格森的心中 已经接近完美了 能进球能防守还能传球 就算对手弱一点 当年的C罗也做不到 啊 看起来 高适应营筹也没有问题 但我究竟把他放到什么位置上呢 佛格森摸着鼻子放在难尾 曼联2比0之后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悬念 如果纽克斯尔继续进攻 曼联的反击 有可能把他们撕成碎片 比赛继续进行 纽克斯尔倒没有失去理智 他们没有大举进攻 只是在中场和曼联搏杀 稳定一下阵交 曼联锁定胜局之后 并没有收手 继续蒙攻 但上半场的最后十分钟 他们没有能够再次攻破 纽克斯尔的打门 最终以2比0结束了上半场 回到更衣室 此前一直在不同场合 称赞高小冬的佛格森 却只是对高小冬输了一句 打得不错 好好努力 反而大力称赞 海尔兰德斯和比尔巴托夫 对老头子这份心思 9-2班的几个大佬都很清楚 原来称赞高小冬 佛格森是担心高小冬压力太大 给他支持和信任 现在三场比赛下来 高小冬发挥极其出色 赢得了球迷的信任和喜爱 媒体也找不到一点黑点 佛格森当然要压制一下他 毕竟才是20岁的孩子 外面都是称赞 很容易膨胀 对纽卡斯尔这样的球队 又两球领先 佛格森没有什么好说的 简单交代了几句下半场的打法 嘱咐球员们不可轻敌 就回教练室休息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 纽卡斯尔并没有换人 别看比分是0比2 其实呢 这是两支球队之间水平的正常体现 并不能说纽卡斯尔打得多差 只要比分别被打得跟切尔西打西布罗姆一样 球迷就能够接受 下半场开始波澜不惊 双方的拼抢都是在中场 但十分钟之后 斯科尔斯接费迪南德的传球 半转身就是一脚长传 打向后卫身后 比尔巴托夫和斯尔克尔斯有默契 他反越位成功 插到了后卫身后 用脚背把球稳稳停下 带球杀向禁区 无奈比尔巴托夫的速度不快 他没带几步 两个中后卫 威廉姆斯和可洛奇尼 就都追了上来 可洛奇尼和威廉姆斯 都是原来英超的球员 富有惊讶 一个过来贴身干扰 一个在一旁协防 封读比尔巴托夫和哈尔南德斯之间的传球泄露 比尔巴托夫还可以回闯给中场的斯科尔斯 或者高晓东再阻止 但是曼联哈尔比林领先 比尔巴托夫就没有回船 身体一晃把球一拨 向变相过掉科洛奇尼 科洛奇尼没有吃黄 快速倒地铲断 比尔巴托夫先出了脚 科洛奇尼虽然没有把球断下 但也碰了一下球 改变了球的方向 比尔巴托夫赶紧变相去追球 但他还没启动 一个矮壮的身影 就从比尔巴托夫身边飞驰而过 追上皮球 抡起大腿 球是一脚爆射 球带着呜呜的风声 呼啸飞起 纽卡斯尔门将哈破手臂还没有完全张开 球已经闪电般地从他身边飞过 咚的一声 打在横梁下眼 弹起了球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44集 血洗生斑马 进球的正是高晓东 斯克尔斯传球的时候 他还在自己的半场 比尔巴托夫和后卫 只连活了一会儿 高晓东就跑到了喜鹊军团的 30米区域 看到比尔巴托夫过人 没有完全成功 球距离比尔巴托夫有点远 高晓东担心被对手解围 他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射了一脚 3比0 大局已定 进球后的高晓东 拖下球衣 挥舞着跑向看台 跳过广告牌 双手高举10号球衣 接受球迷的欢呼 首次在联赛亮相 就在球迷面前晒球衣 满联100年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干过 无论是风流的贝斯特 霸气的坎通纳 凶悍的吉恩 还是傲娇的C罗 都没有这么干过 满联的球迷被高晓东的霸气惊呆了 瞬间几乎无语 不过在球场上 这种霸气自信的行动 很容易鼓动人心 马上掌声和欢呼变得更加热烈起来 在网络上看直播的球迷们也非常震撼 高晓东的粉丝都纷纷在论坛和推特 微博上赞叹和调侃高晓东 卧槽 霸气磁漏啊 嘿 国王真下廉了吗 哦 这是开创一个10号的传奇吗 等上演帽子戏法再晒球衣啊 嘿 万一进不了三球呢 赶紧装才对 哦 上帝啊 这笔装的我给满分 嘿 10号就该穿在高晓东的身上 就这气势 鲁雄心就做不到 满连10号要压制7号了 满连的替补席和教练席正在鼓掌欢呼 看到高晓东在七万多球迷面前晒球衣 也都愣住了 高晓东是有实力不佳 但这么高调的话 如果后面不能有巨星般的发挥 这个晒球衣的行为肯定是要被人嘲笑的 那位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只能干笑着一声 这小子 学坎通纳 倒是学得很像啊 弗莱扯把高晓东当成了竞争对手 看到高晓东装逼媳妇 皱着眉头说道 他永远成不了坎通纳 鲁尼笑着说道 高怎么能成坎通纳 高看来让人想笑 坎通纳看来让人害怕 吉克斯哈哈笑道 高就是个逗逼啊 不喜欢高晓东的不值辅来车 潇洒哥比尔巴托夫 原来就不喜欢高晓东 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球方 本场比赛 两个边前卫不给他这个正牌中锋传球 却不断地给高晓东这个前卫传球 也让比尔巴托夫很不爽 看到高晓东抢他的球射门 进了还去装逼 比尔巴托夫更加不高兴了 他阴沉着脸想回走 连鼓掌都没有鼓掌 这次高晓东的庆祝太高调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高晓东的身上 并没有人注意到比尔巴托夫的异常 曼联庆祝之后 比赛继续开始 已经三球落后的纽克斯尔 除了挽回一点颜面之外 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不过升班马想在老特达福德球场挽回颜面 实在是太难 纽克斯尔加强进攻和跑动 看看能不能趁着曼联心态放松打一个 但纽克斯尔攻了十分钟之后 不仅没有扳回一个 反而被曼联利用反击又打了一个 进球的是海尔南德斯 传球的是生江头斯克尔斯 断球的是高晓东 比分变成了4比0 首发两前锋全部进球 中前为高晓东除了进球之外 也有出色的发挥 弗格森决定换上替补上场 找找感觉 适应一下比赛的气氛 比赛第65分钟 欧文和弗莱托夫上场 换下了贝尔巴托夫和斯克尔斯 高晓东继续留在场上和队友磨合 不过擅长防守的弗莱托上场之后 高晓东接过了斯克尔斯的组织调度任务 成为了中场的策划者 高晓东虽然希望能够再进一球 上演帽子戏法 但既然弗格森让他组织调度 他不敢为了自己的私心 不顾教练的命令 他便把更多的精力 用在了组织传球上 弗莱托虽然不喜欢高晓东 但踢球很规矩 弗格森让他防守 他就是防守 并不去抢高晓东的活干 欧文上场后的心情很复杂 这种复杂不仅是因为 要面对效力四年的纽卡斯尔 更多是因为被强行抢走了七号球衣 高晓东来到曼联之后 虽然抢的是鲁尼的球衣 但鲁尼拿到了 在曼联更珍贵的七号 所以受害者只有欧文 他现在穿的是十二号球衣 不过欧文也没办法 他是曼联死敌绿谱的英雄 落魄后投敌 不受曼联球迷的拥戴 年龄大了 商业价值根本没法和鲁尼高晓东相比 被抢了球衣之后 除了转会只能妥免自干 欧文虽然在曼联待得有点憋屈 但越是这样 他就越希望证明自己的能力 因此上场之后 欧文跑动很积极 完全不在意 现在只是垃圾时间 高晓东感觉还是有点愧对欧文的 毕竟欧文也是拿到过金球奖的天才球员 现在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 高晓东也有些同情 觉得自己应该给欧文创造进球的机会 让他在老东家面前挺起胸扑 就算欧文想转会 有了好的表现 也能够拿到好一点的合同 比赛第72分钟 高晓东中路拿球 两个球员上来贴身包夹 高晓东凭借着强壮的身体和力量 亮亮腔腔摆脱了防守 看起来好像要倒地的样子 但是高晓东手一扶地 脚弓一扫 球穿透了纽克斯尔的防线 给了欧文一个直塞 虽然大多数人都以为高晓东传不出来 但欧文却一直在横向跑动 看看有没有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欧文马上从横向跑动变成直插 拼命去追这个球 那边门家哈普大胆 甚至冒失地冲出了大禁区来抢这个球 如果是红军时期的欧文 这样的球是师那修文 但31岁的欧文只能靠经验提球了 他差了一步没有碰到球 球被门家哈普飞身插了出去 欧文也被哈普撞翻在地 哎呀金铜欧文真是老了 这球要是鲁尼的话稳劲 这球要是当年的欧文更没跑啊 欧文根本就不该来曼联 就是球衣都被抢走了 这也是自取其辱 看台上传来球迷的叹息声 笑声和议论声 现场解除院马丁也连连摇头 哦谁也想不到 当年的追风少年会落魄到这个地步 被人同情的英雄 还不如被人痛恨的英雄 此刻欧文的内心一定很痛苦 不过从纽卡斯尔出来之后 欧文真不该选择满脸 虽然高晓东的这个传球被欧文浪费了 但高晓东并没有放弃 比赛第80分钟 高晓东扯边和瓦勒西亚打配合 瓦勒西亚横闯给高晓东 自己快速下敌 高晓东给了瓦勒西亚做了一个球 自己快速斜插向禁区接应 瓦勒西亚地滚球再传给高晓东 高晓东看到防守球员都奔着自己来了 看样子就是不想让他再进球 高晓东也不着急 他把球一踩 把防守球员吸引得更近 几乎不停顿的脚后跟一颗 球好像长了眼睛一样 正好传到了前叉的欧文的面前 高晓东吸引走了两个防守球员和门角 门前基本上空了 欧文脚弓轻轻一推 把球打进了球门 5比0 欧文上个赛季才进了三个球 现在第一轮就进了一个 还在老东家面前进的 欧文怎么能够不激动呢 他急奔急步 跳起来挥拳怒吼 曼联的球迷虽然不待见欧文 但欧文上场之后这么积极 他们也都站起来为欧文鼓掌欢呼 纽克斯尔的球员和球迷很不爽欧文这样亲和 但他们都知道欧文这是压抑的太久了 利用这个进球的机会发泄一下 一个老将受伤下滑 但不屈服于命运 来到豪文挑战自我 这种精神也让人佩服 所以纽克斯尔的球员和球迷也没有虚欧文 欧文的进球打碎了纽克斯尔人挽回颜面的幻想 他们发现了 如果他们继续进攻 后面说不定比喜伯罗姆还惨 便继续防守反击 曼联打进五球之后 也没有多少进攻的欲望 最后他们凭借着高晓东 贝尔巴托弗 埃尔兰德斯 欧文的进球 主场5比0 血洗生斑马 纽克斯尔 获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洋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45集 上头条 英超第一轮结束 卫免冠军切尔西 6比0狂胜喜布罗姆 排名榜首 上赛季亚军曼联 5比0血洗纽克斯尔 排名第二 新赛季 他们依然展现了夺冠大人们的实力 另外4支夺冠热门球队 曼城 阿森纳 六普 热刺 虽然占平 但他们是捉队厮杀 并不能说实力就弱于 切尔西满联 就像 满联不是首轮表现最好的球队 高晓东 也不能算首轮表现最好的球员 最好的后面 只能加上之一 因为切尔西的德罗巴 23分钟上演帽子戏法 完全不逊色于两球一助攻的高晓东 在赛后天空体育本轮最佳阵容的评选中 高晓东和德罗巴也都被打中了9分的超高分 在欧洲博彩公司的射手榜配率中 高晓东和德罗巴也名列前三 但德罗巴表现再好 也抢不了高晓东的头条 这不仅仅是因为英超需要新人 更重要的是 德罗巴不如高晓东会制作话题 在赛后 高晓东没开二度后晒球衣的画面 几乎出现在了所有网媒和纸媒体育新闻的头版头条 每日邮报也用高晓东在赛后接受采访的话说 高晓东晒球衣呢 只是想让球迷认识我是谁 其实就算他不晒球衣 也绝不会有人把他和朴志兴 和原来的东方卓认错 华国马拉多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哪怕上场一分钟 他的存在感也是爆棚的 我们不能说高晓东一定能成为曼联过王 但我们绝对可以说 他有这个潜力 太阳报评论说 哦 树一领晒球衣 和我们心目中低调谦逊的华国人印象截然相反 甚至和国民的高晓东也大相径庭 难道这就是环境改变人吗 就算是严肃的泰晤士报 也不得不承认 晒球衣这种狂妄的行为 在高晓东身上看起来还是很协调的 热身赛独中四源 社区盾杯没开二度数一零 联赛首秀再进两球晒球衣 三场比赛 近八球的高晓东有资格向球迷展示他的球衣 如果高晓东继续这样表演下去 也许未来曼联的十号也会成为传奇 虽然国际米兰在意大利超级杯三比一 逆转罗马再次夺冠 但看到高晓东的表现 意大利媒体依然有些炎热 米兰体育报酸溜溜地说道 哦 虽然高晓东在满联依然神奇 他有成为世界第一的实力 但没有了高晓东 国民依然恐怖 斯内德的作用并不比高晓东差 而且比高晓东更加低调 今年他同样是金球奖的折门 用高晓东换了八千万欧元 剩下一笔高额年薪 实力还不减 国际米兰其实是赚了 但图片报和米兰体育报的看法 却是相反的 曼联获得高晓东之后 等于多了一个全新的动力 更加充沛的发动机 看起来八千万太贵 但是前月第一天 高晓东的十号球衣 就卖出去了两万件 不到两周的时间 高晓东的球衣 卖出了十几万件 价值上千万欧元 这要下去啊 三年合同 不算其他的赞助 单单靠球衣收入 曼联就能回本 如果再拿到欧冠冠军的话 买了高晓东 那就是三年血赚啊 诸多豪门中 曼联在华谷的球迷最多 高晓东在曼联 连续有高光表现 再加上霸气侧漏的树衣领 和晒球衣的行为 给了黑暗中的华国球迷 一丝光明 华国国内球迷异常振奋 高晓东的微博 一天之间增长了五十万粉丝 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上 到处都是吹捧高晓东的声音 啊 红魔国王 这个位置胖子预定了 可称红魔王 三场奠定核心地位 鲁尼还是滚蛋吧 除非留下给胖子当小弟 斯科尔斯必须替补 天空体育给的八分 完全是因为他资历老 对对对 让位让位 斯科尔斯连给高晓东提鞋 都不斗格 哼 如果国王东方 是对华国足球的嘲讽和调侃 那么国王高 就是对华国球员的平反 华国人一样能踢好足球 我们才是足球的发源地 支持胖子拿金球 胖子不拿金球天理不容 胖子这表现不拿金球 难道要只打着 几场世界杯的梅西 C罗 斯内特 哈维 伊丽斯特纳吗 世界杯质量比欧观差远了 必须得打破世界杯年 世界杯冠军拿金球的恶劣惯例 当然了 林子大了呀 什么鸟都有 华国有高晓东的脑残粉 也有同样的有高黑 高黑的黑点一呢 是高晓东不进国家队 不为国效力 不爱国 二呢 是盲目的重阳媚外 信奉人种论的球迷 华国足球第一人 却不进国家队 看着国足丢人 这是爱国吗 国足带不动也得带 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和足协有矛盾 那不就是不为了国家效力吗 这是什么球星啊 高晓东不进国家队 就一成黑的 高晓东这身体不行 这一受伤就完了 黄主任不行 高晓东就是速度快强壮 论技术比梅西差远了 高晓东的头球 能比过C罗吗 还敢和马拉多纳比 如果说高晓东 在华国国内 是冰火两重天 那么鲁尼在英国 就是被放在火炉上烤 因为嫖娼门 和转会门的影响 在鲁尼 还没敲定续约之前 福克森不敢让鲁尼出场 害怕鲁尼发挥不好 被球迷虚 以鲁尼的暴躁性格 说不定就跟球迷应对 影响正在进行的签约谈判 福克森把鲁尼放在替补席上 用的是鲁尼在训练中 脚腕扭了一下的借口 但这个借口 在赛后受到了记者和球迷的调侃 BBC美女记者 罗干调侃说道 鲁尼训练受伤 据我了解 下脚的是福克森最大亲信 斯科尔斯 这不由得不让人怀疑 这是福克森爵士 在惩戒鲁尼 于是呢 推特上 英格兰著名记者 达威·米勒 调侃说了 我还以为是 佛爵本人产的呢 也是 大弟子出马就成了 鲁尼转会门和嫖娼门之后 表示要留队 当然不能再骂 两个名人带起了 调侃鲁尼的节奏 下面的球迷呢 都跟着效仿 埃夫顿球迷说了 鲁尼想去六婆 因为他想打 另一个级别的联赛 沈岸风啊 红军如今有保洁之忧了 切尔西的球迷说 我们不买鲁尼 谁还需要买鲁尼啊 他已经免费完成了 我们所需要的任务 搞乱曼联更衣室啊 曼联的球迷自己说呀 这他们一定是 葛雷泽的销售大法 如今呢 这卖球衣是越来越难 曼联营销部 一手策划了鲁尼危机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一些激动的球迷 把小胖的球衣烧了 确实 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真这么干 然后呢 就好兜售心的 耐克的员工球迷则说道 嘿 这是国际乳业的营销活动 知道吗 这些天呢 弗格森提出了奶牛论 这鲁尼可能认为啊 外面的牛奶比家里的奶牛好 管理球员呢 就像管理奶牛 伟大的奶牛 加上伟大的操场 加伟大的农夫 等于伟大的牛奶 有时候呢 买牛会不快乐 这时候啊 你就需要把他们 哎 移动到其他的操场去 和其他的冠军奶牛 待在一起 只有这样 才能生产出 梦幻奶牛 也有信奉阴谋论球迷认为 这是卢小胖 和爵业 连美演出的一出好戏 目的是为了 从格雷泽家族树里要钱 因为 爵业要买高小胖 格雷泽肯定不想花八千万 卢小胖要转会 只能买高小胖顶替 现在 高小胖买来了 当然 卢小胖要续约了 可怜的格雷泽呀 心疼残疾人一秒钟 关于 鲁尼的留言调侃 越来越多 福克森爵士 也担心夜长梦多 便以最快的速度 敲定了和鲁尼的合同 鲁尼的周心 从九万 提升到十六万英镑 仅次于高小东 成为 英超第三高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46集 普宇邦的雏形 在英超能抢高小东头条的 除了鲁尼 就是巴勒特里 继鲁尼续约 刚刚上了头条之后 接着 转汇费高达 3500万欧元的 曼城新元 巴勒特里 也上了头条 巴勒特里上头条 并不仅仅是因为车祸 而是因为 他奇葩的言行 加盟曼城之后 巴勒特里 因为手续问题 无法提英超首轮 这巴勒特里 闲得无聊 去酒吧泡妞 可能是 带回家的妞太性感 巴勒特里 巴勒特里走神的 在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当时 巴勒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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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特勒特里 巴勒特里 看了巴勒特里 的新闻 高晓东庆幸不已 在去酒吧之前 巴勒特尔 曾经给他打电话 让高晓东 跟他一起 去酒吧列宴 但高晓东 要装修新买的豪宅 拒绝了 现在想想 如果自己 陪巴勒特里 去了酒吧 估计今天 头条就是他的了 不过呢 巴勒特里 也确实厉害 抽烟喝酒泡妞 但不耽误他在球场上攻城拔债 第二天 曼城欧连杯对阵迪密索拉 巴勒特里替补上场 上场就进球 帮助曼城1比0击败对手 拯救了亨师曼奇尼 巴勒特里进球的时候 高晓东正和肖乐看新家的装修 他给巴神发了短信庆贺 然后就准备回唠里酒店 高晓东刚出门 门德斯就来电话了 让他去纳尼家聚餐 纳尼的家在柴郡的威尔姆斯姆 高晓东开着他新买的兰布基尼 去了纳尼家 到了才发现 不仅门德斯和纳尼在 安德森和刚刚转回曼里的前锋贝贝也在 除了这些男人 门德斯的女儿玛丽莎也来了 门德斯妇女带着纳尼 安德森和贝贝亲自到大门口 迎接高晓东的到来 在以往 这可是塞罗和穆里尼奥的特权 不过随着高晓东 在郭敏拿到三冠王 还获得了射手王 他也成为了门德斯心目中 仅次于塞罗和穆里尼奥的人 来到餐厅坐下 门德斯温和地向高晓东说道 晓东啊 最近业务繁忙 我也没来得及看望你 你在曼联生活得怎么样啊 哦 还好 现在住在俱乐部提供的酒店 聚累球场和训练基地都很近 然后呢 刚在柴郡买了房子 正在装修 估计两个月后就能入住了 门德斯听闻连连点头 啊 这就好 这就好 我听纳尼说 你买的房子和它很近 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啊 嗯 纳尼很好 训练和比赛中经常帮助我 纳尼听高晓东在门德斯面前 感谢自己 心情大好 也偷逃暴力说道 哦 高的摄影能力很强 他现在已经可以和队友进行简单的交流 而且场上表现很精彩 他很有希望成为曼联的前场核心 门德斯连连点头 嗯 小冬的表现 即便活在葡萄牙也是深有耳闻的 最近三场比赛打得太好了 如果再有一段时间这样稳定的发挥 差不多就能够顶替斯克尔斯的位置了 斯克尔斯的技术很好 掌控比赛的能力很强 而且他是球队中的大佬 又是弗格森爵士最信任的人 他要是不想退 没有人能够顶替他 我觉得我可以先打其他的位置 门德斯说道 前腰就是最适合你的位置 为什么要先打其他的位置呢 曼联八千万买了你 就应该把你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也是你的利益所在 门德斯当然要支持高晓东打前腰 在门德斯给高晓东的职业规划中 高晓东的模板是马拉多纳 门德斯也是按照这个规划 去打造高晓东的形象的 高晓东去打其他位置 显然不利于门德斯 对高晓东形象的塑造 那你说道 其实福克森教练 现在更希望高打右前位 我们的右后位是短板 安德森现在还在养伤 不过他伤好之后 打的位置和高晓东有点重合 所以他是支持高晓东 去打右前位的 听到纳尼这么说 安德森说道 右前位确实是我们 满联最大的短板 补上这个短板 我们就有机会夺冠 贝贝是个新人 他是和高晓东捆绑销售 来到的满联 在这样的场合 他这样的小自备 肯定是没有权利发表意见的 一会儿厨师把韭菜端了上来 纳尼还拿了自己珍藏的波特酒 来招待高晓东 门德斯端起酒杯 严肃地说道 晓东和贝贝刚来满联 人生地不熟 安德森 纳尼 你们两个要帮助他们融入球队 盖德福特公司旗下的球员很多 但都属于盖德福特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众人喝了杯中酒之后 门德斯又说道 晓东虽然年龄不大 但佛格森是把他当成队长和核心来培养的 纳尼 安德森 贝贝 你们三人在球队中 要维护高晓东的荣誉和利益 把他当成球队的核心来看待 贝贝倒也罢了 他就是个小毛孩 纳尼和安德森却有些不情愿 因为他们是曼联的老球员了 帮助高晓东在球队立足是完全可以的 但让他们却拥戴年龄比他们还小的高晓东 纳尼和安德森都放不下这个脸 门德斯能够猜出面前这些人的心理想法 他接着说道 晓东和一般的天才球员不同 他像C罗一样 是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天才 如果晓东在球队中有了话语权 他也能够帮助你们在满帘扎稳脚跟 纳尼其实是一个很自傲的人 从他死呆不穿球 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有多么大的信心 另外呢 他的客厅还摆着自己的真人雕像 与隧罗当年在自己家别墅里 摆设印有CR7字样的家具相似 这说明他还是比较自恋的 纳尼一直认为自己有能力和鲁尼争夺队长和核心的位置 现在鲁尼好容易内容外患 在曼联的人气和支持都下降到冰点 但没想到门德斯竟然现在就想把高晓东推上去 纳尼当然不愿意 便找了个借口说道 高的表现是很出色 不过鲁尼在曼联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前决议一直是把鲁尼当成核心和队长来培养的 安德森说 门德斯先生 你为什么不逼着曼联把鲁尼卖掉呢 门德斯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什么要卖鲁尼 原来决业是准备把鲁尼当核心和队长培养 但鲁尼烂尼扶不上墙头啊 你看他最近发生的事情 哪点配得上世界前三的豪门曼联的队长啊 而你看小冬的采访 傻子都知道 他才是曼联最合适的队长 那你无语了 安德森也无语了 只有贝贝在那里拼命地拍门德斯和高小冬的马匹 吃饭之后 门德斯又单独把高小冬叫到了一边 向高小冬介绍了自己的女儿玛丽莎 波尔图大学传媒系的研究生 他希望让自己的女儿玛丽莎 帮助高小冬管理他的推特脸书等个人账号 增加高小冬在粉丝中的影响力 但高小冬的账号现在由修乐来管理 高小冬觉得还不错 他也希望用推特微博等网络账号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想法 而不是做商业用途 所以拒绝了门德斯的要求 门德斯虽然不太高兴 但并没有强求 跟高小冬聊了一会儿天 就带着女儿匆匆离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曼联和鲁尼续约之后 英超联赛第二轮如期而至 这一轮的焦点大战是曼联主场VS6扑 切尔西 曼联 阿森纳 热刺的对手都不算强 相比较来说 曼联的对手弗勒更难对付一些 上赛季弗勒仅仅排在联赛第12位 这和之前一个赛季的第7名有不小的差距 不过 弗勒姆是双线作战 在欧联杯他们走到了最后 获得了亚军 战斗力不可小区 弗勒姆的最大特点就是主客场战绩差距巨大 上赛季弗勒姆主场拿到了36个几分 以3比1和3比0的比分击败过利物浦和曼联 欧联杯主场八胜一平 击溃过尤文 沃尔夫斯堡和汉堡等欧陆几率 仅仅能容纳下25000多人的 克拉文农场球场是当之无愧的魔鬼主场 看弗勒姆的主场 他们绝对是争管球队 待在看看弗勒姆糟糕的客场 觉得他们连宝鸡都有问题 一胜七平十一副 仅仅拿到十分 这就是弗勒姆的客场战绩 若非主场出色 弗勒姆甚至有可能会保不了鸡 英超第二轮 曼联要挑战的 就是克拉文农场的魔鬼主场 下季转会 弗勒姆基本上维持了上赛季的主力阵容 实力没有变化 对曼联来说最大的利好 就是弗勒姆主教练霍奇森去了利物浦 新教练是上赛季在曼城下课的马克修斯 弗勒姆近年能够从宝级球队 逐步晋升为英超中央球队 依靠的是球队上下的高度稳定 和主教练霍奇森的调教游方 如今失去执掌球队长达数载的 功勋主帅霍奇森 马克修斯的弗勒姆在联赛首轮 对阵波尔顿又再次斩平 依然维持着客场虫的本色 至于说魔鬼主场的成色还剩下多少 就靠红魔曼联来检验了 曼联去弗勒姆之前 应超先赛的八场 夺冠对手切尔西和阿森纳 都以6比0的大比分疯狂获胜 这给了曼联以极大的压力 上个赛季曼联就是以一分之差 丢掉了联赛冠军 如果这场比赛不能在克星弗勒姆的主场拿分 他们至少将被切尔西拉开2到3分 然而更让曼联雪上加霜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柯林和的娘家 鲁尼掩饰不规律 引发了肠尾炎 这场对弗勒姆的比赛无法上场 福克森无奈 对弗勒姆的比赛只能用小将 埃尔兰德斯来顶替鲁尼 当然 从能力和经验来说 老将欧文会更好一点 但贝尔巴特夫踢球就像三步 欧文年龄又这么大 派他们两人上场搭档 曼联就没有了前场压迫的能力 埃尔兰德斯灵活快速勤快 他正好能够补充 贝尔巴特夫跑动的不足 在中场 福克森依然延续上一场的首发 斯克尔斯和高晓东搭档中前卫 瓦勒西亚和纳尼搭档边前卫 后防线是费迪南德 维迪奇 埃弗拉 和拉菲尔 门将范德萨 弗勒姆主场打曼联有谜一样的自信 曾经被弗格斯老头骂哭的马克修斯 也排出了一套4-33的进攻阵容 来和曼联抗衡 门将12号 斯图克达尔 4后卫 4号盘德西尔 18号修斯 5号汉格兰德 3号孔切斯基 三中场 20号埃图湖 29号西蒙 戴维斯 13号莫菲 三前锋 25号萨姆拉 16号达夫 23号邓普希 连续多年在主场不输曼联 弗勒姆开场之后打得非常仔细 比赛第一分钟 达夫及孔切斯基长船 穿当过调的曼联大佬埃弗拉 一脚把球横传向了禁区 弗勒姆的前锋 萨姆拉 边锋邓普希 中场莫菲三人 剑一般的插向禁区强点 索性曼联因为是来到自己克星的主场 开场前注意力就非常集中 费迪南德抢萨姆拉之前 一脚把球铲出了底线 如果这球路过去 弗勒姆边锋邓普希 就有机会小角度射门 高晓东赛前听过 弗勒姆是曼联克星这么一说 不过高晓东并没有太在意 他觉得比赛靠的是实力 哪有什么克星之说 不过开场之后 高晓东写了 因为高晓东 从弗勒姆的球员的行动和精神状态上 看到了自信 一般的弱旅 甚至中游球队 碰到曼联这样的英超霸主 一般都会积极防守 在进攻的时候 肯定不敢投入太多的兵力 以防被曼联打反击 但弗勒姆不是 他们好像不怕曼联反击一样 打敷传中的时候 中路有三名球员包抄 无疑 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 进球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曼联虽然少了都小胖 但还有更厉害的高晓胖 上一场 有25球大胜喜鹊军团 这场比赛打得也是积极主动 比赛第三分钟 曼联欢迎颜色 斯科尔斯传球给前插进去的高晓东 高晓东速度强制戴维斯 被戴维斯伸脚勾倒 曼联莲莲莲得了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 高晓东虽然是曼联标王 被弗格森所倚中 但还没有任意球和点球的绝对主发权 他需要和斯科尔斯 吉格斯 鲁尼 贝尔巴托弗竞争 高晓东自己获得的这个任意球 高晓东当然不会前让 这样的球再前让 那其他的球还能有多少机会 高晓东拿起皮球 向斯科尔斯说道 保罗 我 高晓东说的是英语 不过他怕别人怀疑 不敢说得太流畅 用简单的词汇和队友交流 吉格斯不在场 斯科尔斯是当之无愧的定位 就第一种发手 不过斯科尔斯毕竟已经是 35岁的老将了 他对曼联忠心耿耿 并不自私地考虑自己的地位 已经开始考虑 为曼联培养中场指挥官了 所以当高晓东要发定位球的时候 斯科尔斯很大方地说道 你来发吧 哥 高晓东把球放好 主裁判哨子一响 高晓东小扶助跑到球前 猛然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 但脚从球上滑过 却没有碰到球 强点和防守的球员 在高晓东起脚的时候 就开始拼墙跑位 但看到高晓东竟然是假动作 都赶紧再回去站位 这个时候 高晓东猛然一脚把球传进了禁区 找没有被人盯防的小豌豆 埃尔兰德斯 埃尔兰德斯没有想到 球竟然传给了他这个新人 匆忙之间 埃尔兰德斯头球一蹭 球转向了球门的右侧 富勒姆门将斯托克达尔反应很快 他飞身一跃 手指碰到了飞尔的皮球 埃尔兰德斯这球没有发伤力 门将碰了以后 球改变方向 打在门柱上 弹了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48集 挺身而出 球从门柱上弹出来之后 替布袭上的吉格斯 内威尔相互看了一眼 眼神中都流露出了野油 曼联在科达文农场 已经三个赛季 都没有拿得过三分了 面对中下游球队 三年不剩 除了实力之外 运气肯定也不太好 而从今天开场的 这几分钟来看 曼联的运气 并不比往年要好 球被弗勒姆后卫得到 发动快速反击 萨莫娜从中路 扯到右边路船中 戴维斯快速插进禁区 半转身超高难度的 握射球门右下角 皮球滑门而出 吓得曼联人一跳 高晓东吐了一下舌头 向斯科尔斯说道 可行真是凶猛啊 这样的射门也做得出来 斯科尔斯愣了一下 没想到高晓东的英语忽然说得这么好 不过 比赛正在进行 他也没有多想 严肃地说道 弗勒姆真不好打 必须全力以赴 弗勒姆气势很胜 前场四五个B抢 曼联的后方线 门将范德萨 无法把球传给后备线 便直接一个大脚输送到了前场 高晓东来不及回答斯科尔斯的话 迅速前插抢球 弗勒姆中场埃土湖 正在迎着球跑向落点 他眼睛的余光 看到高晓东 视如猛虎一样地冲了过来 埃土湖赶紧起跳 就算他顶不到球 也绝不让高晓东抢到落点 高晓东无视起跳的埃土湖 两眼盯着天空飞越墙点 尼日利亚中产埃土湖 身高一米八 体重七十二公斤 也算是黑又硬了 但他速度没有高晓东快 体重比高晓东 轻了差不多二十斤 两人身体一接触 埃土湖就被高晓东撞飞了出去 而高晓东的身体 却只是蹲了一下 头球一甩 就顶给了边路的纳尼 高晓东落地之后便疯狂地前插向紧区 一边跑还一边举手向纳尼要球 以高晓东的速度和冲击力 如果纳尼拿球就四十五度穿中 高晓东肯定能够给中后卫制造很多的麻烦 然而 纳布传这个名号并不是白叫的 虽然高晓东英超首球是看在门德斯的面子上 纳尼给了高晓东不少穿球 但上一轮高晓东表现如此亮眼 这场比赛 纳尼就扯了自己表现的心思 他看都没看高晓东 自己拿球就奔着后卫去了 纳尼的突破能力 也真是不出刚进曼联时候的罗纳尔多 他连虚晃带变向 突破后卫 杀到了底线横传进去 不过 这个时候 弗伦默的防守球员已经站好了位置 高晓东 比尔巴托夫 艾尔兰德斯三人 强点也没有用 球被后卫一脚踢了出去 县城解除员马丁一针见血地说道 纳尼这球选择得不好 太黏了 冲击球门不够直接 虽然他有了漂亮的个人表现 但却延误了进攻时机啊 虽然纳尼延误了进攻时机 但他突破了边后卫 还传了球 除了教练 其他人还真没有办法说他 弗伦默队的跑动非常积极 他们的后卫解围之后 再次拿到球发动进攻 萨摩拉表现非常好 他接长传球 投球白给了前插进去的泰维斯 今天弗伦默的球员高度兴奋 各种高难度舍门 戴维斯不等曼联和伟风都过来 直接领控大门 球稍微高出了衡量 球虽然没进 但曼联球迷还是心惊肉条 对手这么自信 这样的世界波打多了的话 肯定有劲的可能 要知道 弗伦默在自己的主场运气是很好的 弗伦默越打心心越足 比赛第20分钟 今天私职边缝的美国球员邓普希 接球狂带向曼联半场后横传 戴维斯在距离球门大约30米处 就是一脚包射 范德萨准确的判断 已经开始移动 但球在飞行的过程中 却碰到费迪南德的腿 发生了变象 范德萨被晃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只能看着球飞向球门 1比0 戴维斯为弗伦默取得了领先 科拉文农场球场一片欢腾之声 两万多农夫振臂高呼 欢清自己的进球 进球的戴维斯也双手掀起球衣 蒙在脑袋上狂奔 现场解说员惊叹着说道 哦 高高高 戴维斯折射进球 弗伦默领先 哦 上帝呀 科拉文农场简直是满联的地狱 开场之后一个门主 一个折射丢球 运气再次站在了弗伦默的一边 满联球迷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对手又是暴重 运气又很好 满联表现在好也进不了球 费迪南德不住地摇头 看伟迪气一脸的怨怼 费迪南德弹着手说道 我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很绝望啊 我躲不开 场边的福克森口香糖嚼得更简单 连续三年在科拉文农场不省 难道这次还要继续吗 福克森也很绝望 他的排兵布置很合理 也能够占据场上优势 但就是好像遇到了魔咒一样 就是赢不了 曾经的曼联名宿 福克森的弟子马克修斯 面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刚刚上任 第一轮表现一般 这一轮他很担心在曼联身上 丢了科兴的称号 但现在看起来效果不错 球员们打曼联信心十足 运气上加 而曼联却陷入了魔咒 怎么也进不了球 绝业 冷静啊 哎 冷静 别气坏了身体啊 小四笑着 向跑到场边 大吼大叫的福克森说道 小子 少校长 放心吧 你们赢不了 福克森用手指点着 自己当年的弟子 气横横地回了教练系 赢不了 修斯笑了 面对曼联 弗勒姆不输就是赢了 比赛再次开始之后 曼联加扩了进攻的节奏 两个边后卫全部提到了中圈 只剩下两个中后卫 在后面压阵 就像一个大锅盖一样 罩着福洛姆围攻 比赛第25分钟 斯克尔斯中场拿球 与海尔兰德斯 比尔巴托夫 禁区前三人的短传配合 随后斯克尔斯回传 高晓东 低平球零空抽射 但球擦着左车立柱 飞出底线 第28分钟 瓦勒西亚禁区外抢到球 曼联在对方禁区内 连续的短传配合 制造了混乱 最后 球再次落到了 瓦勒西亚的脚下 这是一个打门的大好机会 可惜瓦勒西亚 对自己的射数太没有信心 他竟然传给了斯克尔斯 斯克尔斯哭笑不得 他勉强起脚打门 却被后却被后却挡出了底线 斯克尔斯发脚球 球被后却挡出 埃弗拉抢到球传给高晓东 高晓东在30米处直接怒射 球打在后却身上弹出来 斯克尔斯正好从底线回来 他抢到球 跟着又是一脚势打力尘的远射 刚刚高晓东射门的时候 门将斯托克达尔 已经移动准备扑救了 当斯克尔斯再射的时候 门将扑救不及 球贴着横梁飞进了球网 1比1 进球后的斯克尔斯非常激动 他高举双臂跑向场边 和冲出教练席的弗格森紧紧拥抱 好用的 保罗 干得好 弗格森激动地拍着斯克尔斯的背部 连声夸赞 斯克尔斯自幼随弗格森成长 球技过人 而又为人低调 是弗格森身边绝对的最信任的人 近17年来 对弗格森忠心耿耿 从来不会有过多建议和请求 但被违以任务时绝无差池 屡次挽救弗格森与危难之中 今天曼联落后 斯克尔斯又再次挺身而出 让弗格森真是感慨万千 羞死羡慕地看着斯克尔斯 又看了看替补席上的 吉格斯 内维尔 他在曼联纵横职场的时候 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入队 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叫声歌 现在他们已经帮弗格森拿下几十个冠军 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这样的一帮心腹弟子呢 现场解说员马丁 坦说道 十几年前靠的是九二班 十几年后靠的还是九二班 斯克尔斯还是那个斯克尔斯 满邻的年轻人要努力了 不能每次总是让这些老家伙们挺身而出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霍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49集 福士鼓风机 比赛贴了三十多分钟 曼联和富勒姆战成一比一平 这样的比分课场作战的曼联不满意 主场作战的富勒姆同样不满意 比赛再次开始之后 曼联和富勒姆不约而同的发起了猛攻 比赛第35分钟 富勒姆进攻 孔切司机快速地从拿菲尔内一边 突破到了禁区一侧船中 富勒姆中锋 萨姆拉在禁区内胸部停球 转身向摆掉韦迪奇 但在韦迪奇的贴身防守下摔倒了 球被费迪南德解围 萨姆拉和富勒姆的球员过来索要点球 但是主裁判并没有理睬 比赛继续进行 曼联也马上进攻 欢迎颜色 曼联队 右路侧洞进攻 埃弗拉和斯科尔斯配合后 下敌船中 埃弗拉传球别让菲尔到位的多 菲尔巴托弗前点头球后蹭 埃尔南德斯后点射门偏出 高晓东和纳尼也有了一次配合 高晓东传球给纳尼 纳尼下敌后 切进禁区后强行射门 球被门将斯图克达尔封堵出来 高晓东杀进禁区强射 球打在了门将身上弹出了底线 曼联获得角球 费迪南德和维迪奇两大中后卫 都跑到进弗拉莫的禁区强点 高晓东各头海 来到禁区外围 等待远射的机会 斯科尔斯又快又旋的弧线球传进禁区 菲尼南德高高跃起 力压中后卫汉格兰达 泰山压顶一般的投球 领下球门 门将斯多克达尔飞人扑球 慢了一步 但球却贴着门柱飞出了底线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飞翔的啤酒上面 都没有注意到 费迪南德落地的时候 正好踩到了汉格兰达的脚上 然后疼得大叫一声 倒在了禁区内 啊 灵奥 这个时候 卫迪奇看到了 他惊叫了一声 赶快过来 制止想要扶费迪南德的海尔南德斯 举手要担架上场 担架很快上来 把费迪南德抬了出去 曼联队一检查了一下 费迪南德的脚腕 一脸沉重地向福克森说道 脚腕肿了 另外很有可能引发旧伤 混蛋 费迪南德愤怒而又绝望地 狠狠一拳砸在了单架上 福克森重重地在自己的脑门上 拍了一下 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利奥 好好休息吧 比赛我们会赢的 福克森拍拍费迪南德的肩膀 费迪南德叹息了一声 默默地把队长袖标取下来 交给了福克森 对一名32岁的老将 受伤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何况现在正是他和韦迪奇 争夺队长的关键时期 没有稳定的上场时间 头是很难把队长的秀标交给他的 现在曼联的正派队长内威尔 主要是替补 上场机会不多 所以 场上队长有三位队父 费迪南德 韦迪奇和吉克斯轮流之日 偶尔海弗拉和斯克尔斯 也会带上队长秀标 福克森用替补中后 被Heavens换下了费迪南德 把队长秀标交给韦迪奇之后 比赛继续进行 费迪南德和Heavens 是世界最佳中后卫组合之一 费迪南德的受伤 对曼联的士气影响很大 至少高晓东的位置 不敢再和斯克尔斯并排了 他后撤了差不多10米的距离 协助中后卫防守 而弗勒姆在比分被扳平之后 本来士气有点低落 看到费迪南德受伤 事情一下又振作起来 马克修斯也觉得有便宜可赚 他马上指挥队员们前压 猛打中路 想看看能不能从Heavens的身上 打开血口 不过高晓东的后撤 即使弥补了Heavens和韦迪奇 配合不默契所带来的隐患 弗勒姆的许多进攻威胁 几乎在接近中后卫之前 就被高晓东给化解了 对此 解说员马丁称赞着说道 哦 曼联在克拉文农场的运气 一直不好 费迪南德的受伤 对曼联的防守打击很大 不过这次高晓东的回撤 效果很好 虽然因此曼联的攻击力 有所下降 但至少曼联的球迷 不用为中后卫的配合提心吊胆 对手状态神勇 曼联上了中后卫 高晓东的很多经理 又牵扯到了防守上 曼联中路前插射门的能力 大大下降 前面只能靠散步踢球的潇洒哥 初来炸倒的小弯洞 左右两大天王 纳不传和瓦不射 这四个人去进攻 想攻破信心十足 斗志航阳的富勒姆球门 是非常困难的 上半场比赛最后一分钟 弗勒姆组织了一次精彩的进攻 达夫横传 邓普希一脚把球垫入禁区 埃托户迅速切入禁区 接球射门 范德萨经验太丰富了 他这么高的身体 却以最快的速度 迅速倒下 把球扑了出来 埃托户快速跟上不射 高晓东抢在埃托户之前 把球踢出了底线 弗勒姆发脚球 曼联齐心协力 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随后主裁派没有再给弗勒姆 进攻的机会 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 弗勒姆的球迷对自己球员 上半场的比赛非常满意 弗勒姆球员下场的时候 他们全体起立为他们鼓掌 克拉文农场球场很小 只有两万五千个座位 曼联的球迷来的也不多 只有三四千人 他们也起立为曼联的球员喝彩 不过 在弗勒姆球迷的浩大声势的压制下 他们发出的声音 只能使了胜欲无 回到更衣室 曼联的球员都害怕 弗勒姆的鼓风机再次响起 一个个低头坐在那里 默不作声 其实鲁尼未言 费地难堆受伤 对手又是主场龙 曼联上半场拿到平局 也不算差 但是 弗勒姆接受不了 连续四年 无法在克拉文球场 赢得一场胜利 再加上 当年的大弟子马克修斯 一副老头子里该退休的神情 让弗勒姆非常不爽 回到更衣室 弗勒姆终于发火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 上半场踢得还不错 是不是觉得 我们运气不够好 是不是觉得鲁尼生病 费地难得受伤 我们不是最强阵容 你们是不是觉得 一比一的比分也可以接受 球员们默不作声 弗勒姆继续挥舞着手臂 在更衣室里大吼 不 接不 这样的比分 我不能接受 也无法接受 我们是满联 我们是英超冠军 我们不能在这个 只有两万多人的球场 四年拿不到一场胜利 这是耻辱 如果你们脸皮厚 绝不到这是耻辱 但我这个老头子能 福克森从高小冬 面前经过的时候 高小冬甚至能够感觉到 老头子的唾沫 喷到了他的头顶 高小冬这才明白 为什么福克森 被人叫做古风忌了 他现在很担心 福克森飞起一脚 把鞋子 踢到他的脸上 接着福克森又开始 痛骂纳尼和瓦德西亚 骂得纳尼和瓦德西亚 几乎把脑袋夹到了裤裆里 福克森骂完之后 才开始布置战术 换下小豌豆 艾尔兰德斯 换上腐带车 把高小冬推上风险 加强攻势 等福克森布置完战术 休息时间也到了 福克森冲着球员们说道 冲去战斗 想从瓦德西手里夺回冠军 就先把弗莱姆给我干掉 听到了吗 嗯 听到了 头 万联丘员被福克森骂了个狗血 喷头之后 一个个却如同打了狗血 傻气腾腾地走上了球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霍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曼联球员带了满腔的热情 来到了球场 准备逆转弗勒姆 改变历史 但没想到 开场不到一分钟 弗勒姆就给他们来的 当头一把 达夫边路面对 拉菲尔的防守 突然横切向禁区前言 拉菲尔没有跟上 达夫在禁区线上 直接打门 球被韦迪奇身腿挡出底线 弗勒姆获得了一个 角球的机会 弗勒姆中后卫 汉格兰德 来到禁区正顶 费迪南德下场之后 曼联防空能力下降 只能让 比尔巴托夫 来防守汉格兰达 达夫开手角球 身高1米9四的汉格兰达 落点判断准确 他高高跃起 力压比尔巴托夫 投球破门 将比分赶写成了2比1 汉格兰达疯狂庆祝 来了一个铁底滑柜 弗勒姆的球员 也朝着汉格兰达扑过去 把他压倒在草皮上 玩起了叠罗汉的游戏 场边的马克修斯更加兴奋 他狠狠挥拳 冲着看台大吼大叫 有克拉文农场球场的魔咒加成 马克修斯觉得本场比赛差不多拿下了 至少也能搞个平局 天空体育的现场解说员马丁 也惊叫出了声 哦 上帝 弗洛姆又进球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克拉文农场有毒啊 曼联到了这里不是发挥不好 就是运气不好 弗格兰也真是被打愣了 这一进球 只怕更衣室里 哪一桶大骂也都不管用了 难道是天王曼联吗 弗格兰起得狠狠一脚 把矿泉水踢得飞了出去 这个时候老将们撞了起来 斯科尔斯和北迪奇开始给队友打气 不要害怕 还有时间呢 对 还有半场 发挥我们的实力 一定能赢 高晓东也被打击了 冲着队友嚷刀 干 玩命干 我就不信曼联踢不过弗洛姆 斯科尔斯面露赞许之责 对 咱们踢得过百人 斩得了巴萨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弗勒姆吗 高晓东说 干他妈拼了 弟兄们 我现在打前锋 都给我传球 哦 高晓东是看着纳尼说的 纳尼在这个时候 也不能装作听不见 放心 只要你能跑到位 说完之后 纳尼纳闷了 这华国高不是英语不好吗 怎么现在说起英语来了 比赛再次开始 曼联发力了 全队都加速奔跑 逼抢弗洛姆的球员 抢到球之后 直接从别路发起冲击 把球传向禁区 上半场曼联的前锋是 尔兰德斯和威尔巴托夫 这两人呢 一个灵巧 一个艺术 就是没有力量 都不能和对手的后卫肉搏 而边路的瓦伦西亚 没有射门的能力 有射门能力的纳尼 又太黏 两个前方 想从对手密集的防守中 创造进球机会 很难 高晓东顶到风险之后 虽然有增速增高战靴 但抢高球 也没有什么优势 不过呢 高晓东有力量 速度快 进区外可以冲击进区 在进区内 能够扛住后卫 卡住位置可以创造机会 比赛第五十分钟 斯科尔斯直塞禁区前沿 后卫汉格丹达 贴着高晓东 不让高晓东拿球转身 挪威后卫汉格丹达 体重比高晓东 还重一公斤 身高比高晓东高一截 他贴着高晓东身后 防守面积很宽 高晓东就算转身 想突破也很困难 而他呢 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大长腿 绕前抢断或者破坏 然而呢 矮有矮的好处 那就是灵活 好发力 高晓东 靠住汉格兰达右脚 拉球转身 顺势 胳膊肘掩壁地 顶了一下汉格兰达的肋骨 肋骨是人类最软弱的部位之一 轻轻被顶一下 也容易插起 高晓东力量不大不小 但却让汉格兰达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不上劲来 高晓东右脚拉球转身的同时 跟着左脚大力抽射 这一脚射门高晓东根本来不及看球门 完全凭着感觉在打 不过 S级职业球员的球感也是棒棒的 球直飞球门右侧 高晓东的射门力量都比一般球员大 速度也快 不过弗勒姆门将站位很好 就站在高晓东射门的方向 他飞身把球扑出了底线 在艰难的情况下 高晓东的这脚精彩的摆脱射门 很振奋人心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 都一起为高晓东鼓掌诸威 汉格兰达气坏了 他捂着内部指着高晓东高喊 这小子犯规 大人 高晓东装作听不懂 笑嘻嘻地说 不用客气 射得不好 下次一定进球啊 高晓东刚刚顶得太隐蔽了 主菜派也没看见 不理汉格兰达 汉格兰达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 看到高晓东能拿住球还能射门 曼联的球员对他信心大增 都把球往高晓东脚下传 高晓东确实要比尔巴图付所没有的力量 他能护住球 后卫贴住他 他就传球给队友 后卫不贴他 他马上就起脚射门或者转身突破 制造的威胁更大 负责盯防高晓东的汉格兰达 踢得非常别扭 他就像一头笨重的大象 而高晓东就像一头灵活的老虎 球在地下 格兰达就是拿高晓东没有办法 比赛第62分钟 纳尼横切突破 把球传给高晓东 自己快速从内部向禁区插 想要高晓东给他一个传球 不过高晓东身后的汉格兰达 防守面积太大 高晓东用脚背睡一下 想直塞给纳尼 却被汉格兰达伸脚拦截了下来 不过高晓东反应快转身快 又抢先一步把球拿了下来 汉格兰达伸出大张腿 强行插到高晓东和球之间想断球 但并不惧怕和汉格兰达身体对抗 高晓东把球一拨 穿了汉格兰达的裆布 肩头猛一靠 竟然把汉格兰达击倒冲了过去 众人都惊呆了 哇 上帝啊 这是大卫战上的巨人哥雷亚啊 这小坦克比鲁尼还猛呢 高晓东突破汉格兰达 修斯接着扑过来了 高晓东不敢再过 把球一捅传给了贝尔巴托夫 然而贝尔巴托夫准备不足 竟然没有碰到球 等他再追 对手进去内外人这么多 哪里会再给贝尔巴托夫击回 球被一脚开向了边线 高晓东连续几次突破和细刷汉格兰达 弗勒姆主教练马克修斯 觉得汉格兰达太高了 不灵活 防不住高晓东 便让另外一名中后卫 亚伦修斯来防高晓东 亚伦修斯身高只有一米八四 和高晓东比既有高度又不是灵活 马克修斯认为他防守高晓东 比汉格兰达要好一些 然而亚伦修斯虽然灵活 但力量和高晓东无法比 两人第一次接触 高晓东接球强行转身 亚伦修斯直接被挤到一边 不得不犯规才阻止了高晓东前进 比赛第七十分钟 高晓东回撤接应斯科尔斯 斯科尔斯把球传给高晓东 高晓东面对防守球员 再传给比尔巴托夫 自己快速前插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国一的配合 比尔巴托夫当然不能刚看不见了 便坐墙给了高晓东一脚传球 高晓东左脚一停 右脚跟上就是一脚爆射 高晓东处理球很过短 一步都没多糖 中后卫亚伦修斯风度不及 只能目送球从自己的身前飞过 今天呢是该汉格兰达倒霉 他虽然不防高晓东了 但高晓东的这脚射门 却正好打在他的腿上变向 直接折射向了球门的另外一侧 门将斯托克达尔 已经做出了一半的扑球动作 没想到球变向了 他只能绝望地盯着皮球 飞进了自家的球房 二比二 高晓东的射门造成了后尾的呼噜 扳平了B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1集 任以求绝杀 目送皮球入网 高晓东欢呼了一声跑向看台 冲着随队驻战的红魔们 震臂高呼 漂亮 看似弗洛姆 够够够够 压抑许久的曼联球迷爆发了 他们跟着高晓东 震臂高呼 瞬间把弗洛姆的骑士 全部压了下去 弗格森异常惊喜 猛的冲出了教练席 高晓东的射门 并不是好的进攻机会 不曾想被后卫捧了进去 这个时间进球 改变的不仅是B分 还有场上的形式 有了这个进球 曼联就有机会 逆转B分了 吉克斯一边鼓掌 一边向内威尔说道 这小子还是一员服务将啊 内威尔高兴地说道 确实啊 希望他能够帮曼联改改运 拿下弗洛姆 弗洛姆的主教练 马克修斯 还没高兴多久呢 后卫就把球 搞进了自家球门 马克修斯气得一脚 踢到了挡风板上 远远地冲着 和格兰达怒吼了一番 不过 升起归升起 马克修斯对曼联和弗格森 都非常了解 知道 这支重视气势的球队 肯定会趁势猛攻 那个华国小子 在风险上非常活跃 剩下的二十多分钟 他必须冻结高晓东 不然 也许主场龙的美誉 就会丢在他的手里 马克修斯马上进行了换人调整 防守中场格林宁上 换下莫菲 让格林宁协助防守高晓东 切断曼联球院给高晓东的传球协助 马克修斯的想法不错 应对措施也没毛病 高晓东顶上风险之后 就更多的是起到了桥托宝的作用 给中场和比尔巴托夫做球 或者直接打一脚 身价八千万 身高一米七三的前锋当桥托宝 给身价四千万 身高一米八八的前锋做球 说起来很可笑 但没有办法 比尔巴托夫死活不愿意干脏活 只能高晓东顶上 但马克修斯想不到的是 高晓东拥有S级职业球员所有的技能 有球能踢 无球跑位也是接近球星级别的 格林宁替换上场之后 高晓东拿球机会变少 他索性不再顶在禁区和中后卫抗衡 而是在禁区内外游走 还不使得拉拉边 和边前卫打得配合 第75分钟 埃弗拉左路强攻下敌 大力传中 贝尔巴托夫近区前沿着投球攻门 但高晓东前插太快 这球打在高晓东的身上后 弹到了门将斯托克达尔怀里 贝尔巴托夫气得看着高晓东直翻白眼 一分钟后 弗莱扯中场抢断 斯科尔斯中场直塞给贝尔巴托夫 贝尔巴托夫把球直接敲给高晓东 高晓东带球拉边 纳尼被弗格森骂完之后机灵了 他马上从边路高所内切和高晓东换位 高晓东和纳尼的跑动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 埃夫拉这个时候悄悄地从边路插下了底线 高晓东马上携传边后卫身后找埃夫拉 自己转身从内部插上 这是一个好机会 埃夫拉接球后可以传给高晓东 也可以传给中路的贝尔巴托夫 甚至也可以传给禁区前沿的纳尼和斯科尔斯 但埃夫拉和贝尔巴托夫都是欧洲大陆的球员 拿到了球之后 埃夫拉第一时间选择传给了中路的贝尔巴托夫 禁区内的背板跟上一步倒地产射 贝尔巴托夫已经到了小禁区线 只要碰到球几乎就毕竟无疑 然而贝尔巴托夫却把这球打到了门将斯托克达尔的怀里 弗勒姆门将刚刚几乎都要放弃了 纳尔想球竟然飞进自己的怀里 他抱着球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卫过来拍拍门将斯托克达尔的肩膀表示感谢 斯托克达尔惊魂未定地哭笑一声 信道说 我也很无奈啊 非要往我怀里射 我有什么办法 现场解说员马丁笑着说道 斯托克达尔的怀抱这么温暖的嘛 连续两个射门都打到了他的怀里 高晓东也很无奈 他觉得自己射门比贝尔巴托夫更靠谱一点 但艾弗勒不传给他 他有什么办法 眼看着比赛进入了八十分钟 曼联和弗勒姆还是平手 这个时候 弗格森再次做出换人调整 纳尼下场 换上老将吉格斯 希望利用老将的经验来帮助曼联打破枪局 马克修斯 马克修斯看到老师换人 他也进行了换人调整 马克修斯不愧是弗格森的弟子 换人也很大胆 换下美国中场邓普希 换上天才小将邓贝莱 继续加强进攻 吉格斯上场之后 曼联的左路进攻的更加合理 不过这个时候 弗勒姆的气势起来了 面对曼联 他们信心上也不处 什么动作都敢做 进攻的时候也不畏惧 敢于投入兵力 所谓的越不怕死 越死不了 曼联攻势如潮 一时间还真的拿弗勒姆没有办法 转眼间90分钟的比赛时间过去 第四官员举出捕食的牌子 三分钟 这也意味着 曼联只含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打破魔咒 福克森不想要一个平局 切尔西连续两个6比0 给了绝业极大的压力 他换下了唯一的防守后摇弗莱成 换上了老蒋欧文 放手一摸 老蒋欧文刚刚上场 弗莱姆就打出了一次快速反击 吉格斯横传给比尔巴特佛失误 球被达夫断下 达夫随即传给了登贝莱 登贝莱闪开斯科尔斯的飞铲 直扑曼联的板场 曼联中后被艾文斯觉得 身后又被提起 有点冒失 直接上去抢断 但登贝莱动作很快 一波一扣一加速 锅掉了艾文斯 连犯规的机会都没给对手 这个时候 登贝莱应该传球了 萨摩拉就在不远处 眼巴眼望地等着呢 但是 小将登贝莱大兴奋了 完全忘记了足球是11个人踢的 他带着球直奔为迪奇扑了过去 传 传传的 马克休斯大叫着 气得差点吐血 你妈 那是世界顶级中后被迪奇 不是哈姆哈狗 登贝莱确实有点本领 面对韦迪奇一点也不出 以恶搞沉间虚晃 人球风过 快速突破韦迪奇 韦迪奇本来想用犯规阻止登贝莱 但他忽然看到高晓东急速奔来 马上放弃了 让等贝莱过去了 等贝莱没有想到 过韦迪奇这么轻松 什么世界最好的中后位 我过他就像过清晨的马路 登贝莱兴奋地跑过去拿球 他已经开始幻想一球成名了 然而 就在登贝莱伸脚又碰到球的时候 一股进风从身后袭来 几乎同时一道红色的身影从身后窜过 伸脚把球抢断了下来 登贝莱击眼了 猛扑过去抢断 但来人把球一拨 晃过了猛扑的登贝莱 看了一眼前方 伸手一指 一较超过五十米的长船 撕破天空 飞向了弗勒姆的后卫身后 攻守双方的球员都没想到 高晓东会在这么远的距离 发动长船急攻 高晓东起脚的时候 除了资历最浅的瓦罗西亚 没有人懂 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双方球员才拼命地向落点跑去 瓦罗西亚提前启动 速度又快 他抢在所有人之前 停下球 向前一趟 快速杀向弗勒姆的禁区 不过 就在瓦罗西亚 快杀进禁区的时候 后卫亚伦修斯追到了 已经到了捕食阶段 亚伦修斯不能看着瓦罗西亚 单条门将 他情急之下 从后面伸手拽到了瓦罗西亚 红牌 红牌啊 点球点球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和场外的替补们 都一起冲着裁判打吼 主裁判毫不犹豫地掏出红牌 放下亚伦修斯 但却认为 瓦罗西亚并没有进禁区 只给了一个任意球 这确实是一个任意球 曼联的球员也没过多的争辩 不过一个单刀球变成了一个任意球 虽然对手罚下一人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曼联的球员都感到很吃亏 不过 现场解说员马丁却调侃着说道 哦 瓦罗西亚被曼联球迷称为瓦不赦 其实如果刚刚哑的修斯 该放马来西亚单条门架 估计连红牌都省了 进区线前一步的任意球 好也不好 好处呢 是打穿人墙就有 坏处是 弧陷的球都不起来 看到球队的第一第二任意球操刀手 斯科尔斯和吉格斯在商量 高晓东褥动走了过去 用英语说道 要不我来否 我力气到 斯科尔斯和吉格斯确实是在为难 曼联逆转的机会 估计就这一次了 不过 这个任意球太难踢了 高晓东这样一说 斯科尔斯眼前一亮 觉得让高晓东来踢也不错 以高晓东的力量 击穿人墙必尽无疑 而且这个任意球又是他制造的 好 高 你来踢吧 吉格斯说 别有压力 近不近都没什么 高晓东点点头 来到任意球前站好 等主裁盘吹哨子 现场解说员马丁 看到高晓东来主罚 惊讶地说道 哦 高现在就开始接管任意球了嘛 不过高的任意球确实不错 但以实力而论 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和斯科尔斯竞争 在等待哨响的时候 高晓东考虑过 用特殊积分买了一个运气点 不过觉得太不值得 便放弃了 B 裁盘的哨子响了 高晓东假意看了一眼 球门左上角 迎着任强 抬脚就是一脚低射 任强不敢不跳 但就在他们跳起的瞬间 球从他们脚底窜过 踢着草皮闪电般的支飞球门 这么近的距离 门将斯塔克达尔 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 只能目送皮球中网 三比二 最后时刻 高晓东一脚刃一球 帮助曼联逆转弗勒姆 打破了在科拉文农场 三年不胜的尴尬战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极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2集 抽签仪式 上 曼联此前三年 在科拉文农场球场只收获了两副一平的战绩 这次高晓东的进球 终于帮助曼联打破了魔咒 惊险万分的帮助曼联从农场主手里抢走三分 第二天 天空体育和第一场对阵纽卡斯二一样 给高晓东 评出了九分 这是曼联队内的第一高分 天空体育给高晓东的评语是 统治了攻守两端 配得上八千万的身价和曼联第一高型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不过因为主裁判把曼联的第二个扳平进球 判作乌龙球 曼联的球迷和弗格森都感到不满意 因为本来切尔西六球大胜为刚竞技 但首轮上演帽子戏法的德罗巴并没有进球 如果那个乌龙球算作高晓东的进球 那么高晓东就超过德罗巴 领跑射手榜了 不过 是不是乌龙球要看球在碰到人之前 是不是飞向球门 而这个呢 需要裁判去主观判断 所以结果没法改变 高晓东只能吃了一个小亏 英超第二轮结束之后 欧管资格赛也在周中拉开了战目 十支球队展开猪队厮杀 竞争201011赛季欧管32强的席位 进入欧管正赛就意味着 至少分得2000万磅奖金 另外被淘汰的十支球队 则只能得到640万的参加奖金 彻底告别本赛季猴战 所以欧管资格赛历来就是最残酷 最举看点的对决 经过两天十场厮杀之后 欧管32强的最后十个名额 终于沉害落定 云达布莱梅 巴塞尔 特拉维夫工人 布拉加 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托特纳姆热次 阿甲克斯 哥本哈根 欧塞尔和日利纳 获得了欧管小组赛资格 就这样 201011赛季欧冠联赛小组赛 32强全部决出 共有9支前欧冠冠军球队 进入小组赛 是名副其实的冠军联赛 欧足联根据每支球队 过往5个赛季的欧战积分 将排名前8位的球队 作为种子队 之后的三档球队 以积分多少类推 根据这样的规则 201011赛季欧冠小组赛 种子队将是巴塞罗纳 曼联 切尔西 阿森纳 拜仁慕尼黑 国际米兰 AC米兰 和利亚 利物浦和塞维利亚两队 虽然后战积分本也排名前8 但是由于利物浦本赛季 只获得欧联杯资格 塞维利亚则在欧冠资格赛 附加赛中失利 双双无缘征战小组赛 这也使得AC米兰和利亚 递捕获得种子队资格 第二档球队之中 则包括云达布莱梅 皇家马德里 罗马 顿涅茨克矿工 本费卡 瓦雷西亚 马赛 和帕纳辛奈克斯 黄马因为在过去六年中 没有一次冲入把墙 积分糟糕 只能再度沦落第二档 不过 他们出现在第二档 这也意味着死亡之组诞生的几率非常大 周四上午 高晓东 鲁尼 范德萨 斯克尔斯 弗克森 和曼联俱乐部CEO 大维基尔 乘坐飞机前往摩纳哥的 蒙特卡洛 参加欧洲冠军杯小组赛抽签计上 赛季冠军杯颁奖仪式 摩纳哥位于法国东南方 是一个只有不到两平方公里的秀真小国 国民也只有三万多名 不过这里风景优美 菠菜业十分发达 是欧洲王公贵族 商界名流 经常光顾的旅游商地 蒙特卡洛是摩纳哥公国的中心 世界著名的四大赌城之一 同时也是体育的活跃地带 F1大奖赛 蒙特卡洛大师 蒙特卡洛汽车拉利赛 等等 全都是世界文明的赛事 而欧洲联也将每年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 安排在蒙特卡里的 格里马尔迪回忆中心举行 由于抽签仪式要在晚上六点左右才开始 所以 曼联一行人先到附近的费尔蒙大酒店 暂时休息一下 等候晚上抽签和颁奖仪式的到来 在费尔蒙酒店 高晓东一行人很巧地碰到了 同样住在费尔蒙酒店的国际米兰队 国际米兰全队都来到了摩纳哥 他们一是为了参加后天 在摩纳哥二世球场举行的欧洲超级杯 二是参加今天晚上 在格里马尔迪会议中心举行的颁奖仪式 今天晚上的颁奖和抽签仪式 国际米兰是主角 将颁发的五颗奖项中 除了最佳中场和最佳球员可能是高晓东之外 其他的三个都可能是国际米兰的球员 两个欧冠决赛的对手碰到 当然会有些尴尬 贝尼特斯在英超的时候 跟弗格森关系很一般 他跟弗格森淡淡地打了个招呼 但并没有理睬 跟他一起训练了两个多星期的高晓东 就直接去了二楼房间 贝尼特斯对高晓东是有怨言的 他去了国际米兰 其实很希望以高晓东为核心 打造新的国际米兰 但没想到高晓东却主动离开国际米兰 转会去了曼联 这无异于当面打了贝尼特斯的脸 让一只心高气傲的贝尼特斯非常恼火 所以见面才没给高晓东好脸色看 不过国际米兰的球员 跟高晓东的关系打得不错 埃托侯 萨内迪 萨埋尔等人 都过来跟高晓东打招呼 拥抱 只有贝尼特斯树立的国际米兰 新核心斯内德和高晓东不和睦 他也没有跟高晓东打招呼 就跟着贝尼特斯回了房间 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 对高晓东依然颇有感情 和大卫基尔 弗格森打过招呼之后 莫拉蒂来到了高晓东身边 拉着高晓东的手打量着高晓东 高晓东很感动说道 主席好 我对这里的饮食不太习惯 莫拉蒂笑着说道 慢慢适应 如果真的适应不了 就回米兰 国际米兰永远欢迎你 谢谢主席 我回米兰的时候一定去看你 好 我等你 接着 莫拉蒂又未谈到 没有你 今年的联赛和欧管 我真不放心啊 主席 国米班底还在 只要能调动起积极性 联赛还是有保证的 欧管就看运气了 莫拉蒂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别碰到你的曼联就好 我现在呀 很怕碰到你呀 高晓东笑着说道 我也怕抽到国米 最好是我们再次相聚决赛 莫拉蒂拍拍高晓东的肩头 嗯 谢谢你吉言 如果这次再进决赛 无论拿不拿冠军 我都该退休了 高晓东正则说道 主席 您不能退 国米需要您 莫拉蒂摇摇头 嘿 老了 力不从心了 晓东 祝你这次拿到最佳求援 啊 晚上见 莫拉蒂摸摸高晓东的脑袋离开了 高晓东也感受到了莫拉蒂的疲惫和无奈 感慨万千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3集 抽签仪式 下午 欧冠小组赛抽签 在下午六点钟进行 从四点钟开始 蒙特卡路的格兰巴尔地会议中心 已经围满了记者和球迷 诶 小冬高呢 梅西来不来啊 梅西来干什么 当背景啊 对 现在是小冬高的时代 我现在好奇 小冬瓜会得了哪个奖项啊 肯定是中场啊 中场核心 但是小冬瓜是欧冠和联赛最佳射手啊 诶 三内地呢 眼看抽签仪式就要举行了 粉丝们议论纷纷 开始到处寻找自己的侯像 啊 来了来了 高小冬来了 随着球迷一声大喊 上百名球迷奔着曼联 与会人员走来的方向跑过去 在英格兰 鲁尼的人气是最旺的 哪怕经历了转会门和嫖娼门 对鲁尼的人气影响也并不大 但出了英格兰 大卫基尔和佛格森才发现 刚刚出道三年的高小冬的人气 玩上鲁尼 欢迎高小冬的球迷和记者人数 都远超鲁尼 直逼当年在满联校里的C罗 大卫基尔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在注重商业化运作的曼联 能不能成为球队头牌 人气绝对是一个重要野素 当年C罗没走的时候 作为一个外来户 为什么能够力压鲁尼成为头牌 主要就是C罗更帅 踢法更好看 更有人气 现在的高小冬虽然没有C罗帅 但肯定比鲁尼好看 球技比鲁尼更全面 另外高小冬身后还有庞大的华国市场 对一心想开发亚洲市场的曼联来说 高小冬应该比鲁尼更适合做曼联的头牌 高小冬随手给几个挤到前面的球迷签了名 然后跟着福克森 打为基尔 走进了被誉为最佳海外会议中心的 格林瓦尔地会场 此刻应邀参加欧冠小组 才抽签的32强球队的主教练和经理们 大都已经就座 看到福克森 大为基尔 高小冬 鲁尼等人到来 大多数人都起身打招呼 相比较来说 和福克森打招呼的人 比大为基尔更多 老绝业的人脉之广 绝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 在球迷当中 高小冬是万人惊讶 但在这个层面和高小冬相识得极少 甚至还不如鲁尼手欢迎 墨里尼昊也来参加抽签仪式 他正在和国际米兰的球员们叙旧 高小冬走过去 恭恭敬敬地说道 就料好 墨里尼昊抬头看了高小冬一眼 淡淡地说道 啊 还好 就不再说话了 对高小冬 墨里尼昊还是有点情绪的 同作为门德斯旗下成员 又有一年的师徒之谊 墨里尼昊认为 高小冬应该去皇马帮助他 但在他吉利相邀之下 高小冬还是去了满联 墨里尼昊能不生气 那才是怪事呢 这下子 气氛有点尴尬 因为正常情况 是墨里尼昊再问候高小冬一句 然后交谈才能进行下去 就在高小冬准备说句再见 转世离开的时候 弗格森过来了 向墨里尼昊说 呵 和小冬说什么呢 可不能挖我的脚啊 墨里尼昊半真半假地笑道 哼 爵爷 分明是你挖我的爵啊 弗格森大笑 扶着高小冬的尖头 小冬是我上个赛季就看中的 被你抢抢了去 现在只能是物归原住 墨里尼昊竖起了大拥地说 墨里尼昊竖起了大拇指说 抢到了小冬还留下了奴泥 绝夜 惊吓法儿的高啊 满连管军了 佛格森笑道 你都有了卢南尔多卡卡 本子嘛 管军是皇马的 穆里尼浩大笑着说道 黄马巴萨曼联切尔西 必有两只进决赛 希望是我和绝也 佛格森笑着说道 嗯 我必在老特拉福德 背好红酒香眼 说完 佛格森带着高晓东 去了自己的座位 而穆里尼浩和高晓东 说了那句还好之后 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高晓东 众嘉宾就座 记者到位 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 和上个赛季的颁奖典礼 在欧洲联秘书长 泰勒主持下正式开始 抽签之前 先进行了年度最佳门将的颁奖 最佳门将的候选人 包括国际米兰的塞萨尔 曼联的范德萨 巴塞罗纳的巴尔德斯 福格森 穆里尼浩 贝尼特斯 等多名教练进行了投票 最终欧冠得主 国际米兰门将 塞萨尔毫无争议的当选 嘉宾 西班牙传奇门神 苏比萨雷塔 为塞萨尔颁发了 最佳门将的奖杯 塞萨尔发表了讲话之后 和英格兰传奇射手 莱因克尔 一起进行第一档 种子队的抽签 第一支抽出来的球队就是满连 红魔被分到了C组 第二个巴萨被分到D组 此后 AC米兰 白仁 利航 国际米兰 阿森纳和奇尔西 分别在G组 E组 B组 A组 H组和F组就位 第一次抽签 没有太大的意义 接下来 就是最佳后卫的评选 最佳后卫的候选人 包括国际米兰的麦孔 巴塞罗纳的皮克 曼联的韦迪奇 最终麦孔成功当选 德国三甲马车之一的 金左脚布雷默 为麦孔 颁发了最佳后卫奖杯 接下来 第二档球队的抽签 就有悬念了 谁也不想和第二档的黄马 瓦勒西亚 罗马维护 麦孔不愧是内拉组里 他先把瓦勒西亚 送到曼联所在的C组 接着 把第二档最受人关注的黄马 抽到AZ米兰所在的G组 再把罗马送给拜仁 国际米兰只抽到了布莱梅 其他的四个二档球队 本菲卡 则与利亚同在B组 矿工被抽到了 哈森纳的H组 马赛与切尔西同组 巴萨运气最好 他抽到的二档球队 是希腊球队帕纳西 纳克斯 在第二档次抽签结束之后 欧足联进行了年度 最佳中场的颁奖 最佳中场的候选人 包括曼联的高晓东 和斯科尔斯 拜仁莫尼黑的罗本 和巴塞罗纳的哈贝 最终 高晓东毫无争议地 当选最佳中场 意大利海角虎 作的为高晓东颁奖 高晓东很激动地 走上领奖台 从作的手里 接过最佳中场的奖杯 然后接受主持人 谢尔维亚的采访 高晓东说 对于获奖 我非常高兴 我要把奖杯 献给我的父母 没有他们的权利支持 我不会安心在这里踢球 然后感谢国民俱乐部 感谢摩拉蒂主席 感谢穆里尼浩教练 感谢国民的队友 感谢支持我的国民球迷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也不会赢得这个奖项 在这里呢 我希望国民人原谅我 没有陪你们继续战斗 不是你们不够优秀 是我喜欢新的挑战 希望你们继续辉煌 也希望我在曼联获得同样的成功 谢谢 随后高晓东进行了 第三档的球队抽签 他第一个就把 格拉斯哥流浪者抽到了C组 与曼联和瓦的西亚同组 格拉斯哥流浪者实力强劲 他们进入C组之后 C组出现形势 马上变得紧张起来 抽完之后 高晓东也苦笑了一下 接着高晓东把英超新轨热刺 抽进了A组 与国米布莱梅同组 这同样不是好钱 然后高晓东又把 哈贾克斯抽到了 AC米兰和黄马所在的G组 高晓东抽完之后 现场嘉宾都笑道 这个华国小子 专坑自己老董家呀 随后 北欧戒旅 哥奔哈根 进入D组 与巴萨和帕纳辛纳克斯同组 俄罗斯的莫斯科斯巴达 与切尔西和马赛同在海福族 瑞士戒旅 巴塞尔与拜仁和罗马同族 普超黑马布拉加与哈森纳 和顿年斯科矿工相约了 沙尔克零四与利奥和本菲卡同族 第三档球队抽完之后 又进行了最佳前锋的评选 虽然高晓东是欧冠和联赛最佳射手 但他被放到了中场里 所以米利托就成为了本赛季的最佳前锋 接下来的赛季最佳球员的评选 其实也没什么悬念 梅西 斯科尔斯 无论个人表现和团队成绩 都不如高晓东 最终 高晓东再次无可争议的 当选赛季最佳球员 最后呢 是第四档次球队的筹签 土耳其新贵 布萨斯堡被抽到C族和满联同族 罗马尼亚球队 克鲁日抽进E族 卡山红宝石被分到D族 与巴萨再次相遇 斯里纳与切尔西同族 特拉维夫哈普尔抽进B族 特温特抽进A族 贝尔格·莱德尤基抽进了H族 欧塞尔被抽进了G族 与AC米兰 黄马和阿贾克斯 组成死亡之组 第一次当球队抽签完毕 四名获奖人员一起合影之后 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和颁奖典礼正式结束 也意味着所有的荣誉都成为了过去 谁能够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中间 需要在新赛季的冠军联赛上拿出自己最炫目的表现 并且带领球队赢得欧冠冠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欧冠小组在抽签仪式结束之后 欧洲博彩公司马上调整了夺冠赔率 千位上加的巴塞罗那以4.00倍高居第一 皇家马德里尽管身陷死亡之足 但是仍然以6.00倍排名第二 曼联和切尔西6.50倍并列排第三 走了高晓东和穆里尼奥的卫冕冠军 国际米兰只排到第五位 曼联与瓦勒西亚 格拉斯哥流浪者和土耳其新鬼 布萨斯堡分在一个小组 曼联主帅弗格森 在接受官网采访的时候 对球队抽到这样一个牵位比较满意 看到黄马 黑随米兰 阿甲克斯分道一族 我们实在没法抱怨什么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钱 你总会看到许多长途旅行的客场 但这次我们只需要去土耳其一个较远的客场 与曼联同组的 还有苏克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队 绝业球员时代就曾在这支球队效率过 首季结束后 因其妻凯西为天主教徒而同时主力位置 第三季 杠伦落之预备队 佛爵业执教哈布丁后 三次赢得苏格兰联赛 四届苏格兰杯 一届联赛杯 和一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 一举打破格拉斯哥流浪者独霸苏格兰足球的局面 现在的流浪者主帅史密斯 曾经是佛格森的助理教练 佛格森说 格拉斯哥流浪者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他们踢得很强硬 我和史密斯已经通了电话 他告诉我需要一些老特拉福德的门票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我们比赛了 对另外一个强劲的对手 瓦勒西亚 佛格森说 瓦勒西亚上赛季表现非常出色 我们曾和他们有过四次交锋 一上三平 这个成绩会给我们更多的自信 除了格拉斯哥流浪者和瓦勒西亚 曼联还有布萨斯堡这个对手 佛格森也谈了这支球队的情况 布萨斯堡是上个赛季的吐超冠军 和他们的课程比赛是一个考验 我们需要长途跋涉 欧冠赛场上又出现了新军 这就是这项比赛的魅力 我们希望能够尽早锁定出现权 收获了两个年度最佳选项的高晓东 也谈到了抽签情况 我们的签约还可以 虽然瓦勒西亚和格拉斯哥流浪者 都有实力威胁到我们 但这是冠军联赛 有九个曾经的欧冠冠军得主 其他的大都市各大联赛的冠亚军 你不能太过弹心 我想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拿到小组第一 这样会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赛程 对于原来的主教练 茉莉宁奥的球队和老东家国际米兰 高晓东也进行了简单的点评 黄马那个小组的实力超级不大 不过对黄马来说 谈不上死亡之足 他们一定会出现 国际米兰要提防热刺 他们虽然50年来第一次争战后冠 但他们有实力给国际米兰制造麻烦 不过国际米兰出现没有悬念 高晓东还展望了一下自己新赛级的目标 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够再次赢得欧冠冠军 并且拿下最佳射手 曼联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签 独冠赔率排名第11位的瓦伦西亚 也同样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签位 39岁的瓦伦西亚主教练艾梅里 在抽签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签 曼联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能够和福克森爵士过招 是所有教练的梦想 格纳斯格流浪者和布斯堡都是冠军球队 和他们一组肯定会非常精彩 不过我相信我们有能力从C组出现 最好是小组第一出现 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在和曼联的比赛中我们就不能输球 在媒体眼里 C组的形势非常明朗 曼联和瓦伦西亚出现 格纳斯格流浪者和布萨斯堡 并不足以威胁到鸿魔和蝙蝠军团 唯一的悬念就是 瓦伦西亚能不能暴冷抢走小组第一 欧冠小组才开启要到九月的中旬 抽签仪式结束之后 欧洲足坛好强的风云际会 马上变作风云流赛 32强各自回去备战 即将开始的联赛 曼联第三轮英超联赛的对手 是此前两联败 防守吸烂的西汉姆联队 这样的对手 当然不能让曼联提起精神来 对佛格森来说 这是轮换和磨合阵容的好机会 本赛季曼联要在联赛 欧冠 足总杯 联赛杯 四线作战 英超联赛的竞争又特别激烈 没有足够的人员储备 向四面开花是非常困难的 让曼联球迷感到兴奋的是 后腰哈格里夫斯 和中场多面手安德森 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 1700万英镑 从拜仁挖来的哈格里夫斯 自08年9月之后 就几乎再没有出现在绿营场上 上赛季末端虽然有 30秒的短暂亮相时间 但那充其量 也不过是混个眼熟罢了 其实上赛季临近结束时 这位29岁的中场球员 曾一度开始了 与一线队的合连 可惜 今年的季前训练中 哈格里夫斯的牺伤又一次复发 并被主教练 弗格森送回美国 科鲁拉多的专家 理查德斯特曼处再度打凶 中场大将安德森年轻 恢复的比哈格里夫斯要好得多 但经历了近半年的病榻生涯之后 安德森能否尽快恢复状态 适应联赛的节奏确实诚意 虽然安德森的球战欲望和斗志都很高昂 对于这位巴西球员的近况 弗格森表示仍然不容特观 他比赛要根据安德森的训练状态 来决定派不派的上场 周六 英超先赛六场 此前取得两连胜 一球不失 狂进16球的切尔西再次获胜 他们2比0击败斯托克城 德罗巴点球做定比分 以4球领跑射手棒 六普在惨败给曼城之后 也终于开户 1比0小胜西伯罗姆 开始了自己的恢复之路 阿森纳携上轮大胜之余威 这一轮克场2比1 再胜布莱克本 一两分之差紧随在切尔西之后 所向披靡的切尔西 并没有给曼联主帅弗格森压力 执教英超24年的弗格森 有着自己的节奏 在对西汉姆连的比赛中 他依然采取了轮换战术 让上一场没有出场的队员们上场找一找状态 凹切顶替右后为了菲尔首发 吉格斯轮换纳尼 朴志兴替换瓦勒西亚 弗莱扯替代斯克尔斯 鲁尼替换下埃尔兰德斯 和上一轮克场打弗洛姆相比 这一轮弗格森换了五名首发 高小冬第一次担任攻击核心 央视现场解说员贺辉 对弗格森的这个安排很是赞赏 嗯 斯克尔斯表现虽好 但他已经35岁了 曼联需要适应生江头不在的日子 斧头帮实力差 状态差 在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锻炼一下小冬单独带队的能力 也可以早早发现问题 但以后进入后冠淘汰赛 再想锻炼和调整也没有时间了 由于高小冬在前面的两场联赛 和一场社区盾杯表现呛演 曼联球迷显然也很期待高小冬 出任前场单合 在高小冬出场的时候 老特拉福德看台上到处都是 高呼高小冬名字的声音 高小冬也是愁愁满之 一边走一边鼓掌向球迷致谢 不想前面的鲁尼鞋带开了 再系鞋袋呢 高小冬撞了上去 差点摔了个跟头 惹得全场球迷一片哈哈大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5集 二级S球 面对最近四次交手曼联 全胜且一球未失的斧头帮 曼联打的比上一场自信了很多 他们开场即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西汉姆连队也很清楚自己和曼联的实力差距 他们开场之后立足防守 四级寻找反击的机会 第二分钟 埃弗拉沿左路一路下底 过掉右后卫 撕拍克特后 船中找中路的贝尔巴多夫和鲁尼 不过 埃弗拉这个船球有点靠近门将 被斧头帮门将戈林出击 把球拿了下来 斧头帮门将大脚将球开出 球在前场被伪迪奇抢到 球传到高晓东脚下 高晓东分给边路的几个姿 吉格斯传给鲁尼 鲁尼在大禁区前横向带球 闪开空档 就是一脚踢射 不过 鲁尼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状态不佳 这一脚打得非常离谱 球直接飞向了看台 西汉姆连队一直被曼联压着打 直到第九分钟 才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 但球还没有发展过中场 就出现了失误 朴志兴抢断后 明明有机会直接传给高晓东 却偏偏传给了弗莱扯 弗莱扯虽然对高晓东没有好感 但他在执行战术的时候 一丝不苟 不停球 直接传给了高晓东 高晓东接球前就在不断的在观察 球过来 他不停球 送出直塞 找跑位的鲁尼 鲁尼快速前插 形成单刀球 不过鞭才却是以 鲁尼越位在先 鲁尼最近状态不好 从上个赛季三月份 就没有再正式比赛进过球 压力山大 好容易有个单刀球的机会 却被吹得越位 鲁尼很恼火 他冲着鞭才大吼大叫 被主裁派出示了荒牌警告 鲁尼更加恼怒 又要找主裁派理论 被吉格斯眼里的喝止了 现场解除员马丁 叹息地说道 哦 这鲁尼这是想干什么呀 不怕被罚下吗 难道他觉得对手太弱 想给比赛增加一点难度 虽然鲁尼没有被罚下 但比赛难度还是增加了 开赛十分钟之后 天空突降大雨 场地变得十分石滑 球速变快 力度不好把握 这对技术粗糙的斧头帮来说 无所谓 但是对技术更好的曼联 是不利的 第十六分钟 高晓东中路接球 转身晃过一名防守球员 趁着下雨失滑 门将容易脱手 在三十米左右的位置 直接起脚射门 高晓东这一脚打得虽正 但势打力沉 门将格林果然脱手 不过他第二反应很快 再次起身 抢在鲁尼之前 把球扑在怀里 西赫姆连队看出了高晓东 在进攻的核心作用 开始对高晓东 采取犯规战术 比赛第二十二分钟 高晓东和诺布尔 抢夺球权的时候 诺布尔亮出血钉 踩踏高晓东脚背 被主裁判 出示黄牌警告 曼联获得了一个 任意球的机会 曼联场上主罚任意球的 有吉格斯 鲁尼 高晓东 贝尔巴托夫四个人 吉格斯是第一人选 不过吉格斯现在 是配合绝业 在培养高晓东 而且上次高晓东 在科拉文农场球场 任意球绝杀对手 也赢得了吉格斯的信任 他不顾跃跃欲试的 贝尔巴托夫和鲁尼 直接向高晓东说道 高 你来吧 吉格斯把主罚拳绕了出去 贝尔巴托夫和鲁尼 自然也不能再争 高晓东觉得 现在是抢夺任意球球权的好机会 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巨星系统 在技能商店里 买了一个二级S球技能 上次高晓东买一级S球技能的时候 他想买二级S球技能 但等级不够 现在他升入了职业S级 终于可以买二级S球技能了 一级S球技能只需要两个级分 但二级S球技能就需要五个级分了 当然 贵是贵了点 可是进球的几率也变大了 现在没法升级 总的来说还是很划算的 高晓东直线助跑 右脚外脚背前点发力 鞭子一样的猛抽向皮球 球越过人墙飞向球门的左侧 门将格林赶紧向右侧跨了一步 准备跃起扑就 但他的身体刚要跃起 忽然发现 球在空中诡异地发生了偏转 飞向了球门的右侧 格林没有办法的 他停住了身体 只能摸送皮球 呼啸着飞向球门 球见了 一比零 进球后的高晓东 在大雨中高举双手 傲然地接受球迷们的欢呼 哦 S球 哎 电梯球啊 C罗的S球 S球重现江湖 红魔球迷都惊喜万分地叫起来 在罗纳尔多离开曼联之后 他成名的电梯认一球 和艾瑟认一球 也随之绝技 不是球员都踢不出来 而是爆发力不如罗纳尔多 踢出来的球没有准头 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尝试了 掌声如潮 高呼声如海 现场几首员马丁喊道 哦 高高高 高打进了联赛第四球 他超越了德罗巴 成为射手榜第一 克斯蒂亚的罗纳尔多的S球 绝技再现 小东高能像罗纳尔多一样带领曼联赢的欧冠军吗 小东高能够像罗纳尔多一样获得金球奖吗 鲁尔多一样带领曼尔多夫等人都鼓掌之惊 他们虽然有些妒忌 但不得不服气 高小东的技术真他妈的全面 十八班兵器样样精通 别看距离禁区挺远 但就算前锋跟他比进球都非常困难 吉格斯面露惊讶之色 他没想到高小东的任意球竟然这么出色 看起来以后还是得跟绝业建议 让高小东多踢一下定位球 毕竟这玩意靠的就是熟能生巧啊 当然 吉格斯并不知道 高小东根本不需要联系 只要积分够多 等级够高 他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买到技能 弗格斯站在场边 摸着鼻子纳闷 这小子技术怎么这么全面啊 妈的 在娘胎里练的足球吗 高小东的进球为曼联打开了局面 后面斧头帮无法继续死守 他们必须供出来 这是联赛不是杯赛 输一个和输几个没啥区别 也许供出来能有一点活下来的希望了 第三十分钟 西汉姆连队终于获得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扶贝尔断球后横传 戴尔在前场左路大进区前 一脚低平球抽射悄悄拼出门注 不过 曼联马上欢迎颜色 高小东直塞 贝尔巴托弗前场左路脚后跟磕球回座 鲁尼进区前左侧接球就射 但门将格林将球扑到横梁上弹出 然而西汉姆连这样压出的进攻 对擅长反击的蔓廉来说 那简直就是宋才上门 比赛第35分钟 高小东中场准确的携船 找到左路的吉格斯 吉格斯一个加速摆脱了斯派克特杀进进区 斯派克特背后勾脚放倒吉格斯 主裁判果断吹发点球 吉格斯已经是快退役的人了 并不在意这点数据 他决心成全高小东 对高小东说道 哥 你来罚这个点球吧 鲁尼和贝尔巴托弗都想罚这个点球 尤其是鲁尼 从上个赛季以来 他已经13轮没进球了 但吉格斯是大佬 又是他制造的点球 他说要让给高小东 其他人都无话可说 高小东已经打进了四球 如果再进这个点球 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优势会进一步扩大 但让人非常意外的是 高小东却非常大方地向吉格斯说道 好 让维尔发吧 我已经记得不少了 维尔还没开壶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6集 三连胜 鲁尼愣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东高要让点球 这个据说自私猥琐的家伙 竟然会把点球让给我 虽然此前高小东 在鲁尼嫖娼门中支持了鲁尼 赢得了鲁尼的好感 不过两人毕竟是球队头牌的竞争对手 斯特雷福特也多次提醒鲁尼要小心高小东 原来鲁尼还半信半疑 但是现在鲁尼完全不相信斯特雷福特的话了 他妈的 如果小东高要坑我 会让我踢点球 帮助我找状态吗 有这样的竞争对手吗 这下鲁尼对高小东的好感急剧上升 他激动的过来感谢高小东 高 谢谢你 高小东大意凛然的说道 这是为了球队 你的状态好了 咱们赢球就更容易了 本来周围的队友们都震惊的目瞪口呆 听到高小东这样说 吉克斯叹息不已 心到说这样注重团队利益的好小伙子 真的不多了 绝业买得太值了 弗来车也不禁多了一分敬意 觉得这家伙对曼联还是有感情的 有团队之上 以后他成为曼联的领袖 比鲁尼要强 而朴志兴对华国更是熟悉 不禁汉骂高小东虚伪狡猾 这下点球让出去了 高小东赢得了顾全大局 心胸宽广的美名 讨好了队内的大佬和弗格森 也肯定糊弄住了鲁尼 以后如果弗格森要把队长核心 头牌的地位给高小东 鲁尼就算想争 也开不了这个口了 不然 球迷肯定骂鲁尼忘恩负义 甚至以鲁尼那个性耿直的性子 说不定就直接拥护高小东当队长了 鲁尼的经纪人斯特雷福特也在现场 他看到高小东让点球急得大叫 希望鲁尼能够推辞出去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鲁尼急于打破进球荒 他接过高小东手里的球 走向了十亿马 哦笨蛋啊笨蛋 斯特雷福特仰天长谈 从现在这一刻起 他明白了 两个鲁尼也玩不过高小东 这个狡猾猥琐的坏小子 福克森连连点头 对这样的事情 他乐见其成 在鲁尼嫖娼申请转会之后 他就不打算扶持鲁尼 做核心核队长了 高小东能玩得这么漂亮 以后他在扶持高小东上位的时候 就更顺利更轻松了 这么久没有进球 外面的球迷一片麻生 鲁尼急需进球来打破之一 哪怕是一个点球 鲁尼也非常的小心 他助跑的时候 做了一系列迷惑门将的跑位 然后右脚推射球门右下角入网 门将格林被鲁尼骗过 扑到了另外一侧 球轻松地飞进了球网 2比0 鲁小胖打进本赛季的首歌进球 为曼联扩大了比分 进球后的鲁尼 跑过去抱住了高小东 谢谢 谢谢 高小东笑眯眯地在鲁尼的耳边说道 我拿球 你就跑位 再见几个 鲁尼一听大喜 没问题 现在我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这边曼联的球员也都过来 和鲁尼机长拥抱 恭喜他打破进球荒 看到两个小胖合体 曼联球迷非常高兴 他们又想起了鲁尼和 C罗的组合 对曼联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小东高真是领袖的料啊 双碰何必 鲁尼又天下无敌了 小东高比C罗强 C罗绝不会让点球的 C罗让点球 他只会抢点球 小东高现在就该上尾当队长 哦 上帝啊 这也太早了吧 才来几天啊 央视解说员贺辉 叹息着说道 哦 高风亮节团队精神 小东干得漂亮 不过鲁尼接了这个点球之后 估计啊 小帝的命运也就摆脱不了了 不过这个点球帮助鲁尼 结束13场正式比赛的入球荒 大大减轻了压力 否则以卢小帕目前的状态 靠自己进个球 还真是有点难的 比赛再次开始 西汉姆连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选择 只能压出来进攻 西汉姆自身防守太差 弱点过于明显了 现在攻出来之后 以色列主帅格兰特 根本就无法稳固球队的别路防守 尤其是右边位斯佩科特这点 他身前的福贝尔回防能力也一般 导致这一路本战成为了曼联的突破口 今天打左路的吉格斯和埃弗兰两个人 有经验丰富 给西汉姆制造了无数的麻烦 尤其是老妖吉格斯 他今年11月底就要年满37岁 仍然在别路不断地通过变速 假动作实施突破 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 曼联打出快速反击 高晓东中场直塞 鲁尼不停球 直接把球横敲给吉格斯 吉格斯边路带球突进 缓过两名后卫后横传中路 比尔巴托弗和鲁尼同时插上 结果比尔巴托弗抢到点 他右脚一个双飞的凌空抽射破门 曼联3比0领先西汉姆连 高晓东鲁尼 比尔巴托弗这前场三场激进球 球迷们更是兴奋 潇洒哥天赋自不用说了 但他踢球 他也追求艺术感 不喜欢跑动 明明一身天赋 就是发挥不出来 现在不仅鲁尼打破了进球荒 贝尔巴托弗也连续进球 如果他们三人摩擦出火花 再次夺取后冠 也不是不正常 贝尔巴托弗进球之后 不过几分钟 中场休息时间到了 双方球员各自回自己的更衣室休息 15分钟之后 比赛再次开始 西汉姆连试图反扑 但曼联哪里会允许 西汉姆在自己的家门口撒野 吉格斯和朴志兴两意齐飞 高晓东在中路调度指挥 比赛打得游刃有余 虽然胜负已定 但高晓东还是有点想法没能实现 他想再给鲁尼一个助攻 不过对手对鲁尼盯得很紧 鲁尼一直没有找到运动战进球的机会 比赛第65分钟 弗格斯换下弗莱车 换上卡里克 换下贝尔巴托弗 换上欧文 继续调试阵容 磨合球队 欧文上场之后 他的跑动比贝尔巴托弗更加积极灵活 也给鲁尼吸引走了不少防守的注意力 比赛第73分钟 凹血右路横传进去前沿 高晓东坐视要射门 吸引了两个西汉姆连球员的拦截 但高晓东高抬脚后却轻轻把球一推 传给了插向内部的鲁尼 鲁小胖几乎是背着一名防守球员杀进进局 面对出击的门将格林 脚弓一推 球穿当入网 帮助曼莲4比0领先 打进这个运动战进球之后 鲁尼是彻底兴奋了 他忘记了自己已经有一张黄牌 拖下球衣挥舞着跑向砍台 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苦闷和煤气 全部发现出来 曼莲的球迷虽然很恼火 鲁尼深情转会的行为 更讨厌他在妻子怀孕时候的嫖娼 但他们是球迷 只要自家球星 能赢球 能进球 他们就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不快 不少球迷都起身为鲁尼鼓掌 弗格森也连连点头 为鲁尼找到进球状态而高兴 比尔巴托弗太难 埃尔南德斯太嫩 斯克尔斯吉格斯太老 如果鲁尼找不到状态 单靠高晓东想夺冠 是不可能的 一个健康的鲁尼 是满联的福音 不过随即弗格森想起 鲁尼已经吃了一张黄牌 现在突一庆祝 那就红牌发下了 顿时气了大妈 这个蠢货 真是没脑子 四比零之后 哪怕鲁尼被罚下 曼联少打一人 西汉姆连队也毫无斗志 不再挣扎 曼联少打一人 对手又不进攻了 剩下了十几分钟 曼联只有伪迪奇 利用脚球再进一球 最终 曼联主场五比零 横扫西汉姆连 赢得了三连胜的完美开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曼联新赛季开局非常顺利 他们不仅拿到了社区盾杯冠军 还赢得了联赛的三连胜 仅仅以竞胜球的劣势 排在切尔西之后 曼联击败副班长西汉姆连 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斯科尔斯休战 高晓东出任单合 一样导演一场大胜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高晓东年龄再小 也是三冠王核心 身价八千万欧元 不过 高晓东在比赛中 让点球给鲁尼的行为 在赛后得到了球迷广泛的赞誉 也再次上了英伦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 比赛结束之后 曼联按照惯例放假一天 曼联的球员有的出去钓鱼 有的和朋友一起看赛马 有的和家人一起聚餐逛街 而对于曼联的另外一个亚洲外员 朴志兴来说 他的假期依然离不开足球 早晨起来 他就和自己的经纪人金真秀 一起在院子里练球 练完球之后 接着玩足球游戏 中午 朴志兴的父母来到了曼彻斯特的田园小城 阿尔德雷 看望自己的儿子 朴志兴的母亲做了一桌韩国料理 一家人加上经纪人金真秀 一起聚餐 那个新来的华国人很强啊 尝尝进球 他现在在球队的地位如何呀 聊天的时候谈到了足球 朴志兴的父亲朴成忠率先问起了高晓东 朴志兴能够成为亚洲最强球星之一 离不开他父亲朴成忠的教导和帮助 朴成忠对曼联的情况很了解 也经常帮朴志兴分析更衣室的情况 怎么说呢 朴志兴沉言了一下说道 佛格森买他是想用他来顶替鲁尼的 没想到鲁尼没走 现在队内的九二班大佬们 有支持高晓东的意思 大陆帮的大佬为第一期 想拉拢高晓东 本土帮的大佬费迪南德态度不明朗 不过高晓东很狡猾 他现在刻意讨好鲁尼和本土帮 向外展示自己团队荣誉至上的良好形象 估计是想上位的 经纪人金真秀说道 高晓东在曼联站住脚跟会比志兴容易 志兴来的时候是孤身一人 但高晓东有门德斯旗下的恩德森和纳尼帮他 朴城中皱眉说道 高晓东的英语如何 他的英语开始很烂 不过进步神速 现在可以和队友简单交流了 朴城中哼了一声说道 这说明这小子来曼联是蓄谋已久的 不然哪有那么快就能够和队友交流啊 是的 这小子心智深沉 我担心鲁尼斗不过他 单靠鲁尼一个人 借给他一个脑子 也斗不过高晓东 不过鲁尼不是一个人 他身后是本土帮 埃弗拉对高晓东怎么看呢 朴智星和埃弗拉的关系最好 两人经常一起聚餐看电影 埃弗拉和韦迪奇不一样 他不想和费力难得争对战 所以对高晓东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法 不过听埃弗拉说 本土帮大将弗莱扯好像不太喜欢高晓东 高晓东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朴智星老老实实地说 一般很少交流 你给高晓东接过风吗 高晓东和鲁尼是竞争对手 我担心引起本土帮的误会 所以一直没有和高晓东密切接触 没想到高晓东这么快 就赢得了鲁尼和九二半的好感 朴智中严肃地说道 不要小看华国人的生存智慧 满世界都有华国人 他们的生存能力堪比蟑螂 你应该请高晓东吃顿饭的 都是亚洲球员 就算你请他吃顿饭也是情理之中 本土帮的人不会多想的 你现在对高晓东表现得这么疏离 如果高晓东真的上位 成为曼联的队长和核心 你恐怕没有好日子过 朴智星父亲这话 虽然是对自己儿子说的 但朴智星的经纪人听的也不是滋味 辩解地说道 高晓东一个亚洲人 最多就是跟碎洛一样 做个战术核心 怎么可能在曼联当时队长和更衣室老大呢 智星在曼联已经待了五年 论资历也比高晓东老多了 高晓东有什么能力为难智星啊 飘成中说道 这个难说呀 你看这小子 他来到曼联之后的一系列手腕 一面数一零 晒球一 展示霸气 赢得球迷支持 一面在鲁尼被天下人口诛笔伐的时候 公开在推特上支持他 昨天比赛中又让点球 讨好鲁尼 弗格森和球队大佬 创造奇迹也不是不可能 朴智星有些后悔地说道 是的 他在国际米兰 很快就获得了哈根廷帮和本土帮的支持 金真秀说道 高晓东在国际米兰很快上位 是因为有莫里尼奥 福克森能像莫里尼奥一样支持高晓东吗 再说了 高晓东其实也在和智星争夺亚洲头牌的地位 目前智星和高晓东都拿到了无管 不过智星比高晓东多了两个联赛冠军 高晓东想赶超智星还需要几年 这个时候 高晓东应该来智星这里摆码头 而不是智星去巴结高晓东 听金真秀说 朴智星和高晓东争亚洲头牌 朴智星的父亲 朴成忠都不自信 他说 哀 亚洲头牌这个东西 虚乎缥缈的 不算什么 还是从曼联的角度来考量最好 但金秀却很认真地说道 怎么能算了 这关系到亚洲市场 关系到智星的广告代言 我觉得 智星应该支持鲁尼当核心 而不是支持高晓东 朴成忠说 但现在 鲁尼和佛格森 九二班大老们都离心离得 舆论也都对他不利 他还能重新赢得佛格森和大老们的信任吗 金针秀道 在曼联除了坎头那 还没有哪个外来户 能够成为更衣室老大 本土帮一直是最大的势力 就算现在 鲁尼得罪了佛格森和九二班大老 但他们毕竟是同胞 早晚会得到佛格森原谅的 再说了 高晓东四年换了四家俱乐部 忠诚度也不比鲁尼好 大老们能放心地把曼联交给高晓东吗 朴智兴父子被金针秀说服了 朴成忠说道 智兴啊 即便不支持高晓东 也绝不要得罪他 华国有句古话 宁可得罪君子 绝不要得罪小人 高晓东就是一个小人 朴智兴想起了自己在比赛中的传球 有些忐忑地说道 啊 我明白 我会尽量地保持中立 金针秀说 对 鲁尼背后有本土帮 光晓东背后也有门德斯这个大哥 两不得罪 等他们都出个结果来是最好的 智兴马上二十九岁了 巅峰期很快过去 想在曼联立足 就要和队友搞好关系 赢得较量的信任 两不得罪是最好的 现在 内威尔要退业了 为迪奇和菲尼南德都要争队账 曼联更一时复杂 还是距离是非远一点 做好自己的本分为好 智兽 我不常在 你要多帮帮智兴啊 哦 是的 这是我的责任 朴智兴和金针秀 都连连点头答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8集 和小弟们的会面 在朴智兴一家人和经纪人 一起研究高晓东的时候 高晓东正在曼联中厂 安德森的家里吃口肉 安德森和纳尼 都是门德斯旗下的成员 如果说纳尼是作为 C罗的接班人 来到的曼联 那么安德森 就是顶着 罗纳尔迪尼奥接班人的名头 来到的曼联 在来曼联之前 弗格森爵士 对安德森的期待更大一点 因为 弗格森爵士此前 曾被他的兄弟 曼联首席球探 马丁告知 安德森 比罗纳尔迪尼奥还要强 随后 曼联便一直关注着 安德森的动态 就算安德森 断腿之后 也未间断 最终 曼联以3000万欧元 买下了安德森 安德森初次亮相 便凭借健壮的身体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有人把他和鲁尼 称为满联双胖 在客场2比2 占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中 他和哈格里福斯的 中场组合发挥抢眼 两人也被视为满联的未来 而完胜小法的表现 也让球迷对安德森 大唱赞歌 2008年5月21日 欧冠决赛 在莫斯科上演 曼联的对手是切尔西 安德森在板凳上 坐了整整120分钟 比赛结束前几秒 才替换维斯布朗登场 特立的滑倒 让切尔西到手的冠军飞走 点球大战 也不得不进入 突然死亡阶段 首个出场的安德森 冷静地将球打击 福格森赛后说道 他进球后一路狂奔 与球迷们庆祝 这极大的提升了大家的士气 最终 曼联如愿赢得了点球大战 安德森运气不错 在2009年和热刺的联赛杯决赛中 也被罚进过支撑点球 作为福格森爵士 亲定的斯科尔斯的接班人 安德森的进球效率 一直被人所诟病 直到2009年 安德森在代表曼联出战的 第78场比赛中 才收获了在曼联的出自球 也就是这一年 福格森爵士 才决定买高晓东 作为斯科尔斯新的接班人 由于安德森不够自律 经常出入野点 他在一线队 逐渐失去了处理位置 2010年2月23日 安德森在对阵斧头帮 西汉莫的比赛中 实则任带撕裂 一直到最近 才刚刚赏欲付出 高晓东现在是 门德斯在满联的核心球员 高晓东转回满联之后 门德斯就屡次要求 纳尼和安德森照顾高晓东 帮助高晓东融入球队 纳尼确实一直在帮助高晓东 不过安德森比纳尼懒散 到现在 英语还无法和队友势力交流 加之受了伤 一直在养伤和在健身房恢复 跟高晓东交流不多 也没帮助高晓东多少 这次他商欲付出之后 决定跟现在风头正见的高晓东 联络一下感情 安德森考着肉串 纳尼和高晓东在喝酒聊天 和高晓东一起 加盟曼联的新人贝贝在一旁倾听 不时把考好的肉串 递给纳尼和高晓东两位大哥 贝贝原名底牙哥 葡萄牙人 身高一米九 速度很快 是一位前锋 不过他之前的履历非常可怜 一直效力于葡萄牙第三级别联赛 职业生涯几乎没有任何数据 但在加盟吉玛拉雷斯之后 在季前赛上疯狂进球 表现出色 他还代表葡萄牙参加过 无家可归者世界杯 然后就来到了满联 福克森自己都说 没有看见过贝贝踢球 他之所以签下贝贝 主要就是为了高晓东 这是一次捆绑式销售 福克森只能接受 门德斯的这种安排 当然 也不是说 福克森受了门德斯的胁迫 福克森也问了自己的助教 奎洛兹 奎洛兹也认为 贝贝有潜力 900万欧元 买张彩票完全值得 不过 高晓东来到曼联之后 简直是光芒万丈 同样900万欧元 来到曼联的海尔兰德斯 也非常出色 但贝贝在曼联表现 却差得离谱 不仅无法进入一线队 就连预备队的主教练 索尔斯科亚 也觉得他技术太操 不愿意要他 最近曼联与曼城 在海德进行预备队的比赛 但索尔斯科亚 甚至都没有把贝贝 放进大名单 这让贝贝很担心 他希望找老大哥们 帮忙疏通一下 看看能不能让他上场比赛 安德森烤好了肉 过来跟高晓东和纳尼 一起喝酒 贝贝看到老大哥们 都喝得开心了 就把自己现在面临的困境 说了一遍 纳尼有些为难地说道 虽然我在曼联时间长一点 但索尔斯科亚 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 安德森说 是的 别看他衣服挖挖脸 却是最严谨的一个人 贝贝愁眉苦脸地说道 我现在 我连大名单都进不去 还怎么提高啊 我还年轻 索尔斯科亚教练 却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高晓东沉夜了一下 问道 哎 迪亚哥 爵士看过你比赛没有啊 最近哪有比赛啊 和曼城青年队的比赛 是第一次 高晓东听了之后 有了主意了 哎 这样 我觉得啊 我们找索尔斯科亚 也说不上话 你呢 可以找门德斯先生 让门德斯先生 给福克森爵士打电话 让他去看看你的首秀 这样呢 索尔斯科亚 就不得不给你机会了 贝贝眼前一亮 大喜地说道 对 对 太对了 谢谢你 高大哥 高晓东摆出一副 大哥的姿态 白白手 淡淡地说道 哎 门德斯先生能帮你上场 不过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就靠你自己了 我一定拼命努力 那你说 哎 叶城梦多 你现在就给门德斯先生 拿电话 贝贝给门德斯打了电话 门德斯对自己的人 很伤心 马上给福克森 打了电话 福克森最近无事 也正想看看贝贝的情况 便答应了下来 安德森看到 高晓东一句话 就帮助贝贝解决了问题 叹息了一声 向纳尼和高晓东 速呼说道 高 我的处境也不好啊 之前爵士就不太相信我 我又受伤了半年多 现在想打上主力 只怕更难了 慢慢来吧 咱还年轻 喝得起 纳尼在心里哼了一声 心道说 你跟着大佬们一起花天酒地 绝世能信任你才是怪事呢 你和大佬们能一样吗 人家能控制自己 而且多年跟着绝世打天下 赢得冠军一大把 你算什么呀 高晓东笑着说了 这个除了你自己努力之外 还得赢得绝世的喜欢呢 主教练不喜欢你还信任你 除非你是马拉多纳 安德森心里一动 那怎么赢得绝世喜欢呢 高晓东探探手说 我这初来找到 我哪里知道怎么赢得绝世喜欢呢 安德森愁眉苦脸地说 福格森绝世喜欢勤奋的球员 朴志兴那样的 但曼联哪个球员不勤奋呢 高晓东和纳尼都在哭笑 信道说就离不勤奋 安德森又说道 爵士也喜欢能够在关键比赛中 发挥出色的球员 但我现在这个状态怎么反悔呀 上场机会都没有 高你就跟我说说吧 高晓东笑眯眯地说了 你不知道怎么样的爵士喜欢 那你可以想想爵士不喜欢什么呀 爵士不喜欢什么 你就公开反对 爵士喜欢什么 你就主动表现 时间久了 爵士会看得到的 华国有几千年的人质传统 对于如何揣摩上意 讨领导欢心 高晓东耳息默然 比安德森纳尼之流 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安德森一听 大喜着说 对啊 对 这是个好主意 高 我敬你一杯 高晓东笑眯眯地说道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出来照道 以后还有你和纳尼帮忙 安德森一听 拍着胸脯说了 放心 以后你就是我弟兄 只要你想干什么 我一定支持你 纳尼没说话 心里却在想 这个华国高 究竟能力这么强 他哪里需要我和安德森 帮助融入 现在就如鱼得水一般 安德森这个鸟人 真是不知道身前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59集 足坛也是江湖 三连胜之后 曼联队内的气氛快乐了很多 一扫上个赛季 四大捷空的压抑 新缘 年轻球员 和老队员之间的关系 也融洽了很多 训练之外 纳尼和埃弗拉 还不时的拿海尔南德斯 马切达等人 开开玩笑 下午曼联预备队 和曼城预备队提比赛 主教练福克森也签去观战 助理教练费兰 安排曼联一线队和青年队 进行了一场对抗赛 让小兄弟跟着老大哥们 多接触和学习一下 高晓东虽然年龄不大 但已经是有过三年职业经历 拿到过欧冠冠军的老球员 面对青年队的小兄弟 觉得就算只用三成功力 也能够轻松控场 但没想到在摆脱青年队的一名 身材高大的黑人后腰的时候 却被对手抢断了下来 高晓东很惊讶 被小猫孩断球也很丢脸 他马上反身回追 想把球再断下来 但青年队的黑人后腰 拉球马在回旋 摆脱了高晓东 一脚长穿打向前场 发起了快速反击 不过黑人后腰传球大了一点 青年队的前锋 处理球很毛躁 停球大了一点 球被尾第一起轻松断下 黑人后腰这几脚 处理得非常漂亮 赢得了观看球员 和球迷的一片掌声 娜尼哈哈大笑 向高晓东说道 哈哈 哦 这小黑很厉害呀 连你都干啥 高晓东尴尬地摸摸鼻子 向青年队的后腰说道 哦 小家伙 你叫什么 黑人后腰早就认识高晓东 刚刚他就是故意 在高晓东面前表现的 见高晓东 终于注意到他了 他激动地说道 哦 我叫保罗伯格巴 不过我可不比你想多少 我已经17了 那你知道 这不是年龄问题 高17岁已经拿到普超冠军了 我要是在雷克索斯 我也能打上比赛 高晓东听他对自己的经历 如数加珍 惊讶地说 嗯 你认识我 认识 青年队谁不认识你 你是我们的偶像 高晓东明白了 这小子是有意在自己面前表现的 他笑着说道 偶像是用来超越的 好好努力 未来是你的 伯格巴听了高晓东的鼓励 更加激动了 啊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和你一起打赢招 脑袋够不到 高晓东笑着拍拍伯格巴的屁股 那这场比赛 先打过我的三成功力再说吧 在高晓东的鼓励下 伯格巴这场比赛 拼得非常积极 不过高晓东已经是S级球员 半步到球星 再加上一线队实力强大 伯格巴和他的青年队小毛孩 如何抵挡得住 最后 差点被大哥们虐哭 训练赛结束 青年队的球员们纷纷过来 招候向门签名合影 伯格巴跟高晓东合影之后 还非让高晓东给他指点一下 拥有了S级球员的意识 高晓东的眼光自然美的说 根据伯格巴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弱点 指点了伯格巴一下 又说了一些自己踢球的心得 伯格巴顿觉受益匪浅 对高晓东感激不尽 高晓东去停车场准备开车回酒店的时候 鲁尼快步走到了他的身边 高 晚上去我家happy一下 上场比赛你让我点球 我还没谢你呢 高晓东犹豫了一下 说道 你叫方便吗 方便 柯林还没回来 就我一人在家 我请了菲迪南德 吉格斯 斯克尔斯等老大哥 大家喝喝酒 唱唱歌 放心吧 没有女人 我不会违背 头儿的鬼顶的 得 这媳妇还没回来 就又喝手了 这货呀 真是没心没肺呀 不过和球队大佬们接触的机会 高晓东不想放过 他笑着说道 哦 好 我一定去 高晓东回到老里酒店休息了 便打车去了柴郡 确实没有女人 鲁尼只请了一个厨师 给他们做吃的 那威尔 费迪南德 吉格斯 等本土帮球员 正坐在那里聊天 看到高晓东来了 大家都起来迎接 高晓东来到曼联之后 不仅赛场表现极其炫目 在场下的几次事情 处理得很得体 很大气 赢得了队友们的尊重和喜欢 那威尔笑着说道 嘿 威尔 高来了 咱们开始吧 鲁尼笑着说道 啊 好的 我先谢谢最近大家对我的帮助 还有 后天和艾夫特的比赛 弟兄们有这点题 鲁尼前面的话 高晓东听得还明白 后面一段话 就有些迷糊了 什么叫悠着点题啊 不过 高晓东不是鲁尼那样的直肠子 他有疑问也藏在心里 准备找个时间套套鲁尼的话 今天虽然是鲁尼请客 但那威尔 费迪南德这样的本土帮大佬 希望借机拉拢高晓东 而本土帮的年轻人觉得 高晓东未来 估计会成为伪迪奇那样的外来大佬 也都刻意和高晓东借交 一时间 高晓东几乎成为了派对的主角 大家喝酒 打布克牌 唱歌 玩得非常开心 喝到酒汗耳朵的时候 鲁尼把高晓东叫到了一边 后天和艾弗顿的比赛 能赢就行 别照死里提 那可是我的母队 还有这操作 高晓东有点惊讶 这艾弗顿很强啊 咱们未必客场吻上报 鲁尼笑着说道 嘿嘿 艾弗顿是六婆的死敌 所以是咱们的盟友 咱们今年要和切尔西争冠 他们不会跟咱们死拼的 如果后面咱们冠军稳拿 他们要争欧战席位或者宝吉 咱们也会舍下留钱 高晓东恍然大悟 哦 新道说 当年艾弗顿能够把鲁尼卖给曼联 估计也是因为盟友的关系吧 足坛也是江湖啊 到处都有排席 原来在国际米兰的时候就听说 当年一家顶上的时候 有些弱队为了保级 都找强队做靠山 强队需要夺冠的时候 帮忙阻击对手 弱队要保级的时候 强队放放水 哦 原来英超也是这样的 威尔 那你上一场比赛 脱衣吃烘盘 难道也是为了避开和艾弗顿的比赛 鲁尼一脸羞惨地说道 哦 这倒不是 我真是激动了 其实我能在和艾弗顿的比赛中上场的话 更好空场 高晓东呼吁了 我就是跟你说说 别说出去啊 哦 那是肯定的 高晓东点点头 心道说 他妈你觉得我跟你一样傻逼啊 咱们曼联还有其他的盟友吗 鲁尼得意地笑道 嘿嘿嘿嘿 头尘把英超二十多年 盟友小弟还能少了 不过盟友也会背叛 小弟也会翻水 都不可靠 最可靠的是自己的拳头 一喝你就知道了 哦 高晓东看鲁尼不愿意多说 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时间差不多到了十一点 看到大家依然在玩闹 内威尔说道 差不多了 大家散了吧 明天还要训练 队长发话了 再加上原来弗格森 有过不准开派对的禁令 众人便停止玩耍 各自离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六十集 潇洒的进球 英超第四轮 曼联和埃弗顿第一个开展 此前曼联三连胜 进十三球 十两球 仅次于领头杨切尔西 埃弗顿状态很差 三场比赛两负一平 对手还都是神秘的 中下游球队 这一轮曼联如果继续获胜 他们将创造 曼联历史最佳开局 而埃弗顿如果继续输球 他们则很可能 被一分不几的 西汉姆连和布莱普超越 成为副班长 虽然两家俱乐部关系良好 但一个想创造历史记录 一个想摆脱尴尬的排名 开场之后 双方就展开了猛攻 由于对手实力不强 弗格森继续轮换债术 老队长加利利维尔 新赛季首次上场打右后卫 费迪南德受伤 艾文斯继续出任中后卫 三个中场是弗莱扯高晓东和斯克尔斯 三前锋是瓦伦西亚 纳尼和贝尔巴托夫 弗格森绝世的这个怪阵 引起了天空体育解说员马丁的好奇 哦 这是一个什么阵型 4141还是433 或者是4123 绝世年纪一大把 冒险精神还是很强的 虽然和艾弗顿的近11场比赛 曼莲七胜三平一负 但太飞堂绝对不好惹 不小心的话 曼莲就可能被咬一口 且不管曼莲是什么阵型 有高晓东和斯克尔斯 这两个人中场调度组织 有高晓东和弗莱扯中路操当 曼莲攻守都表现不错 开场之后 艾弗顿几乎没有什么攻势 曼莲克场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不过 今天决业前场派出的三前锋 实在是有点奇葩 左边那步传 右边瓦不射 中间是不作死不舒服的潇洒哥 高晓东和斯克尔斯 能够传出好球 但却总是形成不了进球 艾弗顿打得同样很开放 全场逼强 有机会就反击 没机会就边路传中 让卡西尔和斐莱尼强攻曼莲的进去 比赛打了十分钟 曼莲占据极大优势 但最接近进球的反而是艾弗顿 第八分钟的时候 阿尔特塔 二十五马处 一脚隐蔽的冷射 打在了亨量上 差点取得领先 高晓东看到前面三个队友作死 有点恼火 虽然鲁尼说了 不要往死里打 但三分肯定是要拿的 高晓东跟斯克尔斯和弗莱尺说了一声 增加了前叉射门的次数 第十五分钟 瓦勒西亚边路突破船中 费莱尼头球解围 高晓东快速跟上 在二十五马处凌空怒射 很不巧的是 球同样打中横梁 弹了出来 随后曼莲连续获得射门机会 先是高晓东 左路任意球横船 斯克尔斯 二十五马处近射 偏转后 被几乎失去中间的霍华德 勉强曝出地线 接着弗莱尺右路船中 纳尼缓过一人后 十二马处的射门 被门角霍华德 勉强扑倒 高晓东冲进进去右侧不射 又被迪斯丁挡出底线 就在曼莲宫的顺风顺水的时候 埃弗顿突然从边路 发起了反击 卡西尔中后场穿球 老队长加利内维尔解为慢了半步 尔特塔投球抢下 单刀附会 突入进去 范德萨出击封堵尔特塔 尔特塔脚弓推射球门右下角 但范德萨反应神奇 用腿把球挡出 不过就在埃弗顿人痛惜不已的时候 埃弗顿中场奥斯曼快速跟上 抢到球后再次横传 埃弗顿中场皮纳尔倒地阐射 球从八马处飞进了球房 1比0 埃弗顿率先取得了领先 进球后的埃弗顿人非常兴奋 球员们狂奔庆祝 看台上都起立鼓掌欢呼 就连主教练 莫耶斯都做出了高高跃脊 振臂高呼的动作 曼联第34分钟扳平比分 斯科尔斯分球左路找纳尼 纳尼缓过边后卫西伯特 把球传向禁区 高小东和弗莱扯两人 从贝尔巴托弗的两侧插进禁区 由于后卫都把注意力放在了 高小东和贝尔巴托弗的身上 无人防守的弗莱扯 在小禁区边缘外 电射破门 把比分搬成了1比1平 弗莱扯可是一个纯粹的防守球员 他进一个球可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进球之后 弗莱扯握紧拳头跑向看台 冲着球迷怒吼不已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激动得昏乎雀跃 但埃弗顿的球迷倒是很平静 开赛一来 球队踢得太差 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球队落后 被扳平似乎是毛毛雨了 埃弗顿的球员不甘心优势丧失 在曼联扳平比分之后 发起了猛攻 试图再次进球 然而 曼联的反击岂是吃素的 第39分钟 曼联发起反击 斯科尔斯中场直塞比尔巴托弗 比尔巴托弗回闯给高小东 高小东27米处起脚射门 球打在后卫迪斯丁的身上 飞出底线 曼联获得脚球机会 斯科尔斯开出右侧脚球 球被后卫顶出 安抚了直传纳尼 纳尼四传四射打到禁区 无人防守的韦迪奇 近距离投球100 球飞进球网 比分变成了2比1 曼联反超了比分 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 韦迪奇的首例入球 进球后的韦迪奇兴奋地挥拳怒吼 在和费迪南德竞争队长的关键时期 费迪南德受伤 他进球 这简直是上帝都在帮助他 我干得好 韦迪奇 好用的 弗克森连连鼓掌 韦迪子们在5分钟之内扳平 并且反超比分而欢呼 莫耶斯显得很沮丧 前三场 埃弗顿的成绩太差 他很希望奔赏比赛 在曼联身上拿分 鼓舞一下士气 开局埃弗顿打得很有效率 但没想到 曼联稍微一发力 5分钟之内就逆转了比分 好门就是好门啊 这个地缘和实力 在英朝 真是无对能处其有啊 莫耶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中拳开球之后 比赛继续进行 曼联士气大振 一心要在上半场就锁定胜局 埃弗顿被压制在了自己的半场 不得不拼命死守 不给曼联继续进球的机会 埃弗顿被压制得太厉害 几乎都在禁区内外站着 曼联技术本来就不细腻 传切都打不进埃弗顿的进区 只能拼命的起高球和远射 上半场的最后五分钟很快过去 曼联连续获得机会 却始终无法再次扩大比分 随着主裁判 阿特金森的哨子响起 双方球员各自会更衣食休息 准备下半场再战 对曼联和埃弗顿上半场的比赛 现场解释员马丁认为 这是一场开放的比赛 双方在进攻上投入的兵力和精力 都高于防守 上半场就打进三球 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过 马丁认为 两支球队采取进攻战术 也很正常 因为两家俱乐部关系不错 主教练关系也可以 而平局对他们两支球队都不解渴 放手进攻也就成为了双方共同的选择 曼联上半场打得很不错 如果不是运气一般 连续不止两个进球 弗格森对自己的战术安排很满意 并没有进行调整 中场休息的时候 弗格森不过简单地说了一下 上半场出现的问题 就去教练休息室休息去了 15分钟之后 下半场开始 曼联开球迅速发起快攻 高晓东分边 纳尼下敌左路船中 贝尔巴托夫十四马出铲射偏出 后点的瓦勒西亚一脚打在了边往上 埃弗顿开门球之后 曼联继续抢攻 高晓东在中路摆脱两人包夹 给贝尔巴托夫送出直塞球 但贝尔巴托夫没有摆脱对手的纠缠 他传球给插上了纳尼 自己快走前插 准备和纳尼打一个配合 但贝尔巴托夫把球传出去之后 就相当于肉包子打狗了 纳尼根本就没想过传给贝尔巴托夫 他杀进进去右侧 就是一脚射门 但门将霍华德已经封住角度 双手把球扑出底线 纳尼抱着头 一副难以执行的样子 但贝尔巴托夫气得都不想看纳尼了 那个角度 那个时候射门 门将要是扑不出去 那才是啥缺呢 斯克尔斯打出战术角球 贝尔巴托夫从禁区内 跑到禁区边缘接球 埃弗顿后卫没有跟上贝尔巴托夫 贝尔巴托夫不停球 外脚被风骚的撩射 球非常写意地从圆角入网 打得门将霍华德目瞪口呆 啊 这样也行 看台上曼联球迷和埃弗顿球迷都看呆了 现场解说院马丁嘖嘖叹息 竖起大拇指说道 嘿 这进球 不潇洒的 坚决不进啊 此刻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55分钟 曼联3比1领先 看起来 比赛似乎已经毫无悬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巨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61集 捕食奇迹 两球领先之后 曼联开始控制节奏 想经济实惠地拿下比赛 埃弗顿三场不胜 主教练摩耶斯压力很大 他很希望在主场从曼联身上拿分 提振一下球队士气 现在 球队两球落后 摩耶斯坐不住了 一口气换上了两名 擅长进攻的球员 科尔曼换下西伯特 亚库布换上海亭家 加强在边路和风险上的攻击力 曼联放缓节奏 四击反击 埃弗顿加快节奏 全场逼抢曼联 看起来埃弗顿气势汹汹 攻势如潮 但主动拳却始终在曼联的手里掌控 斯克尔斯和高晓东 这一老一小 联手控制节奏 一个经验丰富 一个狡猾强壮 埃弗顿抢得虽然很凶 却始终无法拿到多少球权 更没有办法完成多少有威胁的舍门 比赛进入75分钟之后 莫伊斯发现 曼联右后卫加里内威尔的体能下降 马上让边后卫 白恩斯加大助攻力度 强攻内威尔这一侧 第77分钟 白恩斯突破内威尔船中 费莱尼前点小角度投球攻门 球打在了边网上 随后卡辛尔和皮纳尔配合 球分到禁区右侧边缘 尔特塔内的舍门偏出 第82分钟 白恩斯再次从边路传球 皮纳尔禁区湖边缘外的舍门 被范德萨轻松得到 弗克森看到内威尔防守有些吃力 用拉菲尔换下加里内威尔 加强右边路的防守 队长秀标带在了中后卫 伟低级的胳膊上 不过 埃弗顿的攻势已经起来了 不仅在左路猛攻 在右路的攻势也有了起色 拉菲尔上来并不能改变场上的形式 他上场不过一分钟 替不出场的科尔曼突破埃弗的船中 卡西尔投球攻门 堪堪偏出门中 随后皮纳尔又从埃弗拉的位置突破内切 迫使埃弗拉背后放缠 被主裁判阿特金森出示了一张黄牌 高晓东和斯克尔斯打的是中路 他们两人联手控制的中路 没有给埃弗顿一点机会 但埃弗顿从两个边路发起进攻 高晓东和斯克尔斯也没有办法 比赛第85分钟 弗格森看到埃弗顿的攻势实在太猛 他把纳尼换下换上了敖血 让敖血辅助弗莱车大后腰 把高晓东挑到了左前位的位置上 协助埃弗拉镇守别路 弗格森经验丰富 他的变招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高晓东来到左路 废掉了埃弗顿在左路的进攻 凹起来的后腰位置 弗莱车可以协防右路的拉菲尔 埃弗顿打得风生水起的两个别路 很快就熄火了 时间进入商店捕食 主裁判哈特金森伸出了三根手指 意思是捕食三分钟 这个时候前来助阵的曼联球迷放弃了 他们一边高唱曼联队歌 一边鼓掌 已经准备迎接创造历史的色联盛开局了 埃弗顿的球迷也失去了信心 还有三分钟 落后两球 面对的还是英超霸主曼联 就算埃弗顿有切尔西的实力 恐怕也没有任何希望改变什么 现场解说员已经开始做奔场比赛的总结 3比1是一个不错的比分 4场16球 这是曼联历史最佳开局 如果再赢一场 五连胜就可以追凭英超最佳开局了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高晓东没有进球 此前他已经连续三轮进球 埃弗顿突然从边路发起进攻 贝尔斯 让我们看看 哦 球进了 可希尔进球 比赛第90分钟零37秒 曼联球员在捕食牌子举起之后 也有些松险 尤其是诱后贝拉菲尔 他比较年轻 觉得大局已定 在埃弗顿发起进攻的时候 有些大意 被贝尔斯从外线突破 把球传进了进去 曼联中和被埃文斯是个替补 和费迪南德两人配合不默契 两人之间的空隙有点大 被卡希尔插到两人中间 轻松地投球破门 比分变成了2比3 进球后的卡希尔没有清河 而是迅速地把球从球网里捡出来 跑向中圈 放到中圈湖内 让曼联快点开球 看到比分差距只剩下了一个 看台上的埃弗顿球迷 情绪瞬间上来了 他们全部站了起来 冲着球场狂呼呐喊 鼓励队员们再紧一个 曼联的球迷和球员们有点惊愕 不过他们倒也没有太惊慌 毕竟不时三分钟 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曼联还有空球权 只要后场传传球 这时间就消耗了过去 卡希尔这个进球 最多也就是个安慰球 替海福顿长点面子罢了 福克森老奸巨华 他马上让朴之星上场 换下斯科尔斯 让高晓东回到中路 继续加强防守 争取消耗过这最后的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鲁尼虽然被红牌停赛 但他并没有在家休息 也来到了古迪逊公园球场观看比赛 看到比分打成了2比3 鲁尼很高兴 在两副一平之后 埃福顿能够和曼联打出这样的比分 也算是嘴败幽容了 同时 鲁尼对高晓东好感更足 觉得这个新来的队友真是太耿直了 自己告诉他 悠着点踢 他竟然连球都不接了 华国人其实真不错 看起来 原来那个东方拙 不过是个个例 曼联中圈开球 贝尔巴托弗和高晓东倒了一下脚 把球传给弗莱扯 高晓东迅速回撤 准备配合弗莱扯控球 但弗莱扯却把球回传给了韦迪奇 2比3的比分对埃福顿来说 防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在曼联中圈开球之后 他们的三条线全部前压 对曼联展开一对一的逼抢 面对埃福顿疯狂的逼抢 曼联有点慌乱 尤其是朴晓星 他控球能力不行 向来都是他逼抢别人 对手这样逼抢过来 而自己的队友身边 又全部都有人防守 他一时间找不到传球的位置 等高晓东跑出位置来 朴晓星已经被对手包夹 朴晓星无奈 把球向对手的腿上提 想要一个界外球 但皮纳尔一躲 球直接传到了 埃福顿中场 尔特塔的脚下 尔特塔迅速分辨给状态 出色的左后尉白恩斯 白恩斯接着 向底线带了几步 直接横传进去 卡西尔再次抢在 埃福顿之前 抢到落点 他投球百度 传给了尔特塔 看到凹鞋上来封堵 尔特塔没有再传球 他果断射门 球打在凹鞋身上 发生折射 球本来是飞向球门左侧 结果却飞向了右侧 门将范德萨被晃了一下 只能目送皮球中王 啊 哇 卖哥的 这下古迪峻公园球场炸了 所有的埃福顿球迷都跳了起来 冲着球场疯狂的怒吼 三比三 91分钟52秒 尔特塔折射 为埃福顿 扳平比分 不到两分钟两球 这简直是复制了 曼联99年 绝杀败人的奇迹啊 莫耶斯冲出球场 冲着球迷挥拳怒吼 福格森目瞪口呆 心道说 哎 他妈这个套路不对啊 鲁尼坐在看台上 也是一阵发懵 埃福顿怎么就死拼了 这是不把曼联当盟友了吗 高晓东也晕了 哎 他妈的 这 这是什么操作 煮熟的鸭子也能飞了 说好的小圣呢 人与人之间 还有基本的信任吗 妈的 这是盟友背叛了吗 去他妈的盟友 还是能赢三个 就不赢俩的好 高晓东气坏了 看到对手在疯狂庆贺 而队友都有些懵 包括队内的大佬们 高晓东跑过去 把球从球网里捡了起来 一边跑向中圈 一边喊道 别愣着 还有时间呢 他妈的 他们一分钟能进两球 我们为什么不能 曼联的球员很无语 埃福顿他妈的 就是走了狗屎运 创造了奇迹 但奇迹能次次发生吗 你当奇迹是去超市购物 想有就有啊 不过 这个时候肯定要努力一下 曼联的球员 赶紧来到自己的位置站好 等待埃福顿人 庆祝之后开球 不过 高晓东并不想敢等 他马上找到主裁判 阿特金森 要求他制止埃福顿庆祝 赶快开球 不然那就必须给曼联补够时间 阿特金森看了高晓东一眼 奇怪 这小子的英语怎么这么好啊 更奇怪 曼联的大佬怎么不出头呢 让这个新来的华国球员来交涉 不过 阿特金森 号称是 切尔西御用裁判 对曼联当然不待见 他没理高晓东 让埃福顿庆祝完了 才让曼联 在中全开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62集 抢戏 曼联中圈开球的时候 布什三分钟 已经过去了一多半 贝尔巴头夫把球传给高晓东 自己快速前插 高晓东接球之后 并没有按照惯例回传 他不想耽搁时间 接球就迅速向前压 看看能不能混个任意球 那样进球的希望就大了 埃福顿的球员 都是职业球员 当然明白高晓东的目的 他们并没有急着过来犯规 前锋卡西尔 亚库布和中场平南尔 一起过来包夹高晓东 想不犯规把球抢断下来 埃福顿球员的想法不错 他们三个人包夹 就算抢不下来球 也可以逼迫高晓东回传 消耗一点时间 高晓东如果是纯粹的中场球员 那就只能回传了 但高晓东是个全能球员 对手中路包夹 他马上把球向右边路一波 快速从中路斜着杀向了边路 高晓东有速度 来到边路之后 他完全可以利用边路 地广人稀的特点 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 从边路杀到埃福顿的30米区域 此刻埃福顿还没有人过半场 防守人员很充足 在这个时候 他们能够扳平已经是唤醒 并不想继续进攻 两个前锋跟着高晓东就向边路跑 中路的海尔特塔也向边路跑 和边前卫边后卫一起包夹高晓东 场上形势非常的微妙 高晓东顶在最前面 五个人过来包围他 曼联的其他球员都插不上脚 因为过去也只能是天乱 只能在外面等着 看看高晓东能不能把球传出来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 对这次进攻很无欲 因为埃福顿的一条完整的后防线都在 就算高晓东冲出去 又哪里有机会攻破埃福顿的防线呢 再说了 几乎五个人包夹高晓东 埃福顿是神仙 能够从人群中杀出去 然而 意外总会出现 埃福顿的这么多球员来包夹高晓东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防守的人这么多 不用犯规也能把球抢断下来 结果 谁都没有在第一时间犯规 被高晓东闪转腾挪之后 把球向人群外一捅 正开雅固布达达车 撞翻卡西尔 就像一辆坦克 从人群中横冲直撞的 冲了出去 拖在最外面的尔特塔 绝不能让高晓东就这样冲出去 因为高晓东只要拿到皮球 杀到三十米区域 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在高晓东 从尔特塔身边冲过的时候 尔特塔身腿横扫 把高晓东扫倒在了草皮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规 尔特塔的腿 几乎都扫到了高晓东的膝盖上 主裁判哈特金森就算再不惜曼联 也不能无视这样的犯规 他马上明昊向尔特塔出示了黄牌 曼联获得了一个距离球门 接近四十米的任意球 球还在靠近边路的位置 地方并不好 不过捕食时间已过 这是曼联的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 吉格斯没上 斯可尔斯被换下 高晓东成为了曼联 唯一的任意球的主罚手 其他人也没有跟高晓东争 只有埃福拉问了高晓东一句 高 你要不要去争顶 你去的话 我来发这个任意球 高晓东拒绝了 今天埃福拉状态很一般 失误贫贫 让他主罚很难有机会 而高晓东力量大 还有技能在身 这个距离对高晓东来说 也并不是遥不可及 埃福顿只排出了 哈尔特他一个人的人强 其他人都在禁区内防守 这么远的距离 排那么多人强实在没有意思 还不如把兵力都用在禁区内外 盯人之上 曼联的所有的球员 都来到了禁区强位置 甚至连门将范德萨都跑到了禁区去争顶 看到禁区内双方球员争得人一样麻烦 看台上的球迷们也都忍不住紧张起来 虽然是最后一次进攻 但谁也不敢保证 曼联不能进球 禁区内毕竟有为迪奇 埃文斯 比尔巴托夫这样的高点 如果造成禁区内的混乱 个头海的球员也不一定碰到球 随着主裁判哈特金森一声哨响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高晓东的身上 大家都屏住呼吸 看着曼联镖王主罚这个人一球 距离这么远 又要踢出速度 高晓东选择了长距离助跑 先慢后快 随着高晓东沉重的不点 双方球迷的心跳都开始加速 高晓东的助跑太长 有些人都有种泪眼的感觉 但是谁又都不敢扎眼 生怕错过了精彩瞬间 高晓东以最快速度跑到球前 大吼一声 起脚了 超远距离的外脚被抽射 为了充分发力 高晓东抽完之后 身体腾空转了180度 球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拔地而起 虽然不是冲着战刃抢的哈尔特塔去的 但是 这么势不可挡的气势 打身上估计要骨折 吓得哈尔特塔还是躲了 球带着强烈的旋转 滑出了一栋弧线 奔着秋门飞去 到了禁区前沿 快速的旋转向左上角 都知道高晓东远是厉害 门将霍华德 也做好了高晓东 直接射门的准备 看到球飞向左上角 霍华德快速移动 顿身飞起 扑向来球 霍华德做好了打算 坚决不报 双拳打出 宁愿给对手一个脚球 或者接外球 然而 就在霍华德的脚后跟 刚刚立地 他忽然发现 本来向左旋转的皮球 突然中途 变向要飞向了球门的右侧 S球 超远距离的 S球 霍华德 绝望了 他奋力扭头 看看球进来没有 禁区内的双方球员 也都张口结舌地盯着皮球 眼珠随着皮球 飞向的方向移动 球场上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跟着皮球移动 没有悬念 球直接炫及了球晃 四比三 高晓东一脚超远距离的 海死球 绝杀了太肥唐 莫送皮球入网 高晓东张臂高呼着 跑向了场边的福克森 福克森正紧握双拳庆贺 看到高晓东 向自己跑过来 老头子忘记了超人的重量 竟然张开双臂过去迎接 然后悲剧发生了 福克森被高晓东 重重地砸倒在草皮上 几乎逼过了气去 看台上的曼联球迷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他们被这个绝杀激动的 大脑一片空白 所有人都疯狂地跳起来 保护高晓东的名字 现场解说员 也激动地失去了冷静 哦 进了 进了 上帝呀 更大的奇迹出现了 高借了个神奇的任意球 绝杀 这是绝杀 独秒绝杀 四比三 曼联四连胜 真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不到哨声响起 你就不会知道最后的结局 哦 高真是大心脏大场面啊 谁是曼联新的领袖 已经没有悬念 高 他就是曼联的新国王 埃弗顿主帅摩耶斯 看着电子计分牌欲哭无泪 本来是一场属于埃弗顿人的奇迹 本来他和埃弗顿才是这场比赛的主角 但现在突然被那个华国小子 抢去了所有的风头 他妈的 这小子是运气超人吗 鲁尼站在疯狂庆祝的曼联球迷中间 莫等口袋 难难自语 啊 这 这绝对是懵的 绝对是懵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曼联和埃弗顿的这场比赛 堪称是最富戏剧型的比赛 曼联3比1领先的时候 根本就想不到 埃弗顿竟然在 捕食一分多钟的时间里 连搬两球 而埃弗顿更没想到 在他们创造奇迹之后 高晓东竟然还能在 最后十几秒 完成任一球绝杀 三分钟之内 在天堂地狱打了一个来回 想象力再丰富的人 恐怕也编不出这样的剧本来 双方球迷都高呼 这心脏受不了 这样的比赛多看几场 估计心脏病都得引发了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福克森捂着 隐隐作痛的胸口 如同播放录音一般 重复了好几遍 如果没有高晓东 我们将白白丢掉了胜利 就这么简单 过去两个课场都是这样 对弗拉姆最后一分钟 高晓东绝杀 今天再次出现绝杀 高晓东是一个大心脏救援 我们都期待他能够成为 曼联的新国王 他值得我们期待 不过这样的绝杀 还是不要的好 因为这个操作太难了 四轮比赛 高晓东两次任意球绝杀对手 福克森对高晓东的 任意球技术非常满意 他表示 高晓东以后将成为 曼联任意球和点球的 主要主发手之一 埃弗顿主教练莫耶斯很沮丧 他说 我们距离奇迹只差15秒 无论在曼联开球之后 我们做点什么 都不会有现在的结果 但我们却给了他们一个任意球 我相信 高的那个任意球一定是懵的 我欣赏高两场比赛绝杀的气质 但他的运气更好一点 赛后关于高晓东 最后一个任意球 是不是懵的 是记者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 这也是球迷最关心的问题 对此 高晓东当然坚决的予以否认 实际上就算拥有 二级孩子球技能 在40米左右的距离开炮 也有极大的运气成分 因为 如果力量达不到 球在禁区前沿 可能就不知道悬到了哪里 不过 高晓东这样积极表现 就是为了在曼联树立微信 哪能承认自己也有蒙的成分 他表示自己对这样的任意球很有信心 也不知打进过一次这样的任意球 虽然依然有人怀疑 不过球迷现在对高晓东的任意球 已经是顶礼膜拜 在网上强烈要求 把曼联的任意球和点球主发权 都交给高晓东 并且 高晓东的铁杆们 还统计了曼联所有球员的任意球 和点球进球记录 证明高晓东的定位球 直接破门的成功率最高 让高晓东主发定位球 最是合理 四轮比赛 高晓东打进五球 两次不是绝杀对手 成为曼联历史 所有心愿中的第一人 在高晓东刚来的时候 虽然很多曼联球迷 还是很担心的 害怕自己球队 负债八千万买来的新人水调 其实 就算弗格森也没那么大的把握 八千万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高晓东才二十岁 这个年龄太容易变化 但不过四轮比赛 高晓东的表现就蛰伏了球迷 现在谁都不怀疑高晓东会睡掉 曼联球迷们讨论的都是 高晓东能不能几C罗之后 成为曼联第二个获得金球奖 和世界足球先生的球员 曼联开局四连胜 狂进17球 这个数据已经开创了历史 但切尔西并不让曼联专美于前 在随后的比赛中 切尔西3比1击败西汉姆连 同样取得了四连胜 同样打起了17球 不过 切尔西的失球数比曼联更少 他们依然压在曼联的头上 领跑积分王 和强势无比的曼联切尔西相比 利物浦和曼联无论在实力 还是气势上都明显不足 他们本轮都被弱力比平 利物浦四轮只拿到了五分 曼联四轮只拿到了四分 两队别说争惯了 只怕冠军杯席位都有些不保险 唯一能够对曼联切尔西造成一点威胁的 还是阿森纳 4比1击败波尔顿之后 阿森纳前四轮三胜一平 大进13球 也在逼近自己的联赛最佳开局纪录 联赛四连胜虽然决定不了争贯大局 但对于切尔西 曼联这样的好门来说 开局拿到更多的积分 会让他们变得更加主动 英超的赛事最多 不仅有联赛 欧冠 祖总杯 还有联赛杯 联赛第四轮结束之后 欧冠小组赛就将拉开战目 接着联赛杯第三轮也将开战 三线作战的好门们 如果不提前拿个分数 后面就可能出现 故此失彼的情况 这也是英超的三冠王 更加难得的原因 曼联小组在第一轮的对手 是格拉斯哥流浪者 这是苏强好门 欧冠老油条 他们可能没什么希望拿冠军 甚至尽死强 但任何一支强队都不能忽视他们 一不小心就可能在阴沟里翻船 好在弗格森是苏格兰人 对格拉斯哥流浪者非常的熟悉 所以重视归重视 在周五晚上打完埃弗顿之后 弗格森还是给球员们放了一天的假 让他们好好休息 等周日再开始备战后冠的比赛 虽然球队放了假 但高晓东这样的当红球星 并没有那么多的休息时间 第二天 高晓东 鲁尼 杰格斯等人 一起参加了球队赞助商 奥迪公司组织的活动 在活动结束之后 奥迪公司赠送了高晓东一辆 新款的奥迪R8 高晓东虽然不是很喜欢奥迪这个品牌 不过既然有免费车开 而他在英格兰也只有一辆蓝波基尼 也不妨自己开R8 把那辆蓝波基尼给肖乐去开 做完活动回来已经是下午 高晓东刚刚到家 他的经纪人门德斯就打来了电话 高 恭喜你 你在曼联的开局很漂亮 我已经不能想象还有更好的开始了 哈哈哈哈 门德斯非常开心 高晓东是他的邀钱术 高晓东转回曼联 他拿到了接近上千万欧元的提成 如果高晓东在曼联继续表现出色 也就意味着 门德斯会有着更大数额的收入 谢谢门德斯先生的帮助 高晓东也非常高兴 开局确实很顺 几乎已经不可能更顺了 联赛全胜 曼联的核心鲁尼失去了队友 大佬和球迷的支持 他的上位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所差的不过是时间 只要大佬们退休 他就是曼联假真或实的核心和头牌了 门德斯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小冬啊 你现在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球星了 业务很多 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 我旗下的球星太多 没法专门去曼联斯特照顾你 所以想让我的女儿 曼联莎 去曼联斯特帮你打理业务 你觉得怎么样 高晓东一听 马上浮现起那天 在那你家中见到的那个 身材火爆的女孩 当时门德斯想让他的女儿 帮助自己管理社交账号 但被自己拒绝了 现在看起来 门德斯当时并不仅仅是想让他的女儿 给自己管理账号 而是想让他的女儿近距离的掌控他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有数的球星了 不再只是门德斯旗下的普通医员 不过高晓东并不希望有个陌生人 在自己身边监控着自己 哪怕那是一个美女 玛丽莎和肖勒不同 肖勒完全是高晓东的人 玛丽莎却是门德斯的女儿 高晓东说 哦 门德斯先生 我现在挺好的 有肖勒照顾我 没有什么忙不过来的 门德斯笑着说道 你知道我现在积压了你多少代言和活动吗 这些不是肖勒能处理的 你需要一个专业人士 肖勒只能做你的生活秘书 高晓东沉夜的半生说道 哦 那如果这样 能不能让猴子过来帮我 门德斯那边沉默的半生 最后说 呃 呃 可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六十四集 唯一重任 第四轮联赛之后 高晓东开着他的奥迪二八 去卡林顿训练基地的时候 感觉到他的支持者 比原来更多也更热情了 通往基地大门的小道两旁 至少有上百名万联球迷 举着手冲着他欢呼 进入大门 负责前台接待工作的 凯瑟琳夫人 把外地球迷的信件 和礼物交给高晓东 哦 孩子 你前天的表现 简直棒极了 你是曼联的骄傲 凯瑟琳夫人 为曼联工作了四十余年 是俱乐部兴衰的见证人 就算佛格森教练 在他面前 也像后辈一样 向他问好 哦 谢谢凯瑟琳夫人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今天气色真好 比前天见年的时候 好像年轻了一岁呢 高晓东适应能力很强 每次来到 都会跟凯瑟琳夫人问好 夸赞凯瑟琳夫人年轻 哦 你这孩子真会说话 好来快去训练吧 凯瑟琳夫人摸了摸脸颊 笑了 对亚洲人 他甚至分不清 朴志兴 东方卓 高晓东的相貌 有多大的不同 不过 他觉得现在来的 这个华国球员 比他见过的 所有华国人 都讨人喜欢 关键能力还那么强 哦 再见 夫人 高晓东跟凯瑟琳夫人 摆摆手 把车开进了停车场 然后去更衣室换衣服 准备训练 看到高晓东来到 曼联的球员们 纷纷热情地跟高晓东打招呼 在竞技体育领域 转会费和年薪 从来不是第一位 一切都要在场上 用脚来说话 经历了两次最后时刻的绝杀 高晓东 终于赢得了队友们的认可和尊重 哪怕有些队友 出于各种原因并不喜欢他 今天训练的主要内容 是以按联合 格拉斯哥流浪者的 欧冠比赛的基战术 这是本赛季 曼联的第一场欧冠比赛 所有的新员新人 替补们都希望能够首发登场 在俱乐部的最高舞台 展现和证明自己 所以在训练中 也格外的卖力 来到曼联之后 高晓东觉得最激烈的战场 并不仅仅是曼联主场 老特拉福德 在凯联盾训练 一样需要把自己的能力 完全展现出来 容不得有半点的懈怠和失误 虽然大家在训练中 脸上带着笑容 但他们随时都可能 会向你给上一脚飞产 按照队友的铲球力度 高晓东觉得 如果没有超能护具 即使是他的身体 也有可能受伤 连训练都这么激烈 这也让高晓东 更加认识到了 英超联赛竞争的残酷性 能超过一家 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联赛 果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相比较如林大敌的新人替补们 曼联的大佬都很轻松 他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训练 并不比备战联赛重视多少 用吉格斯的话说 曼联主场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 还没有输过 0304赛季 碰到格拉斯哥流浪者 还双杀了他们 对付格拉斯哥流浪者 真的不需要那么紧张 高晓东本来以为 大佬们是在给新人们减压 但下午训练结束之后 佛格森把他叫到办公室 跟他说明天比赛的事 高晓东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高 坐下吧 你对明天的比赛怎么看呢 佛格森温和地让高晓东坐下 亲自给高晓东倒了一杯水 对高晓东的表现 佛格森非常满意 尤其是场外 比C罗省心多了 C罗20岁的时候 在更衣室只会被队友欺负的哭鼻子 让他出头摆平矛盾 而高晓东才刚来不到一个月 却几乎赢得了所有人的喜欢和尊重 大佬中也有一半人认为 高晓东比鲁尼更适合当未来的队长和核心 这样的表现实在是出乎佛格森的意外 佛格森花费八千万买的高晓东 其实也有些冒险 高晓东的能力自不必说 但年龄实在太小 佛格森担心他和队友关系处理不好 又担心他会自我膨胀 但现在看起来他是多虑了 高晓东也不知道为什么单独问他 但他知道执教几十年的佛格森 绝不会是征询他的意见 高晓东老老实实地说道 我觉得很重要 可能是仅次于和瓦勒西亚的直接对抗 如果我们要拿点鱼 就必须双刹葛拉斯哥流浪着 佛格森微笑地说道 说得不错 是很重要 不过也不必过分在意 这只是六场小祖赛的第一场 对于曼联这样的好门 小祖赛就是热身 啊 高晓东吃了一惊 在布尔图 小祖赛的每一场都是决赛 在国际米兰 穆里尼奥也把每一场小祖赛都看得极其重要 甚至不惜在联赛中轮换 佛格森竟然说 欧冠小祖赛是热身赛 这出乎了高晓东的认知范畴 佛格森笑着说道 我们肯定会出现 区别只是第一第二 这是实力决定的 因此作为教练 必须统筹全局 不仅只考虑小祖赛出现 那是弱者的思维 所以 我们要调整好球队的状态 让他们在淘汰赛开始发力 在决赛拿出最高水平 哦 高晓东顿时恍然大悟 为什么黑马很难要的冠军 就是因为 缺少一个全局规划 踢到哪里是哪里 前面发力太猛 后面没劲了 佛格森忽然严肃地说 所以 明天的比赛 我准备让吉格斯 贝尔巴托夫 斯克尔斯 埃弗兰 纳尼这些老球员们轮休 让你和鲁尼带队 跟格拉斯哥流浪者比赛 你有信心吗 什么 高晓东有些晕菜了 吉格斯 贝尔巴 斯克尔斯 埃弗兰 纳尼都轮休 好像费地南德还伤了 那剩下的 几乎都是新人和替补 这是要打最重要的欧冠比赛吗 这老头子 思维很奇葩呀 竟然还问我有没有信心 如果说心里话 那是真没有 不过 不过这老头子是在考验我吗 唯一中任 高晓东眼珠转了好几转 最后一副毅然决然的样子 有 福克森说 福克森说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既然您这样安排了 说明就有了应对之策 我除了对自己 对队友有信心 更对您有信心 稍耀耍小聪明 福克森 福克森嘴上虽然这么说 红润的面上 却露出了笑容 我也不是上帝 谁都没把握 百分之百的掌控比赛 明天能踢的怎么样 主要看你和鲁尼的发挥 鲁尼这段时间事情太多 状态一般 你要继续连赛中的表现才行 高晓东笑嘻嘻地说道 继续连赛中的绝杀吗 我宁愿文文当当的2比0获胜 福克森很满意地说道 有这个心态最好 其实踢到绝杀就是失败 因为能不能绝杀 主要看运气 教练和球员都没有了掌控的能力 明天的比赛 四四二零行站位 你的位置是前腰 弗莱扯在后面协助 这个站位我们打得少 你能适应吧 嗯 完全没问题 高晓东握了握拳头 信心十足 信道说 我脑子里什么位置的意识和技术都有 您就放心吧 福克森看高晓东 肚子和信心十足 放心了 好 回去吧 好好打 曼莲的未来是你的 谢谢教练 再见教练 高晓东起身离开了福克森的办公室 从福克森最后的这句话里 高晓东听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味道 他感觉 他感觉自己来到曼莲之后 这段时间的卖力表演 看起来是起了效果了 未来成为红魔队长不是梦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一人和格拉斯哥流浪者一起出现在老塔拉福德的时候 所有的曼联老球迷都惊呆了 门将29号 库兹扎克 后卫6号布朗 15号韦迪奇 42号斯莫林 20号法比尔 前卫 10号高晓东 24号弗莱扯 13号朴志兴 25号瓦德西亚 前锋 14号艾尔南德斯 7号路尼 同上周末的联赛相比 曼联的首发阵容 佛格森竟然在9个位置进行了调整 用一个几乎是替补阵容的阵容 来迎接这个赛季的欧观首战 听着现场的惊呼声 解说员马丁调侃着说道 这是不是就是绝也想要的效果 之前我拿到这个首发阵容 我以为是把格拉斯哥流浪者和联赛杯的对手首发 搞颠倒了呢 现在看起来 绝也是真把流浪者当联赛杯来打了 曼联的未来应该是掌握在年轻人手中的 总是依靠老将对未来的发展不利 但接班也不能这样接吧 咱们也得过渡一下 央视的接受员贺辉苦笑地说道 这是高晓东鲁尼带队的欧观呢 还是工兵弗莱扯带队呢 这也真是太不把村长当干部了 好歹人家流浪者也是苏抽豪门呢 其实不仅球迷和解说员们震惊不解 就算是高晓东在心里都按马到头子太坑爹了 那你不上就罢了 你上个朴志兴是什么意思啊 他进攻上还能提供什么帮助啊 好歹朴志兴还能防守 他们右后卫竟然是发表 中后卫是一场联赛都没打的新元斯莫林 门将也是一场比赛没打的库兹扎克 你这还想让我愉快地提前要吗 如果说高晓东是觉得福克三坑爹 那鲁尼的心情就是热了狗了 最近鲁尼的状态很差 联赛中好容易在高晓东的帮助下开了壶 接着一不小心轰盘停赛 上轮赛后被球迷怕的狗血喷头 这次欧观之战 赛前科尔斯科等老将轮休 鲁尼心情大好 觉得自己展示领袖能力的机会来了 然而一看这首发 他差点没崩溃 他们老头子真是害我呀 万一输球 我他们铁定要飞口打过呀 不过看了看高晓东 鲁尼心情好多了 因为八千万这位 估计啊 郭比自己还大呢 和高晓东鲁尼两位年轻的大牌不同 对福克森忠心刚刚的弗莱车 看到首发之后 马上觉得 头儿这是把重任交给自己了 高晓东年轻 鲁尼毛躁 韦迪奇只能统帅后防 自己必须挑起这个担子 甚至福来车还幻想 这不是头儿想考验自己 看看自己有没有带队打硬仗的能力 如果自己能赢下这场比赛 或许有希望和韦迪奇 费迪南德争一下队长的位置 他们毕竟太老了 26岁的弗莱车 正在步入个人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 从右前卫贝克汉姆的替补 到后来的中前卫绝对主力 弗莱车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虽然韦迪奇和费迪南德 比弗莱车更有威望 但这两人年龄偏大 弗莱车也不是没有希望 接替那位儿成为曼联队队长的 弗莱车的尴尬是鲁尼比他知晓两岁 不过弗莱车成长起来之后 还没带领曼联赢过什么荣誉 现在他需要的就是一座 由他带领曼联赢得的奖杯 作为一个防守工兵 从2007-08赛季开始 弗莱车的进球数 从两个提高到了五个 一直在稳步上升 在大哥们已经无法打满全场的时候 弗莱车相信这个赛季 自己会变得更重要 正在场边的流浪者主帅 沃尔特·史密斯 和弗莱车握手问好之后 就开始思索 老朋友排出这样一个阵容 是什么意思 虽然在佛格森当苏格兰的主教练 和曼联主教练的时候 史密斯都给佛格森当过主教 但史密斯绝不相信 佛格森不想赢下这场比赛 史密斯很快就想明白了 佛格森除了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 锻炼新人之外 他也不怕输球或者平局 因为曼联和流浪者打平之后 流浪者和瓦兰西亚 只会拼得尼斯火火 曼联一样是受益者 不过这些是豪门主帅考虑的事情 对于小组出现 就是胜利的流浪者来说 争取逼平曼联 才是最大的目标 至于暴党 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支 苏格兰球队 在老特拉福德英国球 平局都是25年前的事情了 流浪者主教练 史密斯狠糊时 他排出了451阵型 只留肯尼米勒一人 在前场进行骚扰 其余九人 则井井有条地组成两道防线 获取在几方半场 在球员部署方面 名气较大的 前英格兰国角詹姆斯·比蒂 和斯洛伐克 当红小生 魏斯多 都被史密斯放在了替补席上 19岁的天才小将弗莱克 更是连大名单都没有进入 雪葬攻击线名将 全部上防守球员 史密斯就是要在老特拉福德 守出一片天地 曼联虽然首发的 大都是新人和体肤 但能够成为世界顶级豪门曼联的球员 无论实力或者天赋 都是顶级的 放到其他小俱乐部 都是大腿级球员 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 开场之后 曼联三条线迅速前压 把流浪者压在自己的本场围攻 前腰高晓东本来以为 自己会分心考虑防守 没想到自己多想了 苏超冠军开场就先躺下了 摆出一副任凭曼联柔炼的架势 防守虽然不用高晓东操卸了 但进攻却变得更加困难了 苏格兰球员对高晓东的防守极其严密 只要高晓东拿球 马上三个人围过来 不让高晓东突破 也不让他横传 就逼着他回传 现场解说员马丁笑着说道 四场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 高晓东表现太出色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巨星的礼遇 直到比赛第三分钟 高晓东才获得了一次轻松处理球的空间 瓦伦西亚别路拿球 高晓东狡洁的加速冲向禁区 新演了流浪者的猛汉们 跟着他猛冲的时候 高晓东突然急挺转身 举手向瓦伦西亚要球 瓦伦西亚作为一个南美球员 在曼联更衣室人单是孤 投靠本土帮和大陆帮 也不会有什么地位 因此被教练宠害的高晓东 自然是他抱团取暖的对象 瓦伦西亚和纳尼相反 他没有什么射门的欲望 拿球就考虑传球 高晓东手还没举起来 瓦伦西亚就把球传了过去 高晓东侧身接球 不过他有超能眼镜 视线很宽 已经看到了鲁尼的跑位 高晓东左脚拉球转身 右脚轻推 给了鲁尼一个内部的直材球 球分量正好 鲁尼接球加速 甩开流浪者后腰 戴维斯直接插向进去 流浪者冲后卫尔基里亚足球先生 波格拉侧面冲过去 在碰不到球的情况下 做出伸脚断球的假象 用身体把鲁尼撞翻在地 鲁尼躺在地上 举手示意波格拉反规 但主裁判德布雷克却并没有理财 反而适宜 比赛继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扬 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766集 疯狂远射 格拉斯格流浪者 把球踢到前场 但前场无人 球被曼联后卫拿到 一脚又打到了中场 弗莱特本来是防守中场 但对手只有一个前锋 在自己的半场 他这个防守中场 也没有了用武之力 他没有传球给高晓东 直接吃球 推进向格拉斯格流浪者的 30米区域 前面毫无阻碍 今天流浪者态度很诚恳 就是要守出一份 30米区域之外 任你拿球 进了30米区域之后 马上两个人 奔着弗莱特 包夹了过来 弗莱特可不是什么 突破过人的好手 对手两人包夹 他赶快把球 分辨给关系不错的 朴志兴 朴志兴边路拿球 快速向底线突破 格拉斯格流浪者守在后场 没给朴志兴空间 朴志兴的灵活快速 发挥不出来 背后为帕帕奇 用身体挤出了边线 轻松把球断了下来 格拉斯格流浪者的进攻很简单 帕帕奇断球之后 直接就是一记长传 找前锋米勒 曼联哪怕换上了斯莫林 和韦迪奇搭档 也不是一个米勒 可以轻松拿下投球的 斯莫林勇猛上枪 球接着被顶回了流浪者的半场 这次 球落到了瓦伦西亚的脚下 瓦伦西亚有速度优势 快速蹚过边前卫的拦截 接着人球分过布罗德福特 在底线把球传向禁区 瓦伦西亚传了一个高球 但鲁尼和埃尔兰德斯的身材 比流浪者的后卫矮了一头 投球也很一般 根本就碰不到球 被后卫一头顶了出来 高晓东在瓦伦西亚传球的时候 就知道没戏 他就等着抢第二落点 但没想到 流浪者后卫顶的力量太大 等高晓东去抢第二落点的时候 发现弗莱扯比他先到了 高晓东当然不会跟弗莱扯抢 他向一侧拉开 准备接弗莱扯的传球 高晓东和弗莱扯关系一般 他在布尔图的时候 弗莱扯还准备缠废他 被斯克尔斯拦住了 不过 现在他是进攻球员 弗莱扯是防守球员 面对对手的密集防守 高晓东以为弗莱扯会把球给他 但高晓东想错了 弗莱扯接球之后 趁着对手放往了西亚传中球 没有压出来 快速杀进三十米区域 对着球门就是一脚怒射 还别说 弗莱扯的这一脚射得很有质量 球直奔左上脚而去 门将麦克里格尔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球扑了出去 曼莱获得角球的机会 高晓东亲自主罚 韦迪奇和斯莫林都到禁区内枪点 角球开出 流浪者的后卫 威尔一头把球顶出 朴莱扯接球再次传进禁区 球再次被顶了出来 弗莱扯跟上又是一脚远射 但球打在鲁尼的身上 弹出了底线 开场之后 曼莲的攻势一浪接了一浪 流浪者死守三十名区域 在禁区内堆满高点 任由曼莲进攻 不得不说 史密斯跟着福克森干了这么多年 对福克森真是太了解了 他并不认为曼莲上的帖部 流浪者就能够击败曼莲 兼职用赛前制定好的密集防守战术 而不是临时改变打法 史密斯给流浪者制定的打法很有针对性 曼莲无论前锋还是前插的高桥东和弗莱扯都没有高度 面对流浪者的一群常人 真高球没有任何优势 而传地面球又传不进去 渗透更不是满联的强项 只能刺激打圆射 比赛进行到20分钟 流浪者终于有了第一次射门的机会 流浪者中场戴维斯后场长传 流浪者前方看到门将站位靠前 直进后仰投球 吊射球门 库茨扎克迅速后退 单掌把球打出了横梁 定位球几乎是流浪者唯一的进球机会 他们的投球高手都来到了禁区正顶 戴维斯开出脚球 40岁的老队长威尔 仍从中抢到落点 一个狮子甩头 把球定向了右上角 但曼联的替补门将 库茨扎克表现很稳 飞伸双手把球抱住 这是难得的反击机会 高晓东迅速拉边举手要球 库茨扎克手抛球给高晓东 高晓东直接长传反击 曼联前场形成了 埃尔兰德斯 鲁尼二人打边后背 帕帕奇的机会 埃尔兰德斯将球敲给鲁尼 鲁尼拉到进去右侧 横穿后点的埃尔兰德斯 但球传的意图太过明显 被帕帕奇倒地拦截了下来 二打一的绝佳机会 因为鲁尼的失误而高吹 现场的七万多曼联球迷 无不和弯弹战戏 哇 这他们二打一都能失误 还能有更好的机会吗 鲁尼不应该在场上 他应该在床上 比尔巴图夫为什么不上 我不相信 这样的球他能喘失 哎呀 风险两个渣渣呀 高是带不动的 鲁尼床上一条两无压力 场上二打一不定用 还是下去吧 现场解说员马丁也说到 哎呀 鲁尼亚鲁尼亚 以流浪者的打法 后面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曼联别路船中没有用 中路渗透没那么细的活 于是只能依靠远射来寻找破门的机会 比赛第25分钟 朴志兴横传进区前 弗莱扯迎球怒射贴着进门竹篇出 第27分钟 埃尔兰德斯进区内背身拿球回敲弧顶 高晓东右脚轮射正中门将迈克格里戈尔 把迈克格里戈尔打得躺在进区内两分钟没能爬起来 第32分钟 曼联西亚右路船中被挡到进区前 弗莱扯迎球抽射又打了飞机 第37分钟 高晓东带球向进区内杀 球被断下 高晓东反抢成功 转身又是一脚远射 球又飞上了看台 打到这会儿 有些人都看出了一点不胀的苗头 诶 这是弗莱扯和高晓东轮番进行远射大赛啊 虽然破迷击防守需要远射 但也不能一点不配合吧 弗莱扯是不是射的有点多呀 他的射数能跟晓东比吗 这样打下去 破门要看运气了 不应该上弗莱扯 对手根本没有进攻 为什么不上斯科尔斯呢 这个时候 就连助理教练费兰都觉得不对了 他向弗莱扯说 今天弗莱扯室门太多了 弗莱扯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可能是弗莱扯太急着进球了 曼联连番进攻无果 球员们有些心浮气躁 比赛第四十分钟 流浪者长传进攻 维迪奇在米勒逼墙下一低头 想把球让给门将 但库兹扎克觉得 维迪奇能够拿到 维迪奇和库兹扎克配合失误 球差点飞进自驾球门 幸好库兹扎克回得快 在门线上把球恨住 比赛第四十二分钟 鲁尼在进去前沿接球的时候 被菲尔插了一脚 脚踝扭了一下 他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曼联球迷都吓了一跳 虽然鲁尼状态不佳 但他的实力仅次于高小洞 曼联想夺冠 还少不了他 绝也赶快让队一进场 给鲁尼治疗 鲁尼毕竟很强壮 虽然歪了一下脚踝 但队一打了封闭之后 他事已没有事 又反身投入了比赛 接着高小洞主罚这个任意球 流浪者知道高小洞任意球厉害 排出了七个人的人强来防守 高小洞看到流浪者的人强高度 知道想绕过去是没戏了 便跟鲁尼打了战术配合 他把球一传 鲁尼抬脚就射 但球又被流浪者门将扑到怀里 流浪者门将格雷格尔看看上半场马上过去 倒在地上不起 被主裁判认为是耽误时间 出使了黄牌警告 随后格雷格尔把门球开出 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烧带 上半场曼联狂射十五角 流浪者只有一脚射门 但双方在四十五分钟内却踢成了零比零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七百六十七集 不能怂 就是干 回到更衣室 佛格尔并没有批评球员 面对密集防守 谁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佛格尔只是要求弗莱彻 高晓东 鲁尼三个前场球员 打得更耐心一点 不要把远射当作唯一的破密集防守的武器 嘱咐完队中的三个头牌 佛格尔又把黄勒西亚 朴志兴和两个边后卫 球了过来 让他们下地的时候 多内切 倒三角传中 或者地滚球传到进去内 不要只是传高球 佛格尔也观察了四十五分钟 战术部署肯定很有针对性 但对手收缩到自己的三十米去防守 再好的战术也不敢说 一定能够执行到位 这些更多的是需要球员的临场发挥 对于比赛而言 其实主教练起到的作用 并不一定比球员更多 上半场高晓东 弗莱扯的名争汉斗 佛格尔自然也心知肚明 一个球队 二十几个人 完全一条心 根本是不可能的 只要不影响球队的胜利 佛格尔并不想改设 他相信 能够在这种竞争中拖颖而出的 才是球队的真正领袖 中场休息的时间很快结束 再次回到球场 曼莲的进攻比上半场耐心了许多 中路开始有了配合 鲁尼扛住人回坐给中场 埃尔兰德斯刺激跑位 接应鲁尼或者高晓东的传球 三人形成了一个进攻三角 虽然高晓东鲁尼都不是玩戏活的人 他们和埃尔兰德斯三人 配合的时间也短 没有默契 几次配合都没有成功 不过总算开始做渗透配合了 因为流浪者没有反击的能力 半连可以不计效率的攻击 只要有一次能成功 他们就能够赢了 如果面对强队 这样的打法就要命了 曼莲在前场渗透 弗莱扯就插不上手了 他是防守球员 曼莲的渗透又不靠谱 弗莱扯轻易不敢压得太靠前 比赛第五十分钟 鲁尼背身打球 扛着对手把球传给高晓东 鲁尼虽然被打倒 但黑尔兰德斯却跑出了空位 高晓东在防守球员到来之际 抢先出脚直赛 小豌豆把球一领 杀起了禁区 曼莲的配合很完美 但是流浪者禁区内外的人太多了 钟后卫出脚捅了一下 虽然没有捅掉 却给了门将出击的机会 格雷格尔飞身把球抱在了怀里 曼莲在中路的渗透迫使流浪者的阵型内收 这也给曼莲的边路球员带来了突破的空间 比赛第五十三分钟 高晓东分边 瓦勒西亚边路快速下底 左后卫布罗德福特快速向边路回王 已经晚了 被法兰西亚击击了禁区内 布罗德福特想过去拦截 但他立足未闻 被法兰西亚从底线摸过 法兰西亚没有了射门的角度 但他也不喜欢射门 直接倒三角传向了禁区湖顶 高晓东挣脱对手的拉扯 跑过来射门 但禁区内的隆尼把球碰了一下 高晓东一脚抽空 球飞到了他身后 被弗莱扯一脚抽到防守球员身上 飞出了边线 曼联发迹外球继续围攻 高晓东看到流浪者注意防守自己的左路 便把球传给朴志云 让朴志云从右路发起攻击 朴志云带球想从边路突破趴趴奇 可是趴趴奇速度快防守凶 朴志云又过了巅峰期 明摆着有一个大空当 等他接到球 啪啪奇已经赶到 躲得朴志云只能回船 球到了弗莱扯的脚下 弗莱扯把球传给了华兰西亚 二多刮边风沿着边路快速的突破 防守他的左和位 布罗德福特看准机会就是一脚横向的飞铲 布罗德福特判断的很准 他把球铲出去了 但是瓦伦西亚的左脚 却被布罗德福特夹在了两条腿中间 瓦伦西亚的速度极快 被布罗德福特类似剪刀脚一样的一夹 左脚踝马上变形 随即瓦伦西亚痛苦地倒地 瓦伦西亚倒地的瞬间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伤情严重 他一边痛苦地嚎叫 一边指着自己的脚踝 布罗德福特看着瓦伦西亚 几乎撑九十度的脚踝和突出的骨刺 吓呆了 他甚至都忘记了去召唤队一 同样过来防守的奈施密斯 第一时间清醒过来 他赶快召唤队一进场 现场接受约马丁金呼道 哦 上帝呀 看看他的脚踝 我肯定断了 太残酷了 上周英格兰国脚撒布勒也惨糟不幸 这次再轮到了瓦伦西亚 弗格森非常焦急 瓦伦西亚现在是他曼联的主力 他受伤的话对曼联影响很大 他也跟着队一冲进了球场 曼联队一看了看瓦伦西亚的伤势 立即给瓦伦西亚带上呼吸器 做了简单处理后 抬下场 然后叫来救护车 拉去医院治疗 瓦伦西亚这次断腿 现场非常恐怖 以至于电视导播 出于对电视观众的考虑 连慢镜头都没有播放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很多年轻球员 包括高晓东 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到球员断腿 他们都静待了 小将斯莫林打着哆嗦 不住地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维迪西把手放在了斯莫林的肩上 沉稳地说道 这就是足球 想完全不受伤 是不可能的 既然你选择了足球 你就必须无所悲剧 说话的时候 维迪西还看着高晓东 英超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联赛 谁想在这里取得成功 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甚至汗水和血水 高晓东刚刚是感到有些惊悚 但他自己倒是一点也不怕 身上有超能护具护身 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 想让他受伤的难度很大 除非肌肉拉伤 上身受伤 听了维迪西似有所指的话 高晓东握起了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队长说了对 我们绝不能害怕 我就不信 他们不怕断腿 维迪西本想借机 点拨一下高晓东 防止他年少轻狂 把英超看得太容易 没想到高晓东反应这么强烈 他连忙说道 对 对手也不是有意要匪人 流浪者的主教脸和头的关系很好 高晓东战意盎然地说道 嗯 我知道 但我们不能怕 就是干 不能怂 维迪西满意地点点头 对 不能怂 瓦伦西亚的受伤 耽误了差不多五分钟多的时间 随后弗格森 换上老将吉格斯之后 比赛继续进行 高晓东不怕 但看着瓦伦西亚断腿的惨状 万联的球员哪能不怕了 就算是老队员 在对手放缠的时候 也不由自主地躲了 这是心理阴影 不是一下就消除的 俗话说 狭路相逢 勇者声 万联的球员越是多 流浪者的球员 踢得就越是强硬 很快他们竟然获得了不少的球权 打出了几次不错的反击 高晓东觉得 这个时候 自己必须站出来鼓励队友了 不然 今天这个比赛 恐怕赢不了 这是高晓东 在万联的欧冠首秀 他不想以平局 或者输球而告终 比赛底72分钟 鲁尼回闯给高晓东 流浪者中场戴维斯 一脚非常强断 高晓东没有躲闪 先把球拨开 才向上跳起 高晓东跳得晚了半步 虽然戴维斯收脚了 但他还是撞翻在了地上 央视的解说员 贺辉吓坏了 哦 小冬啊 你不能这样啊 平一场又如何 千万别受伤啊 现场的万联球迷 也都发出了惊呼声 纷纷让主裁判 给戴维斯黄牌 主裁判德布雷克 却没有理会球迷的压力 只是判罚了一个任意球 定位球也是 扑密及防守的好办法 韦迪奇 斯莫林都来到禁区 争抢投球 高晓东把任意球传进禁区 这个球有点靠近门将 被格雷格尔双拳打出了禁区 高晓东快速跟上 不等球落地 就是一脚凌空抽射 但球再次被门将扑了出去 吉格斯拿到球快速下底 新眼流浪者的球员到禁区后 一脚挥传到禁区前沿 找高晓东 高晓东跟上射门 帕帕奇一脚灯塔过来 封堵高晓东的射门 但高晓东并不躲闪 迎着帕帕奇的鞋钉就踢了过去 球打在帕帕奇的鞋钉上直接炸开 帕帕奇也被撞击得连腿击步 一屁股坐在地上 疼得抱着腿站不起来了 哦 上帝啊 球都爆了 天呐 高的脚骨折了吗 哦 这是拼命嘛 上帝啊 千万别受伤啊 万连的球迷吓得都快不敢看高晓东了 担心又是一个骨折 但没想到 高晓东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还举手向场外要求 哦 太猛了 猛男啊 拼命三郎啊这是 鸿膜就要像高一样 不要松 就是干 对 这才是鸿膜精神 老特拉福德看台上的球迷 被高晓东激动了 都纷纷站起来为高晓东鼓掌 场上和替补席上的曼联大佬们 都相互看了一眼 脸上都是赞伤 尤其是那维尔 他觉得高晓东真正做到了 他说的做一个红魔 首先要有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768集 红魔的欧冠手球 场边的福格森更是被高晓东吓坏了 这可是他八千万买来的宝贝 要是现在真有个好歹 他上哪里哭去啊 福格森本来是想起欧贯了小祖赛的机会 锤炼一下新人 但看高晓东这样子 不赢球 恐怕要发疯 他不敢再锻炼下去 赶紧又换下了手强弓弱的飘制星 换上了纳尼 加强攻势 争取早黑点拿下流浪者 可是 流浪者的铁桶阵摆得太严实了 球员又牛高马大 别说上了吉格斯和纳尼这样的技术流 就算把曼联换成巴萨 阿森纳也渗透不进去 有一个场面 可以凸显曼联在进攻中的无奈 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 曼联在边路和中路连续传递之后 吉格斯挟塞禁区 鲁尼突入流浪者禁区 但就在他准备射门时 发现已经有五名流浪者球员 正在他门前 面对横更在自己身前的腿临阵 路连约了 只能把球后磕向了禁区湖顶处 高晓东和对手一起抢球 他利用身体优势挤开对手 一脚推射 但球还是躲不开禁区内的一片大长腿 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弹出了底线 高晓东对脚球很不乐观 哪怕有韦迪奇和斯莫林 曼联进球的希望也不大 所以高晓东放弃了主罚叫球 交给吉格斯来罚 自己跑到禁区前准备冲抢落点 流浪者禁区常然淋漓 吉格斯把球罚出之后 高晓东迅速地冲向禁区 不过他弹速再好弹跳再高 也不及对手先天高弹20多公分的优势 球被诸侯卫威尔一头顶了出去 球落下之后被弗莱车抢到 有吉格斯在 他不敢再直接一脚远射 看到吉格斯要球 他马上分边传给吉格斯 吉格斯接球的时候 禁区内正混乱不堪 攻守双方球员交织在一起 不过王老吉经验丰富 视野开阔 一眼就看到了 跑向大进去一侧空当处的 埃尔兰德斯 他马上把球传了过去 埃尔兰德斯这个跑位 非常的机灵 在脚球被顶出之后 大家都向前跑向回跑 他向一侧跑 在流浪者一疏忽的瞬间 吉格斯把球传了过来 这个球如果是高桥东 他有凌空战技能 就直接凌空抽射了 但埃尔兰德斯觉得 还有停球处理的空间 他胸部停球 不等皮球落地 凌空扫向球门 就在埃尔兰德斯 胸部停球的瞬间 防守球员埃度 就上来风度了 埃尔兰德斯的抽射 正好打在埃度 垂下的胳膊上 弹出了底线 埃尔兰德斯 马上举手索要点球 但比利时主裁判 德布雷克 却并没有看到 他指向了角球区 示意这是一个角球 埃尔兰德斯不服气 又跑过去找裁判比比 他不过是个小虾米 主裁判哪里会守他的 马上掏出黄牌 警告了埃尔兰德斯 这边的角球 由那里来发 高晓东依然跑到进去那墙点 纳尼向高晓东举了一下手 这是一个暗号 意思是让高晓东来抢前点 纳尼传球之后 高晓东迅速向前点移动 投球摆度向后点 找另外一侧的吉格斯 这是一个角球配合的固定套路 吉格斯在高晓东跑位的时候 就插向了后点 球飞过来 吉格斯跳起来投球顶向进脚 这个球门将已经无能为力 但站在门主一旁的后卫 却用身体把这个必进之球挡了出来 吉格斯快速转身拿到皮球 布雷德福特紧追不放 吉格斯做了一个向左侧虚晃的动作 向相反方向突然转身 把球掉向球门的另外一侧 高晓东投球摆度之后 正要向回走 没想到 王老吉把球传了过来 此刻门将迈克格雷尔和后卫 都已经被吸引到了吉格斯那一边 高晓东快速插上 准备投球顶个空门 流浪者后卫 布雷德福特 无奈从后面伸手猛推了高晓东一把 感觉到有人推自己 高晓东马上开始表演了 哎呀 高晓东仿佛中了一记画骨棉掌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然后一头扑在了草皮 这胖子呀 肺活量极大 这一嗓子喊出来 就算主裁判 德布雷克在另外一个半场 也听得清清楚楚 德布雷克看到了这一幕 他果断向布雷德福特 出示了黄牌警告 并且判罚点球 看台上欢呼声震天般的响起 轰魔球迷激动的 就像进了球一样 也难怪 流浪者的防守太猥琐 死守不出 又人高马大 曼联猛攻了八十多分钟 用尽了十八班兵器 都奈何不了他们的大巴 有了这个点球 曼联总算找到了 单条门将的机会 吉格斯是曼联法点球最好的 不过他年龄太大 不常上场 自从C罗走后 曼联的点球手大多是鲁尼 但并不固定 鲁尼脚风不顺的话 像卡里克 斯可尔斯等人也能提 高晓东转回之后 也成为了曼联的点球手之一 不过位置在鲁尼之后 最近鲁尼深陷舆论炫火 急于证明自己 看到裁判判罚点球 他也没征求吉格斯一键 抱着球就走向了点球点 吉格斯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鲁尼罚他没意见 现在就是锻炼后备的时候 但他认为鲁尼该给他打个招呼 弗格森同样皱了一下眉 他认为这个压力这么大的球 现在这个状态的鲁尼不是合法 因为尽了功劳不大 点球是高晓东和吉格斯创造的 但是丢了要背大锅 这个球吉格斯主罚最合适 不过鲁尼已经去罚球了 弗格森当然不能再说什么 这个点球高晓东也想罚 欧冠守秀啊 时间都八十多分钟了 不罚这个点球 估计就没希望进球了 只是鲁尼情商低下 不知道偷逃暴力 让给高晓东 高晓东也不能去要 只能走到鲁尼贯长踢的角度等着 看看有没有捕射的机会 这是强点形前锋的仪式 其他人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么细致 人在压力之下 都会用最熟悉最常用的技术 面对发挥出色的门将格雷格尔 面对这个几乎决定胜负的点球 鲁尼小幅助跑之后 右脚半高球 大力抽向了球门的右下角 门将格雷格尔对鲁尼有过研究 在鲁尼起脚的瞬间 他飞身扑向了右下角 球被格雷格尔单掌扑了出去 看到门将把球扑了出来 鲁尼双手抱住了脑袋 绝望地蹲了下来 然而 就在门将格雷格尔扑就的瞬间 攻防双方不少的球员 都跑向了禁区 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第一个冲到球前的 是高晓东 他飞速赶到球前 迎球左脚外脚背 小角度抽身 门将还没有爬起来 球就从他的身上 飞进了球门左侧 一比零 捕射入网之后 高晓东举起双臂 欢呼着跑向了砍台 哦 陆尼点球被扑出 高补射 球进了 高高高 一比零 高打击了在曼联的 首个欧瓜进球 如今他在各项赛事 都有进球 一共打击了八个进球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记录 心看通哪 果然不同凡响啊 福克森握紧双拳 欢呼着跑了出去 助教们欢呼着冲了出去 替补们也欢呼着冲了出去 看台上翘首等待了 八十多分钟的轰摩们 也都疯狂跳起来 正比高呼高晓东的名字 一时间 除了目当口呆的流浪者们 整个老特拉福德球场 都变成了波涛汹涌的 红色海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剧587阳为您带来的 长篇都市励志小说 限制及巨星 作者 布鲁踢球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高晓东虽然抢了鲁尼的风头 但他的进球 可以称得上是给鲁尼补了锅 如果这球不进 最后还没有拿下流浪者 估计赛后鲁尼 能够被球迷喷的生活不能自理 哦 高 谢谢你 鲁尼在高晓东庆祝之后 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 高晓东颇有种 抢了人家的女友 却又被人家感谢的感觉 再想想 当时自己 还动了买个运气点 诅咒鲁尼点球 发不尽的心思 胖子喊道 哎呀 惭愧呀 惭愧 但是嘴上却说 嗨 客气啥呀 咱们是朋友 是队友 在华国 那就是兄弟 鲁尼竖起了大拇指 哼 说得好 咱们是队友 也是兄弟 看着鲁尼过去和高晓东拥抱 唱编的福克森点了点头 心道 嘿 鲁尼这小子 虽然没脑子 但还算知道进退 比赛继续进行 万联打破将军之后 就等着狠狠地打流浪者的反击了 但没想到 流浪者落后的一球 竟然也没有大举压上反扑 只是稍微投入了一点进攻兵力 大部分的力量依然留在后面防守 流浪者之所以这么理智 是因为他们的主教练史密斯 是福克森的老乡士 他知道 剩下的这十分钟 流浪者反击的结果 肯定不会是斑平逼分 只会死得更惨 对于流浪者来说 他们的小阻塞对手 是巴勒西亚和波萨尔堡 和曼联只输一个球 几乎就是在竞胜球上 领先另外两个对手了 史密斯当然不会做无谓的挣扎 看到流浪者落后 打得像领先一样 现场解说袁马丁很是无语 哦 过分了解和过分理智也不太好 就像现在 如果碰个浪头前猛攻出来 比赛会很好 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进球 但是现在是不是反抗不了 就躺下来享受了呢 习惯于大开大和打法的曼联球迷 编满了八十多分钟 高晓东进球 不过是消爽了一下 他们很希望流浪者攻出来 让曼联多进几个 但没想到流浪者这么保守 比赛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向流浪者发出虚声 想刺激一下流浪者 但流浪者却视若不见 听而不闻 一直把0比1的比分 受到了比赛结束 主裁判的哨子一响 流浪者主帅史密斯 马上走过去 向佛格森道贺和道歉 恭喜你们齐开得胜 另外对瓦兰西亚的受伤 我很抱歉 佛格森很大度 给了史密斯一个拥抱 那只是个意外 祝你们在欧馆 也取得一个好成绩 在两位主帅说话的时候 记者们涌到了高晓东身边 采访这位打进比赛唯一进球的功臣 高晓东表达了对赢下初子秀 并打进初子球的欣喜 同时也对瓦兰西亚的受伤 表示遗憾 这是我在曼联的第一场比赛 对手实力不弱 低了又保守 我们赢得非常困难 欧冠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比赛 能赢就好 更高兴的是 打击了在曼联的第一个欧冠锦球 希望我能够为曼联进更多的球 还有 瓦兰西亚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球员 是曼联的重要一分子 对他的受伤我很难过 希望他早日康复 高晓东回答记者 故意用华语夹杂着英语 即便这样 记者对他的英语这么流畅 依然深感诧异 英格兰记者从来就不是好对付的 他们问了几个正常的问题之后 马上就给高晓东挖了一个坑 哦 露尼点球罚丢了 幸好被你补了进去 为什么你不来罚这个点球呢 好像你在国米的点球 没有罚丢过吧 穿着灰色职业套装的卖点新闻官 戴安娜听了 不由得有些担心 他怕高晓东说出不得体的话来 高晓东心里暗骂记者他大爷 却是笑眯眯的说道 哦 那是在国米 曼联比我点球好了多的是 其实点球就是看运气 上一场露尼发进了一个点球 估计他觉得自己的球运不错 所以才试试的 高晓东这番话说得无邪可及 给了队友们一个高貌 为露尼做了便捷 还给自己以后发点球留了余地 简直油滑的像个中年大叔 向来不够言笑的冷面美女 戴安娜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觉得这小子真的不错 比喜欢胡说八道的卢尼 让自己省心多了 记者却不甘心 继续问道 其他球队都有固定的点球手 难道曼联没有吗 不可能所有球员都轮着罚吧 高晓东一探手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刚来 曼联又没得到几个点球 高晓东直接耍不赖了 因为他又是老实回答的 记者肯定会接着说 那罚点球还论子排辈吗 卢尼罚点球成功率不高 为什么还让他罚 为什么你不能罚 那么高晓东就不好回答了 高晓东的回答 让记者们也都很佩服 才二十岁的猫头小子 就跟人精似的 这华国人都早熟 不过记者并不死心 接着又问 你对于爵士今天的排兵布阵 怎么看呢 记者这番话也是包藏祸尽 今天佛格森的排兵布阵 明显拖达了 哪怕是为了周末对付力武谱 也不该上这么多心人 万一输掉 那可就难看了 赛前赛中 高晓东在心里 都把佛格森骂了个狗鞋喷头 但对着记者 高晓东却狂排佛格森的马屁 今天的排兵布阵很出色 我相信全世界只有佛格森教练能这样排 敢这样排 周末我们要打一生之敌六谱 这场比赛必须轮换 这个阵容正好保证了胜利 又轮换了主力 还锻炼了新人 可谓是一举三得 高晓东这马屁拍的是山响啊 脸不红心不跳 旁边的戴亚娜反而喝牙的 新导说你这小子是真无知啊 还是绝世的脑残粉啊 今天绝世明显拖大了 能赢真是运气 看到记者还要提问 戴亚娜担心高晓东言读必诗 马上看了看腕表 严肃地说道 好了时间到了 采访到此为止吧 记者们没有纠缠着继续采访 因为新闻官戴亚娜 是个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人 约好采访十分钟 那么绝对不会多出一分钟 记者除了尊重他这个人 还因为他是曼联传奇 丹尼斯劳的女儿 得罪了他后果很严重 高晓东回到更衣室 队员们又一起庆贺了一番 然后各自洗澡回家 曼联虽然赢下了比赛 但在赛后 他们仍然遭到了媒体的质疑 有的说 佛格森那个首发 就是想给老东见面子 也有的说 佛格森为周末 打利物谱做的保留 也有的认为 佛格森是轻敌 因为红魔在欧冠主场 一向强势 二十六战力擒可怼多大十九次 连巴萨在老塔塔福德都未能幸免 而格拉斯哥流浪者 在欧冠联赛 可是三年来连场不上 曼联赢得这么困难 实在是和曼联的实力不符 另外 由于同组的瓦瑞西亚 客场四比零 击败布萨尔宝 曼联以瓦瑞西亚 断腿为代价 赢得这场胜利 看起来也似乎是得不偿失 记者认为 瓦瑞西亚赛季报销 就是弗格森轻敌造成的 如果弗格森派出全部主力 也许比赛早早进球 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除了批评弗格森 更多的人是批评鲁尼 认为鲁尼状态太差 适合留在床上 而不是场上 认为鲁尼没有法点球的能力 和大心脏 却强行掌控点球权 是对曼联的不负责任 是自私 甚至有人认为 鲁尼应该给 比尔巴托夫和海尔南德斯 打替补 等状态好了再受罚 获得高分的 只有高晓东和几格斯 记者认为 是他们两人挽救了福格森 没有高晓东最后的一脚捕设 或许曼联已经把 未来的小组第一给丢了 不过 无论批评还是赞扬 曼联人现在都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倾听或者反驳了 因为 他们周末就将迎来 本赛季的第一场重头戏 主场大战礼物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集再见 来说